下午六点 滨海市 江泽机械厂 办公室内 苏江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双目无神地看着电脑上飙红的信息 最后 苏江发出一声长叹 这煤气罐 到底要咋卖啊 就在一个月前 苏江突然穿越到了这里 而在经过短暂的了解后 苏江也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 前身也叫苏江 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狠人 竟然脑袋一热 就投身创业 直接贷款八百万 准备办厂 可是还没等他想好卖啥 就因为操劳过度 一命归西 于是乎 苏江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就在他思考生产什么的时候 身体一阵抖动 他竟然觉醒了系统 一个拥有一切改造图纸的系统 而系统给他的第一个改造任务 就是煤气罐 但他生产的煤气罐 根本不适合民用 压根就买不出去 原本准备回流的资金 直接被套住 利滚利后 他已经欠下了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他这辈子就没看过这么多钱 好好的 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卖煤气罐呢 苏江看了看自己需要偿还的欠款 然后望向了一旁的秘书张灵 这年头 创业是真的啊 老张 他是一开始就跟着苏江的老人 能力虽不突出 但胜在忠心 哪怕现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 张灵依旧尽心尽职 听着苏江的吐槽 戴着黑矿眼镜 身材瘦削的张灵也有些无奈 老板 是这样的 实体经济初期是很难做 那也不用这么难 短暂的沉默后 苏江忽然想到了另一条赛道 网络营销 这可是条阳光大道啊 要不 咱们转行试试 搞搞网络营销 老板 我们已经试过了 但收效甚微 但很快 张灵就泼了冷水 他给苏江指了指电脑上的营业额 三天的时间 总共就卖出了三个 还有两个紧退款 主播都跑了 看着电脑上的营业额 苏江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如此凄惨的营业额 让苏江感到难以置信 就是假酒 也不至于卖这点吧 不过转念一想 倒也没错 毕竟他卖的是煤气罐 还是低烈的煤气罐 这要是不注意 很容易全家生田 这在这个注意安全的世界 很难吃得开 哪会有人买这样的煤气罐 看了眼墙角放着的煤气罐 苏江一头栽在桌面上 无力地看着眼前的张灵 就他这个烂摊子 就算是三马来了 都得两 苏江掏出准备好的卖地合同 实在不行 就只有这办法了 老张 准备准备 咱们把地卖了吧 看着苏江准备好的合同 张灵心中一慌 连忙劝道 老板 别急 车到山前必有路 咱们还没到最后时刻 听着张灵的劝告 苏江也开始冷静下来 看了看手中的卖地合同 再看了看堆积的煤气罐 苏江陷入了沉默 网络营销最重要的 就是流量 但怎么引流就成了问题 思考半天 苏江悠悠发声 老张 你说我去擦边能引流吗 一听这话 张灵差点被呛到 老板您是擦边这块料吗 嘿嘿 老板 那你还是摆烂吧 谁会闲着没事去看男的擦边 苏江耿着脖子说道 他自认在颜值这方面 他还是有话语权的 怎么会 万一有人好我这口呢 张灵声音一噎 虽说苏江颜值不差 但真没人好这口 老板 您就别评了 直播时间快到了 每天六点半 都是他们直播的时间 自从主播跑路后 直播的工作 就交给苏江了 望着张灵去搬运煤气罐的背影 苏江也开始整理着装 哎 真的不用擦边吗 苏江摇了摇头 将自己擦边的想法抛出脑去 准备开始直播 很快 苏江的直播间开启 一大批人涌入 因为苏江的颜值不错 哪怕他卖的是煤气罐 都有不少人观看 哪怕苏江还没有说话 弹幕已经自顾自地说起来 哇 主播 一天不见 你怎么又帅了 主播主播 今天也是卖煤气罐吗 主播 你就别惦记你那破煤气罐了 趁早转行吧 主播 就你家的煤气罐 还没隔壁那小兵卖得多 你实在不行 就去隔壁应聘吧 起码你这颜值比那小兵好多了 对啊对啊 守着破煤气罐干嘛 哪有啥用的 看这越来越走偏的弹幕 苏江瞬间开始介绍自己的产品 嗨嗨 家人们 来来来 继续我们的煤气罐啊 咱们江泽机械厂生产的煤气罐 不说别的 单论效果 全国就没有比我们更厉害的 你看 这完美的造型 这小巧的体积 怎么样有没有动心的 苏江一把抱住一个煤气罐 就开始向着直播间的众人介绍到 虽说他生产的煤气罐质量是差了点 但是耐久啊 一罐可以抵别人三罐 这怎么看 都是一个核算的买卖 看着苏江的模样 直播间的众人早已见怪不怪了 瞬间又开始一波弹幕走起 来了来了 主播又开始他的煤气罐缓解了 主播 放下破煤气罐 抱我 啥 为什么不是抱我 很快 弹幕的画风又开始走偏 纷纷垂涎苏江的美色 但其中也有不少沙雕网友 开始了自己的问题 主播 你家煤气罐 能自己上门吗 能 包油吗 你就是外太空 我都包 主播 你的煤气罐可以外用吗 别说外用 就是内用都行 这个能当陀螺抽吗 陀螺 那建议 你买三个 能不能防弹 前面的问题 苏江还能应付 但听到能不能防弹后 彻底绷不住了 谁家的煤气罐能防弹啊 你用这玩意防弹 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果然 直播这行也不容易啊 别看弹幕发得多 这里面绝大部分 都是冲着苏江的脸的 其中 还夹杂着一些沙雕网友 他们对苏江的煤气罐 压根就不感兴趣 苏江顿觉一阵心泪 你妈妈的 你们倒是动动手啊 五百多人 愣是没一个人下单 就在这时 苏江在纷乱的字条中 发现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弹幕 这个劲大不大 我天 终于等到你了 苏江连忙看了眼这人的ID 尼古拉斯 凯奇 哟 还是外国人呢 好 太棒了 兄弟 我家的煤气罐别的不行 就是劲大 一个顶三个 这时 尼古拉斯又发出一条弹幕 直接让苏江沉没 那质量咋样 看着飞过的弹幕 苏江内心一紧 每次谈到质量 很多人都没了 但苏江还是诚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兄弟 其他的还好说 就是这质量 说实话 不咋地 苏江的煤气罐 就只有质量不行这一个问题 果然 随着苏江这话一说 尼古拉斯瞬间没了声音 唉 又没了一单 苏江有些无奈 每次一说质量 家人们就没了声音 等了半天 也没看到尼古拉斯有什么反应 应该是退出直播间了 苏江便继续开始 介绍自己的煤气罐 好了好了 兄弟们 咱们继续介绍我的煤气罐啊 可就在这时 苏江的后台跳动了一下 有人下单了 一看名字 赫然就是之前的尼古拉斯 等等 还真有人买 这是什么癖好 第二章 第一份顾客 既往中东 直播间内 苏江还在一个劲地介绍着自己的煤气罐 什么 我家的煤气罐 别看它小 但是装得多啊 我坑谁 也不会坑你们啊 家人们 兄弟们 宝贝们 既不可失 时不再来 所以 有没有想冲一波的 苏江一口气 将自己一天的话都给说完了 只感觉口干舌燥 可等了半天 苏江的后台都没啥动静 只因苏江的话术 还不足以打动他们 这群酒精风霜的老古董 主播 你别说这些了 要不 你多叫我几声宝贝吧 你要是叫 我就下单 对对对 我也要 我也要 一瞬间 整个直播间的画风直接跑偏 纷纷开始要求苏江叫宝贝 一听这话 苏江喜出望外 早说嘛 你要是叫宝贝 就买霉气罐 我能把你叫到破产 当真吗 宝贝 宝贝 苏江可不是什么迂腐的人 毕竟都准备搞擦边了 反正叫宝贝 就能卖霉气罐 为啥不干 随着苏江的几声宝贝 他的后台终于再次跳动 又有人下单了 很快 苏江不知不觉 已经直播三个小时了 等了半天 也没人再次下单后 苏江决定下播了 好的 宝贝们 时候不早了 那咱们明天六点半准时啊 不见不散 一听这话 直播间的水友可坐不住了 虽然苏江喜欢卖自己的煤气罐 但架不住他长得好看 就算不买 看看也行啊 啊 什么 主播这就下播了 我还没看够啊 别下播了 要不我再买两个煤气罐 苏江可不管这些 你们要是想买 早就买了 休想骗到机智的我 随着直播间的关闭 苏江第一时间 就开始查看今天的营业额 一 二 三 十 苏江看着那刺眼的数字时 顿觉失望 他刚刚可是在直播间 喊了快两个小时的宝贝 结果就卖出去了十个 而且 这十个还不知道 会不会被人退回来 这要是给他退了 那他直接哭死 不过 这里面最引人住的 还是那个尼古拉斯 凯奇 他也是十单中 唯一一个主动下单的人 就是不知道 他买这个干啥用 但这些不是他该关心的 他更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系统任务 要卖出一千个煤气罐 一千个啊 煤气罐 刨除之前那两个退款的 他到今天为止 只卖出去了十一个煤气罐 距离完成完成系统任务 还差得远 苏江坛倒在桌子上 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啊 我为什么要卖煤气罐啊 你就不能让我去卖假酒吗 这个系统任务 简直是罪大恶极 改的是什么东西 根本卖不出去一点 这批货 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不对 他现在不应该思考这批货 更应该想想自己该卖几块地了 扣扣扣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张灵从门外走了进来 老板 今天的销售额 比之前好太多了 张灵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虽然今天只卖出了十个 但明天可能会卖得更多 听着张灵的安慰 苏江直起了身子 是啊 卖了十个 不过 我有点好奇 那个尼古拉斯是咋回事 他竟然真的会买 说真的 苏江都对尼古拉斯的操作感到好奇 他都已经说了 煤气罐质量不咋地 结果他还是下单了 苏江的问题 也把张灵问住了 他也想不到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煤气罐 但他作为秘书 还是及时回复着苏江 可能他就喜欢这个吧 哦 喜欢这种煤气罐 我很难想象他的精神状态 苏江的嘴角一阵抽搐 虽说他对自己的煤气罐 充满信心 但质量 这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是要好好改进一番 等煤气罐到了 那这个客户多半是一次性买卖了 张灵看出了苏江的忧虑 事实说道 老板 不急 万事开头难 咱们的煤气罐还是很好的 苏江长叹一口气 他也对煤气罐的市场产生了怀疑 卫毛系统要给自己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图纸啊 但他还是对着张灵交代道 实在不行就只能卖地 哎 算了 再坚持一周吧 要是还不行 我们就卖地吧 先把贷款还上 张灵点点头 随后面露南色的准备对苏江说 好 老板 老板 你看这马上要到月底了 工人的工资是否需要 一听这话 苏江一拍脑袋 他竟然把这事都给忘了 可以想到工人的工资 苏江就一阵头大 虽说前身只是刚刚半场 但他直接招收了二十多名工人 二十多名工人啊 哪怕一个人的工资算五千 他一个月也得花出去十几万 如此大的数目 让苏江很是为难 之前 他倒是准备节省开支 开除一部分工人 但等他准备亲自去施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却发现 他家的工人竟然大部分都是残疾人 这瞬间就让苏江顿时没了想法 说实话 苏江有很多办法可以开除工人 但是工人被开除了后 他们怎么生活就成了问题 有时候 苏江也觉得自己有病 明明工厂危在旦夕了 结果 他还是做不出开除工人这样的事 哎 苏江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工资他还是付得起的 工资的事 我会想办法的 但张灵仿佛没有看到苏江的动作 继续说道 不 老板 工人们说 他们这个月可以不要工资 一听这话 苏江内心一暖 起码他们没有落井下石 但很快 他还是摇了摇头 这些人本就生活困难 很多人都需要按时吃药 如果没了工资 那要都成了问题 什么 不行 不行 老张 你去告诉他们 就算是去卖血 我都会按时把工资交给他们 张灵点点头 以他对苏江的了解 就知道苏江会这么做 这也是为什么 在外面人心思乱的时候 张灵愿意默默跟在苏江身边 好 老板 我会如实转告的 对了 老板 还有一件事 就是尼古拉斯的地址 真的在国外 而且还是在中东 苏江内心一紧 中东 这运费 都得花多少钱啊 啥 张灵提出了自己办法 虽说他们支持包邮 但国外这也太离谱了 咱们要不要不包邮 苏江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包邮 哪怕这单踏马的得 赔掉底库 不行 还是要包邮 我们打的就是包邮 不能失信他人 大不了这单当作赔本买卖 万一我们打开了中东销路呢 好 老板 我这就去安排 但苏江一副白日做梦的模样 让张灵摇了摇头 中东真的需要没器官吗 第三章 中东小国 资源问题 白居过细 很快五天过去 此时 辽阔无垠的沙漠内 漫天的黄尘飞扬着 在这片大漠中心处 有个残破不堪的城市 几只驼队从远处 缓缓地向这里驶来 城市里 某处广阔的厂区里 一间简陋的房间中 正在开会 房间里 还张贴着单朗的国旗 一群人围坐在长桌旁 正在激烈地讨论 这时 一个头包着白布 留着大胡子的人站起 我们现在的问题除了粮食 更重要的还是武器 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 听到大胡子的话 很快就有人站了起来回答 我当然知道武器的重要性 可 美丽监国的武器太贵了 哪怕是最便宜的炮弹 也需要五千美刀 我们根本买不起 一听这话 在场众人顿时有些泄计 打仗打的就是钱 遥远的华国 有句话说得好 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 以他们现在的财政状况 恐怕过不了几天 他们就要面临 没有枪支弹药的困境了 很快 又有人想出了办法 那我们就去抢对面的武器 但他的提议 瞬间就被否决了 太鲁莽了 抢 恐怕我们还没靠近 就被轰炸了 突然 长州的末尾 一道人影欣喜地站起 他想到了好办法 实在不行 我们就去请求 美丽监国的援助吧 听到这人的提议 众人都是一惊 这货是怎么混进来的 什么 你在说什么 说出这个提议的人 仿佛没有看到 周围几人的神情变化 依旧在自顾自地说着 美丽监国 肯定愿意帮助我们的 但在这时 长州的正守卫的那人 带头为他鼓掌 好啊 我同意这个提议 众人看着包着白布的首领 内心一紧 难道他被判主了 什么 首领 你怎么能同意 听到首领的同意 那人内心一喜 没想到自己的任务 这么快就能完成了 首领 你也同意吗 那首领微笑着 看了一眼那人 然后点点头 当然 我同意你的提议 但我认为 我们还是更应该 问问主的意见 那人回味着 首领话中的含义 很快 他的脸色一白 去问问主 还能怎么问 只有死亡 才能去询问主 问问主 首领 我错了 我不该收那些人的钱 结果 首领对这人的哀求 毫不留情 随手一挥 不不不 我认为你的提议很好 还是你去帮我问问主吧 几位鹤枪实弹的士兵 将这人带了出去 砰砰砰 几声枪响 那人再没了声音 这个小插曲结束 会议继续 为了解决炮弹问题 又有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领 我们要不要试试 自己制作炮弹 但很快 他的意见也被人否定了 不行 材料不够 我们制造不出来 而且 其中最关键的技术 我们还没有掌握 连连几道建议都被否决 众人的情绪 也达到了顶峰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就在众人争论的时候 长桌的角落里的 一人的手机 一阵抖动 这位有着阴沟鼻 续着大胡子的人 看了眼手机 有些惊讶 没想到 他买的东西 竟然这么快就到了 这么快吗 而后 他就准备起身 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你们聊 我去取个快递 随着他的起身 众人的目光 都放到了他的身上 特别是身旁的几人 怒视着他 坐下 尼古拉斯 难道 你的快递 比我们的战局 还要重要吗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眼看着尼古拉斯 惹了重怒 首领也开口说道 他真的怕一会 这些人打起来 好了 别说了 尼古拉斯 你现在立刻滚出去 是 首领 尼古拉斯急忙告退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人 走出房间后 他就向着快递点跑去 可等到他刚刚来到这里 就看到空中 竟然还悬浮着一辆直升机 正在不断地向下放置着快递 他买的煤气罐就在其中 这一刻 尼古拉斯沉默了 妈的 华国人真踏马诚实 说包邮就包邮啊 买一个也包邮 你这卖的 好像还不够邮费吧 这时 跟着尼古拉斯一同出来的那人 有些好奇地 看着正在下降的煤气罐 尼古拉斯 你买的这是什么 煤气罐 煤气罐 裹着白布的大胡子 有些疑惑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包邮的煤气罐 尼古拉斯看着落地的煤气罐 满意地点点头 对 埃哈迈德 这个煤气罐 我已经关注很久了 它别的不行 就是很容易爆炸 而且 成本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说不定能解决炮弹问题 一听到尼古拉斯这么说 埃哈迈德摇了摇头 你在开什么玩笑 煤气罐 还能当炮弹用 要是煤气罐真能解决问题 其他国家还买炮弹干什么 就在这时 埃哈迈德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个煤气罐 为什么这么小 不过 你这个煤气罐的大小 怎么跟一枚炮弹的大小差不多 尼古拉斯看到埃哈迈德 发现了煤气罐的特殊之处 很是满意 对 这是我特意选择的尺寸 可以完美符合炮筒 埃哈迈德有些惊讶 为什么会有人把煤气罐做得这么小 你确定吗 那可是炮筒啊 确定 对了 我们现在就去试试吧 一听尼古拉斯这么说 埃哈迈德也来了兴趣 买都买了 还是试一试吧 很快 尼古拉斯带着埃哈迈德 来到了某处空旷地区 这里很适合试验煤气罐 很快 随着煤气罐的装填 点火 轰的一声 煤气罐就飞了出去 煤气罐在空中 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最后掉落在地上 发生爆炸 巨大的爆炸声 震得房顶上的瓦砾 都纷纷往下掉落 而站在远处的两人 则完全没有被这样的动静给吓到 反倒是兴奋不已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埃哈迈德紧紧捂住耳朵 他满脸震惊地看着爆炸的动静 我 这是煤气罐 踏马的 谁家煤气罐这么设计的 这他妈一碰就炸 爆炸跟炸弹一样 华国人都这么彪悍吗 恐怖的爆炸 很快将周围的士兵惊动 还以为敌人打过来了 而他们的首领 走在了最前方 刚刚结束了会议 就发生了爆炸 难道有叛徒 结果 他一来就看到了一脸兴奋的 尼古拉斯和埃哈迈德 怎么回事 尼古拉斯 你在做什么 埃哈迈德 你们想干什么 尼古拉斯兴奋地说道 他也没想到 这个煤气罐这么有用 首领 我们是在试验新型炮弹 首领有些惊讶 这样的威力足以摧毁很多建筑 新型炮弹 听到首领的问题 尼古拉斯满脸兴奋 没错 这是我在华国买的煤气罐 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强大 但首领显然更关心价格 威力很好 要是价格也很好 就更好了 贵吗 不贵 这样的一个才二十美刀 第四章 中东销路 来个科目三引流 什么 二十美刀 听着尼古拉斯的介绍 首领罕见地沉默了 你确定你没有弄错 保险起见 首领特意查看了尼古拉斯的手机 发现尼古拉斯 确实只花了二十美刀 就买到了这个煤气罐 这一刻 首领彻底震惊了 他实在是想不到 这世上能有人把煤气罐做得跟炮弹一样 而且 比一般的炮弹威力还要强 他这是准备把人炸上天 还是准备干啥呢 首领不由地喃喃自语道 真没想到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煤气罐 别看这个二十美刀的煤气罐 个子小 但是浓缩的 一般都是精华 其爆炸效果 甚至可以跟敌人五万美刀的铁穹炮弹相媲美 二十美刀对五万美刀 只要他的脑子 没被骆驼踢过 都知道该选什么 华国人生产的煤气罐 都能当炮弹用 果然 他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看了一眼周围围过来的人群 首领适时地说道 哈哈 我们有了这样的新型炮弹 说明主与我们同在 瞬间 所有人都被首领的语言感染 纷纷大喊起来 为了主 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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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众人一脸兴奋的模样 首领甚至已经想到了 用这些煤气罐狠狠地羞辱敌人 反正一个煤气罐 才二十美刀一个 他要好好的豪横一把 他要用煤气罐狠狠地洗地 该死的家伙们 我要让你们尝尝煤气罐的力量 此刻 首领的嘴角 甚至比手中的AK还难压 但很快 首领就收敛了情绪 扭头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你现在 放下手中的一切事物 尽快采购一批这样的煤气罐 记住 这批煤气罐 对我们很重要 有了他们 我们的财政问题 恐怕就能解决了 说起财政问题 首领没头一紧 虽然他们的粮食 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但是弹药真的不够了 所以 他们需要尽快 弄到一大批煤气罐 但紧接着 首领似乎又想当了什么 郑重地看着尼古拉斯 还有 尼古拉斯 你亲自去一趟华国的这个工厂 他们既然能够生产出这样的煤气罐 或许 还有其他的东西 记住 去的时候 要有礼貌 那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爱好和平 做好伪装 一般来说 尼古拉斯在所有人中 并不算是突出 这种任务 是不可能交给尼古拉斯的 但这件事交给别人 首领也不放心 华国的国情 与他们有很大不同 唯有尼古拉斯 这个熟悉华国的人才能做到 听着首领派发的任务 尼古拉斯神色一正 是 首领 随后 他便准备收拾收拾出发了 但就在这时 首领叫住了他 尼古拉斯 等等 以后煤气罐就不要用空运了 太显眼了 换成其他的吧 听着首领的告诫 尼古拉斯心里一苦 啊 这不是我要的空运啊 首领眉毛一条 尼古拉斯这话什么意思 那这是什么 尼古拉斯看着首领手指的煤气罐 连忙介绍道 首领 这是华国人自己安排的空运 还包邮 此话一出 不仅是首领 就连一旁的小队长 也是一惊 而后首领脸色一黑 尼古拉斯 难道是把他当成傻子了吗 你在说什么鬼话 你的意思是 那个华国工厂跟你一样吗 一个二十美刀的煤气罐 他竟然舍得花一百美刀来空运 首领的声音越来越大 尼古拉斯的头迅速低下 虽然我没有做过生意 但也知道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听着首领的怒骂 尼古拉斯也很是委屈 这件事又不是他能决定的 最开始听到能包邮时 他只是以为普通的路运 等个十天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谁能想到 那个华国工厂 竟然愿意使用昂贵的空运 谁家生意是这么做的 一锤子买卖吗 尼古拉斯满心委屈地说着 首领真的是华国工厂自己选的呀 首领狐疑地看了眼 一脸认真的尼古拉斯 你真的没骗我 当真啊 首领 我说的话 主能辨辨 此言一出 首领顿时一惊 尼古拉斯敢用主来发誓 说明这件事 确实是真的 只是 华国人都这么疯狂吗 二十每刀的煤气罐 运费一百刀 首领摇了摇头 看来他确实不是 做生意的这块料 这种操作你就是打死他 他也做不出来 但既然还能够包邮 那他岂不是可以买 更多的煤气罐了 这还等什么 先来一万个是试水 到时候 直接来一次煤气罐洗地 妈的 他早就看对面 那群家伙不顺眼了 踏马的 以前都是钱袋子 裹在裤腿上 省吃俭用的买军火 毕竟他们不是 隔壁的狗大户 几十亿的军火 都能一口气吃下 他们单朗地处 中东边缘 石油产量 完全可以说没有 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 让奢侈一把了 首领高兴得 连胡子都快翘上天了 不过 他还是不忘记 交代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 以后这些煤气罐 就不要空运了 走特殊渠道 便宜点 虽然包邮很好 但是别把那个 华国工厂给耗死了 到时候 恐怕他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尼古拉斯连忙硬道 他也怕首领 一直让那个工厂包邮 是 首领 时光匆匆 转眼两天过去 苏江此刻 正在准备今天的直播 虽然经过一周的直播 他已经成功 卖出去了五十多个煤气罐 但是 距离系统任务的一千个 还差得远呢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苏江他们 目前没有其他的产品 那么堆积的材料 只能拿来生产煤气罐 搞到现在 苏江的工厂里 堆积了几万个煤气罐 而且 如果有需要 他们甚至可以做到 一天生产几千个 当下产能不是问题 销路无法打开才是问题 这时 张灵咬着牙 从门外走了进来 一副豁出去的模样 老板 我们实在不行 擦边吧 苏江瞥了眼张灵 他倒不是嫌弃张灵 只是 如果他真的来擦边 恐怕自己的直播间 就要跟自己说再见了 你 算了吧 对了 我倒是有个想法 张灵一听这话 也来了兴趣 难道真有办法了 什么想法 苏江将手机递给张灵 上面正播放着 科目三的讲解视频 看看这个 一会你跳吧 看着手机的科目三 张灵沉默了 这货比他想象的还要狗啊 我能拒绝吗 嘿嘿 你觉得呢 很快 今天的直播时间到了 随着直播间的开启 苏江顺势放弃了BGM 第五章 尼古拉斯 线上线下两开花 江湖一笑 浪滔滔 红尘尽忘了 巨网蚁 何足言道 苍天欲笑 霞古老 豪情却未了 伴随着洗脑的BGM 苏江的直播间再次开启 只是这一次 他的身后多了一个正在跳科目三的张灵 很快 苏江开播的消息就传播开了 哪怕苏江只爱卖自己的破眉器官 但依靠他的颜值 还是聚集起了一堆水粉 但是今天的直播大不一样 众多水友一进入直播间 就看到苏江一脸坏笑地看着张灵 哇 主播 牛P啊 紧跟时代潮流 厉害厉害 不过 为什么不是你跳 对啊对啊 主播 如果是你跳 我就下单 不得不说 今天新来的这个 小哥哥颜值也不错呀 哇 主播一脸坏笑地看着小哥哥 对不起 我磕了 我也是 楼上的能不能别恶心我 我就磕 咋了 有本事咬我呀 苏江看了看直播间的弹幕 开始介绍今天的特色 家人们 我今天可是特意把我的秘书都给拉来了 接下来请欣赏他的节目 磕目三 听着苏江的介绍 谁有再次沸腾 大量的弹幕从屏幕上刷过 什么什么 竟然是秘书 不对 有奸情 我去 主播竟然还有秘书 他不会真的是老板吧 不过 卖媒七贯的老板 还是挺少见的 谁有门也发现了问题的奇怪 合着苏江 真是老板 不过 苏江可不关心这些 他只关心直播间的人气 不错不错 老张继继续继续 咱们直播间 人气破千了 张灵一边手脚不停地跳着 一边勉强回答苏江 不行不行 我脚有点妈了 能不能歇会 一听这话 苏江怎么能同意 直播间人气好不容易有了变化 你怎么能够给我掉链子 啥 这才多久 这就妈了 老张 你这是缺乏锻炼啊 但是苏江看着张灵流下的汗水 也知道他是真不行了 他手底下就张灵 一个人可用的人 真不能累坏了 好了好了 你歇会吧 随着张灵的倒下 苏江也开始了今天的正式 家人们 家人们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咱们的煤气罐的价格 被我打下来了 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正说着 苏江的脸上出现肉疼的表情 如果不是真的卖不出去 就是打死他 他都不会降价 煤气罐本来赚的就不多 还降价 但是等了半天 苏江也只看到 弹幕上还在为张灵感到惋惜 根本没人关心他的煤气罐价格 你们这群混蛋 好在 张灵及时扯着嗓子硬喝 多手 苏江对张灵的反应很满意 自己真的离不开他 一百 家人们 现在够买煤气罐 不要120了 只要一百 一百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只需要一百块 降价这个打算 是昨晚苏江与张灵连夜想出来的 既然120卖不出去 那就试试降价 把煤气罐卖出去 让一部分资金回流 这一百块 已经接近成本价了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这么做 你这样卖 完全没利润 但苏江已经被逼上梁山了 只能这么办 随着煤气罐的价格被爆出 整个直播间都沸腾了 什么 一百块 我没听错吧 主播疯了吗 就是煤气罐里面的钢 卖到废铁站 也能赚点钱啊 主播 你这是 准备不干了吗 你要是不干了 就来找我 我养你 主播 你的产品这么便宜 不会有问题吧 苏江一眼就看到了 有人诋毁 他的煤气罐 怎么可能 我的煤气罐 可是良心产品 要不是销量不好 我怎么会降价 好好 家人们 最后三个说 三 二 一 发车 上链接 苏江经过一周的直播 话术是越来越熟练了 但苏江的话术 还不足以打动直播间的水友 毕竟看苏江直播 又不是为了真买煤气罐 纯纯为了乐子 面对张灵顺势上的三百个煤气罐 众水友皆是扣六 六 六百六十六 六 苏江见到水友们的六 很是无奈 但突然 他的后台竟然在疯狂跳动 别溜啊 你们倒是点一下啊 等等 三百个煤气罐 瞬间销售一空 这时 张灵一脸猛逼的 从一旁钻进直播间 老板 三百个都卖出去了 苏江听着张灵的话 也是一惊 啥 不会真有人 耗你这口科目三吧 没想到啊 家人们 既然你们好科目三 那咱们继续 老张老张 快快快 继续继续 随着苏江一声令下 张灵也开始奋力地跳科目三 丝毫没有之前的疲惫模样 这让苏江有些好奇 这货的体力 怎么忽高忽低的 苏江一边播放BGM 一边准备趁热打铁 再上一千个煤气罐 家人们 不要慌啊 三百个卖完了 咱们再上一千个 可是下一秒 这一千个煤气罐也被人抢光了 如此快的效率让苏江一惊 要不是他知道账上真没钱 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张灵买销量了 所以 这是BUD还是真有人买 此时 直播间的水友也猛逼了 但很快 又反应过来了 苏江他们 这是在操纵销量 营造出高销量 好骗新人 这让大部分水友感到恶心 瞬间 一大波弹幕刷过 主播 没想到 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会玩这招 别搞这招 就你家的煤气罐 这么搞 多半都把工厂也赔进去 主播 别刷了 去搬砖吧 天天搞这些 主播 别刷数据了 没用的 看着渐渐失控的弹幕 苏江有些猛逼 啥玩意啊 他咋刷数据了 就是他想刷 你给我钱啊 瞬间卖了一千三百个煤气罐 苏江的系统任务 也在此刻完成了 这让苏江内心悬着的大山野落下 但为了不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决定 再上三千个煤气罐 好好 既然你说我刷 那我就再上三千个 我不信还能被抢 结果 苏江刚挂上去 三千个一下就被人买走了 如此恐怖的一幕 苏江彻底猛逼了 三千个 你也能给我秒了 你到底是谁 苏江满肚子疑惑 这时 张灵从中远处跑来了 而后贴在苏江的耳边 轻声说道 老板 我刚看了 这些煤气罐 都是上次的尼古拉斯买的 一听这话 苏江内心顿生一股火气 本来上次尼古拉斯的生意就做亏了 这次他还来 合着你薅羊毛 逮着一只羊蒿啊 这么一大堆一包物品 全部寄过去 运费就是个天文数字 这一刻 苏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工厂 正在离自己远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苏江都没有再上煤气罐 他是真怕被人嚎吐了 很快 苏江一脸猛逼的结束直播 还没等他跟张灵开始想 怎么把这堆煤气罐 给那个该死的尼古拉斯寄过去时 扣扣扣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戴着墨镜 脸上有几个刀疤的 手上有着明显老茧的尼古拉斯 走了进来 苏江看着突然出现的尼古拉斯 有些惊讶 他们工厂有保安的呀 他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保安呢 为了一探究竟 苏江走了窗户旁 看了眼保安室 结果看到那安保老头 竟然在打瞌睡 我去 不到十点 你就开始打瞌睡 你真的是保安吗 面前的这人 明显不是傻好人 万一他谋财害命 自己该怎么办 可还没等苏江 抓起手边的椅子扔过来 就看到那人操着 别脚的划果语说道 你好 我是尼古拉斯 我是来买煤气罐的 尼古拉斯一把握住苏江的手 言真一切 但是这话在苏江耳中 就不对位了 合着你线上买不行 还得线下来买啊 线上线下两开花是吧 第六章 第一笔交易 五十万 苏江一脸猛逼地 看着眼前的尼古拉斯 望了望身高 近乎两米的尼古拉斯 再看了看 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不是 哥们 你这表现 跟你的身材 怎么严重不符啊 而且 握着自己的手上 还满是老茧 这怎么看 也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最关键的是 这人身上 还有一股子肃穆之气 鬼知道 苏江是怎么一眼 就从尼古拉斯的身上看出来 但他就是这么感觉到了 你说 你是来买煤气罐的 那我还说我卖军火的呢 你就是伪装 也伪装的项点吧 不管苏江的内心 是如何吐槽尼古拉斯 但尼古拉斯 却是紧紧握住苏江的手 久久不能松开 然后用着别角的华国语 一字一句地说着 你好 我是中东人 你们 不要 害怕 我们 国家 正需要您的煤气罐 听着尼古拉斯 逐字逐句地说完 苏江眉头一皱 啥玩意 中东地区的人 怎么会需要煤气罐 而且还是大半夜地 跑到他们工厂来买 董惠 你是怎么这么精准地 找到他们工厂的 你小子 绝对有问题 苏江与张灵进行眼神交流 他准备让张灵一会去报警 大晚上的 一个外国人找你买煤气罐 想想就可怕 他可是守法公民来着 张灵也收到了苏江的示意 正在寻找机会 不过 尼古拉斯可不管这么苏江 他们的小动作 而是直接开口问道 请问 你们工厂 还有多少 煤气罐 看着尼古拉斯 这副认真的模样 苏江连忙指住了张灵 准备报警的动作 难不成 这人真是来买煤气罐的 那可就是他的大金主了 于是 苏江试探性地 询问着尼古拉斯 那你准备要多少 尼古拉斯看着苏江有些疑惑 难道 他们的产能很高吗 要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或许还可以超额完成任务 可以先来一万个吗 听着尼古拉斯说出的数量 苏江与张灵突然沉默了 然后 两人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的不解 怎么 你们中东守着石油不用 也开始进军煤气行业了 而且还一来就要一万个 加上之前的几千个 你们中东这么需要煤气罐吗 不过 苏江更好奇 尼古拉斯这个逼 竟然敢买自己的煤气罐 该说他是狠人呢 还是狼人呢 虽然他对煤气罐的其他地方 都有自信 但质量这方面 他真不熟 这中东人是真踏马彪悍 不过 既然他想要买 苏江怎么可能不卖 而且一来就是一万个 这么大的订单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掩饰内心的兴奋 苏江拿起桌上的矿泉水 就猛灌了几口 强压住心里的喜悦 故作为难地说道 一万个好说 但是这价格 你知道的 大规模制作 而且 你一来就要一万个 咱们工厂目前还没有这么多存货 所以 可能会贵一点 听着苏江的话 张灵略带惊讶 还得是老板啊 说谎话 都不带打草稿的 要不是他亲眼看到 仓库里面堆积了几万个煤气罐 他还真有可能 信了苏江的鬼话 但涨价这个事 就算苏江不说 一会张灵也会主动提出来 毕竟成本在哪摆着 不可能一点不赚 至于直播间的价格 那只是一种引流的手段 但奈何尼古拉斯 一来就搞了几千个走 这也是为何苏江对尼古拉斯如此讨厌 要知道 如果是线下交易 他家的煤气罐价格 就不是这点了 听到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的时候 尼古拉斯警惕地看了眼苏江 只要价格别太离谱 他都能接受 贵多少 苏江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出自己的价格 他准备每个煤气罐 卖四十美刀 但怕吓到对方 不好直说 只是简单比了个手势 尼古拉斯看了看苏江 比划出来的手势 有些疑惑 四十 才四十 这老板怎么做生意 这么为手为脚的 苏江看着不动神色的尼古拉斯 微微松口气 起码没吓到他 但又怕这人理解成了软妹币 急忙说道 美刀啊 尼古拉斯微笑着点头 只是他嘴角的疤痕 让他的笑容分外妖柔 老板您放心 我们的交易都是用美刀 我懂的 那我们先要一万个煤气罐 后续的煤气罐 请尽快生产出来 对了 这是此次的定金二十万美刀 后续还会有二十万美刀 听着尼古拉斯一连串的话 苏江与张灵的眼中 满满都是不可置信 多少 啥玩意 定金二十万美刀 后续还有二十万 总共四十万美刀 我去 这要是按照现在的汇率 他们一天的销售额 就是几百万 原来钱这么好挣的吗 可还没等苏江他们点头同意 就看到尼古拉斯 再次开口说道 不过 我们老板考虑到 您需要付出的 考虑到人工费 辛苦费 再加上搬运费 这些加起来 怎么也得四十五万美刀 但为了更好听 我们决定打款五十万美刀 这一刻 苏江的世界观崩塌了 中东的混蛋 都这么富吗 什么叫凑个证 你直接给我凑五万美刀啊 五十万 美刀 看着苏江的模样 尼古拉斯就知道 他在想什么 虽然五十万美刀听着很多 但是 在他们那 五十万美刀 顶多使用一天 但现在他却用五十万 买了一万个煤气罐 一万个煤气罐 足够他们炸半个月了 想想就赚大了 不过 这些话他 还是不能当着苏江说 只能打岔话题 是的 老板 而且 这只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如果 合作愉快的话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顶单 用华国的话说就是 交个朋友 看着尼古拉斯滑稽的模样 苏江被呛了一口水 他见过砍价的 没见过尼古拉斯这样砍价的 反向砍价吗 谁教他的 中东人果然是狗大户 但一时间 苏江也拿不定主意了 虽说他知道自己的煤气罐很好 但也不可能这么好吧 那这人是怎么回事 感觉是求着自己卖 可那是煤气罐 谁会求着煤气罐 一时 苏江没有答应尼古拉斯 而尼古拉斯 看着苏江半天没有同意的反应 内心也开始急切起来 他这次出来可是带着任务的 苏江要是不卖了 那自己多半得去建筑了 难道是价格给低了 要不要再提个价 尼古拉斯的内心不断思索着 可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苏江疑惑的声音 这个煤气罐 我可以卖给你 但你要先告诉我们 这些煤气罐干嘛用的 第七章 炮管家履带拖拉机 你知不知道 你在买什么 这 听到苏江的疑问 尼古拉斯一时也当机了 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 但好在 他学习了多年的华国文化 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事 只看到尼古拉斯的眼角 突然就有了泪花 如此迅猛的变化 使得苏江他们一愣 咋了 这是 咋突然就哭了 近乎两米的汉子 瞬间猛难哭泣 就算是苏江 也扛不住啊 略带疑惑地 看向尼古拉斯 朋友 你这是怎么了 结果听到苏江的疑问 尼古拉斯的声音一度哽咽 说出的话 还带着颤音 老板 中东那边煤气紧缺 就需要这样的好货 老板 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听着尼古拉斯这别角的理由 苏江有种被人当傻子的感觉 你这是骗我读书少呢 谁不知道 中东地区付的流油 啥玩意都得是最贵的 怎么会惦记上自己的煤气罐 苏江一本正经地问道 可是中东不是很富吗 尼古拉斯看到苏江一副不幸的表情 顿时眼泪都流了下来 老板 您不知道啊 咱们国家不发达 煤气很紧缺的 您像这样物美价廉的煤气罐不多见了 求求您卖给我们吧 看着尼古拉斯这副模样 苏江也不好说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 这货都已经献下来买了 说明 他们对煤气罐的需求 还是挺大的 没想到 自己挣的第一次钱竟然还是外汇 嗯 煤气罐 外汇 这两词究竟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但苏江还是秉持着商人的最后一丝底线 准备将煤气罐的缺点告知尼古拉斯 卖给你可以 但是这些煤气罐都有一个问题 他们的质量不太好 你可一定要小心使用 由不得苏江不小心 这可是拿来出口的 这要是出了问题 自己工厂可能连卖地的机会都没有 尼古拉斯得知 苏江终于愿意出售煤气罐时 可不管那么多了 再次紧紧握住苏江的手 郑重地感谢 没事 没事 我们中东就需要这样的煤气罐 苏江现在就感觉 尼古拉斯自带沉默技能 他今天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把自己弄沉默了 谁家好人会需要一爆的煤气罐啊 不过 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只要能卖出去就算赢 但苏江还是有个问题 这可不能跟上次一样包油了 他准备只包油一部分 还有就是 送货渠道 我们恐怕不能全部包油了 但很快 苏江又想到了什么 这可是大客户 不能真宰了 不过 我们可以包油一千 不 三千个 听着苏江的勉强的话 尼古拉斯内心一激动 还得是华国人 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着包油 不愧是商人典范 但尼古拉斯 也不可能真让苏江包油 于是连连白手道 不用不用 我们有特殊战略渠道 不需要您包油的 得知还有特殊战略渠道 苏江一脸狐疑地看着尼古拉斯 本会 特殊战略渠道 你们就这么需要我的煤气罐吗 算了 不用包油也好 这样一来 纯利润就是两百多万 这还只是一万个 后续还有更多 到那时 随便一单下去 就是几百上千万 妈的 暴力啊 果然 还是得卖煤气罐 我爱煤气罐 要是一周 能卖几百万 虽然不多 但化解当下的燃煤之急 也够用了 起码下个月不用卖地了 不过 最后苏江还是交代了尼古拉斯一句 那好 你可要小心使用 出了事 我们可不负责啊 尼古拉斯连连点头 有事的不是他们 是敌人 放心 我们不会有事的 看到尼古拉斯 这副诚挚的模样 苏江也不准备多说什么 而是让张灵准备合同 那好 我们就开始交易吧 老张 搞合同 好 张灵硬喝一声 快速跑出去准备合同 合同他一个月前就准备好了 结果一直没卖出去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到了这一步 苏江也不再担心到嘴的肥羊跑路 而是看了看尼古拉斯的打扮 然后例行公事地问道 对了 你是现金还是刷卡 尼古拉斯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准备好的银行卡 刷卡刷卡 这可是组织交给他的经费 他是一个子都不敢花吧 看着尼古拉斯掏出的银行卡 苏江有些惊讶 等等 你一个歪国人 是怎么做到拥有华国银行卡的 但苏江显然不咋关心这个 很快 张灵返回 他手里带着你好的合同 然后交给尼古拉斯完善 随着双方意见的一致 苏江掏出了机会已久的POSG 弟弟 已到账 苏江查看了一下银行卡的余额 发现确实是20万美刀 但这怎么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就卖了出去 随着定金交付 尼古拉斯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 但他转念又想起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于是好奇地询问苏江 老板 你们除了没奇怪 还有新货吗 新货 苏江还没来得及细想 他就听到一阵声音传来 他的系统任务终于完成了 其实之前 他就已经完成系统任务了 但由于是线上售卖 距离打款还要回时间 所以 系统没有给出完成提示 但随着尼古拉斯的定金到账 系统终于有了反应 恭喜任务完成 发放图纸 随着一阵抖动 苏江的脑海里出现了两张图纸 但等到苏江一阵细看后 顿时有些沉默 系统这次给他的图纸赫然是 来阳钢管和履带式拖拉机 这两份图纸完全可以当做新的产品 只是 这两扎一看没什么 但是仔细一看 这踏马钢管怎么跟炮管一样 这履带拖拉机怎么也踏马像装甲车 这踏马是民用的 这要是做出来 傻子才买 草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不得被传成军火伤啊 尼古拉斯看着陷入思考的苏江 还以为苏江没新货了 多少有些失望 语气也不由低落下来 老板 没有吗 苏江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有些犹豫的问道 不 我没有 你要不要看看 听着苏江的话 再看看他的表情 尼古拉斯顿时来了兴趣 想想想 看到尼古拉斯这么激动的神情 苏江觉得自己可以试试 万一 能把这个肥羊忽悠住呢 于是 苏江跟尼古拉斯约定了时间 好 那你三天后再来 我们的新货还在实验阶段 三天后才能成功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也满足了 这次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他要立刻给首领汇报工作 因此 尼古拉斯迅速跟苏江他们告别 好 三天后 不见不散 那我先走了 随着尼古拉斯走出工厂 苏江也会支出了两份图纸 这是他被系统调教出来的特长 然后 苏江将手中的图纸交给了张灵 同时交代道 老张 你拿着这两份图纸 去找钢管厂和那个快倒闭的 洪涛拖拉机场 做两个样机 塞点钱 能缩短时间最好 张灵一把接过图纸 他知道 苏江的绘图天赋很离谱 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不过 等到他看了一眼图纸后 发现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这探马这两份图纸 你确定你没搞错 你是坐炮筒和装甲车的吗 老板 你探马知不知道你在卖什么 第八章 联合两场 老板 你是认真的吗 张灵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中的图纸 仿佛要在这上面看出花来 这种东西 苏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钢管与拖拉机 他都能理解 但是炮筒一样的钢管 装甲车一样的拖拉机 这真的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出来的 苏江昨晚真的没有喝假酒吗 而且 就算他们造出来了 也不会有人买啊 拖拉机市场和钢管市场 早就被其他工厂抢夺一空 他们现在才入场 恐怕连口热乎的都吃不到 当然 苏江设计的这些 倒是没人抢占 但谁会买呢 这种东西买回去 都会被人嫌弃占地方 听完张灵的疑问 苏江揉了揉眉心 然后看向张灵 当然 老张 我们要发挥我们 无穷的想象力 想象力懂吗 这就是我的想象力 虽然这些想象力不是他的 但不妨碍 他吹牛逼 看着苏江一副认真的模样 张灵只感觉恼人疼 老板 现在时代不同了 张灵认为 苏江是不是还以为 外面的世界 还需要拖拉机 大哥 时代变了 拖拉机已经走向 时代末尾了 你没看到隔壁的 红涛拖拉机厂 已经快半年没订单了吗 他们上个月 就在筹划卖地了 还有那个钢管厂 情况也不咋地 这年头的实体行业 太难了 特别是现在 拖拉机本身销路就不容易 更何况 苏江还要这种履带的 还有钢管铜里 这种东西 正常人根本不会买 但苏江这么说了 张灵也准备去施行 他对于苏江的话 一般都是听从的 但在准备出门的那一刻 张灵在图纸上 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 武装迷彩 老板 要不上点颜色吧 这样是放在草堆里 根本找不到啊 听到张灵这么说 苏江一把拿过图纸 仔细看看 发现上面的参数 竟然包含了武装迷彩 我去 系统踏马的你 给我到底是啥玩意啊 谁家拖拉机 还带迷彩的 但是苏江也不好多说什么 而是咬牙点头 让张灵照办 就按图纸这么改吧 不会有问题的 好吧 张灵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江 随后便准备去制造样机 但他又在图纸上 发现了一个问题 等会 老板 你确定这图纸没问题 为啥这个拖拉机的材质 还要防弹呢 听闻此言 苏江也是无脸沉默了 他也没想到啊 系统你踏马 是准备干嘛 防弹拖拉机 你是准备让我去卖军火吗 但最后 苏江还是点了点头 让张灵按照图纸去做 别问 就按图纸这么做 信我一回 既然苏江都这么说了 张灵也不再犹豫 点头离去 好 几分钟后 洪涛拖拉机场 拖拉机场的厂长赵和 看着手中的图纸 眉头紧锁 他越看这张图纸 越觉得像啊 太像了 不对 何止是像 简直就是踏马的坦克啊 我去 这隔壁的江泽机械厂 也开始转行了 都准备开始卖军火了吗 那你们这转行 转得有点夸张啊 民用直接转成军用了 你们究竟是怎么搭上 军火这根线的 不是 哥们 有着好事你也不记得叫上我啊 混蛋 看来以后得给隔壁送点礼了 不过 赵和面上还是不显 转头一本正经地问着张灵 老张啊 你可这图纸造出来的东西 不一般啊 能说说具体是卖给谁吗 这些东西 一般人不会买 能买的不一般 赵和准备套套张灵的话 看看自己能不能也搭上这根线 万一成了呢 那自己岂不是也可以转职成为军火大佬 不过 这些话 他可不会对张灵说 听到赵和的问题 张灵对此只能无奈摇摇头 他也不清楚 苏江要这些东西到底卖给谁 哎 我那知道啊 这些都是老板让做的 老板 听到张灵这话 赵和想到了江泽机械厂的苏江 在赵和看来 苏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能人 名牌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便开始创业 甚至一口气贷款了八百万 如果单论勇气 苏江绝对能在赵和认识的人中排在前列 但 这货的脑子不咋好使 创业可以 但是不代表你创业卖煤气罐啊 苏江造出来的煤气罐 赵和也见过 耐久性没问题 就是那质量不好说 据说有次只是稍微不注意 就炸了十几个煤气罐 我去 那威力 比导弹还猛 所以 赵和认定 苏江不出半年就会破产 毕竟就你家那破煤气罐 谁会买 可是现在 苏江他们竟然又找上了自己 还拿来了新的图纸 难不成 脑子开窍了 知道转行了 也好 还不算太晚 赵和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苏江的工厂倒闭的 毕竟 苏江其他地方不行 在对待工人这方面 赵和还是得夸夸他 苏江招收的工人 大部分都是残疾人 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苏江从不拖欠工资 就他知道的 苏江的资金早就不行了 结果 他愣是一分钱都不少给工人的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赵和是猛逼的 妈的 这货这么狠吗 宁肯工厂不要 也要发工资 但他心中更多的钦佩 要是让赵和去做这个 他肯定先开除一半的人 所以 在得知张灵准备找自己的时候 赵和特意来了 虽然赵和也是尼菩萨了 但他还是看看 能不能帮帮苏江 结果你压的 怎么又跑来卖拖垃圾了 你家这么有钱吗 赵和调整了一下呼吸 而后看向了一旁作者的张灵 老张啊 你不劝劝你家老板吗 这年头 拖垃圾生意不好做 像你们这种履带的 更加没销路 你们有这钱 不去换的赛道 还有 你们要防弹材质 是什么意思 你们踏马 要去卖给美丽坚啊 听着赵和质疑的声音 张灵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地从公文包里 掏出了一叠钞票 放在桌上 这是两万订金 你照做就行 看着递过来的钞票 赵和沉默了 好家伙 你们是来真的啊 那他也不多说什么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一把拿过钞票 闻了闻这 新鲜的钞票味 赵和给出了时间 这 十天后就能出样机 听到赵和的承诺 张灵再次从包里 掏出了两万 苏江给他的时间 是三天内 所以 张灵决定动用钞能力 加钱 看着张灵掏出的钞票 赵和震惊了 啥玩意 咋还带加钱的呀 你们就这么急吗 不过 他还是贴心地 将那些钞票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哎呀哎呀 你看我这个脑子 我怎么给你算错了呢 三天 我只需要三天 放心 三天后 你来找我 第九章 梅气冠第一次是报 猛逼的犹太国 好 那我就等赵老板的好消息了 听到满意的答案后 张灵也准备起身离开 他还有钢管的事情 没有解决 而看着这一叠钞票 赵和梅开眼笑的 送别张灵 好嘞 慢走啊 有空长来 这点钱虽然不多 但却是他们工厂三个月以来 唯一做成的一单 而且出手还这么阔切 现在苏江在赵和 就是行走的大肥羊 只希望他以后 能多多跟自己合作 随着张灵的走远 赵和也开始招呼工人 他准备加班加点地 给苏江把这项坦克的拖拉机 给他造出来 来人 与洪涛拖拉机厂 相隔不远的钢管厂内 钢管厂老板李成 有些沉默地看着一旁的张灵 兄弟 你们要的这钢管材质 好像有问题吧 不对 这踏马那里是钢管啊 这明明是踏马的炮管吧 不行 这个不能做 这玩意要是做出来 绝对要出事 当即 李成就准备送客了 老张啊 这是不是我不想做 是实在不能做啊 那个 您另寻高处 听着李成的推辞 张灵没有意外 这种东西 一般人确实不会做 要是李成一口气答应了 那张灵还得考虑考虑 是不是要报警了 但这些话 张灵可不会说 他还得完成苏江交代的任务 老李啊 这个我也没办法 这是别人委托我定制的 别人就好这口 我能怎么办吗 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 李成满脸黑线地看着张灵 这样的鬼话 你自己信吗 谁嫌得没事干 定制炮管 想了一下 李成还是决定不做这个 可还没等李成开口严正拒绝 就看到张灵的手 在包里掏了掏 直接将一个厚厚的信封 递给自己 随后听到张灵那魔鬼一般的声音 老李 这是这次的定金 我也没办法 但真的有人喜欢这个 你看看 能不能帮帮我们 结果厚厚的信封 李成估摸了一下 至少是一万 这一刻 李成兴奋了 你要是早这么干 那我还能不同意 他们售卖一根一米钢管 也才几十块 但张灵 却愿意掏出一万给他 定制钢管 这实在是太香了 他还能有拒绝的份 李成当即就同意了张灵的请求 哎呀 老张 你看你 这多件万 你放心 我保证 给你造船 李成估计了下 他们最慢三天 就能把这批钢管做出来 对了 老张 我们第一批 应该只能生产一百多根 没问题吧 听着李成的话 张灵满意地点点头 还是老李省心啊 没问题 那我三天后再来 好嘞 有空长来啊 李成目送张灵离开 然后立马开动了工厂 钱钱钱 他要很多的钱钱钱 就在苏江他们正在 紧锣密鼓地准备新货的时候 尼古拉斯 从苏江那里购买的煤气罐 已经安全送达 为了表示重视 他们的首领 甚至亲自前来查看 看着正在陆陆续续 被搬运下来的煤气罐 首领难得地笑了笑 就在两天前 敌对的犹太国 就已经要突破 他们的防线 这让他们损失惨重 但因为没有重火力压制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犹太国进入他们的领土 而现在 这批煤气罐终于到了 这让首领看到了希望 反击的希望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批煤气罐 足足有一万多个 嗯 够用了 终于不用看别人发炮 自己打枪了 艾哈迈德 告诉你的人 这批煤气罐 直接运到边境去 这一次 我们要让那群人尝尝我们的厉害 听到首领的话 艾哈迈德宁笑着回答道 明白 首领 艾哈迈德一下 跳上汽车 带着众人奔赴边境 他早就想让那群该死的家伙 尝尝主的力量 现在 终于有机会了 很快 艾哈迈德 便带着煤气罐 来到了边境处 这里距离边境 还有三十多公里 但却是他们能够接近的极限距离 犹太国的火力 部署太猛了 离近了 很容易被犹太国轰炸 艾哈迈德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然后对着身后的人下令道 好了 做好准备 我们这次试爆五千枚 当得知首领 决定是爆炸五千枚的时候 艾哈迈德整个人都兴奋地睡不着 五千枚啊 这在以前 根本不可能做到 但是今天可以了 趁着夜色 艾哈迈德他们 很快就将炮筒布置好了 好 攻击 随着艾哈迈德的一声令下 无数枚煤气罐被放进炮筒 这些煤气罐被简单的炮管 推进就能发射 只是瞬间 这些煤气罐就被发射到五十公里外 只在天际间留下残疑 另一边 随着煤气罐的发射 犹太国基地内部 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 而雷达也适时地出现 不明飞行物的身影 看着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来处时 犹太基地的众人都松了口气 嘴上甚至开始调侃起丹朗人 又来了 丹朗又发射导弹了 哈哈 我就知道 这些丹朗蠢驴会趁着晚上偷袭 但我们可是有铁穹系统啊 话音刚落 铁穹系统开始拦截 率先进入攻击范围的煤气罐 被铁穹系统拦截 这样的攻击 对他们根本造不成伤害 于是 犹太众人纷纷准备去睡一觉 明天再来轰炸丹朗 可就在这时 他们却发现 雷达上的红点怎么越来越多 这一刻 所有人都猛逼了 以他们对丹朗的了解 他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聚集起这么强的火力啊 但他们还是没有慌张 来点这样的火力也好 这么久过去了 丹朗终于来了点像样的攻击 铁穹系统继续拦截 这些煤气罐都没能成功落入犹太基地 可过了一会 众人都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去 这丹朗的炮弹怎么还在放 这少数也有千枚了吧 这丹朗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买得起这么多炮弹了 而面对丹朗的恐怖攻势 犹太基地的负责人开始慌了 这丹朗怎么会突然发动这么可怕的袭击 如此恐怖的炮弹规模 这是要发动大总攻吗 不好 快通知其他战区 我们需要支援 是 得到命令后 所有的犹太战区都反应了过来 纷纷开始向着边境靠拢 但就在犹太战区赶来的时候 号称固若金汤的铁穹系统 竟然对丹朗的攻击感到力不从心 开始有不少的煤气罐落入犹太的境内 哄 火光冲天而起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夜空 这爆炸威力和榴弹炮差不多了 而艾哈迈德也听着手下的汇报 报告 我们摧毁了一处军营 击溃了三支小队 听到这样的喜报 艾哈迈德脸上一喜 这煤气罐效果还真不错 竟然直接打入犹太国境内了 第十章 被炸猛的犹太国 一日 清晨 丹朗军队正在整理昨晚的战报 报告首领 昨晚我们摧毁了敌人三座军营 并成功击毁了犹太国三个火炮点 听着手下的汇报 首领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喜色 这是这么多天以来 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在此之前 他们可都是被犹太国按在地上摩擦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这些煤气罐 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 不过 更惊喜的还在后面 只听到那人继续向着众人汇报 首领 根据我们在犹太国的人传递的消息 为了应对我们这次的攻击 敌人足足花了四千多枚铁熊炮弹 听到这个消息时 首领更是差点惊的 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 好 而周围的人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同样也是一惊 这么厉害 哈哈 他们要是知道我们 只用煤气罐 就达成了这样的目的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哭出来 众人纷纷开始嘲弄起敌人 要知道 那可是铁熊系统的炮弹 每一发炮弹光是成本就要两万到六万 结果昨晚被他们一口气消耗了四千多枚 这一下敌人直接损失了几千万 而他们五千枚炮弹的成本 甚至只有二十万枚刀 根本连敌人的零头都没有 赚大了 这样的买卖 首领恨不得再来几次 说干就干 首领招来艾哈迈德 对着他吩咐道 艾哈迈德 你立刻通知尼古拉斯 让他尽快采购一批新的煤气罐 记住 要快 我已经能够预知到即将敌人到来的攻击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反击手段 告诉尼古拉斯 这一次 我要三万枚 是 首领 艾哈迈德也不是傻子 他当然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犹太国出了名的小心眼 昨晚可是让他们吃了大亏 想必他们很快就会有报复行动 所以 更多的煤气罐成了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艾哈迈德快步走出房间 然后掏出了手机 拨给了尼古拉斯 华国境内 某处旅馆 滴滴滴 随着手机的响起 尼古拉斯睁开了心松的双眼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尼古拉斯瞬间清醒 能在这个时间段给自己来电 肯定有重要指示 尼古拉斯接起了电话 就听到对面 艾哈迈德的声音 尼古拉斯 虽然还不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尼古拉斯 听着艾哈迈德这兴奋的声音 就知道 肯定有大事发生 艾哈迈德 怎么了 很快 艾哈迈德兴奋的声音 再次传来 尼古拉斯 这次的试报很成功 首领让你尽快采购 三万枚没器官 听到艾哈迈德 需要的煤器官数量 尼古拉斯 也是一惊 三万枚 这么多 三万枚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难道上次的 一万枚没器官 试验很成功 而艾哈迈德 听到尼古拉斯 有些迟疑的声音 心里顿时一咯噔 难道华国工厂生产不了 怎么不行吗 但很快 尼古拉斯 给出了准确的回复 目前华国的工厂 需要加工感知煤器官 可能短时间内 无法生产这么多 恐怕 三万枚还需要很久 得知尼古拉斯的消息 艾哈迈德 徒手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他也开始思考对策 这三万枚没器官 对于接下来的战争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容不得半分闪失 可华国工厂的产能不足 也是一个大问题 不可能一夜之间 让他们生产出来 除非他们人多 等等 人多 这一刻 艾哈迈德想到了办法 要不我们试试 加钱 听到艾哈迈德的建议 尼古拉斯眼前一亮 他怎么就没有想到 这个办法呢 华国 可是有句古话叫做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只要加钱 这件事 肯定能成 可 他出来 就带了一百万美刀 这钱还不够啊 加钱 倒是一个好办法 这钱 艾哈迈德 对尼古拉斯的处境 微微一笑 虽然他们国家的财政 不咋地 但那是在购买 正规军火上 可他们现在 是在购买没气挂啊 你放心 这钱管够 钱你放心 首领说了 他一会就给你打五百万 一听将有五百万到账 尼古拉斯顿 拾来了精神 五百万 行行行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 你早说嘛 有这么多钱 我甚至能让那华国老板 把工厂卖给自己 挂断电话 尼古拉斯就准备出门了 而在出门前的那一刻 尼古拉斯的手机 正好推送了 今天的特别新闻 犹太国被不明物体轰炸 犹太官方发言 同时 犹太国内军队开始调动 看着手机上 有关犹太国的消息 尼古拉斯的嘴角不断上扬 犹太国 你们也有今天 这更让尼古拉斯 坚定了购买煤气罐的想法 名则机械厂内 熟悉的办公室 熟悉的煤气罐 还有熟悉的苏江与张灵 自从上次尝到了 科目三的甜头后 苏江每次直播 都会让张灵 跳个科目三暖暖场 看着累得气喘吁吁的张灵 苏江扬了扬手 让他下去 接下来 该他表演了 好了好了 家人们 今天老张的科目三节目 到此结束啊 那么接下来 就该我们激动人心的 煤气罐缓解了 苏江抱着煤气罐 满脸微笑地看着摄像头 而这样的动作 显然让水友们不买账 不是 主播 你压的 你怎么 天天让你家秘书跳 你咋不跳 是啊 主播 我觉得你的科目三 肯定比你秘书要好得多 对 我这是楼上的说法 看着飘过的弹幕 苏江压根就不为所动 他们那点小心思 自己还能不知道 压根就是想看自己 跳科目三 哼 我偏不给 这就是苏江的引流手段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他们就越想要 一直吊着他们 才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 目前的煤气罐价格 已经恢复正常 莫了优惠后 买煤气罐的人 越来越少了 苏江也莫了 跳科目三的心情 不过好在 拖拉机和钢管的样本 都制作出来了 就等尼古拉斯 再来了 老尼你快来吧 我等着你的小钱钱 可就在这时 张灵神色 有些慌张地 从一旁跑进了直播间 看到张灵这副模样 苏江也有些好奇 咋了 老张 老板 你快看看这个 正说着 张灵将手机上的 一段视频播放了出来 苏江定睛一看 发现是犹太国被轰炸 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我又不关注军事 我只关心 我的煤气罐 张灵显然不是 让苏江看视频 而是点开了评论区 不是这个 你看评论区 评论区有啥好看呢 但苏江 还是照做了 可是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条 只看到评论区里 各种留言 其中最多的 还是问着丹朗 是哪来这么多炮弹 他们这是日子 不过了 还是投奔美利坚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 其中最吸引苏江的 却是一条不起眼的弹幕 听说丹朗 用煤气罐当炮弹了 这一刻 苏江察觉到了不对劲 然后 将那条评论 附带的照片点开 这一看差点 把苏江的大牙惊掉了 卧槽 这炮弹的轮框 怎么有点似曾相识 错觉吗 有情况 而直播间的水友 也开始发现了 苏江的异常 主播咋了 怎么跟吃了大便一样 难道发现孩子 不是自己的了 主播 苏江没有理会 水友的尬疗 一把将关闭直播间 有些事 可不能让这些水友知道 面对苏江的反常 弹幕也有些疑惑 主播 你不卖霉气罐了 主播跑路了 但苏江可没功夫管这些 而是小声询问身旁的张灵 老张 你觉得像吗 张灵怂怂间 有些无奈地看着苏江 这炮弹看着 是有点像 也有可能是巧合 听着张灵的话 苏江那颗跳动的心 也凉了一半 巧合 这世上巧合的事情 可不多 妈的 是那个 确得国家拿煤器 灌当炮弹 这踏码不是找死吗 第十一章 再次购买 回头客 操 看着手机上的视频 苏江难得报了口粗 这踏码煤气罐 简直太像他家的了 甚至就连那标识 隐隐约约都有几分相似 我去 这踏码谁在陷害我啊 我踏码 可是这儿八斤的民用工厂 谁踏码把我家的煤气罐 当炮弹用啊 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就在苏江胡思乱响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 再次被敲响 来人逆着光推开门 正是尼古拉斯 刚一进门 尼古拉斯就笑呵呵地看着苏江 苏老板 我这次需要再买四万枚炮弹 你看多久能出货 看着旁若无人走进来的尼古拉斯 苏江沉默了 妈的 这踏码可是大白天 你踏码是怎么进来的 保安呢 我家的保安呢 结果 苏江走到窗户口一看 妈的 这死保安还踏码在那低头玩手机 操 踏码的人都进我办公室了 你还玩呢 不行 明天就把它给开了 而尼古拉斯看着苏江半天 也没有回复自己 于是再次问道 苏老板 我这次需要四万枚枚器官 多久能供货啊 苏江看着人高马大的尼古拉斯 想了想自己 好像是打不过 还是先套套话吧 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 这个先不急 我有个问题需要问你 你是那个国家的人 听到苏江的问题 尼古拉斯一愣 他们之前没说过吗 等会 好像真没问过自己具体是哪国人 不过介绍自己的国家时 尼古拉斯顿时充满了自信 丹朗 听到尼古拉斯确切地回复 苏江猛逼了 等会 你他妈真是丹朗人 那被发射出去的煤气罐 也就是出自我家的了 好 你他妈的 你竟然拿着我的煤气罐 当炮弹用 你大爷的 合着你踏马的 来我这买武器的 草 那可是我辛苦搞出来的煤气罐啊 就这么成了军火 苏江硬生生地憋出一句话 你 可真该死啊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也很猛逼 生怕苏江不卖自己煤气罐了 要是没了煤气罐 自己可就真记了 而且 这里是华国 他可不敢干什么 违法乱计的事 于是 尼古拉斯的语气一软 开始讲道理 老板 您别误会了 我就是单纯的丹朗商人啊 您的煤气罐品质优秀 我才在这里长期进货 苏江一脸无语地看着尼古拉斯 虽然他很乐意 别人听到夸自己的煤气罐 但大可不必 用这样的方式夸奖 你这样做 我很容易进去的 为了自己的下半生着想 苏江决定 还是保险路线 对不起 你购买煤气罐的用途 得向我好好说明一下 不然合作 怕是不能如愿以偿了 得知苏江准备与自己终止合同 尼古拉斯傻眼了 这怎么行 你要是终止了 那煤气罐上拿买 于是 考验尼古拉斯的时候到了 只见到两米的壮汉 竟然在请客间就哭了出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向着苏江哭诉 苏老板 这是不关我事啊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进货商 我只负责在华国采购物资 然后运送回中东 至于其他的事 我可是一个字都不知道 听着尼古拉斯那漏洞百出的借口 苏江却是沉默了 虽然他很想终止合同 那可是四万枚没气罐 四万枚啊 这要是卖出去了 那自己签的贷款可就两清了 甚至还能存点钱 妈的 拼了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苏江还是决定与尼古拉斯交易 但在此之前 苏江还有一件事需要确认 你的身份合法吗 合法 当然合法 我做生意 做追求合法了 听到苏江的问题 尼古拉斯连忙解释 他甚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证件 这是丹朗国家 为尼古拉斯在华国准备的合法身份 毕竟 华国再怎么也是一个大国 该给的面子 一定要给 所以 尼古拉斯的一切行为 都是合法的 见到尼古拉斯的证件后 苏江松了口气 只要有合法身份就行 那他们就是合法交易 最起码不用进去了 于是 苏江越看尼古拉斯越顺眼 甚至还招呼张灵出去买饮料 老张 今天有点热 出去买三杯蜜雪冰城啊 快去快回 张灵得到指令 迅速离开 好 随着张灵离开 苏江也掏出了曹你好的合同 只需要填上相应的数量 就可以盖章了 为了确保合同的准确 苏江再次询问尼古拉斯需要的数目 你们是需要四万枚吧 尼古拉斯看到苏江手中的合同 兴奋地点点头 距离四万枚没七罐 只差最后一步了 他可不能掉链子 于是 尼古拉斯连忙点头回应 没错 四万枚 但是要尽快 我们可以加钱的 听到尼古拉斯说 可以加钱的时候 苏江心中暗道一声果然 他刚刚可是看了新闻 丹朗国这次的火力很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肯定使用了很多枚器官 既然如此 那么自己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为了让尼古拉斯加钱加得痛痛快快 苏江特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 加钱这个好说 我们也是老客户 肯定不会坑你们的 但时间不会太快 我们就算加班加点 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凑齐 这话如果让张灵听到 肯定得说苏江一句奸商 张灵可是亲眼看到 仓库里堆放了好几万枚的煤气罐 结果 苏江愣是挤牙膏一样 慢慢出货 这瞬间给了尼古拉斯 一种缺货的错觉 果然 当听到最快也需要三天才能出货的时候 尼古拉斯急了 三天 三天的时间都足够让犹太国轰炸好几轮了 不行 还要缩短时间 尼古拉斯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三天还是太久了 能不能再快点 至于工厂的加班费 就让我们出吧 我们这次需要四万枚 按照之前的价格 我们还是一万枚 五十万枚刀 但考虑到加班费 我可以加到一万枚六十万枚刀 总共四万枚没七罐 所以需要二百四十万枚刀 没问题吧 听着尼古拉斯的计算 饶式苏江的这颗大心脏 也由不得慢了半拍 操 价要低了 但也好 他还是多赚了四十万枚刀 随着合同成立 尼古拉斯也掏出了银行卡 开始在POS机上刷卡 这是丹朗国特意准备的银行卡 可以在华国境内正常使用 滴滴 你到账 随着款项的到账 苏江满脸微笑地看着尼古拉斯 还得是中东人啊 就是负 而尼古拉斯在付款以后 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开了口 对了 老板 你不是说有新货吗 好了吗 第十二章 拖拉机的首次供应 好了 刚做出来的样品 你可以跟我去看看 现在的苏江 对于尼古拉斯 那是有求必应 毕竟谁也不想 自己的金主出事吧 尼古拉斯听到苏江 肯定地回复后 满脸微笑 既然苏江他们制造出来的煤气罐 都这么厉害 那新品 应该也不会差到那里去吧 心里满足了 那嘴上肯定不会让苏江失望 满心夸赞道 那可太棒了 而苏江此时 正为自己的机制点赞 早在一天前 拖拉机和钢管 就在苏江的超能力下 被放进了仓库 但为了不让拖拉机 他们在煤气罐的仓库里 无故损失 苏江特意开出了一间仓库 放置拖拉机 结果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这要是让尼古拉斯 见到满满一仓库的煤气罐 那自己以后想涨价 可就难了 很快 尼古拉斯就跟着苏江 来到了仓库 只见平平无奇的仓库内 放置着一辆拖拉机 和数十根钢管 可就是这点东西 瞬间就吸引了尼古拉斯的注意 走近一看 尼古拉斯 甚至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要停滞了 这不对劲吧 尼古拉斯瞪大双眼 在拖拉机上来回抚摸 他越看越觉得这不对劲 这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装甲车和炮管吗 看看 这造型 这颜色 太密码正点了 而且 这炮管加装甲车 简直就是坦克啊 但光是造型还不够 要是其他参数能跟上就完美了 尼古拉斯的手指 不停抚摸着拖拉机 同时好奇地看向了苏江 苏老板 能告诉我 这个宝贝的材质吗 苏江微微点头 而后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个呀 你放心 我们采用的防弹材质 一般炮弹轰不开的 听到这拖拉机还可以防弹后 尼古拉斯眼睛一热 好东西这是 那这履带咋样 履带更没问题 适应全地形 到哪都是如履平地 听到这时 尼古拉斯内心有些惊讶 这不是吧 哥 你这参数 怎么听着像坦克啊 等等 你不是一家民用工厂吗 尼古拉斯看了一眼 拖拉机的颜色 有些不确定地问了问 那这颜色也是迷彩 苏江没有回答 只是微微点头 尼古拉斯眼神 在拖拉机与苏江的身上 来回转动 他现在越看苏江 越觉得不对劲 要知道 目前他们国家 哪怕想买一辆 即将淘汰的坦克 也要一百万美刀 而这辆拖拉机 却完美符合坦克的一切优点 要是这价格 跟煤气罐一样美丽就更好了 那老板 这价格咋样 听到尼古拉斯的问题 苏江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报多少 这辆拖拉机的成本 就是25万 相比其他拖拉机 算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 于是 苏江准备看看 尼古拉斯能接受的价格是多少 这个价格 我们还没有定 但你可以报出你的价格 尼古拉斯看了一眼拖拉机 再想了想 家里趴窝的坦克 最终给出了自己的报价 30万可以吗 听到尼古拉斯的报价 苏江眉头一皱 30万 自己还想在他身上 狠狠敲一笔呢 看来是不行了 但他还有5万的利润 不少了 好 看在我们这么熟的份上 30万就30万 尼古拉斯文言一喜 他也没想到 苏江竟然会这么爽快地答应 不过30万每刀对他而言 也确实是不低的预算了 好 那么我们就30万每刀一辆 我们先要30辆 钱 我会尽快打给你的 好 苏江刚准备回答 就发现了尼古拉斯这话的不对劲 等等 30万 刀勒 刀勒 等会 让我缓缓 如果是刀勒 那这纯利润爆炸呀 但为了不让尼古拉斯起疑心 苏江微笑着点头答应 没问题 但让我先打个电话 随后 苏江也不管尼古拉斯了 直接掏出手机 打给张灵 老张 别踏马地买蜜雪冰城了 给我来三杯最贵的咖啡 有贵客 张灵看了眼距离自己 不过十米远的苏江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转身去买咖啡了 好 尼古拉斯可看不懂 这其中的弯弯道道 而是抱起了一旁的钢管 颠量了下 那老板 这个钢管六十美刀一根如何 苏江毫不犹疑地点了点头 这钢管的成本也才几十块钱 这买卖稳赚不赔 看着苏江这么轻易地同意自己的报价 尼古拉斯对苏江好感直接拉满 好人啊 竟然卖得这么便宜 而苏江的想法同样如此 好人啊 竟然报价这么高 这一刻 双方都认为自己赚到了 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交易 除了跑腿的张灵 随着犹太国被轰炸的消息传出 就连身处战争泥潭的毛雄国也得知了消息 这么多天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丹狼反攻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们的压力虽然不大 但背后藏着那家伙 还是很危险 于是 毛雄国紧急开了一场会议 准备讨论讨论 看看是咋回事 会议上 一位光头模样的男人 对着众人说道 亲爱的达瓦里士 看看这些视频吧 这就是丹朗轰炸犹太国的视频 随着视频的播出 众人皆是一惊 谁不知道 丹朗国是出了名的穷鬼 怎么一夜之间这么有钱了 挖到金矿了 妈的 我就说中东那地方富吧 煞时间 所有人都对丹朗的弹药来源 感到好奇 可一时间 他们又想不出 是谁干的 首先排除鹰将 犹太国可是他的亲爹 怎么可能卖军火给丹朗 那高如鸡 不像是 就他那水瓶 没啥胆子 至于约翰牛 算了 他都是孙子辈的了 至于华国 不再考虑范围内 等等 这些都排除了 那岂不是就剩自己了 我去 这军火 不是真的是自己卖的吧 毛熊国内 又不是第一次 浮现这种事了 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甚至真的在考虑 这件事的可信度 那个 要不 我们先内部排查一下 看看谁卖的 但就在这时 视频上的一点东西 引起了一位 胡子军官的注意 等等 这是 胡子军官连忙暂停画面 然后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待到能看清 丹朗发射出的武器上的字石 才停止 等等 这是没奇怪 还有汉字 此言一出 震惊四座 周围的人纷纷查看上面的字体 最终确定 真的是汉字 当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心里一惊 卧槽 华国有人卖军火 不对 还是说 华国准备下场了 不好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但不管怎么想 这都不对劲 难不成华国也开始寂寞了 这样的结果 让众人一愣 看来 他们有必要去调查一番了 与此同时 华国首都 一场紧急会议也在召开 丹朗国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却是中东问题的关键部分 他们现在竟然开始反攻了 那么物资哪里来的 炮弹哪里来的 华国的军方高层看了好几遍 也没看出 这炮弹是那种型号的 难不成是新型炮弹 不过 这丹朗是怎么有钱购买的 老王 你认为这批物资 是谁给丹朗的 提问的那人 长着国字脸 皮肤有黑 而被提问的那人 却是精瘦健壮 戴着眼镜 老王推了推黑矿眼镜 开始思考 当下有能力援助丹朗的国家 法兰西不行 英吉利不够格 毛雄国脱不了身 而他们爱好和平 那么有能力的 只剩下美利坚了 但这个结论 未免太过惊奇了 谁不知道 美利坚国都叫犹太国爸爸了 怎么可能做出给爸爸的敌人 卖军火的事 等等 如果这是美利坚干的话 我去 还真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美利坚国 但 可能吗 可还有其他势力吗 如此多的炮弹 可不是小数目 这是很大的一批军员 不可能没有痕迹 就在众人争论的时候 老王开始反复观察视频 不放过其中的任何痕迹 但就在下一刻 老王瞬间呆愣在了原地 他竟然在视频里看到了一行熟悉的字体 第十三章 坦克有了 华国 江泽机械厂 苏江正靠坐在老板椅上 此时手机正一刻不停地响着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是尼古拉斯打来的订单货款 如此一来 加上之前卖煤气罐的钱 现在工厂就足足有一千万美刀的资金了 这可是一千万美刀啊 哪怕除去成本 纯利润也是几百万美刀 果然 还是得卖煤气罐 这一行简直就是暴利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 苏江甚至不知道 从那里掏出了一根香烟点燃 潇洒地吐了一个烟圈后 苏江对着张灵感慨道 老张 我就说 咱们得卖煤气罐吧 你看 咱们这煤气罐销量杠杠的 马上我们的拖拉机 钢管也要开始销售了 这以后的利润啊 嘖嘖嘖 怕是比起卖军火都高一些吧 听着苏江的吹嘘 张灵顿时摇了摇头 老板 你也太小看军火这行了 咱们现在比起卖军火 规模还是太小了 根本比不了 除非 咱们再扩大规模生产 或许才能比得上 苏江听到张灵的设想 整个人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开口笑着对张灵说道 好啊 你小子还真想卖军火呀 看来 你这浓眉大眼的 也真不老实 但苏江也明白 军火这行 为什么会让张灵如此动心 只因这行 已经不能用暴力来形容了 这完全就是开着印钞机印钱啊 干一笔 完全够一辈子了 怪不得这么多人 铤而走险去卖 闻言 张灵倒是没有反驳 反倒是点了点头 现在不能卖 大不了以后转行再去卖也行 一听这话 苏江直接丢掉了手中的烟蒂 没有接过张灵的话查 目前日子可以了 一单生意 足足有上千万的利润 够了 而且 谁知道丹朗拿这些拖拉机 和煤气罐去干什么 这要是给自己 再来个大新闻 呼 那可就包吃包住了 两人就这么聊着 享受着这段并不忙碌的时间 张灵甚至开始想象自己 终于能在过年的时候 买一辆汽车回家了 可就在张灵畅想未来的时候 苏江却把他拉入了地狱 对了 老张 你要不要再练几个舞蹈啥的 张灵一听这话 顿时就没了兴趣 天天跳舞 搞得他本来就不重的体重更轻了 啥 苏江可不管张灵的拒绝 他们的直播还是要管的 总不能争败军火吧 于是他为张灵解释道 就是舞蹈啊 科目三啥的 对了 要不是最近没空 我还准备派你去云南一趟 据说那里可是领先时代一个版本呢 怪不得得叫电 确实电 张灵看着苏江的表情不像是假的 连连白手拒绝 老板 放过我吧 我真不是这块料啊 苏江胡疑地看了一眼张灵 但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转头便对着张灵交代着正事 那算了 不过你还有事要忙 去把洪涛拖拉机厂和钢管厂给收了 我们还是得有自己的厂子才放心 对于收购这两个工厂 苏江早就想这么干了 但奈何包里没钱 现在有钱了 可算是能玩他一个心愿了 洪涛拖拉机厂规模还行 就是市场不景气 所以看着不咋地 至于钢管厂 也就那样了 能活着就不错了 张灵听到苏江的提议 连连点头 要是苏江不说 他也会找机会给苏江说的 拖拉机和钢管 还是要他们自己生产比较好 好 苏江看着张灵如此上道 很是满意 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心理价位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谈了 我的底价是200万美刀 多了 我不要 200万美刀已经可以说是高价了 这还是苏江 看在大家都是穷哥们的份上 给的良心价格了 至于亏本 到时候 多干踏马的几单 就能赚回本了 文言 张灵点点头 便去准备收购材料 好 中东 丹朗国家意识处 今天的意识的气氛 可比之前好太多 此刻 整个会议厅内 人声鼎沸 还有不少人 正跪在地上祷告 感谢真主 给我们赐下了如此伟大的武器 感谢万能的主 但也有不少人在讨论华国 还得是华国 不愧是死仇女王 是啊 华国的人民太彪悍了 就连煤气罐都能拿去转行卖军火了 说到煤气罐 众人皆是哈哈大笑 恐怕犹太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轰炸他们的是煤气罐吧 同时 也有人准备趁热打铁 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就应该继续推进 把战事彻底搬回来 他的提议引得周围人的共鸣 毕竟昨天已经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现在就应该乘胜追击 直压边境 面对众人的叫喊 首领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很多的坦克与装甲车 但我们没有 谁不想要压进啊 但是这需要装甲车和坦克才行 不坦协同才是正道 可目前国家一共就那么点库存 根本无法支持一场真正的战争 一时间 首领感受到了一股无力 这就是小国的悲哀 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战争都没能力开启 听到首领这话 四周的气氛一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打了一场大劫 但又不能去追击 简直是难受 就在现场众人面面相去的时候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滴滴滴 正是首领的电话 拿起一看 发现竟然是尼古拉斯 现在的尼古拉斯可是香波波 首领立刻接通了尼古拉斯的电话 喂 很快 尼古拉斯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首领 刚刚我在华国的工厂 又订购了两批军火 首领听到尼古拉斯这话 心里一惊 咋了 华国还真有军火商 他可得好好弄清楚 什么军火 尼古拉斯兴奋地说着 这个消息实在太惊人了 是履带装甲车和炮管 而且 这俩组合起来就是坦克 听到尼古拉斯这话 经得首领手中搅拌咖啡的勺子都掉了 这踏马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但他还是关心 尼古拉斯所说的这些东西的参数 质量如何 防弹履带和车身 硬的一批 隐秘性呢 迷彩的隐秘性很高 价格呢 一辆三十万美刀 一问一答间 首领已经得知了这批军火的参数 这一刻 首领彻底疯狂了 妈的 这东西不买的才是傻子 买一个二战剩下的老过时坦克 都要百万美刀 还经常卡弹 有着级别的轻装坦克 为啥不要 必须拿下 首领联盟对尼古拉斯吩咐 这批军火 他们必须拿到 尼古拉斯 我们尽快给你打一千万美刀 这批东西 我们一定要拿到手 记住 多下几单 同时要保证 把我们的近火渠道隐秘住 现在是关键时刻 不能掉链子 尼古拉斯文言点点头 他当然知道 这件事的重要性 毕竟 国际观瞻这些也很重要 两人继续交谈了一下 交易的细节后 便挂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后 首领满脸笑容地走回座位 如此反常的一幕 使得其他人一脸疑惑 这究竟是怎么了 首领怎么了 对啊 首领怎么了 但首领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只是笑了笑 各位 坦克有了 第十四章 收购周围两场 就在丹朗为下一次战争 做准备的同时 犹太国妈了 彻底妈了 妈的 这两天 丹朗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踏马的 没日没夜的炸 这前前后后少说 也有八九千枚导弹了 他们的铁穹系统拦截成本 至少有数亿美刀了 这踏马花钱如流水啊 听着再次响起的警报 大胡子的犹太指挥官 彻底沉默了 这是今天的第五次轰炸了 我尼玛 你们丹朗也挖到石油了 这么有钱吗 这么多炮弹 踏马的 虽然不致命 但是尼玛花钱啊 还踏马花我们的钱 哪怕有着鹰匠的军事援助 但是这儿子的钱 迟早有一天 要花完啊 妈的 到底是谁在援助刀朗 犹太指挥官摸了摸自己的大胡子 对丹朗的幕后黑手很是疑惑 大毛自己都陷入战争泥潭 没那能力 至于鹰将是他们阵营 完全就是亲儿子 不用慌 华国应该也没理由就这么介入 那么除了这三位 还有谁敢援助丹朗 即便是其他军火商 也不敢染指这份交易 在中东 谁踏马感动他们犹太国 就在指挥官不断思索 援助丹朗的国家时 一道人影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来人有着大胡子 包着白布 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位士兵 他们的手中还拿着几枚钢片 看着来人拿来的东西 指挥官有些疑惑 叶海亚将军 你这是什么 叶海亚将军看了一眼钢片 有些无奈地看着指挥官 这就是这次敌人使用的武器的残片 你看看这是什么 一听是这次敌人使用的武器的残片 指挥官顿时来了兴趣 只是拿起一看 指挥官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不对吧 你是不是拿错了 叶海亚将军摇了摇头 很是肯定地说道 这就是敌人发射过来的东西 刚刚从弹坑里拿出来的 听到叶海亚将军的话 再看了看手中的残片 指挥官沉默了 这哪里是炮弹 这特么就是个煤气罐 还能有这种操作 妈的 时代又变了吗 煤气罐也可以拿来做炮弹了 指挥官将手中的残片 拿在手中反复琢磨 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很快 指挥官就发现了残片上的问题 这上面出现了华国的中文 这一刻 指挥官彻底猛逼了 啥意思 这踏马是华国出口的 发现了这件事的指挥官 立马大声嚷嚷起来 快快快 这是华国的文字 我们必须尽快谴责他们 让他们立刻停止 对丹朗的军事援助 结果 叶海亚将军 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指挥官 那我们该用什么名义谴责呢 听闻此言 指挥官眉头一皱 废话 还能怎么谴责 就这么谴责呀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对呀 这特么又不是支援军火 给几个煤气罐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说不定是其他煤气罐厂商 偷偷供应的 华国即便是支援 也不会就支援这种煤气罐 指挥官沉默了 操 华国这群混蛋 为什么要把煤气罐 做得跟炮弹一样 踏马大 而另一边 张灵在前往收购工厂的路上 很快 他就来到了洪涛拖拉机场 赵和看着表明来意的张灵 摸了摸下巴 怎么回事 这卖煤气罐的 为啥老是找他这个 卖拖拉机的 他俩的行业不搭勾啊 而且不是听说 对方欠了很多钱 看着比他们还穷 怎么还有钱来收购他的厂子 但既然你来收购 那我也乐得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 赵和清了清嗓子 开始吹嘘自己的厂子 老张 不是我吹啊 虽然目前市场不景气 但是拖拉机还是很有销路的 并且厂子规模没得说 我说个数 四千万 怎么样 张灵听到赵和的狮子大开口 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随后从公文包里 掏出了一堆资料 这些都是他收集的 三月月销量72台 四月月销量53台 五月月销量23台 到现在九月 你们工厂应该已经没有销量了吧 能不能挨过今年都还是个问题 再加上厂中的环境一般 最多一千五百万 听着张灵一连串的 爆出自己的工厂资料 赵和脸色一白 妈的 谁他妈泄灭 这货这么了解这么清楚的 但赵和还是不准备这么便宜的 就把厂子给卖了 那 三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三千万 一千三百万 二千五百万 一千万 听着张灵的爆价 赵和傻眼了 你这是什么操作 讨价还价不是我降价 你抬价吗 怎么我降价 你也降价 妈的 谁叫你这么砍价的 不行 不能这么搞了 等会 要不换一下 我降价 你怎么也降价 可以 你来 三千万 一听这话 张灵没有再接话 这赵和依旧不肯让步 那就没得谈了 张灵转头提起包 就准备走 那 赵老板 我去隔壁看看 看着张灵不想做假的模样 赵和惊了 妈的 差点忘了 自己是卖方 可不是该死的买方 赵和狠狠心 咬了咬牙 还是开口挽留张灵 老张 等等 目前 他的厂子 已经是亏损的状态 就连厂里的工资 都很难发下去了 能转手出去 已经算是不亏了 但就算这样 赵和还是不想亏 老张 一千五百万就一千五百万 我们不改了 但厂里剩余的拖拉机 要正常售价卖给我们 听闻此言 张灵摇了摇头 这样的拖拉机 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放心 厂里面的拖拉机 一台不要 张灵这么一说 赵和猛逼了 啥玩意 你不要拖拉机 那你开什么拖拉机厂 不过 面对这样的要求 他还是答应了 大不了大促销一波 但赵和还是装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样子 好吧 只是可惜了这些拖拉机 很快 交易完成 张灵看着手里的合同 满意地点点头 而赵和也开始去收拾拖拉机 望着赵和的背影 心中暗骂了一句老狐狸 但张灵也没有纠结 反正促成了一扇大的 这些钱 他们还能拿得出 接下来就是当管场了 与赵和不同 李承很是光棍地 就同意了张灵的收购 但张灵也根据 钢管厂目前的情况 提出了自己的价位 1800万 但包括了工厂里面的材料和车床 目前的材料不用担心了 而连续购买了两个厂子之后 张灵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看着这次的花费太大 但是有的赚 拖拉机厂的话 卖给单朗100台拖拉机 就差不多能赚回本了 钢管厂则是多销路线 一次交易给几万根 那也是暴利啊 几次交易就赚回来了 就在张灵准备回去告诉苏江 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张灵猛逼了 但让他惊讶的不是电话 而是来电号码 不是华国的 而是毛熊那边的 第15章 毛熊国的商人 张灵看了看还在想动的手机 还是选择接通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 喂 听着对面纯正的华语 张灵沉默了 妈的 要不是看号码 他多半得认为对面的人是华国人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毛熊国的经销商 张灵很沉默 跨国电话说打就打 你这么有钱吗 而且我们就卖个煤气罐 你们毛熊国 怎么会找上我们 但对方接下来的一句话 把张灵给搞不会了 你好 请问我们能够代销你们的煤气罐吗 一听这话 张灵整个人都骂了 啥意思 他们家的煤气罐已经走出国门了吗 但张灵还是回复了对面 跨国合作难度大 恐怕不行 那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听到张灵的拒绝 对面的人并不气馁 而是话锋一转 合作的事 不急 我们可以先面谈一下 面对这人的请求 张灵想了想 还是说出了地址 天明路132号 这个地址不是工厂的 而是附近咖啡店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 得到地址后 对面的人明显兴奋了一些 很快就答复张灵 好 那我们明天下午谈一谈 好 张灵挂断电话 但他总感觉有些奇怪 目前拖拉机和钢管生意 还没开始彻底对外营销 对方来找他 做什么生意 总不能真找他们买煤气罐吧 毛雄国可是能源大国 怎么可能需要他们的煤气罐 而且 怎么一上来 就要自己的地址 难不成是想交易煤气罐这种军火吧 毛雄国 一光头士兵正挂断电话 他已经在张灵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只是他还是有些疑惑 为什么长官需要华国一家工厂的地址 于是 光头士兵对着身旁的长官敬礼问道 报告长官 为什么我们需要联系对方 我们国家又不缺少炮弹 听到士兵的疑惑 长官摇了摇头 他也不想联系一家工厂 但这家工厂实在是不一般 这家厂子敢插手犹太国的战争 还是有一定气魄的 而且 他们的煤气罐确实不错 不管怎样 我们也需要去看看 长官没有给士兵说出事情的真相 目前毛雄国已经是被欧盟拖住 还有着鹰匠虎视眈眈 很是危险 在开支上 能省则省 再加上 哪怕不用煤气罐 对方肯定还有别的军用化的商品 用煤气罐当炮弹 不得不说 挺有创意的 所以 他们对这个华国工厂 产生了好奇 明天下午就安排人去一趟看看 很快 张灵就回到了工厂 而隔着老远 张灵就能看到 等待自己的苏江 老张 咋样 张灵点点头 从包里拿出了两份签订好的合同 目前还算顺利 但我们总共花费了3300万 这个价格是否太高了 听到张灵爆出的价格后 苏江倒是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还行 算是正常 他对收购两家工厂的心理预期是4000万 现在3000多万就能拿下 已经很好了 老板 还有一件事 刚刚有一通毛熊国打来的电话 说是毛熊国的经销商 他们打算明天来面谈商量生意 听到这话 苏江一愣 啥意思 上一个是丹朗 这次又来个毛熊 下次不会是鹰匠吧 妈的 我只是一个工厂啊 怎么搞得跟军火商一样了 但苏江还是决定 见一见毛熊国的商人 多条门路多赚钱吗 那他明天得 好好准备准备 很快 张灵就开始去准备交接手续了 而苏江却被另一件烦心事找到了 苏江正眼睛不眨地看着电脑屏幕 目前关于犹太国的信息已经刷满了 评论区里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猜测 究竟是谁在给丹朗提供援助 我认为是鹰匠 这个军火贩子肯定是他 不一定 我认为是毛熊 他们对中东很上心 怎么可能 毛熊 那还有机会帮助丹朗 要我看 还得是华国 华国 别搞笑了 我们爱好和平 不可能做这种事 那除了这几个国家 还有谁有能力援助丹朗 总不能是高如鸡 楼上的你又如法了 不过 我喜欢 话说有没有可能是军火商 别搞笑了 军火商 谁家军火商敢接这活 对面可是不要脸的犹太国 谁敢 说的也是 看着正在刷屏的评论区 苏江莫名地觉得有些不安 自己这 只是单纯的买卖而已 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而且 对方到底是 拿去日常使用 还是当炮弹 都不关他的事情吧 苏江想了半天 也没有理清思路 随手将电脑关了 而张灵 也将交接手续 准备得差不多了 于是 他决定 今天就去见见 自己未来的员工们 路上 张灵有些兴奋地 看着苏江 老板 目前工厂收购的手续 还是很快的 最迟明天 我们就能把所有手续搞定 听到张灵的答复 苏江很是满意 他对张灵的能力 还是很认可的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一切手续搞定 不多时 苏江他们就来到了 洪涛拖拉机场 之前的厂长赵和 只是将自己的拖拉机处理了 其他的 都是原封不动地 等着苏江的到来 倒也是省心了 苏江刚一进门就发现 原本应该工作的员工 此时正齐聚一堂 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来 老张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张灵收好手机 他身为秘书 肯定要把细节做好 老板 我跟老赵联系了 他特意交代了 苏江对张灵的行为很满意 要是没了张灵 他还不知道有多麻烦呢 不错 下个月给你加工资 虽然张灵的工资 已经来到了月入三万 但谁会嫌弃自己工资低呢 好嘞 看着眼前这群员工 苏江发现自己貌似也没啥说的 但他还是讲了几句 刷刷存在感 你们好 我是苏江 你们应该也听说过我的名字 赵厂长应该也跟你们说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 我的员工了 我也不是什么乱来的人 你们可以放心 一切照就 但是你们的底薪提高 一听苏江这话 在场的众人顿时来了兴趣 他们本来兑换老板这件事很抗拒 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现在不仅不会有变化 还能加薪 这样的老板去哪找啊 但很快 苏江的画风一转 不过我们的生产方向需要改一改 然后让张灵将履带拖拉机的图纸递了出去 其中不少人看到了图纸 这种事对他们很正常 随时换生产方向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 你他妈这也太离谱了 众人惊呼一声 这特么不是装甲车和炮管吗 在国内生产这些 待遇再高也不敢啊 老板 这胡我干不了 这可是搞军火呀 正说着就有人打算离开了 毕竟在华国干这种军火制作 十条命也不够花的 面对有人想要离开 苏江只是淡淡笑了笑 可以不愿意干的随便走 现在就可以办辞职手续 不过 我要提醒你 我们是正规生意 卖一些钢管和拖拉机而已 所以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想想 听到苏江的告诫 众人沉默了 但仔细想想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而且 苏江还给他们加薪啊 很快 也就没有人再纠结这事了 老板 我愿意跟着你干 老板 我也是 老板 我 看着跃跃欲试的众人 苏江微微摆手 看来 自己还是很有魅力的 好 那就开工 是 听到苏江的命令 众人纷纷开始行动 谁会跟钱顾不去 看着众人工作 苏江小声对着张灵说着 老张 我们几个月能回本 文言 张灵掏出一个计算机 好好计算 很快 张灵就得出了结论 老板 按照之前的利润 和厂子的生产效率 大概需要三个星期 就能回本 苏江微微点头 三个星期挺快的 那你准备一下 明天下午 我们一起去试探 试探那个毛熊国的人 第十六章 供应毛熊 就在毛熊国 准备接触苏江的时候 华国高层 却是一言不发 不过 他们已经大概确定了 煤气罐的来源 目前已经能够肯定的是 这煤气罐 是滨海市的工厂做的 可滨海市是工业重视 那里的工厂 数不胜数 想要知道 具体是哪家厂商做的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 毕竟传来的视频太模糊 图片也不清楚 一时间还侦查不清 会议上 坐在主位戴着眼镜的 那人看着众人问道 那么 各位 这件事 我们该怎么处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很多人都是眼睛不眨的 盯着划过 一旦处理不好 就容易发生争端 不过 很快就有人 根据现在的情况 开始提议 我认为这件事不用管 有人支援丹朗 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丹朗一败 鹰匠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不仅如此 那毛熊也会出事 不能让鹰匠抽出手 现在我们明面上 不能介入战争 但有其他厂商 提供武器 也是好的 但这人的提议 很快就被其他人呵斥 你说的挺好 但要是 被发现了怎么办 现在这么双眼睛 一直盯着咱们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们都会发现 一旦让犹太国 发现是我们的厂商提供 那么 其他国家 将会借此机会刁难 到时候 场面更不好收拾 众人面面相去 他说的确实没问题 现在外部国家 把他们盯得太久了 不过也正常 目前华国 是全世界大国中 最稳定的一点 想必有很多人 想让华国动起来 但动起来可以 却不能盲目地动 就在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人推开了大门 传递了一份消息 一张照片 为首的那人 拿起照片一看 面色瞬间变了 是犹太国发来的 这张照片里很简单 只是一堆炮弹的残渣 但同时还有一句 What the fuck 看着这张照片 众人沉默了 妈的 还得是犹太国 小家子气到了极点 但最关键的还是 这件事被他们发现了 而且 根据图片上的残渣来看 都是赤露露的汉字 甚至连厂商都露出一点 在场的众人 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真让犹太国找到机会了 但是这件事 怎么可能承认吗 就算是真的 他们也得说是假的 开启他们的战户局 这件事 必须尽快回复犹太国 就说是其他国家的栽赃 还有 根据这个照片 查出是哪家厂商出产的 一定要查清楚 是 与外界的风起云涌不同 苏江又做成了一单生意 今天是尼古拉斯来提货的日子 苏江看着拆解成零件的拖拉机 与钢管被装进车厢 很是满意的点点头 只要这笔做成了 那么后续的订单可就多了 但就是 妈的 真不会成军火伤吗 这要是被其他国家发现了 那自己可就真的免费吃住了 华国境内 好像还真没见过军火伤啊 难不成 自己能成第一个 就在苏江思考的时候 一旁的尼古拉斯 看着苏江沉默的模样 仿佛是在思考人生 但眼中的悲壮 是怎么回事 尼古拉斯心中顿时有了疑惑 难道对方 还是对价格不满意 不会吧 自己价格方面 虽然有些保守 但也不至于 让对方沉默吧 不过 看对方的反应 似乎的确是对价格抱有遗憾 也不愧是自己 竟然在精密的华国人的手中 砍出了如此低的价格 想来 自己过不了多久 就要升任大队长了 升职加息 我来了 不过 就算心里 再怎么美得冒泡 尼古拉斯表面 可是不敢有半分显露 万一让苏江后悔了怎么办 因此 尼古拉斯笑呵呵地看着苏江 苏老板 你看你 还亲自来送行 这怎么好意思呢 听到尼古拉斯的话 苏江微微一笑 怎么会 你可是我们的大客户 万事小心点总没错的 两人紧紧握手 半天都没有松开 最后大胡子的尼古拉斯 率先开口 那好 过几天 我还会回来的 两人相送 一脸真诚 张灵 则是暗中吐槽 一举两个老狐狸 这两人 谁不想把对方吃干抹净 结果愣是 装出了一副和谐美好的模样 单了 坐在主位的首领 看着众人开始询问 目前战局怎么样了 文言 艾哈迈德 立刻站了起来 向着首领汇报 报告首领 煤气罐 造成了很多次的有效打击 目前敌人时刻 都紧紧绷着神闲 只要下一批煤气罐到 说不定还能反攻 目前 唯一的问题 只是装甲车 还是不够 我们只能打开口子 但不能根据口子 扩大战果 这人的神情 有些无奈 虽然能够压制住 敌人的攻势 但没有装甲车 他们的人 也不敢贸然进入 现在双方都僵持住了 随后 艾哈迈德 有些好奇地看着首领 首领 您上次说的装甲车 不用愁了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人愿意援助 我们装甲车了 面对艾哈迈德的好奇 首领只是笑了笑 艾哈迈德 不要急 接下来 只要等待就行 装甲车 很快就会有的 第二天 苏江正在擦拭自己 新提的国产红旗 难得有钱了 还是得享受享受 其他的车 不是买不起 而是他叫好红旗 这一口 不过 可惜的是 他驾照刚考没多久 开车还不行 只能让张灵 充当司机了 很快 两人前往咖啡店 等了一会 那个毛熊国的商人 终于到了 隔着玻璃 苏江就看到了来人 光头加西装墨镜 不错 是毛熊的风格 但苏江越看着人 越觉得不对劲 妈的 说起光头 他想起了一个有名的人物 眼前的这个所谓商人 就差脑袋后面 应个条形码了 还没来得及细想 苏江就看到那光头静直 走向了自己 请问 是江泽机械厂的苏江老板吗 我是毛熊国的商人伊万 听到伊万这么顺口的华国语 苏江与张灵相对无言 这会有点难搞啊 而且还把自己的身份 摸得透透的 这人有问题 但苏江还是微微点头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你好 我是苏江 听到苏江承认自己的身份后 伊万紧紧握住了苏江的手 你好 文明不如见面 苏老板 还是一表人才啊 不得不说 伊万的中文是真六 就是顶着那个大光头 这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不过 苏江并不纠结 还是做生意更重要 这些客套话 就免了吧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如何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为什么找我们 听到苏江这么说 伊万明显有些失望 他来之前 可是特意突击了 华国文化 可以说 他现在可以 把一块石头都夸成花 但他也没有忘记 自己的身份 而是郑重地 介绍起自己的生意 你好 苏老板 我是做军 机械化设施运输 和买卖的 面对伊万的回答 苏江与张灵对望也 这人莫不是 把他们当傻子 他是卖煤气惯的 跟机械化运输 扒杆子打不着 怎么会特意招上他 这人不简单 不过 苏江没有否认伊万的回答 转头再次问起 那么 你这次是来交易什么 我们可没有什么 机械化运输的东西 伊万面对苏江的刁难 微微一笑 将早已准备的说辞讲出 苏老板 不瞒您说 我们对你的煤气罐 有点兴趣 同时 我们还想看看 还能不能交易一些 其他商品 听到伊万提到了煤气罐 苏江心里警铃大作 怎么又有人想买煤气罐 之前的尼古拉斯 就差点给他捅了个篓子 现在还来 外国就这么缺乏煤气罐吗 苏江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伊万的大光头 你们那没煤气罐 伊万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他来之前 就准备好了一切 是的 我们毛熊国冬天很冷的 煤气 还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 我们需要大量的煤气罐 面对如此奇葩的理由 苏江满头黑线 哥 你要不要听听 你说的什么话 你探马你们 是毛熊国 你们都探马去能源了 那我们怎么办 烧柴吗 这一刻 苏江沉默了 他感觉 眼前的伊万比尼 古拉斯更不靠谱 妈的 没个正经的 第十七章 上亿的生意 面对找上门来的生意 苏江是真的不想拒绝的 虽然尼古拉斯的生意很好 但风险也很大 等等 眼前的这个伊万风险 好像也不小啊 虽然还不知道 他买煤气罐回去干嘛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思考半天后 苏江还是决定 先问问伊万 需要多少煤气罐 要是要的少 那么对不起 我们没见过 但你要是需求大 那不好意思 你可是我的大客户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 苏江郑重地看向伊万 需要他需要多少煤气罐 你知道的 我们的订单很多 你们需要多少 如果少了 我们可不会减 面对苏江的问题 伊万只是微微一笑 他在来之前 已经将苏江调查得差不多了 虽然还不知道 他们工厂的产能是多少 但肯定不会太低 不然也不会每隔几天 就运输好几车的煤气罐 因此 伊万对着苏江比了个数 五万有吗 我们想先试试水 伊万提出了自己的需求量 他这次来华国 一是为了苏江的工厂 二也是为了苏江的煤气罐 虽然 目前的毛雄国 对于弹药方面倒是不缺 但是毕竟 被二毛和鹰匠阵营给拖住了 论起持久战 就必然要保持国家的经济 嗯 煤气罐相比较起来 还是要实惠不少的 能省一点是一点 过日子 还是要精打细算才行 而且 看着前几天 从丹朗传来的视频 我去 你要是不说 我还真以为那东西是导弹啊 结果 你给我说 那玩意是煤气罐 好家伙 那个竞叫一个大 华国就是不一般 看了眼伊万比出的首饰 苏江与张灵默默默对视一眼 五万 这个毛雄国商人 果然不简单 五万没煤气罐 加起来得有两多百万每刀 换算过来 那他妈就是一千多万了 这还只是试水 好好好 你要是这么玩的话 那你就是我的上帝了 苏江没有片刻迟疑 一口气就答应了一万的请求 成交 这一次 苏江没有询问对方的目的 毕竟毛雄国家大业大 又不是丹朗那个穷鬼 总不能也用煤气罐 对付二毛吧 那多丢份 而且 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利益足够 哪怕让苏江去中东 跟鹰匠抢石油 他都愿意 一万看着突然就同意 交易的苏江 有些好奇 这人怎么一副见钱眼开的模样 不过 能够达成交易 还是最好的 于是 一万还有一件事 需要询问 那么 一枚煤气罐的价格是多少 煤气罐的威力是看到了 但价格这方面 还是要仔细核查 万一买了一堆高价货回去 那自己 就得去西伯利亚挖土豆了 面对一万的疑惑 苏江倒是没有坑他的想法 反倒是一五一十地说着 好说 一个煤气罐五十美刀 不贵吧 听到苏江的回答 绕世做好准备的一万 依旧感到吃惊 啥玩意 你踏马一个煤气罐 只卖五十美刀 等会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 会让很多军火商失业的 操 一个五十美刀的煤气罐 就跟别人几千上万美刀的炮弹一样了 这你嘛 你踏马要不涨个价 不然 你这价格便宜的 让我都不敢买啊 还有 你售卖才五十美刀 那他卖你的成本得是多少 果然 还得是华国呀 出人才 就算心里怎么吐槽 但一万可不敢怠慢 连忙答应下来 五十美刀是很好的价格 我接受了 我们现在就签合同 一万生怕苏江一会反悔 于是连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份合同 这样的动作 让苏江一愣 妈的 啥意思 你踏马这样搞得我好尴尬啊 合着劳资五十美刀的煤气罐 在你们眼里 这么便宜吗 操 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苏江手上动作可不慢 行于流水地 将名字牵好 盖上公章 交易达成 看着有着苏江大名的合同 一万微微一笑 这件事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不过 他可没忘自己 还有其他的任务 好了 煤气罐的交易 我就等苏老板你的消息了 不过 我还有个问题 你还有什么商品吗 面对一万的提问 苏江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系统任务 卖出一百辆拖拉机 十万根钢管 截止目前 拖拉机的订单三十台 钢管一万根 还真是想睡觉了 就来了枕头 目前 尼古拉斯他们的胃口不大 不能一下 把自己的任务完成 还得让一万试试 他们能不能吃下 就是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对这些拖拉机感兴趣 苏江没有迟疑 随后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叠照片 递给一万 我们还有钢管和拖拉机的生意 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说实话 这件事苏江也没底 毛熊国怎么说 也是工业大国 这两样东西是不缺的 听到苏江还从事拖拉机与钢管生意的时候 一万的神情有些失望 这样看来 这家工厂也只是家正经的厂商了 那些煤气罐应该机缘巧合搞出来的 至于钢管 拖拉机 这两样东西 在战场上有什么用 但出于礼貌 一万还是拿起了苏江给的照片 但只是一眼 一万就愣住了 等会 你他妈你这叫拖拉机跟钢管 你这组合起来 你他妈就不觉得这位不对吗 还是说你 其实真的不咋正经 看来 还是自己小看你了 妈的 竟然在华国境内真的做成军火生意了 草 你他妈是真掉啊 一万看着照片 久久不能回神 但这一幕 在苏江眼中就成了一万 不知该怎么拒绝自己 也是 自己钢管加拖拉机的奇特组合 一般人还真接受不了 但 这单生意 他是真想做成 系统任务一刻不完成 苏江的内心 就跟猫脑一样 实在是忍不了 难得遇到一个有实力的 可不得好好推销 为了促成交易 苏江略微犹豫之后 拿出了图纸 给一万看了一下 这是我们的图纸参数 你放心 很耐用的 哪怕是毛熊国一样耐用 怎么样 你看看 要不要来几台 可一万只是看了一眼参数后 他沉默了 不是 哥们 你这个设计 认真的 他怀疑自己 低估了华夏人的彪悍 妈的 太狠了 这哪里是拖拉机 简直是拖运车和装甲车 甚至上面 还能给炮管留空间 改装成坦克 妈的 难怪你踏马敢说 毛熊国也耐用 这踏马肯定耐用啊 操 坦克还不耐用 简直是离谱至极 还有那钢管 你家钢管是炮管形状的 无缝钢管改装炮管 真行啊 要不是 我踏马是买方 多少得给你举报了 这一刻 一万兴奋了 他急忙开始与苏江讨论 这拖拉机的参数性能 苏老板 我对你家的拖拉机很感兴趣 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具体情况 当然可以 虽然不知道 一万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但苏江还是一五一十地 介绍着自己的拖拉机 为了应对各种环境 所以我们采取的防弹材质 而且 为了更好的伪装 我们还采用了迷彩武装涂色 至于价格的话 我们是卖三十万每刀一台 听着苏江的回答 一万沉默了 不是 兄弟 你不对劲啊 为什么 你会对自己的拖拉机 进行迷彩涂色 还踏马防弹 你确定 你做的是拖拉机 哥们 我要不是毛雄国人 多少劝你自首了 但一万可不敢说这些 而是看着苏江说的 苏老板 我先订一批试用 按照原价格 买一百辆拖拉机 五万钢管 一万这次 出来钱带的不多 只是买了一百台拖拉机 而钢管 这次买的特别多 毕竟 钢管在战场上寿命 也就不到十秒钟 消耗极为严重 不过 听到一万这才大气粗的语气 苏江惊了 啥 一百台 拖拉机 毛雄国的农业 也不发达吗 而且五万根钢管 你准备干啥 苏江姑且算了一下 顿时愣住了 这一次 赚的足足有三千多万每刀 换算就是一个多亿 简直是离谱 瞬间 苏江和张灵 眼睛都直了 哪里特别见过这么多钱 这钱简直是和捡得差不多了吧 但为了不让一万看出自己的兴奋 苏江咳嗽两声 嘿嘿 好 那你先把钱打到我的卡上 明天就给你安排发货 一万点点头 他其他的不行 打钱还是挺快的 不过 他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只根据图纸参数打钱 不过发货之前 还是要经过检测 保证不会有毛病 我才会打钱 一万的问题 在苏江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给钱 就是把拖拉机给你拆成螺丝都行 好 你可以随便检查 有问题 随时找我 听到苏江如此自信的话 一万微微一愣 他对自己的拖拉机很自信啊 那么 合作愉快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毛熊那边局势也不太好 目前的二毛还在挣扎边缘 甚至有不少次主动攻击 目前 他们的运兵车和装甲车出了问题 数量不够了 目前 双方都是小规模的游击站 拉锯站 装甲车有助于突破阵线 而运兵车则是方便提高机动性 这是当下主要的问题 二毛虽然也有这方面问题 但人家跌多 刚没有来 就在长官忧虑的时候 一阵电话声音响起 长官拿出手机一看 是之前安排在华国的那位毛熊士兵 不知道他联系自己 是有什么事 一万 怎么了 很快 电话里一万兴奋的声音传来 报告长官 我在华国购买到了很优秀的装甲车和炮管 同时 这些东西还能组装成坦克 长官听到一万的话 内心一震 难不成华国出手了 等等 啥意思 哪里来的 华国愿意帮助我们 不 是一家工厂 工厂 什么材质 多少钱 一万一五一十地回答着 不过 那长官越听越不对劲 还说不是华国帮助我们 这么好的东西 才卖三十万美刀 看来 这是准备借工厂的名头帮助自己 还得是华国啊 好人 买 必须购买一品 正好能解决当下的问题 简直是雪中送炭 长官兴奋地搓了搓手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新式坦克了 第十八章 主打良心 时间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与毛雄国商人一万交易的时间 今天一大早 苏江就看到了在门外等候的一万 以及他身后那群同样戴着墨镜 打着领带的光头西装男 妈的 你们这样搞得就跟军火交易一样 而且 你们这群怎么都跟一个母子造出来的一样 根本分不清啊 苏江吐了吐嘴里还残留的牙膏 输了漱口后急忙打开了工厂的大门 原来的那个保安因为玩手机已经被他开了 新保安目前还没找到 所以只能让他来兼任一段时间 节约成本 而一万看着正在奋力开门的苏江 有些惊讶 啥玩意 谁家老板还兼职保安 他家人力就这么省吗 不过 一万也不敢说 也不敢问 万一这是苏江的爱好呢 就在一万思索的时候 苏江率先开口 你们来得这么早吗 而且这群人士 特工啊 一万回首望了望自己身后的那群人群 顿时觉得头大 妈的 不是说要已经做了伪装吗 怎么会一眼就别人看出问题 不过 一万脸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他能够来到华国 就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心理素质 俗称脸厚 随后 一万开始为苏江解释道 苏老板 这种装扮在我们那很正常 苏江狐疑地看了一眼一万 再看了看他身后的西装光头 而后特意将自己的语调拉长 哦我懂 就跟我们国家 那群留着板村的渔民 一个意思是吧 放心 我懂 苏江拍着胸脯的模样 让一万很是好奇 什么渔民 他怎么不知道 难道自己还有没学到的华国知识 看来 自己还得加强学习才行 就在一万下定决心学习的时候 苏江可不管这些 直接领着他们这群人 来到了停放拖拉机的仓库 大门打开 里面赫然就是此次交易需要的拖拉机与钢管 看着这造型奇特的拖拉机 再看了看那炮管一样的钢管 一万沉没了 妈的 合着你图纸上面都是真的呀 草 你踏马一家民用工厂 还真就干了军工厂的活 不仅是一万 就连其他的西装光头也是一样的反应 他们在得到命令的时候 还很是奇怪 为什么一桩民用拖拉机的交易 也需要触动他们这些人 他们可是特工 不是马夫 这种运输的活交给一万就行 可当他们看到摆放整齐的拖拉机时 他们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妈的 合着这是打着民用的幌子卖坦克啊 你早说啊 你要是这么说 我多少得被两发火箭筒上 对不起 之前是我声音大了 这时 苏江的声音在一万的耳边响起 怎么样 还行吧 苏江对于一万几人的反应很满意 要的就是这样 只有这样 自己的拖拉机才能卖得更多 听到苏江的话 一万他很快就回过了神 苏老板 质量非常不错 可能我们还需要验验货 可以吗 一万虽然很满意拖拉机的造型 但是质量这方面 还是要亲自检测才行 毕竟 这可是要上战场的 很容易搞出人命 苏江文言点了点头 一万一口气买了一百台拖拉机 别说验货了 就是让自己带着他去按脚都行 见到苏江点头 一万向后招了招手 瞬间就有一位西装光头走了出来 高达两米的身形 壮瘦的肌肉 只是看着就有一种压迫感 只见那人将自己的手 伸向了自己的西装内衬 这让苏江很是好奇 难不成 这群人还真有枪 可下一秒 那人的动作直接让苏江大跌眼镜 只见他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硕大的锤子 等会 锤子验货 我去 毛子这么野的吗 还没等苏江说什么 就看到那人拎着锤子 来到了拖拉机旁 随后鼓足镜 一锤子就敲了下去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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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击钢铁的声音 在整个仓库里响起 足足过了一分钟才停下 随着敲击声停止 一万他们也来到了刚刚敲击的地方 只看到那里 除了图上的油漆掉了一点外 其他什么事也没有 等会 你探马只是掉漆 我操 哥们 你探马这是什么工业 合着你探马说的防弹 是防穿甲大 简直是良心到极点 这一刻 一万只恨自己财力不足 不能当一回一某人 否则 他多少得把苏江的工厂包圆了 但能有一百台 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 之前那点的交易 显然不像话了 还得来点狠的 只看到一万再次向后招了招手 就有一人拎着一皮箱走了过来 咋了 这是 昨天不是交易完成了吗 这是干嘛 还没等苏江理清思路 就听到一万开口说道 苏老板 我也没想到 您做的这坛 拖拉机这么厉害 这样吧 这是五十万美刀 就当是我请您工厂的各位 加班喝酒的辛苦费 啥 辛苦费给五十万 还踏马是美刀 你嘛 你们生意这么好做吗 操 不过 就算内心怎么吐槽 苏江手上的动作可不慢 一把接过皮箱 苏江二后笑着说道 哎呀 你看你说的 这怎么好意思呢 那我就替兄弟们 谢谢了 以后再来啊 毕竟咱们主打的 就是良心企业 你说是吧 下次有需要随时合作啊 一万文言点了点头 这企业是真探马良心啊 用拖拉机的价格 卖着军火 还得试你会做生意 很快 双方的交易完成 一万便带着人 将这些拖拉机 与钢管一同送走 而在经过几天的运输后 丹朗的新一批 军火到了 说是军火 其实就是苏江工厂的那些 拖拉机和炮管 以及煤气罐 当首领听到拖拉机 已经到了的时候 直接将吃进嘴里的东西 都给拖了出来 还吃 吃你嘛吃 这东西要是成了 老子直接在犹太国的首都 吃吃吃 很快 军营里正在巡逻的士兵们 就看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 一闪而过 这让很多人都摸不清头脑 咋了 他们队伍也出了闪电侠 不过多时 首领就赶到了拖拉机的存放地 看着这崭新的造型 奇特的拖拉机 这质量 这触摸感 绝了 加上这密密麻麻的炮管 够打了 看着看着首领就哭了 这么多年了 他总算是见到新的坦克了 说实话 现代战争对于不坦协同的要求并不高 还有很多国家 都在寻求更好的作战方式 但那是他们 不是自己 他们国家地广人稀 只能依靠这样的战术进行推进 但奈何大国都不愿意出口坦克 他们只能用以前的破烂坦克 虽然质量不咋样 但也可以有效 让士兵的死亡降低 说句丢脸的话 他们以前想要打败敌人 只能靠人命去填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打了这么久 但领土却越来越小 可这一次 他也要让敌人尝尝自己的厉害 想到最后 首领脸上带了几分利涩 而后郑重看向一旁的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 今天下午召开会议 我有事对他们说 还有 明天小规模地对犹太国进行战术轰炸 艾哈迈德听到首领的命令 神色一正 立刻开始去安排 而后军营里 苏江看着成堆的煤气罐 眼神火热 不行了 控制不住了 先打个两千庆祝一下 很快 丹朗攻击犹太国的消息 来到了华国的会议桌上 看着桌面上摆放着的照片 妈的 与之前一毛一样 还得是犹太国呀 真他妈会阴阳怪气 但就算是这样 华国高层却是不敢怠慢 草 为啥这次的炮弹 跟煤气罐这么像啊 这次更惨 还有几个保留完成的煤气罐 被犹太国送了过来 不行了 速查 立刻速查 会议上 为首的那人 目光凝重地看着众人 这次的事 我们一定要查清 不能让别人摸黑我们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点点头 这件事 确实要调查清楚了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带着黑矿眼镜的老王目光 在照片上来回扫尸 妈的 不对劲 这玩意 怎么越来越不对劲 为啥会这么演说啊 老王微眯着双眼 拿着手中的照片 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这个煤气罐 我好像见过 跟之前看过的一个跳舞主播 卖的煤气罐 有点像 听到老王的话 原本准备离开的几人愣住了 啥 跳舞主播 你他妈细说 第十九章 妖兽了 丹朗玩闪戒 一日 清晨的露珠还未消失 一群头戴着白布 身后挂着枪的人 正在紧急集合 都快点 带队的是艾哈迈德 他脸上涂了厚重的油彩 只看得到一双冷峻凌厉的眼眸 大家都知道了吧 今天就要出发去剿灭敌人 这次 绝对不能放过那帮畜生 杀呀 随着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跑上了一旁停放的拖拉机 等待命令 而远处的会议室内 首领几人 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计划 为了防止有人泄密 他们只会在事前半小时 制定相应的计划 只看到几人正围着地图团团转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的坦克 一同出击 所以 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 但就在这时 首领看着地图上一处显眼的位置 随后指着这点看向众人 这里是距离我们边境最近的一处军事基地 这次看看能不能拿掉它 听到首领的提议 众人点点头 这个基地很久就建好了 早在半年前 他们就尝试了好几次的攻击 但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让这个基地存到现在 这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实在是让人很难受 可目标确定了 计划呢 这时 首领再次开口道 他作为首领可不是一个草包 我有计划 他以前也在某东方大国 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军事 所以 他的军事能力 也是有的 看着众人的模样 首领接着说道 我们这次来玩个战术 先全力轰炸边境和基地周围 阳攻基地 其中20辆拖拉机 当作中型装甲车 其他10辆改装成坦克 听到首领的计划 众人点了点头 但也有人吃不同的意见 可首领 万一我们攻不过去呢 是啊 攻不过去怎么办 这么多的坦克 可不就成了敌人的火把子 到时候可就危险了 听到有人对自己的计划产生疑惑 首领并没有为难他 能够思考问题 说明他真的在考虑这件事 他就希望自己的手下 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彻底战胜敌人 但现在他还是太智能 首领微微一笑 看着远处叙事待发的拖拉机 那我们的拖拉机多少钱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明白了首领的想法 这只是一次试探 能够成功打掉基地最好 打不掉也不用担忧 哪怕是骗一些炮弹 那都是稳赚不赔的 毕竟 他们的拖拉机 才三十万每刀一辆 耗得起 随着计划的制定 具体的作战任务 也传到了艾哈迈德的耳中 各位 我们的任务已经来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拖拉机不重要 你们最重要 别踏马让我看到 有谁不要命 单朗的士兵 看着眼前的装甲车 也是眼睛都直了 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人 不要装甲车的 毕竟国家中的每一个坦克和装甲车 都是当宝一样用 而且 哪里一次性见过这么多 不少人开始热血沸腾了起来 明白 艾哈迈德带着拖拉机车队突进 与他们一同出发的 还有成千上万的煤气罐 成敦的煤气罐被人投放上了天空 随后在空中划过优美的线条 落地 爆炸 燃烧 一阵火光冲天而起 浓烟滚滚 黑烟弥漫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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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丹朗新一轮轰炸的开始 听着外面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犹太国的基地内 大胡子的指挥官硬了 妈的 拳头硬了 草你妈 三天一大炸 一天一小炸 你探马丹朗 是探马吃啥了 火气这么大 而且 这你妈你探马哪来的这么多炮弹 一说到炮弹 指挥官就想到那些煤气罐 草 用煤气罐当炮弹用 这谁顶得住 还有 华国也是 妈的 明明已经这么多次了 结果次次都是棱处理 根本不给任何反馈 还说什么是抹黑 抹黑你妈呢 那探马可是汉字 谁用汉字 谁 谁用 真是揣着糊涂说话 可是他们 也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华国是大国 现在他们的儿子鹰匠 正在满世界闹事 毛熊国有二毛限制 需要鹰匠输血 他们被单狼打了 也需要找场子 更别提 还有一堆小弟 跃跃欲试了 这个时候 真的不能再去招惹一个大国了 只能任由丹朗那群混蛋轰炸了 不过还好 对方只能乍乍边境线周围的基地 做不到更进一步 哈哈 就这样吧 反正他们有其他国家输血 就算打消耗战 他们也输得起 可就在指挥官做着美梦的时候 指挥室的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道人影从外面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报告指挥官 基地第一层的碉堡外面 出现了不少的装甲车和坦克 听到手下的汇报 指挥官有些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 啥玩意 装甲车 坦克 那探马是单狼 不是狗大货 他们这穷鬼也买得起装甲车了 但他还是打起精神 询问战况 什么时候 面对指挥官的询问 士兵显得有些支支吾吾 报告 也不知道 对方速度极快 并且很多的战壕都被填平 听到士兵的回报 指挥官惊了 等等 难不成他们是买到新式坦克了 可有那个国家敢卖给丹朗 不会又探马是华国吧 等等 这速度 想来闪击 装甲车在闪击站 这种战术中运用的最多 所以 当听到快速移动的装甲车时 指挥官就想到了闪击站 但如果是闪击站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成群的装甲车群 完全可以说是天灾一样的东西 面对有可能出现的闪击站 指挥官的眉头一皱 对面具体有多少数量的装甲车 士兵看了下手中的数据 报告 大约有四五十辆 听到士兵的回答 指挥官的眉头紧皱 啥意思啊 他身为指挥官 对于丹朗国的情况可以说是很了解 不仅低小示威 恐怕装甲车和坦克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一百辆 结果这次来了四五十辆 合着 这次是要来此总攻了 不过 这倒是没什么 难不成他们以为有些没器官的掩护 就能把自己的基地打掉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指挥官微微一笑 他可是有秘密武器还没用吗 既然他们想打 那我们也打 传我的命令 使用最新的反坦克系统轰炸 妈的 我就不想劳自轰不死他们 是 很快 整座基地开始运作起来 众多的士兵奔赴自己的岗位 同时 基地最新的反坦克系统也开始启动 这是他们花仲金研发的系统 足以阻击众多的坦克一同攻击 今天就是他启动的时候 只看到 反坦克系统的海马斯火箭弹 那是说用就用 毕竟比起基地的尸首 顾不得省钱了 但 尼玛 为啥这狗热的丹朗 还在轰炸 踏马的 你们到底有多少煤器官 操 因为有着煤器官的掩护 埃哈迈德他们 驾驶着拖拉机 持续靠近基地 这样的变化 使得犹太国的指挥官 目光一宁 丹朗这次的闪击 实在是出乎意料 毕竟两国之间的差距太大 谁能想到 一个泥腿子 会有机会发动闪电站 踏马的 很快 海马斯火箭弹 都用了四五十枚 其他的炮弹 更是不计其数 而丹朗这边 则是硬扛着火力 普通口径的炮弹 加煤器官 一直轰炸 不过看这架势 犹太指挥官 也是很无奈 踏马的 明明对面的攻击 毫无章法 结果愣是 把他们给压制住了 操 他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会被 其他国家火力压制 以前还好 虽然煤器官也多 但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啊 这泥马 完全就是随便炸 他们也不怕炸糖吗 如果这话 让丹朗他们知道 肯定要笑出声 抱歉 我们的炮管 就跟不要钱一样 反正几十枚刀一根 随便用 正好拿来投放煤器官 哪里有后顾之忧 于是 越来越的煤器官 被扔到了基地周边 冲天的火光 照亮了半个天空 这样的轰炸 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 虽然最后 丹朗没能成功拿下基地 但也将基地炸得一片狼藉 而后艾哈迈德他们 被迫撤退了 第二十章 双方损失比较 随着丹朗军队的败退 犹太指挥官 也终于松了口气 妈的 还好他们有最新的反坦克系统 不然 还很有可能让丹朗国成了 这要是成了 妈的 劳资绝对会被寄天 好在 这次的攻击被打退了 不仅如此 还成功击毁了敌人 众多的装甲车与坦克 这可是装甲车与坦克啊 在这个战场上 足以改变战局的东西 竟然被丹朗国拿来冲锋 莫不是真以为 他们被那些所谓的 煤气罐吓到了吧 现在好了吧 全没了 隔着老远 指挥官都能看到 那些正在燃烧的 装甲车与坦克 虽然还不清楚 这特殊的造型 是出自那一家的手艺 但是这些装甲车 看起来就很新 应该不是那些 几十年的老货 如果是新的话 那乐子可就大了 而这次丹朗他们 足足损失 三十辆装甲车与坦克 对于他们这种 只有一百度装甲车的国家 完全说得上是大出血 加起来 损失超过五六千万美刀了吧 更别说炮管和炸弹的消耗 也不算亏了 何止不亏 妈的 这完全就是喜报啊 不行 这不邀功 说干就干 指挥官急忙召来士兵 准备给总部发电 来人 准备向总部传输信息 通讯兵从门外走来 手中拿着纸笔 是 指挥官想了想 该怎么说自己的功劳 以及显示自己的辛苦 就说敌人此次 派出三十辆装甲车出击 但在我的指挥下 成功阻击敌人 此次攻击 敌人元气大伤 恐无再战之力 或许可以全力出击 彻底打败敌人 对于这样的电报 指挥官很满意 这次足足让敌人 损失了三十辆装甲车 再怎么也是一个 巨大的功劳 看来自己马上就要升职了 哈哈 丹朗 你们这些白痴 而就在指挥官 传递消息的同时 丹朗境内 首领也在查看战后的情况 特别是人员伤亡 所以 这次攻击之前 经过艾哈迈德的 再三告诫后 士兵们在遇到攻击时 纷纷撤离 虽然有伤亡 但比之前可是好多了 而且 这只是一次试探 通过不断的消耗 使得敌人疲于奔命 此时 首领看着手中 传递回来的情报 微微点头 这次犹太国 为了应对他们的攻击 特意使用了 有着海马斯火箭弹的 反坦克系统 而这些海马斯 火箭弹很贵 非常贵 贵得离谱 哪怕有大跌 给便宜价 但那一发 也要十万美刀 而敌人 这次为了阻止他们的进攻 足足打了五十发 五十发啊 这一下就花了五百万美刀 真尼玛有钱 五百万美刀一下就没了 不仅如此 还有其他的一些花费 这次敌人 还使用了一些 一百五十五毫米 和一百七十五毫米 普通口径的炮弹 一发最便宜 也要五千美刀 而他们这次 打了两百多发 这又是上千万的花销 还有拦截他们炮弹的 铁穹炮弹 一发的价格最低 五万美刀 这还没算出来呢 再加上基地的损失 加起来 几千万美刀了 而他们这次 虽然花费也大 但相较于敌人 可以说是赚大了 并且 这次拖拉机的试用效果 也远超他们想象 不仅极为防爆 移动和灵活也拉满 改造的坦克 更是比那些百万美刀左右的 上世纪老坦克 要好太多了 再去订购一批 一想到这 首领就来了兴趣 急忙让人召来艾哈迈德 这次的行动中 哪怕在战场的中心 艾哈迈德 也只是受了一些擦伤 根本没啥事 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车 还被敌人用炮弹击中了 结果这都没事 这让艾哈迈德 对装甲车的 强大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操 太离谱了 说防弹 你他妈还真防弹啊 奶奶的 谁家这么良心啊 之前的那些 所谓的装甲车 就跟木头一样 一碰就碎 完全不经用 捡到宝了 很快 艾哈迈德来到了军营里 首领 见到艾哈迈德 毫发无损的模样 首领不由地 再次感叹一声 装甲车的质量真好啊 听到首领的感慨 艾哈迈德感同身受地点点头 是啊 首领 那装甲车 就跟钢板一样 不 比钢板更厉害 直接将敌人的炮弹 给挡住了 要不是 敌人有更强的炮弹 我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 就基地给端掉 一说到这 艾哈迈德有些遗憾地摇头 只差一点 他们就能彻底端掉那个基地了 听到艾哈迈德遗憾 首领只是微微点头 放心 我决定 再采购一批装甲车 至于数量 会让你满意的 信息时代很多东西 都是隐藏不了的 特别是正在交战的几个地区 他们的信息 每时每刻都被人关注着 这不 今天就出现了的大新闻 丹朗 反攻了 虽然这几天 丹朗的动作一直很大 但也只是使用煤气罐 轰炸啥的 久了 网友们也没了兴趣 但今天不同 有心人 很快就发现了丹朗的不同之处 他们这次进攻 竟然还使用了装甲车与坦克 要知道 那可是装甲车和坦克啊 这些东西的制造难度 可不是什么炮弹能比的 所以 丹朗国内的装甲车数量 一直不多 结果 你今天掏出了这么多 于是火 整个手机上 都是有关丹朗的军事消息 苏江就算不想看 也被张灵那混蛋 拉着一起看了 看着醒目的新闻标题 丹朗打算放手一搏 闪击战损失 超过六千万美刀 苏江微微皱眉 不对 九分有十分的不对劲 闪击战 这玩意得有装甲车吧 很快苏江点 开了新闻下方的图片 上面 是战地记者记录的丹朗 进攻照片 旗下还有着众多网友的评论 苏江也开始仔细看着这些评论 这丹朗咋回事 怎么这么有钱了 是啊 这些装甲车 看着就跟新出场的一样 难不成 丹朗也挖到金矿了 还得是中东啊 真有钱 丹朗这出了名的穷鬼也有钱 谁说不是呢 不过 这装甲车 我怎么看着怪怪的 好像是 新造型吗 那个国家造的 怎么搞得跟拖拉机一个样 确实 看来这国家的审美不咋样啊 你懂什么 这叫伪装 伪装成拖拉机的装甲车 想想就离谱 看着越来越人 发现了装甲车的不同之处 这让苏江也意识到事情 有些不对劲了起来 同时 一旁的张灵 也有些惊恶地抬起头 两人对视一眼 都沉默了 果然 这个尼古拉斯 不是什么好东西 妈的 自己这是卖军火吗 操 这下自己 真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不过 尼古拉斯也是猛人 直接将对方的基地 炸毁了一半 太彪悍了 但是 你踏马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啊 哥 你踏马不慌 我慌啊 我是卖这玩意的 要是被人发现了 自己真就记了 就在这时 苏江的手机突然响起 使得苏江内心一震 现在他是真怕 接到电话啊 万一是警察的传讯 那可就玩犊子了 苏江掏出手机 发现显示 是尼古拉斯打来的 尼古拉斯 现在苏江看到这个名字 他就感到头大 哥 非常时刻 您能不能别打电话 我怕警察误会 随后 苏江一把挂断电话 现在还是别接他的电话了 看着挂断的电话 苏江默默从口袋里 掏了一根烟点燃 而后愁眉苦脸地 看向一旁的张灵 老张 你说 我现在要不要跑路 这尼玛的这些照片 只要是熟人 踏马一眼 就能认出来 迟早查到劳资身上 该死的尼古拉斯 以后 如果我还跟他做生意 我就是狗 听到苏江准备跑路 张灵嘴角一抽 妈的 你跑了 我咋办 但张灵清了 清嗓子正声说道 老板 别慌 咱就正经卖个拖拉机 不用怕 再说了 我们的手续 是合法的 而且 我们也不知道 尼古拉斯他们拿这些东西 去干嘛 最关键的是老板 你跑路 也要带上我啊 听着这话 苏江一愣 然后点点头 说的也是 老张这么忠心耿耿 要是自己跑路 还不带他 可真不是人 不对 你踏马 也准备跑路 就在苏江准备 diss张灵的时候 就听到张灵 再次说道 而且老板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也不能只出口国外 不然目的太明显 这要是被查到了 那才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咱们可以顺便 带带直播 也能提高一下销量 苏江文 也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要是一直出口国外 那自己 确实不好说什么 但如果是国内国外 两开花的话 那就有的说了 反正是卖拖拉机 谁买不是买 那看来 还得让老张 多学几个舞蹈 不然吸引不了谁又 而就在苏江 挑选舞蹈的时候 他的手机再次响起 但是这次与之前不同 并不是丹朗国的尼古拉斯 而是 毛雄国的商人 伊万 第21章 叙利亚对局 直播间内 原本正准备开始工作的苏江 被一通电话打断了直播 伊万 看着电话上的号码 苏江微微皱眉 妈的 这一天天的都是啥事啊 怎么遇到的 全是让自己眉头一皱的事 踏马的 自己要是有了皱纹 绝对要找他们要药费 营养费 不过 苏江转念一想 虽然之前 伊万与尼古拉斯 在苏江的心目中 属于半斤八两的存在 但就在刚刚 尼古拉斯的地位 直线下降 现在 伊万才是自己的新头宝 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单子 看看这阔绰的模样 这才是真爱 苏江立马就接通了 伊万的电话 很快 那边就传来了 伊万兴奋的声音 哎呀 苏老板 我也没想到 我们会这么快就再联系啊 但奈何第一批 煤气冠事报 使用成功 效果很不错 所以我们打算再买一批 听到这话 苏江一愣 咋回事 啥玩意 这才多久 他们就把煤气冠 给运回毛熊国了 妈的 虽说我这也是沿海地区 但是 你踏马这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还是说 毛熊国对煤气的需求量 确实很大 苏江微微一叹 有时候啊 俺也觉得奇怪 这钱赚得怎么奇奇怪怪的 但他也不忘回复伊万 放心 你们这次需要多少 五万没 确定吗 好好 下周一来提货 很快 两人就商定了交易的数量 这次伊万他们需要足足五万枚的煤气冠 这又是一笔大单子 有时候 苏江也挺好奇的 魏毛自己的煤气冠 国内无人问津 但在国外 却是炙手可热的产品 难不成 自己其实应该走出口冒眼 不过 这倒是无所谓 能赚钱就行 而后 苏江急忙跑到直播间外 让张琳准备煤气冠 伊万现在 可是自己唯一的大客户 一定要好好照顾 至于尼古拉斯 对不起 不熟 老张 你快去准备五万枚煤气冠 卖给毛熊国的 张琳听到苏江的指令 虽然感觉怪怪的 但还是跑去准备了 就是他为什么觉得这一幕 似曾相识啊 随着张琳的离开 苏江掏出了自己的账本 如果算上这次的煤气冠 那么自己 目前差不多赚了一个小目标了 妈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跃入一个小目标的工厂 就是这风险莫名的有点大 如果再把剩下三万钢管的任务解决 到那时就能看看 系统会给什么图纸 但如果系统再给他这种图纸 那还是算了吧 金盆洗手 改行了 他怕有钱挣 没命花啊 这踏马可是军火生意啊 哪怕自己卖的是煤气冠 但警察多半不会听自己的 就在苏江回到直播间思索的时候 整个直播间顿时闹了起来 之前水友们见苏江消失了一阵 那匆忙的神色 还以为他工厂破产了呢 结果现在一看 妈的 满面春风 这小子是遇到啥好事了 但苏江迟迟没有解释 于是 直播间的水友们纷纷开始猜测 你们看主播这模样 像不像发工资的模样 确实啊 有几分像 不过 他一个老板发啥工资 难不成他这是 去叙利亚打工了 不可能 叙利亚的工资 起码得是日节 你看主播这模样 好久没见过钱的 怎么看 也不像是日节的 不是日节 那是什么 总不可能是去中东 当暑假工了 哈哈 有可能啊 那中东的导弹 不会是主播亲手安装的吧 放屁 主播怎么是装导弹 他是跟我对居的 虽然主播枪法很准 但是我一发火箭弹 直接秒了 火箭弹 你那狙击枪是有劲 单发 一枪秒是吧 瞬间 整个直播间的画风 走向了沙雕 苏江看着这些沙雕水友 心情顿时也好了起来 可当他看到后台的销售额时 美丽的心情 瞬间荡然无存 这网络上的销量 依旧是相当稳定 一天平均不到50个 每天还得有10个退款 操 还是仅退款 谁他妈搞出来的 仅退款 就算劳资家大业大 也经不住他们这么好羊毛啊 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商人 苏江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开始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宣传 哎呀 家人们 刚刚我那时高兴 最近咱们厂子 在忙着生产其他商品 这不 今天就研发出了新的商品 你们等着 我去拿 老张 快来 科目三继续 正说着 苏江就把张灵拉了过来 而张灵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跳起了科目三 为什么工厂 已经有这么高的利润了 自己还要跳科目三 那自己不是白忙活了 干 但张灵还是尽心尽力地 跳着科目三 很快 苏江就带着几根钢管跑了回来 家人们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最新产品 来扬钢管 怎么样 这质地 这手感 有没有心动的 来来来 家人们 先扣一波666 面对苏江的吹嘘 直播间的水友开始唏嘘 主播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 怎么还扩展路线了 对啊 还是卖钢管这种东西 就是我奶奶都不会想着卖这玩意 整个市场都已经饱和了 但是 就在水友调侃的过程中 还是有不少人 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等会 不对劲 主播 你这钢管有问题啊 这形状 你妈 怎么跟钢管一样 不会真要当军火卖吧 很好 我知道主播目标群体是谁了 绝对是国内那群疯了的军迷 不过你别说 这造型 确实可以当炮管用 看着飞过的弹幕 苏江顿时有些头大 不是 谁踏马给我搁着带节奏呢 我踏马卖个钢管 也有人说是炮管 操 321 上防管 随着一批水友被禁言 直播间顿时清静不少 同时 苏江也让张灵开始解说 这批蓝阳钢管 各位 这是我们最新制造出来的蓝阳钢管 这批钢管 与其他钢管 有很大的不同 你们看这大小 这粗细是不是有兴趣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钢管非常耐用 一根顶别人三根 怎么样有没有心动 可任凭张灵怎么说 直播间的水友都是无动于衷 如果是没气惯 他们或许还会买点 但钢管 还是这么粗的钢管 哥 你没事吧 我买这玩意干啥 总不能真拿回去当炮管吧 看着死记的直播间 苏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算了 就这样吧 反正自己又不指望他们买 顶多是装装样子 哎嘿 这样一想 苏江顿时头脑舒畅了 甚至开始插科打混了 好了 老张 停下 他们不好这口 来 上才艺 老张 钢管武 啊 对了 家人们 明天预售啊 记得来 很快 随着丹朗的几次攻击 远在大洋彼岸的鹰匠 也发现了不对劲 妈的 谁他妈胆子这么大 敢打我爹 不知道打狗也要看主人吗 怎么 当着我的面 还能把我爹打了 操 简直不识台诀 快查 奶奶的 而就在鹰匠有大动作的时候 华国高层也在召开会议 商讨有关煤气罐的情况 不久之前 他们在老王的口中 得到了有关的情报 顺藤摸瓜之下 他们终于查出来了来源 这是一家来自滨海市的煤气罐厂 但是当众人得知这个真相 不少人都沉默了 还真是煤气罐厂商 好胆 跟外国以煤气罐的形式 交一起军火 是个狠人 这样的行为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必须要好好查查 随着情报的整理 会议上为首的那人 对着众人吩咐道 这次行动 我们要做好全副武装的准备 他们既然敢在国内 伪装成煤气罐厂 那必然有其手段 说不定厂子里面 还有武装力量 必须要谨慎行动 众人纷纷回应道 是 第二十二章 彻查 冰天雪地的寒冷事件 一行车队 穿过了长达数百公里的 漫长路程 缓慢地停靠在 某处空旷的地方 支 尖锐刺耳的刹车声 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碰 灯光打开 周围瞬间敞亮 一万率先从车上下来 而远处正有一群 鹤枪实弹的士兵 正等着他们 特别是队伍中央 竟然还站着一位大胡子 身姿挺拔的人 胸前的勋章表明 他赫然是一位上校 见到这一幕 一万加快了步伐 来到了上校的身旁敬礼 库罗夫斯基上校 怎么会是您 一万可是认识 库罗夫斯基上校的 这可是 他上司的上司 平日里根本见不到 只是没想到 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他本人 难道 华国的这批货 这么受重视吗 而库罗夫斯基上校 看着身前的一万 微微点头 他倒是听说过这人的名字 听说一万一直在华国处理事务 只是没想到 上头会派他来运送这批货物 再联想到自己 也被派来接收 看来 一万在华国买的东西 非同小可呀 库罗夫斯基上校 向着一万的身后望着 准备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只是一眼 他就被一万带回来的东西 吸引了眼球 只是一瞬间 整个人有些失神地站在原地 过了许久 才悠然发出一声叹息 一万 这就是你从华国带回来的东西 这设计的 简直是专卫战争生啊 这是绝对的人才 难道华国也出了设计天才 库罗夫斯基上校 在拖拉机上轻轻抚摸 这狂野的造型 这皮实的质量 简直完美 可就在一万 准备为库罗夫斯基上校解释 这只是一家民用工厂制造的拖拉机时 库罗夫斯基上校 在拖拉机上摸到了一处显眼的标志 定睛一看 发现上面竟然写着 民用拖拉机的标识 等会 我没看错吧 这踏马是民用 这尼马加上炮管 这踏马 都能伸到敌人嘴里了 你说这玩意是民用 还是说 这玩意 是打着民用的旗号 卖着军火 我去 华国也有狠人了吗 他还以为 华国境内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 结果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 对不起 这种情况 他一般是不会笑的 除非自己忍不住 库罗夫斯基上校 感觉自己的嘴角 有点难压 果然 相比毛雄 华国才是战斗民族啊 但库罗夫斯基上校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只得对着一旁的伊万问道 伊万 你们是怎么混过华国的安检的 伊万听到库罗夫斯基上校的话 有些头大 这是他也不好说啊 上校 这真的是民用 只是长得像坦克 库罗夫斯基上校一听这话 胡子一扬 什么叫做 长得像坦克 你给我像一个 拖拉机跟坦克那里像了 就眼前这产物 你说是拖拉机出了鬼 坦克劈了腿 他都信 伊万看到库罗夫斯基上校 对自己的话并不相信 顿时哭笑不得 这玩意 真的是民用啊 上校 这个真的是民用 得到了华国的认证的 看着伊万递过来的检验证明 库罗夫斯基上校沉默了 啥玩意 这踏马 还真是民用的 我去 这踏马不是更狠 华国人能把民用拖拉机 搞得跟军用一样 操 绝对的人才 顿时 库罗夫斯基上校来得兴趣 他倒要看看这传说中的拖拉机 到底有没有这么神 行吧 伊万 来人 开始测试 很快 一群士兵走了出来 开始驾驶拖拉机 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知道该怎么做 而他们这次测试的 是将这些拖拉机 当作武装运输车 武装运输车 在小规模的战斗中 尤为重要 可以起到运输兵源的作用 既然要运输兵源 那重要的便是运输效率 经过测试 运输的效率还是挺快的 比一般的运输车快多了 库罗夫斯基上校 看到拖拉机的表现 有些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接着对着士兵吩咐 继续 看看他能容纳多少人 是 随着库罗夫斯基上校一声令下 大批士兵开始钻进拖拉机 正常的武装运输车 防弹且配炮筒的那种 因为配备了武器 所以 内部的空间并不大 只能容纳十几人 但是眼前的这个拖拉机 愣是装了三十多人 不是 哥们 你家拖拉机会空间压缩呀 这踏马 能装三十多个人 我尼马太踏马离谱了 库罗夫斯基上校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 正陆陆续续下来的士兵 妈的 华国人 你踏马要不要这么离谱 你这么搞 军火商也会失业的 而且 这拖拉机 甚至还有专门用来运输迫击炮的地方 不是 你踏马 真是名用 谁家名用 会考虑迫击炮啊 库罗夫斯基上校 感觉自己的 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这俩拖拉机 简直完美他的一切的要求 就是不知道价格 于是 看向了一旁的一万 一万 这俩拖拉机 要多少钱 一万等了半天 终于到他发挥了 急忙说道 上校 这俩拖拉机的价格 根据华国的报价是 三十万美刀 一听这话 库罗夫斯基上校 顿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很想问问 那个华国人到底 会不会做生意 这种好东西 竟然只卖三十万美刀 三十万 美刀 其他军火商的坦克 再怎么也要一百万美刀一辆啊 这差价 未免也太大了 华国人不挣钱吗 这买卖 也太踏马直了 而后 库罗夫斯基上校 又看向了其他的两样商品 煤气罐他是知道的 要不是因为有煤气罐在 他们也不会注意到 华国的这家工厂 煤气罐的威力自然不用说 有远方的朋友实践过 很爆炸 至于炮管 这做工以他的经验来开 也是上乘 一根就才六十美刀 这些够发射十几万枚炮弹了 能给二毛火力轰炸了 库罗夫斯基上校 越看越心惊 这华国人到底是干啥的 你确定他真的是 一家民用 来人 今天就把这些拖拉机 送到前线去 随着拖拉机被投入使用 很快就被正在交战的二毛发现了 这种东西 也不怪二毛高层不会发现 你踏马试试 几十辆运兵车 嗖嗖地在阵地里穿行 这你马你 要是看不见 我踏马直接送你上军事法庭 也不知道 毛雄国哪里来的这么多运兵车 踏马的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这运兵车的速度 也太你马离谱了 哥 这踏马是北方 还踏马是交战后的北方 到处都是踏马的弹坑 别说车了 就是人走 都要小心一点 稍有不注意 都容易把脚崴了 结果 毛雄弄来的运兵车 就踏马的跟赛车一样 竟然在阵地里玩起了漂移 哥 我知道这很离谱 但是你也别太离谱 你踏马是运兵车 不是A186 这话要是让苏江听到 他也得无奈地说一句 没办法 就这样啊 系统给的图纸就这样 他也不知道会这么离谱 最后 二毛实在是被这该死的运兵车给吓到了 迫不得已 直接使用破甲弹和反坦克导弹拦截 这样 你踏马应该没了吧 结果 谁知运输车四周全是全副武装 手持炮筒的士兵 火力还击 损失惨重 不过好在还是炸毁了三辆运兵车 但其中的花费可太大了 但在见到运兵车之后 二毛的高层里有不少人 都是一脸黑线 看着这离谱的造型 以及诡异的速度 他们似乎好像知道了某些原因 而面对这样的战果 毛雄国则是喜笑颜开 经过这么久的试探 这次对方终于憋不住 终于开始想办法摧毁了 虽然敌人成功摧毁了三辆运兵车 但对方所用的炸弹成本 已经是五百万每刀起步了 更不用说他们临时反击 所造成的致命打击了 这对二毛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是他们就没这方面的想法了 一根炮管 每三个炮弹一换 简直跟不要钱一样炸 直接压着对面抬不起头 文明已久的煤气罐也用上了 效果也是出乎意料的好 可以对二毛的步兵 造成极为有效的伤害 果然 一切武器拿来对付步兵 就是好用 而在毛雄国盘点战果的时候 二毛简直是亏哭了 本来这次攻击的花费就大 差不多没了一千万多美刀 这让全靠鹰匠支持的二毛 有种肉疼的感觉 而他们好不容易打掉的 三辆拖拉机 上面还有汉字拖拉机的标签 这可不是一个小事 这样的武器 出现在了这样的战场上 完全可以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拖拉机不可怕 可怕的是背后的华国 华国踏马支援毛雄拖拉机 不行 我得问问 很快 这次的战斗 就被有心人放到了网上 不多时 网络上关于二毛炸毁 毛雄拖拉机的视频 彻底火了 但是评论区的评论 与单朗不同 完全就是一边倒的局面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是毛雄指挥不当 白白损失了这么多运输车 其中更是有几个小的自媒体主播 叫嚣着 毛雄国这次的损失 估计有六七百万枚刀了 这也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纷纷嘲弄起毛雄国 他们就是一群 完全没有脑子的家伙 顿时 整个评论区都快活起来 与评论区的快活不同 华国外交部部长的桌上 正摆着来自二毛的质问 对此 华国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 应对此事 但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怎么怪怪的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特别是看着那熟悉的照片 熟悉的标记 华国高管通通沉默了 尼玛 这厂家怎么看上去 这么像那个卖媒器官呢 闹呢 看着桌上的照片 会议上有人站起来表示 各位 我们不能再等了 再这样下去 容易引起国际上的谴责 一次就算了 但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必须要快点将 那家厂子彻查 听到这人的提议 会议上正手的那人 微微点头 说的也是 如果只是卖给丹朗啥的 倒也没什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但你现在竟然还给毛熊卖 要不要这么离谱 你还说你不是军火商 最后 那人站起身 看着在场的众人 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那么 开始行动 彻查工厂 第23章 老板这是犯天条了 华国高层已经开始行动 但苏江却是一副 生无可恋的开着直播 不是哥们 我踏马约入一个小目标了 为什么还要直播啊 而且 这群混蛋还踏马喜欢给我搞紧退款 操 就在苏江准备下播的时候 他的手机适时地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发现是张灵 这么晚了 张灵怎么还来找自己 发生啥事了 接通电话 苏江还未说话 就听到了张灵焦急的声音 老板 快 快看新闻 毛子最新新闻 快快快 听到张灵如此慌张的声音 苏江也意识到了不妙 他印象中的张灵 可不会这么说话 看来是真发生大事了 苏江瞬间警惕起来 拿起手机 打开了新闻网站 其中最显眼的标题是 就在刚刚 毛子突现新式运兵车 看着这个标题 苏江就意识到了不妙 啥东西 运兵车 不会是我家的吧 随着点开内容 只是随意地瞥了几眼 苏江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毛子被炸毁三辆运输车 这倒是小事 打仗怎么可能没事的 但是 等到苏江点开图片 准备看看 是什么运兵车 值得张灵这么焦急的时候 他整个人莫名地慌了 这泥马残骸 怎么跟他拖拉机一模一样 操 不对 这踏马就是他的拖拉机 这玩意 就算是化成灰 苏江也认得出 但是 这玩意 怎么会出现在战场上 我泥马 这下老子的军火伤失锤了 不过 苏江很快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之前 一万那个混蛋 不是说去卖给农场主吗 合着你踏马卖的是 这个农场主啊 不是 哥们跟你心连心 你踏马的 跟哥们玩脑筋是吧 这泥马可是实打实的战场 现在还被曝光了 你踏马也太不厚道了 这一刻 苏江感觉被世界欺骗了 这泥马 这年头的外国人 都这么奸诈的吗 妈的 看来就自己一个人单纯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苏江深吸一口气 强行镇定下来 现在一定不能慌 要想办法 现在华国是不能呆了 这么大的动静 怎么可能不被注意到 而且自己 还把图标做得很明显 是个人都能认出来 但是这泥马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自己就卖点生活工业用品 怎么这么麻烦呢 苏江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整个人的脸色都黑了 而正在直播的水友们 也发现了苏江的变化 我去 主播这是咋了 是啊 平日里活跃的主播 怎么不说话了 今天不是说上架拖拉机和钢管吗 对啊 为了支持主播 我特意把家里的钢管给扔了 就等主播了 主播 你咋了 面对水友的插科打混 苏江调整了下心态 不行 该直播还是要直播 妈的 今日是今日币 不能拖 说干就干 苏江一通电话 就让张灵上架这两样商品 家人们 我怎么可能忘呢 等着 我这就让人上架 马上马上 喂 老张 快 可苏江的话音还没落下 他手中的电话突然被中断 就连上架的商品都处于带上传状态 这样反常的一幕 使得苏江眉头一皱 咋了 直播平台崩了 这算是什么情况 算了 老张不行 那就我来 我也不是不行 而就在他打算自己上手之时 忽然 电话响了 拿起一看 竟然门外 那新招来的保安打来的 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电话 苏江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咋了 今晚怎么个个都不对劲 但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很快就听到了保安好奇的声音 老板 最近咱们厂子附近 是不是有什么演习啊 听到这话 苏江神情一愣 演习 他家可是在工业区啊 怎么会有演习 就算演习也不可能不通知他 不行 有问题 我得去看看 此时 工厂大门门口 瞬间停满了七八辆武装运兵车 将整个工厂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就在保安好奇的时候 突然车门打开 二三十个手持步枪 带着防弹背心的士兵鱼贯而下 看着那黑曲曲的枪口 保安咽了咽口水 这怎么看着不对劲啊 怎么感觉这玩意是真的 同时 天上直升机嗡嗡作响 正在低空盘旋 眼间的保安一眼就看到了 围守者身穿黑色制服 胸口还有一枚徽章 这一刻 保安傻眼了 这玩意看着不对劲啊 不仅如此 保安手中的手机信号也被中断了 现在保安彻底是慌了 妈的 今天自己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了这事 操 今天绝对是自己人生中 最清醒的一次 很快 一群鹤枪实弹的特警 来到了保安身前 为首的那人 出示了一下手中的证件 别动 举起双手 国安办案 请勿阻拦 一听这话 几个保安面面相去 国安 是不是那个足球队的名字 不会吧 国足也不至于这种阵势吧 这年头的足球队 阵仗这么大 要不以后 我也去踢足球 这特么路空两军极齐了 这要是临近海边 估计海军也得整上了 不少保安下意识地摸紧腰间的电棍 要是寻常 苏江得敢动死 现在 要是看到了 敢动倒是不敢动 单纯想死 哥 别动了 本来没事的 你们这么一狗 我他妈直接死刑 立即执行了 求你们了 各位活跌 而看着保安的动作 不远处的特警 也手伸向腰间 果然 能出动国安的地方 不可能没问题 现场的气氛 瞬间充满了火药味 可就在下一刻 保安还是很失去地开门了 开玩笑 劳资一个月就五千块钱 还想让我给他卖命 做梦 而且他也算是个军迷 这些装备 特么明显是正规军才能有的 老板绝必是犯天条了 还是稳重点吧 就是自己今天刚入职 恐怕就要失业了 妈的 随着保安的放行 一行小队顺利进入工厂内部 一路上畅通无阻 但在路过办公区时 此时还有不少没有下班的人 正好奇地望着这一切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出现 使得他们内心大震 纷纷开始远离 但是 其中也有胆大的人对着小队发问 喂 你们干嘛呢 面对提问 国安小队也只是回了一句 无可奉告 但是一路走来 国安小队也感到好奇 这个工厂怎么看着不对劲啊 不是军火制造点吗 这一路看过去 怎么感觉就是一个平常的工厂 而楼上的苏江 也一脸无奈地 看着正在走来的小队 刚刚那么大的动静 他怎么可能没看到 就在小队进入工厂的那一刻 苏江顿时就有了逃跑的念头 妈的 这么多人来逮自己 那他肯定想跑啊 但下一刻 苏江硬生生 止住了自己的动作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如果现在跑了 那自己可就真的没了 所以 不能跑 难怪哥们就说 怎么忽然上不了网 原来是要落网了 好吧 该来的还是来了 下方的特警 也注意到了 正在张望的苏江 两人目光对视 苏江甚至还有闲情 对着特警 挤了一个微笑 还 第24章 哥们落网了 随着招呼打完 苏江再次回到了办公室内 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等着特警的到来 原本 苏江以为自己遇到了这种事 可能会慌得不得了 甚至还有可能脚都软了 但是当特警真的找上门来时 苏江的心情居然没那没慌 反而比想象中的冷静 看着门外刚刚升起的月亮 苏江点了根烟 深吸一口 然后缓缓吐出 静静等待 可苏江能等 但不代表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能等啊 妈的 直播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显示主播不在线了 瞬间 整个直播间的水友茫然无比 主播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下播了 有没有凋大的离得近 去看看怎么回事 对啊 主播怎么没了 可现在 苏江根本就没有机会 看到水友们的提问 如果能看到的话 多半也只能发一句 别等哥了 哥们成功落网了 咱们十八年后见 碰 一声巨响 办公室的大门 被人强行撞开了 这一幕 让坐在沙发上的苏江嘴角 忍不住的抽动 不是 哥们 我又不反抗 至于踹门吗 这门再怎么不行 也要五千啊 你直接框框给我踹了 但就算心里再怎么吐槽 苏江面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 也有可能是单纯的没反应过来 而为首的制服男子 看到苏江这副模样 顿时疑心大起 怎么回事 一般人见到他们这动静 再怎么也会哭爹喊娘了 可这苏江 怎么一动不动的 甚至还在抽烟 等等 男子细看以后发现 这苏江不对劲 怎么感觉这么年轻啊 是自己的错觉吗 没想到他年纪轻轻 就走上了犯罪这条路 真是可惜 但流程还是要走的 制服男子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证件 给苏江示意 苏江 你涉嫌制造军火 跟我们走一趟吧 而苏江也在证件上 看到了国安两个字 啥玩意 国安不是足球队吗 我去 这里不会真有国安吧 牛批 卖个军火 还需要国安出手 这一刻 苏江觉得自己的罪名大了 而随着苏江被带走 整个工厂顿时人心纷乱起来 现在正值下班时刻 厂里 还有很多人没走 当庭广众之下 苏江被人拿着枪带走了 这消息 犹如深水炸弹一般 使得所有人都慌了 咋了 这是 啥玩意啊 老板咋没了 那自己的工资怎么办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张霖一脚油门 从门外冲了进来 甚至连上衣都没穿 就从车中冲了出来 就在不久之前 张霖正在洽谈事务 结果在网络上看到了有关毛雄国的消息 特别是上面 竟然还有他们的煤气罐室 张霖明白 事情大了 于是 他连忙告诉苏江看新闻 同时也飞速 往工厂赶去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苏江已经被带走了 这一刻 张霖猛逼了 啥玩意啊 尼玛 就卖个煤气罐 怎么跟他犯了天条一样 但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安抚众人 他们不能乱 特别是苏江不在的时候 工厂一定不能出事 现在工厂是苏江的救命稻草 他不出事 那苏江就不会有事 因此 张霖开始召集工人们 必须要讲清楚苏江的去向 不能让这些人瞎捉摸 现在是关键时刻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苏江都会出事 很快 工人就集合完毕 张霖站在前方点了点人数 发现差不多时 微微点头 在召集工人的过程中 张霖甚至还来得及 换了一身衣服 他深刻地明白一件事 衣服就是自己的脸面 如果衣服乱了 那就没了脸面 穿着整齐的衣服 张霖对着众人安抚道 各位 想必你们已经看到了 老板被人带走了 但是 各位不要慌 这只是一次小事 老板很快就会回来的 听到张霖的话 在场的工人中 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 哥 都上枪了 你还说是小事 于是 就有坐不住的人 对着张霖问道 那老板什么时候能回来 面对这个问题 张霖明白自己答得不好 那工人可就难了 很快 我在这里保证 不出三天 老板就会回来 所以 现在 我们要做的 就是坚守岗位 努力工作 同时 这个月 每个人都发2000的奖金 随着张霖的一系列操作 众人也被安抚下来 特别是听说 还有2000奖金后 甚至有不少工人 希望苏江每个月 都能被带走一次 这话要是搁在苏江身上 他多少得说一句 谁能玩过你啊 活电 随着众人被安抚 张霖终于松了口气 顿时 打开了手机直播 这里有着往期的视频 直播间的水友 也是重点关注对象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苏江被带走的时候 应该是开着直播的 这要是被水友们看到了 那乐子可就大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 一旦被传播起来 不出一天 他们工厂就得火 这一刻 张霖萌生了 组建公关部门的想法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在企业内部 创建公关部门 是很常见的 可那都是什么大型企业 现在没期贯场 也需要公关部 这属实没想到的 不过 也要提上日程了 而张霖现在最重要的是 查看有没有发现 苏江被带走了 目前最新一期 视频下面的粉丝 正在不断刷新 这些信息还很正常 但下一刻 张霖看到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消息 我就住在主播工厂附近 我刚刚看到了 不少特警出动 天上还有直升机 而且 我刚刚还在警车上 看到了主播的身影 主播被带走了 看着这条信息 整个评论区 顿时炸开了锅 什么 主播真被带走了 我去 这尼玛中东的一批导弹 不会真是主播运的吧 主播溜啊 难怪天天卖没气惯 原来是有路子啊 看着这些消息 张霖顿时觉得脑人疼 果然还是被人发现了 但好在只是文字 没有视频啥的 还可以甩锅 随手将爆料的那人拉黑后 张霖又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 电话被接通 对面还没说话 张霖率先开口 我要在市区派出所见个人 第25章 你管这叫民用 深夜 月上之头 银灰如链 整个世界都是静悄悄的 除了虫鸣声 只有丰富过树叶的沙沙之音 在耳边响起 此时的滨海市的公安局内 原本应该下班时候的警察们 却是严阵以待 他们神情严肃 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 仿佛生怕错过 什么重要信息式的 而电脑屏幕里显示的 正是刚刚被带进来的苏江 不过 此时的他正关在审讯室内 但还没有人对他审讯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还需要开会研究才行 而在会议室内 坐在主位上的 赫然市滨海市公安局局长王德仁 他的脸色阴沉到可怕 就连眉毛也是紧皱着 不发一眼 这种压抑的气氛 让所有人感觉很难受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敢说话 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两久 啪 王德仁拍案而起 怒喝道 一群废物 连自己辖区内出现这样恶劣的事件 你们还能做点什么 会议室中的众人 心头猛然一跳 额头冷汗沉沉 这也难怪局长这么生气 妈的 一个军火商在自己的辖区内 生存这么久 他们竟然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最后竟然是国安亲自出手 才将这人带到 这无疑是一件很严重的失职 据了解 那个该死的军火商 甚至已经做成几单了 涉嫌的金额上亿 上亿啊 这踏马得卖出去多少军火呀 而且还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发生的 这么大批的运输 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真是奇怪 这时 台上的王德仁再次开口 我不管你们怎么办 你们今天一定要把那人的嘴撬开 把他的供货渠道弄清楚 特别弄清楚 他的上限是谁 明白吗 听到王德仁这番话 在场的警察也明白这件事非同小可 连连撑道 不敢有所怠慢 是 而在一旁 还坐着一人 他静静听着王德仁的安排 而后满意地点点头 虽然还不知道王德仁对于苏江这件事的知不知情 起码 他现在没什么问题 随着会议结束 针对苏江的审讯即将开始 面对这样的审讯 公安局内不少警官都是面色凝重 一些新入职的警察更是面色好奇 毕竟 今天这位可是个重量级 跟日常那些小打小闹的对象不一样 今天这位可是由国安亲自抓捕的军火犯啊 军火犯 这个词汇在华国听着就有些陌生了 没想到今天他们竟然能看到真的 知了 随着房门被推开 苏江也看到了 正准备进来审讯自己的民警 这倒是没什么意见 总得有个流程对吧 可是 你们能不能把我身旁 这位带着枪的特警大哥带出去 那黑曲曲的枪口 看着挺饭处的 但就在苏江准备开口的时候 却被那特警大哥一个眼神喝退 这让苏江也不敢说什么 把他请出去的话了 而看着面前的两位民警 苏江想要说话 但是却不知道从何开口 于是 空气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这让审讯的民警有些好奇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审讯犯人了 但苏江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见 之前的那些嫌疑人 要么是哭爹喊娘 要么是目中无人 但是苏江这样茫然无措的 还是第一次 最后还是一个年纪稍大的警官开口 姓名 苏江一听这话 急忙照着之前看过的电视剧回复 苏江 年龄 二十四 性别 难 虽然苏江知道这是例行公事 但是真当这个时候 他还是莫名的有些尴尬 老民警听着苏江的陈述 扭头便进入了今天的正题 你知不知道 你犯法了 知道贩卖军火 是什么罪吗 一听这话 苏江就不乐意了 警察叔叔 我冤枉啊 我真不是什么军火犯 再说了 卖煤气罐也犯法吗 我的煤气罐手续齐全 经得起检验的 老民警听到苏江这话 眉毛一条 既然你说 你卖的是煤气罐 那为什么你的煤气罐 会出现在中东地区 听到老民警的问题 苏江悄然松了口气 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就有得落了 警察叔叔 这个问题 你也不能怪我啊 这件事说来话长 就是有人来买 我的煤气罐 我总不能不卖吧 对吧 就是有个歪果人 来买煤气罐而已 我是做生意的 肯定会卖给他 而且人家说了 中东缺燃气 我这是为了造福人民 我还便宜出售了呢 那价格真不咋叠 我还亏本了呢 面对苏江的解释 老民警发现 似乎确实没有什么漏洞 苏江的手续他看了 确确实实是煤气罐 就是模样有些奇怪 长得跟炮弹一样 但是究其根本 也还算是煤气罐 至于什么赔本买卖 老民警说什么也不信 要是真赔本买卖 你压的 厂子早就没了 而且 既然都把你带进来了 怎么可能就让你 这么轻易洗脱罪名 那毛熊国呢 难道 他们也缺没器官吗 别胡我 他们可是能源大国 怎么也会缺能源 看着突然严厉起来的老民警 苏江心里咯噔一下 对啊 毛熊国怎么办 妈的 这货可是不缺能源 但是你让苏江承认 毛熊国不缺能源 怎么可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这要是真坦白了 那就老底座穿了 随后苏江硬着头皮 开始解释 这个 毛熊国其实也缺没器官的 您想啊 现在毛子正在交战 肯定有影响 而且 毛熊国天气也冷 对 就是天气冷 他们肯定需要我的没器官 而我的没器官物 每价廉 一贯顶别人三贯 所以 才会有人买 哪里犯法了 听着苏江不着编辑的解释 老民警很想出口反驳 但是却又找不到 该怎么反驳 毕竟没器官确实可以出口给毛熊 这一刻 老民警沉默了 卖个没器官犯法吗 这样一看 好像真不犯法 好 既然没器官的事 让你糊弄过去了 那么炮管呢 这你总不能糊弄了吧 老民警清了清嗓子 拿起一旁的钢管 看向苏江 那你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可是炮管 难道炮管也有人买 老民警掏出一碟交易单 扔在桌上 而这就是你贩卖炮管的罪证 看着突然被掏出来的钢管 苏江一惊 我去 哥们你踏马 别把没器官也带来了 那玩意容易炸 苏江在老民警的身后望了望 发现没有没器官后 总算松了口气 没带就好 虽然他对自己没器官很自信 但是你真让他碰 就是打死他都不行 不过 苏江还是眼神有些奇怪的 为老民警解释 警察叔叔 这只是一根钢管啊 我卖个猎奇异点的钢管怎么了 国内不少人就好这一口 我这是紧随潮流 可这话在老民警的耳朵里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这无缝钢管 确定是民用 谁家民用钢管 会是这样的 啊 只见老民警随手拿起钢管 挥舞了几下 发现这钢管很轻 但是质量很好 看着确实挺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难不成错怪他了 而看着老民警的动作 苏江也很无奈啊 他的钢管 只是做工精细了一点 怎么就不能算是民用了 而且 民用的还便宜呢 我这是造福人民 随后 苏江对着老民警继续解释 警察叔说 我是真冤枉啊 民用怎么就不能无缝了 目前哪个市场不是被垄断 我这叫小本生意 当然要搞出噱头 你看我们 老惨了 每天还得直播 网上卖出去的东西 还得被人退款 还踏马的是紧退款 这使人能干出来的 你想想 紧退款啊 货给我收了 我还得把钱退给他 叔叔 我只是小本买卖 经不住啊 所以 卖点性能高的钢管 才能站在脚啊 要不是这样 早就破产了呀 想想我厂里 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那么多人 我要是破产了 他们可就没地方去了 苏江的声音越来越心酸 真是听者伤心 闻者流泪 就在这时 老民警发现了不对劲 喂喂 你怎么哭了 而且 你破产 为什么他们就没地方去了 苏江摇了摇头 摸了一把心酸泪 说啊 他们都是残疾人 一般人根本不会招收他们 我要是破产了 他们可怎么办 叔 我心里苦啊 看着苏江这副模样 老民警微微点头 残疾人 没想到 这人竟然会招收残疾人 残疾人如果想要一份工作 难如登天 而苏江竟然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都还惦记着厂里的工人 那这人看着 确实不像是军火饭 但是该走的流程 还是要走 老民警掏出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苏江制造出来的拖拉机 那这个 你总没得说了吧 这可是 你制造的装甲车 苏江一听这话 连忙摇头 不要乱说好吗 这玩意要是坦克 那他还只卖三十万 这不得卖一百万骑驳 警察叔说 其实这是拖拉机 老民警一愣 啥玩意 这玩意 能是拖拉机 我他妈直接把它吃了 而且这颜色 你看着对劲吗 你说这是拖拉机 谁家的拖拉机是迷彩的 苏江活动了下身子 这后回忆 确实不咋地 很难受 但他还是细心解释道 有些客户 就是喜欢这种纯天然的颜色 绿绿的 是不是很好看 我这颜色 可是满足了目前 华国年轻人的审美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总得带点绿 当然头上不行 那就车上带点 听到苏江这话 老民警内心无力吐槽 神特么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 谁他妈会喜欢绿色 最后 老民警长叹一口气 拿起一旁的保温杯 喝了一口 他被苏江这货给呛到了 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这时 老民警身旁那位年轻的民警 继续审问 那你这履带是怎么回事 正常拖拉机会有履带 苏江抬头看了一眼照片 然后又低下头解释 这个履带 就更好解释了 农村地面不好走 履带 才能如走平地一样 你看看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 农村路也划吗 我这完全是为了买家考虑吧 而且我只卖三十万 你看看 我这么良心的商人不多了 面对苏江的回答 年轻民警只感觉脑人疼 妈的 三十万你叫便宜 还说 你踏马卖的不是坦克 你这货 脑子绝对有问题 几位负责审问的几位警官 哑口无言 第26章 这货真的是军火伤 审讯室内 针对苏江的审讯 还在继续 这次又换了一批警察来 接着审问苏江 而苏江淡定地坐在椅子上 甚至还向着民警要了一杯水 看起来十分地轻松写意 但实际上 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 因为他知道 这个时候是自己最危险的 稍有差错 就会身败名裂 虽然刚刚已经将民警的问题回答完了 但那只是第一关 自己既然被带来了 那么肯定不可能被轻易放走 说不定 警方也掌握了一些情报 而苏江对此有些好奇 警方到底掌握了些什么情报 竟然真的会来抓自己 要知道 他从史智中都是卖的煤气罐等 这样的民用品 按理说 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么是那里出了问题 就在苏江思考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审讯的民警也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他们同样感到压力大 看着苏江一脸认真 几位警官欲言又止 这次的审讯难度不是大 而是诡异 像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况 还真是头一遭 他们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且 今天有大佬在 他们也不敢使用记忆恢复大法 于是 几人 只能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在哪单瞪眼 就在苏江被审讯的时候 将苏江带到这里的国安小队 也没有闲着 正紧锣密鼓地 查着有关苏江的信息 是公安局的办公室内 端坐着几人 其中最显眼的 就是之前的市公安局局长王德仁 但此时的他 却是坐在下手 正面带疑问地 看向上手的那人 只看到那人长着国字脸 眉毛粗浓 身材微胖 不怒自威 他双目如电 神色肃穆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气场 这个人 便是此次带队 抓捕苏江的主要负责人陈昊 此时的陈昊正 仔细看着苏江的信息 王局长 这就是苏江的全部信息吗 陈昊看着足足有十几页后的档案 微微皱眉 倒不是因为资料多 就算再多 他也能很快整理出来 但苏江的问题不是这 而是他的档案很清白 清白的 简直不像是一个人 从小到大 成绩都很优异 高考也考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后 就创办了工厂 这一切都很正常 但就因为正常 陈昊反而觉得 这不正常 毕竟 苏江可以在滨海市 不声不响地售卖那么久的军火 也不被发现 说明他的隐藏能力很强 或者说 他还有保护伞 不过 他的保护伞会是谁 能够让苏江藏得这么好 那这人的权力 肯定很大 同时 也要让警察系统 对苏江很放心 陈昊可在周围人那里 了解到 苏江的工厂 曾经发生过几次爆炸 既然如此 那怎么可能会有不知情的人呢 而且发生爆炸 那苏江工厂 为什么没被查封 这很诡异 渐渐地 陈昊有了怀疑的对象 王德仁 他是公安局的局长 如果他是苏江的保护伞 那这件事 倒是真有可能成立 可转念间 陈昊又将这个 不切实际的想法 抛出脑后 以他对王德仁的观察 王德仁根本不可能 做出这种事 那么会是谁 就在现场气氛 陷入沉默时 门外有一人走了进来 正是陈昊小队的人 一进门 那人就对着陈昊敬礼 报告队长 我们刚刚 去苏江的工厂查了 发现那里 除了煤气罐 钢管 拖拉机以外 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不仅如此 苏江工厂的员工 我们也查了 他们的身份很干净 都是附近的人 也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而且最关键的是 苏江招收的工人里面 还有一部分残疾人 同时 他给出的工资 也超过了周围的工厂 听到手下的汇报 陈昊眉头一皱 这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寻常贩卖军火的厂子 多多少少会留一些硬家伙 手底下的人 身份也是不甘不敬 毕竟没有几个正常人 会选择干这种勾当 结果 苏江这个厂子的员工 不仅正常 而且 还有不少残疾人 他还没听说 那家军火工厂 会招收残疾人 莫非真是个正经的厂家 陈昊微沉默 这苏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苏江的身份 查看清楚了吗 虽然陈昊手中 有着苏江的档案 但这并不能代表 苏江的真实面目 还是需要实地走访 才能知道 听到队长的问题 手下连忙掏出一份文件 队长 苏江很奇怪 他的过往很干净 从经商以来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甚至还不与人结怨 所以 我们也没有查到 多少苏江的消息 陈昊听到这话 默默捏起了手指 这是他的习惯 这样会是他的注意力集中 开办工厂 招收残疾人 还为人和善 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卖军火的 再怎么 也是一位良心企业家 可 偏偏苏江就是卖军火的 这让陈昊有些无奈 这货的伪装 确实厉害 继续 得到命令后 那人继续介绍道 是 不过奇怪的是 厂子前段时间 倒是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眼看着就要破产了 直到丹朗的那位军官出现之后 情况才得以好转 陈昊暗暗眉心 这话听着 怎么感觉不对劲 破产 一个军火犯要破产 等会 破产 妈的 你就算破产 也没接到生意吗 这么看起来 更像是巧合促使 妈的 难道真是抓错了 但对方的确是给外国运输武器火药 这种事 也太离谱了 就在陈昊思考的同时 又有一位警员走了进来 对着一旁的王德人说道 报告 局长 有人想见你 正在倾听的王德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来了气 啥时候了还来 不见不见 但那位警察却是没有离开 而是有些难为情地站在原地 局长 他是江泽机械厂的秘书张灵 听到这话 陈昊顿时来了兴趣 原本 他就对王德人有些怀疑 结果没想到 苏江刚刚被抓 他的秘书就来找王德人了 这怎么看 也不像是没事的人 王德人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张灵站在来找自己 哪怕自己没有锅 但是当着陈昊面前 那就有锅了 他可不能见张灵 说了不见就不见 听不懂吗 那警察 看到局长似乎是真生气了 那也没办法了 只能回去告诉张灵别等了 但就在他出门的那一刻 陈昊开口了 既然王德人不想见 那自己亲自见 他倒要看看这个 所谓的秘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一出事 就跑来找王德人 等一等 我想见见他 第27章 不用查了 公安局内 张灵正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眉头紧锁 他在此之前并没有见过王德人 但是为了苏江 他特意找上了王德人 所以 他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被接待 如果能够被接待 那么说明 苏江的事还有机会 可如果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那问题就大了 说明苏江的事 已经被定性了 根本不会有任何反转的机会 因此 张灵迫切地想要看到 哪怕是任何一个人来 可过去了半个小时了 张灵依旧没有等到 有关王德人的消息 不仅如此 甚至连之前报信的那位民警 也没有回来 这让张灵内心一沉 他们这是真的不打算见自己了 那苏江可真就危险了 但就算如此 张灵也不打算离开 大不了等 哪怕等上个几天几夜 也要为自己争取 见到苏江的机会 只要见到苏江 那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大大 整个大厅里 都是张灵一个人 焦急的脚步 但始终也没有人出现 而在暗处里 陈昊正在搜集 有关张灵的情报 作为苏江的秘书 那他肯定是知情的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抓他 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想看看苏江的上级是谁 结果没想到 张灵第一时间 是去安抚工厂员工 这件事很反常 他都干军火生意了 怎么还会这么关心工人 不仅如此 张灵甚至还给工人发了奖金 还许诺苏江不出三天就要回来 这 难道苏江他真的没问题 再过了几分钟 陈昊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人也开始疲惫了 是时候了 大大大 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张灵回头回头望去 发现他的身后出现一道人影 挺拔的身姿 黑色的制服 胸口还佩戴着勋章 果安 见到陈昊的那一刻 张灵呼吸一致 他没想到 这次出动的 竟然会是国安 如果是国安的话 那苏江的问题可大了 就在张灵愣神的时候 陈昊率先开口了 张灵 张灵也没想到 对面那人 能够精准地叫出自己的名字 就在他准备询问的时候 陈昊再次开口 你好 我是陈昊 负责苏江的事 看了看陈昊 再看了看他胸口的勋章 张灵有些猛逼 啥意思啊 他怎么一来就占据了主动权 但张灵也不是傻子 他试图找出主动权 你好 请问苏江的事大吗 陈昊一听这话 差点没笑出声来 哥 你们这是贩卖军火呀 哪有什么大不大的问题 这种逮到 就是无期起步了 别问大不大了 你该问苏江能不能出狱了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陈昊也发现了 苏江的事确实存在问题 否则 他也不会主动来找张灵 这件事很奇怪 所以 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张灵听到这话 那里敢拒绝 连连同意 好好 但我配合之前 能不能看看我老板 他晚饭还没吃呢 陈昊有些奇怪地看着张灵 又看了看他手里的饭盒 不是哥们 你家老板 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 你这么中心 竟然还关心他饿不饿 牛批 不过 陈昊还是没有说什么 那得看你配不配合了 听到陈昊这话 张灵急忙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堆文件 领导您看 这是我们的手续 这是我们的建厂手续 煤气罐的生产许可证 拖拉机的生产许可证 钢管的生产许可证 我们的手续很齐全的 这些还是我们的原材料 进货口 这些都经得起探查的 看着张灵递过来的资料 沉好沉没了 这难道真的是一个乌龙 这么多的手续 不可能全是走后门的 要是真的是走后门办下来的 那苏江现在应该在鹰匠那里了 而不是乖乖在办公室里等自己 毕竟这些东西牵扯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既然手续没问题 难不成真是别人使用出了问题 陈昊微微沉没 若真是这样 那苏江还真特么是个人才 就这些原材料 制作成功后的数据 效果惊人 能制作堪比导弹的煤气罐 堪比装甲车和坦克的拖拉机 比肩炮管的钢管 还真是一个便废为宝的天才 而张灵看着陈昊略带沉默的模样 心里也慌了 难不成这也不行 张灵一急 身上汗水流淌 衣服也被打湿了 但他却是丝毫不关心 只关心苏江的安危 领导 这些资料不行吗 看着张灵的焦急的模样 陈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种模样 一般人可做不出来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担心苏江 可 担心苏江说明 他做的事就没有问题 毕竟 你要是真做了坏事 你还真藏不住 恐怕到时候 就不是张灵来求情了 而是直接跑路了 可现在 张灵不仅来求情 甚至还准备充分 没有一点问题 于是 陈昊看着张灵 微微点头 闻言 张灵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喜色 那老板什么时候能出来 现在整个工厂都等着他呢 他要是不回去 我怕工厂会出问题 听着张灵的话 陈昊也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无非就是绣绣自己的肌肉 展示自己的工厂 有多大能量 不过 这种事倒是挺符合商人思维的 陈昊在来之前 也查过江泽机械厂的现状 不久前 江泽机械厂连续收购了两家工厂 这使得他原本几十人的员工 一下跃升至一百多人 其中还有不少残疾人 而且 江泽机械厂一个月的交易额上亿 也算是税收大户了 他对当地的财政 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所以 如果没问题 恐怕他也留不住苏江多久 陈末半天 陈昊开口对着张灵说道 别着急 快了 就这几天了 听到陈昊的承诺 张灵总算松了口气 但他还有一个问题 那这饭我能给他送去吗 我们老板胃不好 不吃饭受不了 陈昊看了看饭盒 再看看张灵 点点头 给我吧 我来送 张灵一听这话 连忙将手中的饭盒递给陈昊 如此干脆的一幕 使得陈昊一愣 难不成自己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他之所以选择 帮张灵送饭盒 除了是不能让张灵 见到苏江外 更多的是怕饭盒里 藏着什么隐藏信息 所以 他们还要检查才行 现在一看 不会真的只是 送饭盒吧 但就算张灵如此 陈昊还是决定 一会要好好检查 同时 陈昊对着张灵说道 行吧 那你先回去吧 有情况通知你 好的好的 谢谢领导 随着饭盒的送出 张灵也准备离开公安局 但他并没有回工厂 而且在公安局的对面 租了一套房 万一苏江有什么需要 自己也能够第一时间到 很快 饭盒被检查完了 发现里面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让陈昊对苏江的疑心 渐渐消退 看来 他们真的只是一个良心企业家 知了 审讯室的门被打开 苏江正百无聊赖地 坐在审讯以上 肚子饿得咕咕叫 早知道哥们会落网 就应该先去吃顿火锅再说 现在好了 都快饿死了 就在苏江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 却是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气 只看到陈昊提着饭盒递给苏江 这是你秘书给你送的饭 趁热吃吧 苏江看着桌子上的饭盒 顿时有股心酸泪 老张 你他妈真是我的好兄弟 爱你一辈子 明天就给你加薪 打开饭盒 里面全是苏江喜欢吃的 甚至怕苏江饿着 张灵特意多带了一份饭 随着苏江吃饭 陈昊也退出了审讯室 这苏江怎么看 也不像是军火商啊 难不成真搞错了 凌晨一点 为了苏江的事 陈昊特意召开了一场会议 就是为了讨论苏江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他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 完成好与不好 都必须要汇报给高层 看着众人已经落座 陈昊清了清嗓子 各位 经过我们的观察 苏江的问题并不严重 一方面 我们实在定不了苏江的什么罪名 而另一方面 不管是供应的目标 还是生产的方向 都是偏向正常的工业化 这在法律中是允许的 更别提和军用沾边了 这可能 真的只是单纯的巧合 听到陈昊这话 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特别是滨海市的本地人 苏江没事 可是大好事啊 那就说明他们没有问题 苏江一旦出事 无论怎样 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这毕竟是在他们辖区内 发生的重大事故 可也有从京城的人 发表不同意见 要不再查查 可能还有很多信息 我们并没有弄清楚 毕竟这么轻易的结案 还是太草率了 听到这话 陈昊微微摇头 这件事他当然想查 但是这么久了 根本什么都查不出来 再查下去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 那舆论影响不好 不用再查了 苏江 先这样吧 第28章 主播是梵天条了 虽然苏江的问题解决了 但 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 丹朗 毛雄国 不过 陈昊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站起来 看着在场的众人说道 那么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苏江的问题 我稍后再说 现在 散会 王德仁他们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陈昊会突然终止会议 但既然事情解决了也好 那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巴不得早点结束会议 回去休息呢 很快 众人纷纷起身离开 随着众人的离去 陈昊依旧坐在会议内 咔 会议室的门被关上 门口还有几名国安的人 守着 不让任何人接近 而室内的陈昊 则是开启了另外一堂视频会议 这项会议与之前不同 不能让滨海市的这些人知道 很快 视频会议开始 视频的另一头是 远在首都的众人 他们从下午抓捕苏江 一直等到了现在 毕竟 苏江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苏江真的是军火商 那么也就意味着 国内已经有一条完整的生产线了 这对他们而言 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所以 当陈昊开启视频会议的时候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最终 还是陈昊主动开口 报告 经过探查 我们发现 苏江这件事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误会 他生产的确实是民用产品 但是却被刀朗 毛熊当做了武器 所以 我认为苏江没有问题 听到陈昊的判断 众人终于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而远在首都的负责人 对于陈昊的判断 表示认同 很好 既然苏江没有问题 那哪吒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 苏江的工厂怎么办 听到这个问题 众人也是面色有些凝重 说关停吧也行 就是丹朗他们 就没了武器供应了 说不关停吧也行 就是国际舆论这方面不好过 如果被人逮到 那很有可能会出事 所以 他们现在必须决定好 很快就有人站了起来 发表意见 我认为应该关停 毕竟这家工厂 对国家的经济效益并不强 多他一家不多 少他一家不少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我认为应该关停工厂 多一室不如少一室 还是关停算了 听到这人的提议 也有不少人表示认同 毕竟当下的国际环境 很不一般 稍有不慎 就容易陷入战争漩涡 但也有人吃不同的意见 这时戴着黑矿眼镜的老王站了起来 我认为应该不关停苏江的工厂 苏江的工厂里里外外都是民用的 生产的东西也是民用 只是被人当作了武器 就例如菜刀 难道被人拿去杀人 也要关停菜刀厂吗 而且据我了解 苏江的工厂还有不少的残疾人 如果关停了他的工厂 那么这些残疾人去哪 还有一点 苏江的工厂存在 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听到这话 之前的那人开始反驳 什么压力 难不成一个小小的工厂 也能减轻我们的压力 你这未免也太狂妄了 对面此人的反对 老王微微一笑 当然是减轻我们的压力 目前鹰匠四处点火 就是为了逼我们下场 但可惜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所以 他们将黑手伸向了丹朗和毛熊 现在丹朗和毛熊的情况并不明朗 特别是丹朗 他们缺少弹药 但我们又不能提供弹药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让苏江的工厂提供呢 让他继续供应吧 反正供应的目标 也是一些伪商人 听到老王的解释 众人微微点头 老王说的没错 不管是毛熊国 还是丹朗 都是跟华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在华国不好亲自下场 所以 鹰匠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但华国手下 一些企业出手 贩卖一些农业和工业物品 没问题吧 这时 老王又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不仅要让苏江继续卖 还要让他扩大规模的卖 单单以他的工厂 还不足以彻底改变整个战局 必要时候 甚至可以供应主角一些核心材料 听到这话 其他人犹豫一下 那鹰匠和其他国家怎么解释 如果只是苏江自己卖还行 但如果他们提供帮助 那苏江的一举一动 都代表他们的意思 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别说解释了 还得背锅 面对这样的问题 老王只是笑了笑 至于这件事 这两天 我已经想清楚了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明面上封了苏江的厂子 再谴责这种行为就行 毕竟苏江的工厂在国内 国际根本插手不了 同时正经的合作 没有谁有权力插手这件事 听到这 众人也是一愣 随后一喜 这老王说的倒是没错 苏江的工厂在国内 那不就是 我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有本事你来查吧 只要你赶来 看着众人的反应 老王微微点头 只是我也没想到 苏江还真是 纯纯的正经声音 要不然 这个办法还真不实行不了 苏江这种厂商 背井干净 完全不慌 而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皆是点头称赞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也算是解决了 一直以来的毛熊与丹朗问题 那他们就有余力 去看看小岛了 趁着鹰匠被拖住 小岛的问题 倒是可以进步了 但老王还是需要 问陈昊的意见 他才是与苏江接触的人 他的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影响自己的判断 陈昊 你认为这件事可行吗 陈昊听到老王的问题 微微愣神 没想到这样的会议 竟然还有自己发言的机会 但他还是迅速站了起来 报告 我认为这样的方法可行 根据我的观察 苏江是一位正经商人 同时 他的能力很强 能够变废为宝 一听这话 众人兴奋了 变废为宝啥意思 怎么回事 而面对众人的疑问 陈昊也是开口解释 报告 我看过苏江他设计的煤气罐 拖拉机的参数 发现他能够使用最普通的材料 锻造出最厉害的东西 或许对我没有帮助 听到陈昊的吹嘘 众人也是一惊 没想到 苏江还有这样的能力 使得他们也想看看 所谓的变废为宝 是什么意思了 那好 等会 你把苏江的图纸给我看看 是 宾馆内 张灵刚刚洗漱结束 准备好好地睡一觉 今天可是太累了 躺在床上 张灵习惯性地刷了回手机 特别是他们直播的视频 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 可等他刚点进去 下一秒 张灵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评论区里面竟然出现了一段视频 正是之前 苏江被带走的视频 看着这道视频 张灵内心一惊 千算万算 张灵也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会住在工厂附近 还把视频也给拍了下来 这下可糟了 张灵急忙将此人禁言 却发现已经晚了 太多的人开始讨论 苏江被带走了 毕竟苏江在直播平台上 也算个不小的主播 而直播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差错 自然会有人关注 评论区内 一堆人开始吹嘘苏江 我去 这下主播彻底出名了 这肯定啊 空军亲自去见 特警包围 这是什么级别的待遇 杀人犯都不一定要出动直升机吧 起码是死刑犯待遇起步吧 哦吼 主播寄了呀 那需要我给他叠金元宝吗 你可以九折卖给他 我去 楼上的你有没有同情心 主播都快寄了 你竟然还卖金元宝 你还是不是人 所以 主播买我的 我的八折 保证你在下面用的舒服 操 你俩活出声 这样的沙雕评论很多 不过 也有人在讨论 苏江到底是犯什么事了 这么严重 主播他这是犯了天条了 犯没犯天条不知道 但主播肯是犯毒起步 不然也不会这么大动静 不会是贩卖军火吧 主播那没气惯 杀伤力可是有目共睹 你别说 很有可能 滑稽 第二十九章 平生不休善果 只爱石油军火 宾馆内 张灵穿着背心刷着手机 现在苏江火了 彻底火了 但是苏江如果知道自己 是因为落网了才火的 他肯定得说火爹们 放过我吧 我踏马就慢慢没气惯 也能火 操 这一刻 张灵再没了睡意 整个人在房间里 急得团团转 苏江被捕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那苏江可就彻底记了 毕竟 舆论足以杀死一个人 现在只能期望 苏江尽快回来了 只有苏江回来 这些东西 才会不攻自破 但张灵 到现在也不知道 苏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之前陈昊说快了 但始终没有准信 他给工人的承诺是三天 要是三天之内 苏江没有回去 那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事 审讯室内 苏江正裹着小毯子 安然入睡 不得不说 这审讯室的待遇 还挺不错 椅子也不让他坐了 甚至还给他 那可以一张行军床 这待遇 苏江不好说 他都快怀疑 自己是不是要没了 否则 你怎么对我这么说 其他进了审讯室的人 不都是哭爹喊娘吗 怎么到了他这 甚至还有床 离谱啊 知了 房门打开 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陈昊 一进来 陈昊就看到苏江睡得正香 这也让陈昊对苏江的身份 不再怀疑 要是那个军火商 还能在公安局里睡得香 那自己多少也得佩服他了 最后 陈昊拍了拍苏江的肩膀 喂 醒醒 醒醒 苏江在睡梦中 感觉有人在拍自己 睁开眼睛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审讯室里多了一个人 咋了 我可以走了 一听到这话 陈昊差点笑出声来 这货还真是 把公安局当成家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不过 这也正常 毕竟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苏江有这样的反应 倒也正常 但陈昊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苏江 起床了 我有事跟你说 苏江听到这话 也是一下就做了起来 什么事 既然这么晚还来找自己 要么是自己要被释放了 要么就是自己没机会了 只有这两种情况 而陈昊也明白 苏江的现状 连忙开口安慰道 没事 你的问题 我们已经初不了解了 你不用紧张 你的问题并不严重 听到陈昊这话 苏江也松了口气 终于听到一句正常的话了 不过 这种情况 也在他的预料之内 毕竟自己真的没有贩卖军火 当然 他要是贩卖了军火 那现在等待自己的 可能就是枪子了 但很快 苏江也发现了问题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之前给他送饭的那人 但好像并不知道他叫什么 不过 看刚刚警察对他的模样 官职应该不小 再仔细看看 苏江吃了一惊 陈昊的胸前 还有着国安的勋章 我去 哥们卖的没气惯 还把国安引来了 就问哥们厉不厉害 对了 你是 陈昊听到苏江的疑问 站起身 走到一旁 为苏江接了一杯水 陈昊 国安局的 他将水放在了桌子上 看着苏江的脸 喝点水吧 苏江端起水杯 抿了一口 放在桌上的手指 无意识地敲打着桌子 看着苏江的动作 陈昊开始提问 好了 现在该我问你问题了 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 出口外国 苏江一听这话 吹了吹手中的被子 这种事怎么说呢 他也很无奈 我也不想的 可是我的煤气罐 在国内根本卖不出去 但是 我家厂子又需要钱 那就只能卖给外国人了 而且 他们给的太多了 更何况都是正经商人 相互交易很正常 听到苏江这番话 陈昊顿时有种想象的冲动 但一想到之前老王的交代 硬生生地止住了 就这样吧 还是不能让苏江起一心 正常商人就好 反正以后跟苏江交易的 都是正常商人 你说的对 跟你交易的 都是普通商人 不过 你以后继续卖 并且扩大规模 听到陈昊这番话 苏江刚刚喝进去的水 直接喷了出来 啥玩意 不是应该让我关停厂子吗 怎么还会继续卖 等会 苏江的小脑袋飞速运转 他似乎发现了问题所在 但还是有些不敢确定 您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着苏江有如此大的反应 陈昊也很无奈 但奈何苏江制造的东西 确实不错 所以 还是扩大规模吧 这是会议上已经决定的 而后 陈昊笑呵呵地看着苏江 你知道的 你说的都是正经交易 既然这种东西 完全是合理合法 那么自然是随便出口 这是国家给予你们的权利 苏江听到这话 咽了咽口水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这怎么听着 有种被收编的感觉 还是说自己也可以吃口黄粮了 但陈昊的话还没有说完 并且 日后要是还研薪除了产品 可以先拿给国家看看 如果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帮你安排渠道发送 听着陈昊画的大饼 苏江第一时间 不是想的怎么去吃 而是想的该怎么跑路 哥们 你这也太反常了吧 我踏马的卖没气惯的 现在竟然还可以给国家看了 这也太离谱了 这尼马是天上掉馅饼吗 现在 苏江只希望这是馅饼 不是铁饼 这一刻 苏江沉默了 看着苏江沉默 陈昊继续说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想看看图纸 但是你放心 我们会保证 不会有仿造的 苏江听到这话 倒是没什么反应 对于自己的图纸 不是他吹 就是送给他 都有人会看不懂 这系统出品的图纸 不说别的 就其中几道工艺 完全就是反人类的 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要是没有苏江这种专业人士解读 他们得看个半年才有头绪 想看就看吧 看着苏江 对拿自己的图纸 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反应后 陈昊松了口气 他听说过 图纸差不多 就是工厂的命 一份好的图纸 完全可以盈利上益 等等 苏江好像已经盈利上益了 那我就代表国家谢谢你了 好说好说 为了国家 义不容辞 看着苏江这副模样 陈昊微微点头 他倒是真的相信 苏江是真的这么想 毕竟不是谁 都会招收残疾人的 对了 领导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陈昊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早上五点 苏江还有一部分手续 没有办理 还需要一定时间 最后他说了一个时间点 你下午就可以出去了 当然 想留下来吃饭也可以 听到陈昊的调侃 苏江的嘴角 一顿抽搐 吃饭 谁他妈在警察局里面吃饭 不过 早饭还是可以吃的 那什么 有早饭吗 陈昊看着苏江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一阵头疼 这会真的不把公安局 当公安局啊 有 去吃吧 好嘞 随后 苏江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直奔食堂 很快 时间流逝 午后的太阳 像是被泼上了墨汁 浓重地化不开 大街小巷 人流稀少 偶尔有几个行色 匆忙路过之人 张灵正一脸紧张地 等着苏江 从公安局里走出 不多时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门口 这让张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在得知 苏江下午就会回来的时候 急忙去准备了一下 随后早早就等着苏江的出现 这时 苏江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一下就看到了张灵的身影 老张 老板 张灵手里 还提着几根雪糕 天气热 吃点雪糕降降温 看着张灵递过来的雪糕 苏江觉得自己 这辈子都离不开张灵了 太踏马地贴心了 拍了拍张灵的肩膀 苏江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张 还得是你啊 等我回去 肯定给你加薪 张灵可不管苏江的调侃 而是好奇 苏江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老板 没事吧 苏江抿了口雪糕 钻进了车内 哪有什么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随着车门关闭 苏江的声音压低 有些小心地对着张灵说道 不过 这次这些人有点不对劲 感觉像是希望自己出口其他国家 看来 他们已经知道了 丹朗与毛凶国的人的具体身份 苏江又不是傻子 既然国安能够这么轻易地把自己放了 那么肯定是自己对他们有用才行 而唯一有用的地方就是交易 苏江与毛凶国的交易 与丹朗的交易 这些才是国家对他放松的前提 既然这样 那苏江现在可就不慌了 既然 你让我卖 那我就给你卖 张灵听到苏江的话 也是连连点头 这种事倒也正常 考虑到目前的战局 华国就是亚洲的定海神针 自然不好亲自下场 有你这种伪军火伤出手 比明面上帮助要好太多了 而且还不会被人骂 苏江文言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 虽然这项差事不一定好 但是却是一门赚钱的买卖 对了 老张 这次回去 我们要扩大规模 所以 还需要更多的人手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张灵点点头 这种事轻而易举 不过 张灵还是有几件事 需要告诉苏江 不过 老板 我认为工厂里的一些人 还是要 之前苏江被捕的时候 可是有几个人在里面煽风点火 这对于张灵来说 绝对是不稳定因素 必须尽快排除 看着张灵这模样 苏江也明白了 看来有人跟自己 不是一条心的 既然不是一条心的 那我凭什么要你 这件事你去办 我信你 好 汽车行驶 苏江开始查看手机 他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大新闻 发现上面还是丹朗再次反攻的消息 这让苏江找到了办法 苏江点了根烟 看了一眼任务进度 还差一点就能完成了 加油 老张 回去准备生产 我要继续支援丹朗 反正由国家兜底 这次来一笔大丹 直接十万枚 现在的苏江已经不慌了 反正有国家做背书 怕个锤子 给爷卖 所谓平生不休善果 只爱石油军火 第三十章 我在华国有条路 随着苏江的离开 他的图纸也被陈昊送回了首都 很快 会议室里就聚集了一批机械相关的人才 这些都是紧急召集的 在座之中有很多 甚至还没睡醒 就被拉来 大家坐在椅子上面面相去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同僚们 请安静 主持讲话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性 她脸庞圆润 带着几分阴气 此时正站在投影仪前面 将屏幕切换到了另外一端 画面上出现了几段视频 第一章 是一架拖拉机 从战地中穿梭而过 它速度极快 但是又非常平稳 这样的速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根本无法想象 第二章 煤气罐发射 然后爆炸 恐怖的威力 堪比炮弹 最后一章 则是几根钢管 但模样就跟炮管一样 这些就是此次 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 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 听着这话 众人的脸色结实一僵 啥玩意 这东西是拖拉机 那他们见过的那个呢 是什么鬼 看着这些东西 大家只觉得头皮发麻 而且 这拖拉机 怎么跟坦克一样 这些都是经过实战 检验过的 虽然是拖拉机 但也能够达到坦克的要求 你们不要以为 我们在开玩笑 这些都是真实出现的 说到这里 女人忽然语气一变 我希望 说说你们的意见 这话落下 大厅内陷入死记般的沉默 嗨嗨 终于 有人打破了宁静 一名带着金丝边眼镜的男性 走了出来 王姐 我们虽然都很喜欢 这种超越场理的东西 可这些都太匪一所思了呀 没器官我还能理解 就是这个拖拉机 是怎么回事 这图纸的精密和完善程度 非常棒 如果是我 恐怕也画不出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图纸 还是手绘出来的 听到男子的话 众人皆是吸了一口凉 手工绘图很常见 但是这么精细的图纸 竟然也是手工绘制的 那这人的手得多稳啊 而且将拖拉机改造成坦克 煤气罐搞成炮弹 钢管做成炮管 这人的脑回路 完全异于常人 别人都是把拖拉机当坦克用 怎么到了他这 就成了坦克 被做成拖拉机了 你不说名字 这拖拉机拉出去 十个有九个要认错 这人的设计 确实是别具一格 创造力也是惊人 简直是个天才 最后 那男子却是叹了口气 不过 可惜了 这产品试用范围 终究是有限 目前我国是用不上的 虽然这东西挺好的 但也不至于 让我们抛弃真正的坦克 但是这人的能力 我是认可的 请问他是谁 我想见见他 说到这 金丝眼镜男 顿时兴奋起来 这人的能力这么强 只要自己再帮助帮助 未必不会有新发明 这可是一块蒲玉啊 一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也兴奋起来 纷纷吵着要去看苏江 看着众人兴奋的神情 作为上手的那人 微微点头 虽然这些产品 他们不能用 但至少苏江的能力 得到了认可 日后若是研究出新产品 倒是可以试试 能不能用上 目前国际形势不好 并海神针 也不能固步自封 要是能够帮助 其他国家更好 午后的太阳渐渐落下 余灰照射在地上 将整个大地染成金色 天空中云层翻滚 如同海啸来袭般 让人心惊胆战 一辆红旗急驰而过 溅起一路泥土 朝着某处工厂驶去 车内气氛紧绷 两侧的窗户被打开 冷风呼啸而过 吹乱了车里几位男士的发丝 苏江正在与尼古拉斯通话 他之前挂断了尼古拉斯的电话 而现在 他却是主动打了过去 随着电话播出 刚刚回到中东的尼古拉斯 看着手中的电话 心里一惊 咋回事啊 怎么苏江会主动找自己 难不成他发现什么问题了 毕竟就在昨晚 苏江可以挂断了自己的电话 这很反常 所以 尼古拉斯看着苏江打来的电话 内心不由地咯噔一下 但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谁让他有求于苏江呢 喂 苏老板 听到尼古拉斯那别角的声音 苏江莫名地有些兴奋 果然背着国家麦 和当着国家麦 完全就是两回事啊 尼古拉斯 听到苏江这略带兴奋的声音 尼古拉斯有些猛逼 咋了 这是 为什么他感觉 苏江现在心情贼好 这很不正常 果然 下一秒 苏江的声音再次响起 对了 你们还需要武器 没器官吗 听到苏江这么说 尼古拉斯整个人都愣住了 我去 坏了 苏老板被恶灵附身了 他变了 他变了你知道吗 曾经的苏江 可是从来不会主动找自己卖煤器官 可是现在 苏江竟然主动开口了 这一刻 尼古拉斯不是兴奋 而是害怕 太可怕了 苏老板这是咋了 尼古拉斯的所思所想 要是让苏江知道 他多少得骂一句剑骨头 妈的 劳子难得主动找你一会 结果 你他妈就这么编排我 操 咱们的友谊呢 咱们的钱呢 该死的家伙 不过 这些苏江还不知道 而尼古拉斯也在短暂的调整心态后 继续说道 我们肯定需要煤气罐 不过 这次的量可能会多一点 你看 可以吗 尼古拉斯现在已经被苏江调教好了 他直到现在 都没有怀疑苏江在刻意压低产量 掉自己胃口 而是认为 苏江正尽心尽力地加班加点地生产煤气罐 所以 遇到大批量的煤气罐交易时 尼古拉斯还是有点慌 听到尼古拉斯那唯唯诺诺的声音 苏江有些疑惑 妈的 这货咋回事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难不成 真被自己掉胃口 掉成翘嘴了 我去 原来我这么厉害啊 但嘴上却是一颗不停 你需要多少 尼古拉斯算了算 现在战况紧急 煤气罐不能少 还有钢管也是 拖拉机经过一战 也没了 也需要补充 所以 尼古拉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我们需要三万枚煤气罐 三万根钢管 三十辆拖拉机 你看可以吗 听到尼古拉斯说出的要求 如果是以前 苏江多少得了开花 但大人 时代变了 哥们 我现在都备考国家了 还慌个锤子 就这点 够塞牙缝吗 不行 给爷家 苏江有些玩笑地说了一句 就这点 不多来点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坐不住了 啥意思 就这点 难不成 自己还能要的更多 我去 苏老板 你是牛批了呀 竟然认为 我买的少了 呜呜呜 太感动了 他以前一直买不了多 就是怕吓到苏老板 结果现在一看 苏老板也被自己 把胃口弄大了 看来 自己以后可以多买一点了 这一刻 尼古拉斯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了自信 你看 就算是苏江这么扣的家伙 也被自己吸引得知道 开口了 尼古拉斯有些好奇地问 他可不怕卖得多 只怕苏江不给买 那您说多少 苏江想了想 按照工厂现在的产量 一天五千个 而马上工厂又要招收新人 那一天得七八千个了 三万个都不用一周就能生产出来了 更别提仓库里还堆着一堆煤气罐 这些都需要卖出去 不然 自己招收的工人不就没事干了 最后 苏江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这样吧 煤气罐五万煤 今天周三 最迟周六交货 钢管五万根 也是周六交货 至于拖拉机 目前产量还没上去 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那就先三十辆吧 如果后续产量提升 我第一时间就卖给你 听到苏江的话 尼古拉斯彻底懵了 我去 这苏老板咋回事 他竟然提量提这么狠 三万变五万 虽然他买得起 但是苏江这变化 属实太大了 让尼古拉斯有些难以适应 不过 他还是答应了苏江的要求 好 可以 得到尼古拉斯的回复 苏江点点头回应 行 可尼古拉斯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苏江的下一句话 不是 苏老板 这时候 你不该问问我 我买这么多煤气罐干嘛吗 最后 尼古拉斯还是憋不住了 那个 苏老板 你不问问 我买这些煤气罐干嘛用吗 苏江一听这话 有些好奇 你压的 我只卖煤气罐 我管你怎么用 问你干嘛 我只负责销售 其他的一概不问 尼古拉斯听到苏江这话 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呆立在原地 不是 你之前不是打破杀过问到底吗 现在 你突然不问了 搞得我好尴尬啊 可是以前 面对尼古拉斯的疑问 苏江微微一愣 这货咋回事 自己不问了 还不行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别拿以前当现在 我只卖货 其他的我不管 听着苏江这斩钉截铁的声音 尼古拉斯实在是难以适应 老板今天可是有些反常啊 不过这么痛快 也是好事 省得自己再麻烦 最后 尼古拉斯还是与苏江约定 那我们还是走之前的路线渠道吧 苏江一听这话 顿时摇了摇头 还走个屁 哥们都发达了 还这么偷偷摸摸 算什么回事 而且联想到之前陈昊 对自己的沉默 苏江顿时豪横起来 不用 我在华国有条路 能直通丹朗 啥 直通丹朗 不用转运 这话实打实地 把尼古拉斯惊到了 他之前运东西回丹朗 都得转运几次 可结果苏江 说他不用转运 我尼玛 苏江这是发达了呀 尼古拉斯深吸一口气 老板你这的生意越来越大了 连路子都有了 说着 尼古拉斯就爽快答应了 这种好事 岂不可施施不再来啊 很快 两人的合作达成 第31章 解锁星图指 夕阳西下 红日在天边挂着长长的一道弧线 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之中 远处的山脉 也披上了一层霞光 街上人来车网 热闹非凡 不时还有飞机从空中呼啸而过 带起滚滚浓烟和白云 马路上一辆红旗车飞驰而过 车里的苏江正挂断电话 而张灵却是一脸震惊地开着车 他感觉苏江变了 变得陌生了 怎么进了一场局子就成了这样 以前的苏江去哪了 最后 张灵看着后座的苏江悠悠发出一声感慨 老板 你变了 听到张灵这话 苏江一愣 啥意思啊 哥不过是多卖了点货而已 怎么一个个的都认为自己变了 合着劳资 以前在你们眼里都是这么不堪 操 不行 老张 你的工资没了 不过 这话苏江也只是说说 毕竟张灵可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啊 而后苏江清了清嗓子说道 咋了 这是 我多卖点不好吗 不是刚好要招收工人吗 我这不是在给他们找事干嘛 不然干瞪眼啊 听到苏江的解释 张灵还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老板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好 我可记得你之前不是打算不跟你古拉斯合作吗 今天怎么突然卖这么多 张灵深深看了一眼 后排正在抽烟的苏江 这也太反常了吧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老板进了橘子 怎么跟悟到一样 苏江将手中的掐面 丢掉 看着窗外飞驰的树木 微微点头 老张 今时不同往日了 我进橘子的这几个小时 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听闻此言 张灵微微一愣 啥 面对张灵的疑惑 苏江放声一笑 嘿 那就是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金钱是无限的 我们要用有限的金钱 去赚那无限的金钱 所以从今天开始 放手去干 我要让我的煤气罐 卖往世界各地 每个国家的战 工业上都要有我们的产物 这话苏江可不是闹着玩的 反正自己身后有国家兜底 那自己还微微缩缩个锤子 给也狠狠地卖 闻言 张灵狠狠点头 说得太踏马地对了 老板 你踏马地终于开窍了 不过 还不够 这次进去 只是给老板增加了这点信心 但张灵的胃口可不止这点 实在不行 要不再把老板送进去看看 能不能胃口更大一点 但这话张灵也只是想想 还真不可能再把苏江给送回去 随着工厂的靠近 张灵的话风一转 对了老板 你被带走的时候 被人拍了视频 因为我的一时疏忽 没有及时阻止这件事 目前网友开始讨论起老板你了 并且热度很高 张灵随手将自己的手机 递给了苏江 上面正是有关苏江的视频 同时 张灵略带歉意地说着 甚至还有不少人造谣老板 你贩卖枪支 明天五十菜市口见 要不要去劈个谣 苏江看着张灵手机上 那些网友的评论 都是些什么 自己命不久矣 得吃一顿花生米的消息 有时候 苏江也不得不佩服网友的脑洞 自己只是被带走了 又不是被抓走了 至于吗 不过 苏江看着这些越来越夸张的评论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用着急 先把货给发了 尼古拉斯这单可是大生意 必须要做好 张灵文言点了点头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距离周六不远了 确实需要加急生产煤气罐跟钢管了 但他对有人造谣抹黑苏江这些事 同样看不下去 那这件事怎么处理 我们是不是需要使用法律武器 苏江一听张灵的建议 就觉得他小了 格局小了 使用什么法律武器 我被带走 确实是事实 任他们说吧 不过 他们这么说倒是不行 老张 去联系一批水军 给这件事加把火 这样 咱们需要的流量不就来了吗 以后再上架钢管和拖拉机 正好吃一波热度 一听苏江的解释 张灵顿绝拨开云物件日明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获得流量 还能够给老板换个人设 张灵可是深知网络时代 人设的重要性 既然如此 那他们就把人设做得极端点 民用军火商如何 随着思考的深入 张灵越发觉得 这件事的可行 老板高见 时间很快流转 因为周围工厂的效益都不咋地 张灵很快就招起了新的工人 随着这些工人的加入 尼古拉斯的订单 竟然在周五早上就全部完成 而接下来的 就是运输 之前的运输 是尼古拉斯走的单朗渠道 时间漫不说 还费钱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苏江找到的运输渠道 不仅速度快 而且还便宜 甚至可以说是不要钱 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条渠道的隐秘性 简直绝了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端倪 不仅如此 苏江提供的渠道 还空运海运全部支持 这可比单朗的 要方便多了 按理说 这应该是件好事 可 当尼古拉斯 看着正在缓缓迫降的飞机时 顿觉一阵眩运袭来 妈的 我没看错吧 那上面印的是华国航空吧 我尼玛 苏老板 你踏马几天不见常行事了 竟然都用飞机运军火了 这种东西 一般人真的能找到吗 最离谱的 还是飞机上的字 哥 这踏马是华国航空 你踏马拿来运军火 为啥我突然有种 起脸输出的感觉 这一刻 尼古拉斯 有种想给苏江跪了的冲动 就在这时 尼古拉斯的电话响起 拿起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苏江 这让尼古拉斯 百思不得其解 以前都是自己 给苏江打电话 怎么现在都是苏江 给自己打电话 自己不在华国的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 电话里传来苏江平淡的声音 喂 我收到了吗 尼古拉斯听着苏江的声音 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收到了 不过 苏老板宁得的效率 未免也太快了吧 要知道 苏江之前一直都是磨磨唧唧 每次只敢卖一点 现在好了 敞开了卖 但是 你他妈厂的 也太开了吧 直接送货上门了 不 还是用官方航空 得到尼古拉斯的确认后 苏江微微点头 那钱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连连点头回应 苏江可是他的活祖宗 特别是现在的苏江 还格外的大气 那更不可能得罪了 苏老板 您放心 钱马上到 话音刚落 远在华国的苏江的手机 发来提示 滴滴滴 已到账 随着货款的打入 苏江的账户又多了一笔钱 同时 苏江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任务完成 获得新图纸 第32章 五角大楼 五星上将 深夜 太平洋彼岸 五角大楼内 某间会议室里 灯光明亮 气氛紧张 在座的各位 都是鹰匠的军事精英 而这么晚了 还需要他们这些军事精英出马 则是因为 不久前从犹太国传来的一则消息 来自华国的一家工厂 介入了战争 请求支援 看到这句话 在场的众人先是一愣 而后则是不信 这怎么可能 一家工厂 怎么介入战争 这犹太国的脑子 是不是出问题了 面对这种场景 众人议论纷纷 这犹太国是不是抽风了 他要是说 华国介入了战争我还信 可是 一家工厂介入战争 那只是一家工厂啊 他怎么介入 这犹太国 不会是又没钱了 所以在这边胡话要钱呢 很有可能 众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犹太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武装 不说世界军事强国 再怎么 也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 可现在 竟然因为一家华国工厂 被打得求援 哥 你踏马一个国家 被一家工厂搞成这样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出门别说是我的狗行吗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声门响传来 啪 会议的大门被人打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道人影 看胸前的勋章 发现此人竟然是一位少将 这一幕 使得在场的众人一惊 这场会议竟然需要出动少将 难道真的是犹太国出事了 可还没等众人惊讶 却看到 那位少将的背后 竟然还有一人 花白的头发 壮硕的身姿 以及从不离手的烟斗 这让众人心中 闪过一抹熟悉的感觉 同时看他的军衔 发现竟然是 上将 来的人正是五星上将麦克瑟瑟 怎么可能 妈的 这踏马犹太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出动五星上将 要知道 五星上将在整个鹰将都没几个 难不成是华国下场 把犹太国揍了 看着这位九富盛名的上将 众人的心 也沉到了底 而看着众人惊讶的模样 麦克瑟瑟上将微微点头 随后示意他们坐下 各位 不要惊慌 这只是一次很平常的会议 麦克尔 会议开始吧 之前进来的少将文言点点头 对着麦克瑟瑟上 将进了一个标准的军令 是 将军 望着老神在在的麦克瑟瑟上将 众人也纷纷落座 而在他们落座后 麦克尔少将也开始了会议 各位 今天召集你们来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 正说着 麦克尔少将播放了 几组视频与照片 这些都是由泰国拍摄的 爆炸的炮弹 穿越阵地的坦克 以及新鲜出炉的炮管 这些东西 让在场的众人有些疑惑 合着 这么晚的把他们拉过来 就为了看几个炮弹跟坦克 这有啥看的 除了那个炮弹的威力比较大 坦克比较厉害以外 其他的也没什么啊 难不成由泰国连这个都搞不定吗 就在众人在内心吐槽的时候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 这些东西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些武器的威力 是不是太大了 文言 有不少人点了点头 纷纷附和道 确实 这些武器的威力很不错 特别是那个炮弹 威力真踏马不错 坦克也厉害 竟然可以全地形穿越障碍物 这个坦克 很对我的胃口 等等 这些武器 不会是华国工厂生产的吧 华国还有这玩意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 迈克尔少将脸色一僵 然后狠狠地摇了摇头 各位 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炮弹与坦克 听到迈克尔少将的提醒 众人一愣 啥玩意 这踏马 不是坦克跟炮弹 你踏马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这玩意的威力 都比火箭弹厉害了 你还说不是炮弹 特别是那个坦克 都踏马快飞起来了 你说它不是坦克 看着众人疑惑中 带着不解的模样 迈克尔少将也有些无奈 当他得知 这些东西的真实面目的时候 心里也是一惊 这东西 怎么可能不是坦克跟炮弹吗 可事实上 这些东西 真踏马的不是 迈克尔少将看着众人 同时为了他们做了解释 这些东西 其实是拖拉机跟没器官 啥 听到迈克尔少将的解释 众人使劲掏了掏耳朵 你踏马说 这玩意是没器官 还踏马的是拖拉机 有没有搞错 这些宝贝 竟然是民用产品 顿时 所有人坐不住了 你确定你没有说错 少将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 面对众人的疑惑 迈克尔少将点了点头 这一下 众人猛逼了 踏马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东西 以前也不是没见过 从天而降的煤器官 可当时那些煤器官也没这么厉害 结果现在的这个煤器官 不仅长得跟炮弹一样 威利也踏马跟炮弹一样 这是什么鬼才设计 就在众人准备接着讨论的时候 一道人影从门外走来 他的手里还捧着一堆照片 报告 这是二毛的球员 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迈克瑟瑟上将 皆是一惊 啥 二毛也出事了 操 你踏马跟犹太国一样 别说是我的狗了 迈克尔少将率先反应过来 快拿上来 随着这些照片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段信息 有一家华国工厂 介入战争 请求支援 看着这莫名有些熟悉的语句 很快就有人捕捉到了重点 等等 华国工厂 不会是同一家工厂吧 他们的怀疑很有道理 毕竟刚刚才看到 犹太国的球员信 众人纷纷拿起二毛 送来的照片一看 我去 跟踏马的犹太国拍的照片 简直一毛一样 这些东西 不会也是华国工厂生产的吧 这怎么可能 所以这真的是一家 来自华国的工厂生产的煤气罐 而且还同时支援了毛熊跟丹朗 当众人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心里都是一惊 竟然真的是华国工厂 而且这个工厂 竟然能让二毛 跟犹太国两个流氓国家头疼 有没有搞错 一个企业 就敢参与国家的争斗 你踏马是不是有点活得不耐烦了 对此 众人纷纷发言 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这只是一家工厂啊 怎么可能帮助两个国家 他们哪有这么大的产量 对啊 一家工厂再厉害 他们的产量 也不可能支持两个国家 而且 他们生产 还只是煤气罐与拖拉机 这真的没有搞错 面对众人的疑问 一旁的五星上 将麦克瑟瑟狠狠抽了一口烟 哼 这一看就是华国的小伎俩 什么所谓的煤气罐 拖拉机 都只是他们的障眼法 这就是一家 披着工厂皮的军火商 听到麦克瑟瑟的解释 众人微微点头 对啊 这么说有道理的 可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不过 华国不是打击军火最严格的国家吗 怎么会纵容这么一位大人物 有没有 可能真的搞错了 同时 更多的人对着麦克瑟瑟发出疑问 上将 那我们要不要介入 第三十三章 主播这是越狱了 五角大楼内 麦克瑟瑟上将听着众人的话 微微沉默 没有直接对着众人回应是否介入 众人也是等待着 麦克瑟瑟上将的回答 毕竟他是仅有的五星上将 他的意见足以改变众人的想法 而麦克瑟瑟上将将自己手里的烟斗 狠狠抽了几口 房间内瞬间弥漫着一股烟味 过了许久 直到这烟斗抽完 麦克瑟瑟上将终于开口了 不行 我们不能介入 现在的我们绝对不能介入 华国那边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 就等着我们露出破绽 现在 我们一定不能动 而且 毛熊那边也开始运用了 如果贸然出手 毛熊那些莽夫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先密切关注 一下这个厂商 听到麦克瑟瑟上将的决定 众人先是一愣 最后无奈地点头 这件事 他们也很无奈 他们鹰将虽说布局全球 但兵力实在是太分散了 不仅要顾及二毛 还要照顾犹太国 同时 欧盟那几个被自己放血的混蛋 还时刻准备咬自己一口 虽然他们现在很想把华国拖下水 但奈何真的没有其他精力了 看来 这个哑巴盔 他们是吃定了 华国 随着尼古拉斯的货款打入 苏江等待许久的任务 终于完成了 恭喜任务完成 发放图纸 下次任务开启 需要售卖100架超速无人机 1000份碳纤维鱼杆 随着一阵冰冷的刺痛感 苏江的脑海里 顿时出现了两张图纸 打开图纸一看 苏江整个人 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因这次的图纸 分别是超速无人机 和碳纤维鱼杆 好家伙 这两样东西可不简单 与之前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相比 这次的东西 已经可以算是 拥有很高科技含量了 苏江仔细回忆脑中的图纸 真的是越看越觉得 这图纸 简直是精妙到了极致 超速无人机 看着体积不大 但是实际上再重功能拉满 并且可以超远程操作 而碳纤维鱼杆 就更不用说了 这项技术 怕是国家 都没完全掌握吧 简直是离了个大谱 就在苏江 回味图纸的美妙的时候 张灵从门外走了进来 老板 什么时候开播 直播是苏江想出来的 趁着自己现在热度高 绝对要把流量拉起来 不过 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只看到苏江掏出纸笔 在上面写写画画 这一次 张灵再次见识到了 苏江那神乎奇迹的绘图能力 不出半个小时 苏江就制好了两张图 而后 他将手中的图纸 交给一旁的张灵 老张 这是我设计的新型产品 分别是无人机和鱼杆 这次就别找其他工厂代工了 有钱了就豪横一把 三天之内 把材料收集好 我们自己做 咱们这次来个一鸣惊人 张灵听到苏江的话 再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图纸 他的心中顿时有了一种想把苏江再送到派出所去的冲动 你看老板只是进了一次派出所 不仅开窍了 还研发了新产品 这要是多去几次 那他们岂不是天天上新货 当然 这些话只是闹着玩的 而当张灵仔细查看图纸后 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 这图纸上不仅有需要的材料 生产线指导 特定技术 甚至还有那极致的成本压缩 这踏码是图纸 这完全就是一条生产工艺 这踏码真的是人能够凭空画出来的 张灵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苏江 老板 你确定这玩意是人能搞出来的 老板 你猛得有点吓人了 苏江文言摆了摆手 眉毛同时一条 你这是什么话 对了 这件事要隐秘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这玩意研究出来 哪怕是国家也能卖上一卖 听到苏江的话 张灵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碳纤维鱼干一看就有市场 至于那个超速无人机 这个东西张灵倒是看不出来特点 毕竟现在的无人机市场卷爆了 几乎每天都有新货出现 但既然是老板做的 那肯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正想着 张灵拿着图纸 就准备出门买材料 不过 临出门时 张灵回头看着苏江 老板 我们先要不要盘下周围的鱼干厂 和无人机厂 这样也方便生产 苏江想了想 也是这么的道理 先物色一下 具体等无人机和鱼干的样品出来后 看看效果再说 张灵文言点点头 看来是自己太心急了 是我太心急了 说着 张灵就快步离开了 随着张灵的离开 苏江也开启了直播 直播刚一开启 瞬间 无数的网友 犹如闻到了腥味的鲨鱼 直接涌了进来 这可比之前热闹太多了 还没等苏江说话 弹幕就开始聊了起来 主播主播 你是回来交代后事的吗 主播不是菜市场见吗 诈试了我敲 完了主播越狱了 我去 主播打赢复活赛了 楼上的 你竟然敢这么说劳大 小心他找你聊天 不慌 他打不赢复活赛 这些网友里面 大部分都是来玩梗的 但也有真心关心 苏江的人在 主播 你是真的被带走了吗 主播 网上的传言 是不是真的 主播 你没事吧 主播 这些应该是造谣吧 看着一一闪过的弹幕 苏江淡笑了笑 家人们 网络上所说的纯属是谣言 哥们的工厂 绝对是相当的正规了 不存在什么 违法行为 否则 我怎么可能在这里直播 所以 不要听性谣言 苏江的解释 显然不能打消网友们的好奇心 那主播 你怎么被陆空两军带走了 对啊 还有特警 哥们 你要是被AK传媒抓了 就踢踢钢 哥们虽然看不到 但也能笑一笑 对啊 主播 那直升机 我可是亲眼看到了 呼呼呼的 这下 你总没得说了吧 看着众人的弹幕 苏江咳嗽两声 引起注意 说是我被带走 那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但为了我的家人们 我选择长话短说 我之所以被带走 可能是因为我的新产品 引起了一下不必要的误会 听到苏江这话 弹幕再次沸腾 新产品 终于要出新产品了 老板 你的拖拉机买了 很好吃 希望你的新产品 希望好吃 所以 你不爱你的煤气罐了吗 我的煤气罐男神 终于不要他的煤气罐了 我倒要看看什么新产品 还能让你被警方带走 对 说的没错 我倒要看看你的新产品 主播快发车 第34章 这生产线 怪不得会进橘子 直播间内 苏江看着水友们 越来越兴奋的弹幕 整个人也开始激动起来 好好好 家人们 既然你们这么热情 那么 我们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上链剑 随着苏江的手指一点 直播间的购物车内 瞬间出现了两个物品 分别是拖拉机与钢管 还包括了具体的样图 及定价 而为了看看 苏江又倒过出了 什么新货的水友们 纷纷点开购物车 一探究竟 可当他们见到商品的这一刻 水友们彻底绷不住了 瞬间 苏江的直播间内 就被弹幕塞满了 不是 主播 你探马你管这叫拖拉机 我家房车都特么没你大 大就算了 你探马还给图了迷彩 怎么 你是准备野战吗 这玩意 是人能整出来的活吗 你探马确定 这不是坦克 不对 这玩意就是探马的坦克 还有你的钢管 谁家钢管是这种形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探马的炮管呢 随着水友们 拿起苏江之前卖的煤气罐 与现在的拖拉机 进行对此后 整个直播间再次爆发猛烈的讨论 等会 这主播之前卖的东西也不对劲 这玩意是探马的煤气罐 主播卖的东西一直这么抽象吗 之前的煤气罐可以当炮弹用 这次的拖拉机可以当坦克用 再加上这炮管一样的钢管 哥们 你探马把生产线是弄明白了的 难怪你探马会进橘子 你是真人才 这不蹲几个月都对不起你的创意了 兄弟们 快买啊 看样子 主播马上就要去菜市口了 说的也是 我买一个 看着满瓶的 苏江一阵头大 不是 哥们只是卖点拖拉机和钢管 至于火气这么大吗 哥们这还不是为了造福人民 服务百姓吗 你们这样对得起自己的良苦用心吗 真该死啊 可就在这时 苏江的后台竟然开始跳动 有人在购买了 这让苏江有些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啥玩意 你们这回还真买了 我操 水友们转性了 我好想哭 带到苏江仔细一看 发现水友们买的都是钢管 而且数量不少 要知道 苏江对钢管的定价并不低 折算下来也是360的价格 不便宜了 结果 还是有不少人在购买 这一刻 苏江看着还在跳动的后台 整个人陷入了猛逼 他一时间搞不懂 受众究竟在哪里 之前的煤气罐 起码还能用 也便宜 怎么就没买 怎么这种又贵又没啥用的钢管 反而买的人还多了 难不成 自己之前对煤气罐的定价太低了 一想到这 苏江悄咪咪的 将后台的煤气罐价格提了提 结果 等了半天 也没看到有傻子上钩 这更让苏江好奇了 那这些买钢管的人图啥啊 就在苏江摸不清头脑的时候 直播间上闪过的弹幕 给苏江提了醒 我去 这玩意 看着真性感 这钢管买回去 都可以当真炮管了 买买买 我要十个 那我也要十个 主播 你这还有别的吗 这波呀 这不是军迷狂写 说的也是 现在的军迷 都快拿着鞭炮到炸弹完了 话说 你们这些军迷 为啥不去买模型啊 买啥钢管 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钢管价格 可比模型枪便宜太多了 买回去收藏 也不亏 这可是主播蹲橘子 出来第一天的产品 很有纪念意义 而且 我看主播又快进橘子了 提前搞一根 要是主播没了 这玩意就绝版了 有道理 那我也来一根 啥绝版 看着闪过的弹幕 苏江顿时汗颜 妈的 大哥 你大可不必 用这个纪念 我是真的不想进橘子 不过 弹幕倒是给他提了个醒 国内军迷的生存条件之恶劣 就差拿着水枪完了 不过 这倒是个好市场啊 以后就逮着军迷薅羊 卖货了 嘿嘿 苏江的笑容 瞬间引得直播间 谁有一阵恶寒 我去 这主播明明长得很帅 魏毛笑得这么猥琐 确实 我这个眼粉都看不下去了 主播以后别笑了 求你了 对于这些弹幕 苏江一向都是不理会的 很快 直播间钢管的销量 就突破了一千大关 但拖拉机确实没人购买 不过也对 他的拖拉机 虽然对于一万他们来说 很便宜 但是对于水友们 还是太贵了 他们也不可能花几十万 买的拖拉机回去 毕竟 这其中有不少人 都是来凑热闹的 他们都是冲着苏江 刚进橘子 又被放了出来的 这个热点来的 而今天 也是苏江回归后 直播的第一天 流量直接拉满了 不仅如此 苏江还动用了超能力 调动大批水军 很自然的 苏江直接冲上了 直播热度榜前五 而就在越来越多的网友 不明就里地点进 苏江的直播间的时候 只是瞬间 他们的目光就被吸引住了 他们第一眼 就看到了 苏江身后的 那形式坦克的拖拉机 苏江的热度 再次暴涨 这主播疯了 毛熊国内 某处办公室内 此刻正值上班时间 但库罗夫斯基上校 正打开电脑 看着直播 看的还是苏江的直播 随着苏江出现在直播间内 并且开始售卖拖拉机后 库罗夫斯基上校 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苏江没进局子 而在场的众人 看到库罗夫斯基上校 这反常的行为后 有些疑惑地开口 上校 你这是怎么了 库罗夫斯基上校 退出了直播间后 看着众人点点头 我们不久前得到消息 苏江被华国的 国安局带走了 所以 我才会如此焦急 真要是给苏江判刑 那货物的供应 可就没戏了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点头 是啊 要是苏江没了 我们上哪去找 这些皮实内容的炮弹 一说到这 众人回忆之前 对煤气罐的施暴 最初煤气罐运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苏江的煤气罐不实用 但实在便宜 买回来也能用用 结果 谁知道 当那玩意发射出去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爆炸 才是艺术 还得是华国人啊 真的懂艺术 这煤气罐不仅便宜 还劲大 都这样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还有那些装甲车和钢管 简直是天才 才能设计出来的 听到众人感慨的话 库罗夫斯基上校 也是微微点头 要不是 怕有伤国际关系 我都想挖墙脚了 这苏江造出来的东西 确实实用 感慨几句后 库罗夫斯基上校 看了一眼手中的清单 随后看向了一旁 等待的伊万 伊万 我很抱歉地通知你 你的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两天 再去找一趟苏江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商品 煤气罐和装甲车 这些东西虽好 但是很难借此反攻 说着 库罗夫斯基上校站起身 抽了一根烟 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 战争 不能再一直持久化 欧洲那边 已经在军事方面 也有所动静了 听到 库罗夫斯基上校的命令 伊万点了点头 他早就想去华国了 与苏江交易 可比他待在毛雄国舒服多了 不仅如此 他与苏江进行交易 也算是军功一件 这种好事 他怎么可能放过 最后 伊万对着库罗夫斯基上校 敬了一礼 报告 保证完成任务 第35章 名声大噪 随着苏江的超能力启动 今天的直播流量 直接拉满了 不仅上了直播平台的 流量榜一 还通过其他平台进行宣传 现在的苏江 俨然成了新的流量话题 斗手 快音上纷纷开头投放 有关苏江的视频 这让苏江的江泽机械厂 名声大噪 就连他本人 也被网友戏称为 东方的军火之王 不过 当苏江下播后 听着张灵给自己 讲他有了这个称号后 只觉得人生一片灰暗 啥玩意 你踏码给我取外号 就不能取点正常人听的 啥叫军火之王 我这是为人民服务的良心上人 最后 苏江有些无奈地 对着张灵说道 老张 这个称号真踏码抽象 不过 能带来热度也不错 张灵听到这话 微微点头 对 这年头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人设 现在网络上已经将苏江的人设给立好了 以后就算再进局子都算是补全人设了 随后 张灵递给苏江一张名单 老板 这些都是准备辞退人的名单 你看看 听到这话 苏江看了一眼名单上的名字 发现都是收购其他工厂时候顺带的工人 他原来工厂的人倒是没在这里 这让苏江稍微宽心 还好 起码他们这些人患难见真情了 不过 苏江还是在名单上面加了一些名字 这些人都是之前的保安 老张 记得把之前的保安也给辞退了 以后 我们生意会越来越的 人数和质量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我们这里人多眼杂 安全还是要保证的 听到苏江的吩咐 张灵微微点头 苏江考虑的没错 以后他们的生意会更多 安全是首要任务 毕竟 安全生产嘛 不过 敢对老板你这个军火贩子有兴趣的 除了别有用心的国家 应该没有别人了吧 苏江一听这话 眉毛一挑 呀嘿 老张 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疲了呀 什么叫军火贩子 我这是良心卖家 听到苏江这话 张灵嘿嘿一笑 好好 良心卖家良心卖家 对了 老板 制作无人机和鱼干的材料 我已经买好了 不过 这成本是真踏码高 说到成本 张灵脸上明显闪过一丝肉疼 不买不知道 亦买吓一跳 老板 一架无人机的成本 至于也要二十万美刀 而且 这还是因为您画的图纸足够详细 所以 才能节约下来 不然起码百万刀 咱们这样 是不是太离谱了 面对张灵的疑惑 苏江微微摇头 不要在意成本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东西做出来 再说了 成本越高 捞得越多 现在只是我们付出的时候 听闻此言 张灵微微点了点头 老板 这倒是没说错 但 我们 这样做出来 真的会有买家吗 光是成本就是二十万 大成品再怎么也得 三十万美刀一架 三十万一架无人机 还是太贵了 特别这玩意 还是美刀 对于张灵的纠结 苏江倒是没什么反应 不慌 我们先做出来再说 你去周围的无人机 和鱼杆厂子 制作个样本出来 等样本出来 我们再看看 虽然我们现在说不上家大业大 但也算得上有钱人了 这一点研发经费 还是出得起的 不得不说 军火行业是真的暴力 半个月前的苏江 还是穷困潦倒的厂长 而经过半个月的交易后 苏江已经是坐拥 千万家产的大佬了 对于 这点研发经费 洒洒水了 其他工厂想要研发新产品 那个不是要花时间跟精力 但它只需要花钱 就能得到成品 想想就美滋滋 听到苏江这话 张灵也是点点头 老板说的没错 他们现在不再是之前的穷鬼了 兜里也有钱了 也可以开始搞研发 是错了 就是张灵突然有种梦幻的感觉 这中间的跳跃 未免也太大了吧 不过 张灵倒是没说什么 而是转身离去 苏江他们的工厂 在工业园区内 所以什么厂子都有 距离他们最近的无人机场 也不过十分钟车程 随着张灵的离开 苏江安稳躺在老板椅上 开始畅想未来 现在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 都已经开始走上正轨 而他们现在准备制作的无人机 与鱼竿 将会是苏江工厂 下一步的主打产品 毕竟 这两个的市场 可比什么煤气罐 拖拉机大多了 唉 钱钱钱 命相连啊 几分钟后 一辆汽车 缓缓驶进了天号无人机场 啪 随着车门关闭 张灵背着公文包 就向着厂长办公室走去 结果 刚走几步 迎面就跑来了一道胖胖的人影 凑近一看 张灵发现 这人的胸口 竟然挂着厂长的名牌 等会 他就是无人机场的厂长 这让张灵有些疑惑 啥意思啊 难道有人来检查 那他来得真不是时候 瞬间 张灵就准备上车离开 可无人机厂长 却是静止跑向了张灵 哎呀哎呀 张秘朔 久仰大名啊 百闻不如一见 今日一见 果然是人中容缝啊 对面厂长满脸的微笑 以及那无处不在的恭维 张灵有些沉默了 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你怎么这么热情啊 但张灵还是客客气气地看着厂子 他出门代表的 可是苏江的面子 您这是 对面厂长听到这话 脸上微笑不减 很是熟练地 掏出自己的名片 哎呀 你看我这脑袋 还没介绍自己呢 笔人姓孙 宁宁 你叫我孙宁就行 结果孙宁递过来的名片 张灵有些无奈 这人怎么一副自来熟的模样 孙厂长 您认识我 孙宁一听这话 连连点头 开玩笑 我会不认识你 苏江的场子 已经是名阳网络了 甚至连军队都出动了 简直是令人发指 这样的人 自己怎么可能不认识 但话到了嘴边 却是换成了其他 见过见过 我可是每天都看你们的直播呢 我还准备向你们的苏厂长请教请教 该怎么直播了 听到这话 张灵也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孙厂长 多半不是看直播看的 而是苏江被带走的时候 动静太大 搞得众人皆知了 那就不奇怪了 于是 张灵选择单刀直入 原来是这样 那我回去会告诉厂长的 不过 孙厂长 我今天到您这来 还是需要您帮忙 制作一个无人机样本 一听这话 孙宁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看您说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面对热情的孙宁 张灵微微点头 随后掏出了简要的图纸 至于原图 是不可能给他们看的 这是图纸 而在接过图纸 瞄了几眼后 孙宁的脸瞬间黑了 不是哥们 你管这叫无人机 机长7米 一展14米 机高2米 你他妈说他是直升机 我都信 你确定 这是无人机 这踏码 绝对可以载人了 这是不是太难了 张灵也是看出了 孙宁的为难 不过 也正常 当他第一次看到 这张图纸的 内心的震撼不比他少 孙厂长 您放心 材料我没有 价格不是问题 只是 我们厂没有您这样的设施 所以 还想请您行个方便 试诚以后 我们将给支付这个 正说着 张灵伸出了一个巴掌 而当孙宁看清后 整个人的眼睛都直了 当然 这件事一点也不难 很简单的 放心 我会尽快交付的 我现在就召集工人 两人就这么交流着 孙宁也迅速召集工人 这可是一个大单啊 一定要先做他的 很快 工人召集完毕 车间内 零零散散 站着十几个人 几乎是孙宁工厂一半的人了 足以看出他对这件事的重视 各位 我们今天先停一停其他的工作 先做这款无人机 孙宁将手中的图纸 给众人传阅 可传一个 脸黑一个 传到最后 所有人的脸都黑了 不是 你踏马确定 这是无人机 这玩意的制作流程 复杂的眼花缭乱 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东西 张灵也明白这件事的困难 而后对着在场的众人许诺道 各位 我知道这件事很辛苦 所以 我们愿意给予每人一万的辛苦费 如果完成得快 还有奖励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来了兴趣 妈的 能谈钱的事 就别踏马谈感情 你只要钱到位 我踏马国防机都能走 干了 第36章 发展这么广 晚上9点 无人机工厂内 一群工人 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组装 现在距离下班时间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 可是工人们的脸上 却是没有丝毫疲态 反而是一副干劲满满的模样 一旁的张灵 看着工人们的动作 微微点头 果然 这年头 还是要有钱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一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这不 自从知道苏江愿意给他们 每人一万的辛苦费后 明明6点就下班的工人 硬生生地干到了9点 而且看样子 还会继续干 这让张灵很是满意 如果是这个进度 最多两周 就可以把无人机做出来 效率很高啊 这时 一旁的孙宁 对着张灵吹嘘道 张秘书 我的人还不赖吧 听到孙宁的话 就算张灵再不想承认 也得点点头 专业的事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啊 听闻此言 孙宁黑黑一笑 微微点头 但过后 孙宁脸上竟然出现了几次尴尬 嘴上的语气 也低了几分 那是 就是那个 我还有一件事 需要张秘书 您帮助 看着孙宁挣扎的面目 张灵有些奇怪 这孙宁是怎么回事 但他面上微微一笑 和善地看着孙宁 您说 孙宁听到张灵的肯定后 脸色一喜 就是 您能给苏老板说说 能不能帮我们推销一下 我们的无人机吗 一听这话 张灵顿时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孙宁果然不简单 难怪他会自己来到工厂的时候 主动找上自己 原来 是想要借机生蛋啊 想借苏江的热度 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对此 张灵并没有感到意外 要是孙宁没有想到 这种事才不正常 毕竟 苏江现在 也算是流量风口的存在 如果能让他推销自己的产品 只要不是太拉胯 总会有好奇的人买几个 这对于他们这种小场而言 完全是一个无本万利的生意 所以 这件事 张灵并不打算答应孙宁 一是这种事 容易对苏江的流量造成困扰 二是给的东西太少了 给这点钱 就想让他办事 你想的 未免也太好了吧 不过 张灵脸上 却还是一副和善的模样 哎呀 孙老板 这件事 我也做不了主 毕竟 我只是个秘书 所以 这件事 我还需要去问问老板 听到张灵的回答 孙宁的眼神一按 果然 这张灵不是傻子 他没有直接答应自己 那就代表 这件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 孙宁倒是没有感到失望 毕竟 他与张灵 苏江之间的友谊 才刚刚开始 如果苏江他们 一下就答应帮自己推销 那他还得疑惑 苏江他们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现在这样就很好的 最终 孙宁满脸堆笑的 看着张灵 好说好说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听到孙宁 不卑不亢的声音 张灵倒是来了几分兴趣 他没有因为自己 被拒绝而感到气恼 反而更加热情了 这种人倒是挺厉害的 在待了几分钟后 看着工人们 还准备加班的模样 张灵微微点头 而后对着孙宁说道 好 那孙老板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见到张灵准备离开 孙宁急忙相送 好嘞好嘞 您慢走 从无人机场出来后 张灵看了看时间 发现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也不知道 鱼竿厂的老板 是否还在办公室 于是 张灵将车速微微提升 终于在九点四时 来到了鱼竿厂的门口 在门口的保安那里登记以后 张灵顺利地 进入到鱼竿厂厂长的办公室 扣扣扣 张灵敲响了办公室的房门 直到里面传来一道男声 请进 推开办公室的门 张灵一眼就看到了 正坐在椅子上的厂长 张灵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名牌 发现厂长的名字叫王强 于是 对着坐着的厂长叫道 王厂长 这么晚没有打扰到你吧 听着张灵这副自来熟的模样 王强有些疑惑 急忙拿起一旁的眼睛戴上 准备看看究竟是谁 结果 王强看了看门口的张灵 再看了看电脑上 正播放着的科目三视频 这人怎么跟视频里的人一毛一样 但下一刻 王强就回过神了 何止是像 这踏码就是他 于是 王强试探性地对着张灵问道 张灵密说 张灵有些好奇地看着 突然将笔记本电脑合上的王强 不过 他还是微微点点头回应 你好 我是张灵 得到张灵肯定的回复后 王强立马站了起来 急忙跑到张灵的身前 一把握起他的手 你好你好 您这是 听到王强的问题 张灵直接开门见山 王厂长 深夜打扰 我们需要 您帮我们做一点鱼肝 对于张灵的这话 王强突然满脸问号地看着他 啥意思 你们要生产鱼肝了 我去 你们踏码的 不是搞煤气罐的吗 怎么突然就跑来生产鱼肝了 你这跨行跨得有点大 不过 一想到苏江他们之前 是生产煤气罐的 结果 今天突然卖起拖拉机跟钢管 那现在准备卖鱼肝 也不是不行 不过 王强还是有些疑惑地看着张灵 张灵秘书 你们的业务 都已经发展到鱼肝上面了吗 你们这也太卷 先任一步了 不过 您这么晚还来 难道是准备长期合作吗 面对王强的一想 张灵微微一笑 王厂长 我今晚来 其实是准备让您帮我们做一点鱼肝样品 要是能够成功 我们自然会考虑长期合作 一听这话 王强整个人挣住了 怎么 制作样品 你要是制作样品 那没事 反正我工厂的流水限度 不过 你们还真打算生产鱼肝啊 你们这也太离谱了吧 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都不说了 这鱼肝 你们确定 这几个是一个市场的 但王强转念一想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 苏江的江泽机械厂 在网络上可是网红军火厂 所以 他们想要做鱼肝 妈的 怎么突然感觉正常了 王强使劲将这个想法抛出脑外 然后对着张灵点点头 没问题 如果只是制作样品的话 我们工厂还是能够胜任的 张灵得到王强的回复 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 就准备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图纸给王强 谁料 王强压根看都没看一眼图纸 直接就带着张灵 向着车间走去 那张秘书 我们现在就去吧 这一幕 使得张灵一正 这王强未免也太实诚了吧 甚至连图纸都不看 直接就带自己去做样品了 面对张灵的心理所想 王强倒是毫不在意 两方毕竟不是竞争关系 而且现在苏江他们现在 也算是远近闻名 合作一下 有利无弊 最关键的是 要是他们能吃到苏江他们的流量 无狐 起飞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办法 与苏江他们达成合作 而现在制作样品就是契机 所以 他才会对张灵如此上心 而在多年后 王强的工厂也成功达成了这个梦想 不过 是让他成功地被溶并在一起 成为苏江贩卖军火的帮凶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十点 鱼竿场 车间内 突然被召集起来的工人们 看着手中碳纤维鱼竿的图纸 同时陷入了沉默 不是 这材料 看着就不简单 这一刻 他们对于江泽机械厂肃然起敬 妈的 不愧是传说中的网红军火厂 就连鱼竿都设计得这么深奥 我踏马竟然都看不懂 不过 在经过几人的讨论后 他们也找到了思路 随后对着张灵说道 我们最多一周就能搞定 不过 图纸有些复杂 看不懂 可能需要专业人士帮忙解读 面对工人的疑惑 张灵微微一笑 看玩笑 你们要是能够看懂就离谱了 不然 老板的聪明才智怎么显示 放心 制作过程 我会全程跟进的 你们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随时问我 第37章 制空权的重要性 时间流逝 距离张灵联系鱼竿厂 与无人机场制作样品 已经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内 张灵一直都在鱼竿厂 与无人机场之间穿梭 随时准备讲解疑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苏江画的图实在太离谱了 两个工厂的人都看不懂 这图该怎么做 这让张灵脑壳一通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图真的太难了 妈的 要不是有苏江天天给自己开小灶 张灵他认为自己也看不懂 好在经过几天的摸索试探 现在样品制作已经上了流程 相信要不了几天就会做好了 而当苏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微微一笑 只要能够做出来 那么前期的付出都值得 今天张灵再次来到了苏江的办公室 关于无人机的制作又陷入了问题 而看着身前等待的张灵 苏江沉吟片刻 这个零件的重量还要再减少0.5% 还有这个零件再延展50% 对了 最后 这个邮箱的位置还需要微调一下 张灵将苏江的话一一记下 随着苏江的讲解 张灵的眼前豁然开朗 很多不懂的地方都已经明白了 这让张灵对苏江的才华 感到由衷的钦佩 如果这话让苏江知道了 那他肯定得笑话张灵 谁让系统把图纸给自己的时候 还把具体的步骤也映入了他的脑海 可以说 现在的苏江对无人机的制作了如指掌 但知道是知道了 可这些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 苏江才会把这些图纸 全部交给其他工厂代工 不过 以后要是有钱了 绝对要把这些工厂给收够了 就在苏江对着其他工厂摩拳擦掌的时候 丹朗国 会议室内 今天的气氛与之前不同 颇有几分无奈之位 而首领 此时正看着屏幕上播放的视频 视频里 数架无人机正对着下方的军队投放炸弹 随着炸弹投放 正在前进的军队中心被炸开了 顿时 惨叫声 哀嚎声不绝于耳 看着如此惨壮 首领握紧了拳头 该死的家伙 对于首领的愤怒 在场的众人也是怒法冲冠 他们也没想到 犹太国这次竟然会使用无人机 别看他们这次使用的无人机 只有区区五架 但是却对他们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伤害 根据统计 仅仅一次攻击 他们就伤亡了将近五百人 五百人啊 这可是足足五百人 他们的军队本就人数不多 而现在一次却足足损失了这么多 这让他们怎么能够接受 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啊 哪怕有没机关充当炮弹 拖拉机当装甲车和坦克 虽然对于现代战争也能争取到优势 但依旧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这让他们很愤怒 也很无奈 看着众人的神情 首领强打起精神 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这次的问题 除了无人机 还有三天前 鹰匠给犹太国支援的 五架F-16战斗机 五架F-16战斗机 我们的制空拳全面丧失 一说到这 众人的神情再次低落 说起F-16战斗机 他们也很无奈 毕竟 这是鹰匠最厉害的战斗机 对付他们这样的国家 完全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而鹰匠这次一次性 给犹太国提供了五架 一下子就把制空拳打开了 而面对天上的F-16战斗机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而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商讨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阻止F-16战斗机的打击 想到这 首领对着众人说道 说说吧 对于F-16 你们有什么办法 听到首领的问题 众人一愣 随后纷纷开始说着自己的意见 用炮弹吧 如果用炮弹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打到F-16战斗机 听到这人的提议 瞬间就有人站了起来 不行 F-16飞得太高了 我们的炮弹完全打不到 炮弹的提议被否决了 又有人提出新的观点 我们要不要试试坦克 坦克 这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艾哈迈德打断了 不可能 坦克完全就是 被当作移动的靶子 不能上坦克 艾哈迈德他们 也不是没有试过 用坦克攻击F-16 但F-16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的坦克 根本捕捉不到 就连他们 攒了好几年老本的防空坦克 也只能在雷达上看到 F-16潇洒的飞行轨迹 完全打不到敌人 看到炮弹 坦克通通被否决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请求 其他国家的空中力量援助 听到这人的提议 使得包括首领在内的 所有人眼前一亮 说的对啊 他们的防空力量不行 但是不代表 其他国家的防空力量不行啊 要是能够借助 其他国家的力量 未必不能阻击F-16战斗机 可很快 就又有人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么 谁能帮助我们呢 一听此言 众人突然陷入了沉默 说的也是 虽然周围愿意帮助的国家 有不少 之前也在明里暗里的 对着他们 输送生活物资 但都不具备 应对F-16的能力啊 毕竟 这可是鹰将空军的 中间力量了 世界上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能够抗衡 就在众人思考的时候 不知从那里突然传出来一句话 我们要不要试着向毛熊 划过寻求帮助 对于他的提议 首领微微点头 说的有道理 但 有些不切实际 目前 毛熊自身难保 就算他想要支援我们 恐怕 也没多少力量 最关键的是 毛熊喜欢狮子大开口 一旦向他们寻求帮助 我们不死也要脱层皮 听着首领对毛熊的分析 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说的也是 毛熊出了名的宰人怪 要是让毛熊知道自己的情况 就算明白 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多半毛熊 依旧会把自己往日里坑一顿 毕竟 这祸在中东的风平 一直不咋地 不过 既然毛熊不行 那么华国呢 这些年 华国一直在中东地区 发展自己的影响力 如果向华国求救 他们未必会坐视不理 可首领只是看了一眼众人的神情 就知道他们 在想什么 我知道 你们想向华国寻求帮助 可理由呢 文言 众人突然陷入沉默 对啊 理由呢 就算是不要脸的鹰匠 也要拿出洗衣粉这样荒谬的理由 才能出兵 而华国目前在中东 并没有可以出手的理由 所以 华国只能看着 至于 其他国家 算了吧 别给他们添乱了 他们的国防力量 全靠别人的 就这样 他们将所有的国家 都排除在外了 这样一看 丹朗现在身处的 完全就是一个死局 根本没有任何反转的机会 一想到这 整个会议室顿时沉闷起来 他们实在是想不到破解的办法 而首领也看着台下正低着头的众人 略带悲伤 难道 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过了许久 始终也没有提出新的办法 首领也有些心灰意冷的 准备散会时 坐在会议中间的艾哈迈德 高高地跃了起来 我倒是有个提议 我们要不要再去问问 华国的那位军火商 对于艾哈迈德的提议 很快就有人进行反驳 艾哈迈德 我承认 那位军火商 是一位绝对的天才 但是面对战斗机这样的东西 怎么可能有办法应对 那可是直升机啊 不过 这话倒是点醒了台上的首领 对啊 不是还有那位商人啊 他出品的煤气罐 拖拉机都很好用 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思考到这 首领立刻对着尼古拉斯询问 尼古拉斯 你怎么看 刚刚还在沉思的尼古拉斯 听到首领的呼唤 急忙站了起来 报告首领 我认为可以试试 苏老板很擅长创造奇迹 试试总比毫无希望要好 听着尼古拉斯的话 首领微微点头 是啊 试试总比等死强 那尼古拉斯 现在就联系那位老板 是 得到命令的尼古拉斯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急忙拨通了电话 随着几声铃响后 对面的人接通了电话 喂 你好 苏老板 而电话对面的苏江 看着手中的号码一愣 咋回事 这尼古拉斯 不是刚买了一批吗 怎么这么快就把货用完了 我去 丹朗战况这么激烈吗 不行 我得备货 不过 他还是强压兴奋 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怎么了 尼古拉斯正准备 直接对着苏江 寻求帮助的时候 他转念一想 华国文化里 好像有不能直接说的隐喻 所以 尼古拉斯强行打开了话题 他看了看外面明媚的天气 有了 那什么 苏老板 今天的天气不错呀 可苏江看了一眼 外面正下着暴雨的天气一愣 这天气很好吗 有事就直说 我这边是雨天 尼古拉斯一听这话 脸上一红 妈的 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不过 既然苏江自己开口了 那他也就不怕 随后尼古拉斯语气为难地说道 哎 苏老板 我这么晚打扰您 实属无奈啊 您是不知道 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凄惨 鹰将给犹太国提供了F-16战斗机 我们拿这种战斗机 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用华国语说就是 丹朗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总之 一言难尽啊 一旦失去了制空权 就相当于丧失了行动能力 唉 听着尼古拉斯的解释 苏江有些疑惑 啥玩意 鹰将提供F-16 管他啥事 又不是他做的F-16 所以 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说了半天 尼古拉斯终于进入了主题 苏老板 我今天找您 是希望能得到对付 丹朗战斗机的武器 听到尼古拉斯的恐怖发言 苏江沉默了 妈的 哥们 你把我当啥了 多拉M吗 现在甚至连对付F-16的武器 都找自己要了 但他还是对着尼古拉斯 一五一十地说着 很抱歉 我们没有对付F-16的武器 第38章 又是无人机 又是探欠鱼杆 还说你不是军火商 很抱歉 我们没有对付F-16的武器 听着苏江的回复 尼古拉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果然 他们还是对苏江 抱有太高的希望了 一个民用工厂的商人 怎么可能会有对付F-16的武器吗 只是 如果连万能的苏江都没有办法 那么 还有谁有办法 不仅是尼古拉斯叹了一口气 就连一旁坐着的首领 在听到开着免提的手机里 传来的消息时 也是神情意味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但从尼古拉斯的神情 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苏江也没有办法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 苏江只是一个民用工厂 如果抢球的话 还是太为难对方了 而同时 外场的其他人 也是微微摇头 果然啊 这苏江也做不到研发对付F-16的武器 不过也对 F-16可是鹰匠花了多少钱 费了多少年才做出来的武器 要是就这么让苏江超越了 那他们还是别活了 直接沉入太平洋吧 顿时 会议室内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熄灭 尼古拉斯也准备挂断电话了 可就在这时 电话那头却是再次传来苏江的声音 我们虽然没有对付F-16的武器 但是有能比肩F-16的无人机 你们要不要 听着这话 尼古拉斯的大脑瞬间当机 啥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能行 或许是苏江的话实在太过于惊人 尼古拉斯忍住不报了一句华国的国粹 卧槽 这话的声音之大 传播之广 使得在场的众人 在听到尼古拉斯这句话的时 都差点被吓得跳起来 同时 尼古拉斯的这句国粹 也让一旁的首领一惊 你踏马的 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操 差点被你吓得半身不随 首领越想越气 直至脸色一黑 整个人的胡子都被气歪了 正准备对着尼古拉斯发火的时候 却听到尼古拉斯用中东语言 对着众人呼喊道 有救了 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看着突然呼喊起来的尼古拉斯 手里面色一僵 什么 什么有救了 快 快给我抓住他 很快 周围的人七手八脚地 将尼古拉斯按住 试图让尼古拉斯冷静下来 可是等了半天 尼古拉斯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 最终还是埃哈迈德狠狠抽了 他几个嘴巴子 尼古拉斯才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后的尼古拉斯 没有一刻停留 立刻为众人解释道 而解释清楚之后 首领神情一震 什么 那苏江竟然真的有办法 这怎么可能 不行 必须要去亲眼验证 而后首领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你现在就前往华国 马上就走 当尼古拉斯听到首领的命令时 他整个人都懵了 这么快 现在都没有航班了 但首领却是摇了摇头 不能耽误 放心 我给你安排货舱 啥 货舱 就在尼古拉斯震惊的时候 他已经被首领安排人送走了 随着尼古拉斯的离开 在场的众人也渐渐回过神来 纷纷对着首领说道 首领 我有点不放心啊 是啊 这只是一个军火商 能有什么好战斗机 哪怕他是从华国收购的 也是淘汰的吧 是啊 首领 对此 首领也只是摇摇头 不管如何 都要先看看 这是目前唯一的机会了 很快 苏江挂断了尼古拉斯 久久没人说话的电话 而后 微微摇了摇头 这单了就是不容易 要不是有自己这么靠谱的商家 怕是早就被打得 找不到北了 果然 我是好人 就在这时 苏江的手机再次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是毛熊国的一万 呀嘿 好久不见的一人啊 甚是想念他的钞票 为了钞票 苏江立刻接听 很快 对面传来一万的声音 苏老板 我想要跟你谈一笔声音 听到一万的声音 苏江微微点头 这不 声音来了 好啊 好啊 当一万听到苏江回答的时候 整个人却是猛逼了 妈的 打错电话了 还是说 遇到电话诈骗了 苏江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干脆了 毕竟之前的苏江 可是恨不得一根牙膏 挤上十年 可是现在苏江 却是愿意一口气出手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过 一万还是保持着 自己的良好作风 没有多问为什么 而是直接与苏江约定地方 那行 下午三点 咖啡馆的天台 好 随着电话挂掉 苏江看了下手表 现在是两点 不早了 于是 苏江立刻出发 这次 他依旧开着老红旗前往 很快 他就来到了天台 而一万早就再次等待了 这里足足有五层楼高 苏江小心翼翼地来到楼边 看着下方的高度 苏江微微一笑 话说 我不会被推下去吧 听到苏江的玩笑 一万一愣 随后笑了笑 我怎么敢 放眼东亚 谁敢动您 这位军火商啊 对此 苏江也只是摇了摇头 这些都是假话 还是做生意更实际 这次你买什么 面对苏江的问题 一万立刻说道 没器官还不错 我们需要进一下货 对了 老板 你这有没有新货 国内的那群人 对你的新货 还挺感兴趣的 一万回想起来 之前长官特意交代的话 他可是丝毫不敢忘记啊 而听到一万的问题后 苏江想了想 新货 还真有 你们对鱼干感不感兴趣 一听这话 一万一愣 而后瞬间变得失望 鱼干 鱼干能有什么好买的 没意思 对于一万的反应 苏江倒是没什么感觉 只是微微一笑 对着他说道 别急 我这鱼干可不一样 一万深深看了一眼苏江 而后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能不能亲眼看看 文言 苏江淡笑一声 对着一万发出邀请 请 说着 苏江直接开车 带着一万前往了鱼干厂 目前第一批的样品 已经出来了 而现在正是检验鱼干质量 最佳时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工厂门口 而张铃在得到苏江消息的时候 也带着鱼干走了出来 刚好与苏江他们迎面碰上 给 一万接过 张铃手中的鱼干 微微皱眉 这 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吧 面对一万的疑惑 苏江没有多说什么 要是不放心 大可以拿回去检测一下材料 相信你不会失望的 听闻此言 一万一正 随后点头 苏老板说的也是 先试试再说 我去试试 说着 一万就来到了一旁摆弄鱼干 就在一万动手的时候 张铃走了走苏江 老板 我们为什么不给毛熊国上无人机 无人机不是也快好了吗 对于张铃的疑问 苏江只是摇了摇头 不行 目前无人机还无法量产 不可能出售 而且 毛熊国家大业大 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业体系 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的 所以 现在就等尼古拉斯 他们到了 只要丹朗用无人机打好一仗 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我们要打出自己的名头 听着苏江的计划 张铃点点头 还得是老板 想得真远 不过 你这又是碳纤维鱼干 又是无人机的 还他妈说你不是军火商 第39章 安排渠道 就在苏江与张铃交谈时 伊万也在一旁摆弄着手中的鱼干 虽然伊万他没怎么钓过鱼 当他还是一眼 就看出了这鱼干的古怪之处 这鱼干的韧度 怎么感觉怪怪的 这让他内心有了些许疑惑 准备好好查看 可在经过彻底的检查后 发现鱼干除了韧度以外 其他地方跟普通鱼干没什么两样 不过 考虑到苏江的信用还算不错 伊万决定先买十根试试水 万一这鱼干 有什么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呢 而且就算这鱼干一无是处 以苏江之前对产品的定价 也不会太贵 这点钱他还是浪费得起 打定主意后 伊万来到了苏江面前 准备买几根鱼干回去试试 苏老板 恕我眼拙 实在是看不出这东西的厉害之处 所以 我准备买几根鱼干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这一根鱼干得多少钱 听到伊万的询问 苏江微微一笑 伊万 咱们都是老相识了 而且 这是鱼干的第一次交易 价格这方面 你放心 我给你打折 对于苏江的回答 伊万很满意 苏江可是出了名的良心商人 他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很便宜 要不 自己来一百根 不过 伊万还是准备问问具体的价格是多少 哎呀 苏老板您这话说的 我对您肯定是放心的 咱们还是原价吧 看着伊万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苏江一愣 这年头 还有不喜欢打折 算了 那就原价吧 苏江对着伊万 轻轻比了个手势 这鱼干的价格是 三百美刀 看着苏江比出的手势 伊万微微点头 三百美刀 还行 等会 不对劲 一根鱼干卖我三百美刀 疯了吧 虽然我只买十根 但是加起来也有三千美刀了 虽然对于有公款的伊万来说 这算不上什么 但依旧被这价格给惊到了 最终 伊万有些不确定地看着苏江 苏老板 您确定是三百美刀一根 苏江微微点头 他也不想把价格定得这么高 奈何成本在哪 不定高点 本都回不来 可看伊万这模样 难不成他想反悔 这可不行 所以 你还要吗 听到苏江的疑问 伊万咬了咬牙 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绝对不能让苏江 把自己看扁了 要 救援价 很快 张灵又跑到仓库里 去拿了九根鱼干出来 一同交给苏江 伊万看着手中的鱼干 再看了看一旁的苏江 最后 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我这次来 除了是为了你的鱼干 我还需要二十辆拖拉机 你现在有鲜货吗 苏江一听这话 那里能拒绝 二十辆拖拉机 可是几百万美刀 这豆嘴的肥肉 怎么可能让你飞了 有有有 我特意为你背着呢 你可算是开口了 听着苏江的吹捧 伊万莫名地感到很舒服 有时候 他也奇怪 为什么跟苏江做生意 就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呢 对于这个感觉 伊万想了许久才明白 是因为苏江的价格 实在是太便宜了 便宜得令人发指 所以 伊万对苏江的好感 才会这么高 但 鱼干除外 这一刻 伊万觉得苏江变了 开始变成奸商了 一根鱼干 竟然卖自己三百 还踏马是美刀 我去 苏江 你个浓眉大眼的 也叛变了是吧 不过 这些伊万倒是不在意 反正他是用工费买东西 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 他都能接受 而且最关键的是 毛雄国明显不需要鱼干 所以 他对于鱼干的价格 显得无所谓 想到这 伊万的心情开始平复 好好好 还得多谢苏老板啊 这鱼干 我就带走研究了 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新产品 我们应该也可以合作的 听到伊万这话 苏江倒是没怎么在意 毕竟 以后合作的时间还长呢 同时 苏江也在心里默默盘算 一开始的五万没器官 再加上这二十辆拖拉机 四舍五入 就是一千万没刀了 日收千万啊 这一刻 苏江沉默了 他知道 这行来钱快 但是没想到 来钱这么快啊 日收千万 可比什么山竹纯来钱快多了 苏江微微感慨 还是军火最好挣钱啊 就在苏江思考的时候 洗完澡再次开口说道 那苏老板 我安排人明天就来收货 您看可以吗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摇了摇头 这让伊万一愣 苏江这是啥意思 不说都说好有货了吗 怎么还不愿意呢 苏老板 您这是 没货吗 看到伊万这副神情 苏江就明白 伊万误会了 有货有货 我的意思是说 这次就让我给你们运货吧 我会安排渠道 给你保密送过去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 听到苏江这话 伊万身体明显一僵 苏江这是啥意思 以前可没见他 有这本事 结果现在 他竟然还敢给自己 保证保密发火 我去 苏江不会真成军火商了吧 都发展出自己的路线了 人才 绝对的人才 这一刻 苏江在伊万心中的地位 直线上升 妈的 还得是苏老板啊 都这么为哥们考虑了 要不是 自己出门带的钱不够 哥们多少 也得把苏江的鱼杆给包圆了 一想到这 伊万嘴上连连说道 哎呀哎呀 这就麻烦苏老板了 同时 伊万也想看看 苏江的渠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可行的话 他们不介意 多下几个订单 就这样 伊万与苏江两人 接着闲聊了几句后 伊万就告辞了 望着伊万的背影 苏江微微点头 这时 张灵凑到了苏江的身旁 老板 这伊万似乎没看出鱼杆的作用啊 毕竟 他是亲自参与到鱼杆的制造过程中的 也是最明白 苏江制造的鱼杆有多厉害 可眼前的伊万 却是一副不识货的模样 这让张灵有些疑惑 而苏江看着伊万的背影 转过墙角后 回头对着张灵说道 他不懂 不代表他身后的人不懂 只要他将这些鱼杆带回去 那咱们就准备躺着赚钱的准备吧 听到这话 张灵也是点了点头 他对于苏江制造的鱼杆百分百信任 他已经开始期待 伊万后悔的神情了 这时 苏江再次对着张灵说道 对了 老张 把我们的鱼杆 也给国家送出一根 张灵听到苏江的命令 明显一愣 啥 给国家送碳纤维复合材料鱼杆 看不出来啊 老板 你竟然还是一个良心上人 我直接送 对于张灵的疑惑 苏江微微摇头 第一根是送 后面就不一定了 一听这话 张灵大吃一惊 合着你压的 把主意都打到国家头上去了 老板 你连国家的钱都敢挣 第四十章 企业特色 老板 你连国家的钱都敢挣 听到张灵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随后反问张灵 屁话 咱们出道到现在哪笔钱不是挣各个国家的 咱们这是企业特色 懂吗 不过华国肯定是要打折的 毕竟运送物资啥的也帮了不少忙 也得给国家做做贡献 哎 我可真是个好人啊 听着苏江的感慨 张灵仔细回想了下 苏江说的好像也没问题 他们出道到现在 做的生意都是面向国家的 但了 毛雄 好像还真没怎么做过一般人的生意 妈的 不知不觉间 他们还真就有了企业特色 就是这企业特色 为毛这么奇怪啊 不过 张灵也没有多想什么 反正天塌了 有老板顶着 以老板的能力 进橘子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于是 张灵满心答应下来 随后 就准备去寄鱼干了 好 我现在就去 我也想为国家做做贡献 就在张灵离开的时候 苏江的手机响了 打开一看 发现竟然是尼古拉斯的消息 苏江眉头一挑 嗯 他记得 尼古拉斯不是在丹朗吗 怎么说今晚就能到 他这是坐的什么飞机 这么快 算了 来了就好 自己的无人机可以卖了 随后 逃出手机对着张灵打了个电话 老张 寄了鱼干就回来 尼古拉斯来了 电话另一头的张灵 一听尼古拉斯来了 顿时明白 苏江是什么意思 踏马的 大飞扬来了 那自己可得好好接待 就在张灵紧锣密鼓地 准备接待尼古拉斯的时候 华国首都 某处会议室内 一群人正在开会 他们这次商讨的一题 是复合材料 随着众人的落座 坐在最前排的 一名黑衣男子站了起来 男子戴着无眶眼镜 整个人都显得儒雅随和 最后 他清了清嗓子 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我是李江 今天由我主持会议 接下来 会议开始 听到李江的声音 在场的众人打起了精神 他们在来之前 就听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一题 听说是复合材料有结果了 这可是一个大项目啊 一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纷纷放下手中的事 急忙赶来 而李江看着众人 已经开始焦头接耳 便将自己的声音放大了 只是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兴奋 这让不少人心生疑惑 难不成 出事了 下一秒 李江接着说道 各位 经过三年的时间 研究复合材料实验室出结果了 在这里很遗憾地跟大家说 碳欠还氧树枝复合材料的试制失败了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原本提起的心 现在彻底死了 果然 这碳纤维材料 确实是太难了 他们对此 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 可是 真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是有些感到不可置信 毕竟 这材料 可是生产战斗机 最基础的材料 他们对这材料的需求很大 也很迫切 但由于外国将这项技术封锁了 只能国内自己公关研发 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制作成功 看着众人明显失望的神情 李江确实对着众人说道 但我们这次 也得到了不少的数据 相信要不了几年 我们就能研发出来 李江的话还没说完 就有人站了起来 各位 我们在碳纤维上 拖得太久了 在上面耗费的资金 也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不趁着毛熊 与二毛开战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从毛熊手中 买到图纸 以毛熊的性格 未必不会卖我们 听到这人的提议 众人眼神一亮 但又很快熄灭 毛熊可不是什么好人 要是自己等人 表现出购买的欲望 那毛熊肯定会坐地起价 所以 想从毛熊那里购买图纸 不亚于自主研发 但现在除了毛熊 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 打破技术封锁 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让华国的处境很难受 听到众人的话 李江也是微微摇头 跟毛熊合作 确实是太难了 他们也没有 其他更好的办法 就在他准备 起身发言的时候 门外 一位技术人员 突然走了进来 报告 听到技术人员的报告 李江明显一愣 怎么了 只看到 那名技术人员 对着李江 递上了一根鱼杆 同时 嘴里也在解释 这是 刚刚江泽机械厂 送来的新产品的样品 听着技术人员的解释 李江更懵了 啥意思啊 什么样品 不是 苏江他的工厂 不是做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的吗 什么时候开始做鱼杆了 你这胯横胯的 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李江有些疑惑不解地看着 这就是江泽机械厂的新样品 怎么还改风格了 听着李江的疑问 技术人员摇了摇头 这是正常的 江泽机械厂的产品 乍一看都挺正常的 但是实际上 拖拉机 煤气罐 钢管 看着那个不是民用品 但那是正常工业化产品 听到技术人员这么一说 李江顿时回过神了 说的也是 苏江的产品 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 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所以 这根鱼杆也有什么作用吗 李江看着鱼杆 仔细摸了摸 发现这东西的韧性不错 有点意思 不过具体怎么样 还是要测一测才行 既然如此 那就把这根鱼杆测试一下吧 看看有什么用 技术人员得到命令 立刻跑了出去 而李江则是继续主持会议 商讨该怎么处理 复合材料这件事 不知过了多久 之前的那名技术人员 再次跑了回来 只是这次的他 面色红润 整个人都很兴奋 仿佛遇到了什么大喜事 这让李江有些疑惑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那名技术人员 强行缓了几口气候 对着李江说道 报 报告 我们测出来了 这鱼杆的材质有问题 一听这话 李江也来了兴趣 什么问题 同时 周围的人也竖起了耳朵 在场的众人 都是听说过苏江工厂的 所以 他们也好奇 苏江这次生产了什么 随着众人的神经绷紧 技术人员也终于开口了 这根鱼杆 是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做的 抗拉强度 在3500帕斯卡以上 除此之外 弹性膜量也是拉满 非氧化的环境下 3.000的高温下 都不容软化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江却是直接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第41章 这是鱼杆 什么 快快快 拿给我看看 这一刻 李江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了 整个人急忙从桌子后面跑了出来 直接跑到了技术人员的身旁 随后一把抢过他手中的检测报告 只见检测报告上面 密密麻麻 写着各种数据 其中 他们最关心的抗拉强度 和弹性膜量直接拉满 甚至能在非氧化的环境下 历经3000度高温也不软化 李江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手中的报告 不是 这踏马是鱼杆 等等 谁家的鱼杆这么抗燥 这呈现出来的效果 简直惊为天然啊 甚至能够完美满足 战机机身所有的强度需求 不行 量产 必须要量产 不量产不行 而在场的众人 看到李江这副模样 便也猜到 这鱼杆的材料 或许还真的是 碳纤维复合材料 不过 他们没听错的话 这是苏江给他们送来的 新产品的样品吧 也就是说 这是苏江工厂研制的 不对劲 九分有十分的不对劲 你确实你是人 他们为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期间投入的经费 更是以异为单位 结果直到现在 还没有成功 结果你现在对我说 你你一家普普通通的民用工厂 搞成了 还他妈搞得这么好 我去 你这么做 国内研究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究所 不要面子的吗 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 过了那么多的年 结果 让你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小工厂 给攻破了 一时间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 搞得原本安静的会议室 顿时喧闹起来 话题的中心 就是苏江的工厂 与碳纤维复合材料 所以这个 碳纤维复合材料 还真让苏江的工厂搞出来了 好像是的 李主任的神情 可做不了价 是啊 这时 有人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一饮而尽 干渴的嗓子得到缓解后 开口说道 可 这是否也太离谱了 一听这人的发言 众人微微沉默 这确实是太离谱了 过了许久 众人再次说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 别人真的做了出来 做出来是做出来了 就是这事 还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你想想啊 苏江之前的煤气罐炮弹 拖拉机坦克 已经炮管一样的钢管 这里面那一样 不是可以当做军用品的民用品 以前 我以为这就是苏江的极限了 结果 他今天给我来了个大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竟然被苏江拿来做鱼干 一说到这 众人的神色一案 他们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明明苏江能够搞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结果非得去做什么鱼干 难道他不知道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重要性吗 可要是说 他不知道碳纤维复合材料 那他为什么 又能把这个做成鱼干 我去 这苏江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实在是搞不懂他的脑回落 想到这 众人纷纷忍不住 想要吐槽了 唉 我要是有苏江这脑子 早就去做军火商了 你 可能还没做 你就没了 确实 不是 我他妈开玩笑呢 你们还当真了 没啊 就算不当真 我们也不信 你有这脑子 我去 你们狠 煞时间 整个会议室内众人的心情 因为苏江送来的鱼干而美丽 就在这时 李江也从兴奋中反应过来 这鱼干很好 完美地补足了我们缺失的一款 这时 研究所的艺人来到了李江的身旁 小声问道 既然 这鱼干已经经过了测试 要不要给空军方面打电话 这话说的没错 毕竟空军苦这玩意 都苦了好几年了 今天总算是可以过年了 李江听到这话 微微摇头 不用了 这件事关系重大 我亲自去 同时 通知科学院专家 国企集团高层 国防工委会开会 这玩意不仅有了 咱们还要大力生产 听到李江的指示 众人重重点头 妈的 他们总算是可以挺着腰板说话了 草 鹰匠 你踏马给也死 就在张灵寄出鱼干后不久 苏江也开车回到了江泽机械厂 因为距离较远 苏江花了二十多分钟才到 这也让苏江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组建自己的工业园 把自己的工厂 全部放置在一起 重新规划一下 不然 东一个工厂 西一个工厂 他每天 就是去视察工厂 都要花半天时间 要是能把这些工厂 集中在一起 也方便管理 那安保力量 也能集中在一起 现在苏江的总部 肯定是江泽机械厂 这里因为有着众多的煤气罐 所以 安保力量也是最强的 但拖拉机厂 和钢管厂也不少 可苏江还是觉得力量太分散了 还是集中起来才好 就在苏江思考的时候 外面的天也渐渐黑了 张灵也顺利回到了工厂 咔 张灵刚刚关上车门 又一辆黑色汽车 驶进了工厂 张灵定睛一看 发现是尼古拉斯 于是 张灵急忙招呼苏江下来 这可是他们的大客户 可是不容闪失 得到张灵的苏江 也迅速从办公室里跑了下来 还没见面 就看到苏江满面微笑地 看着尼古拉斯 这让尼古拉斯后背一凉 怎么感觉 今天的苏老板格外热情啊 难不成 转性了 尼古拉斯将这个猜想 使劲摇出脑袋 随后 尼古拉斯张开双臂 准备与苏江拥抱 面对尼古拉斯的热情 苏江可不会让他失望 只见他也张开手臂 与尼古拉斯紧紧相拥 这一幕落在张灵眼中 却显得很不对位 妈的 两个人明明都想坑 对方一手 结果愣是搞出了 这副相亲相爱的模样 果然 有什么能当老板的人 都是天生的 毕竟 他自认为 没有老板那么灵活的 道德底线 毕竟 之前在得知尼古拉斯 有问题的时候 苏江可是恨不得掐死他 而现在 则则则 苏江只想掏空他的钱包 很快 苏江两人又分开了 而后 尼古拉斯正声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咱们真是好久不见啊 用华国的话说 就是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咱们今晚可得好好聊聊 苏江虽然不知道 这尼古拉斯 是在哪里学的这些 但意外地用得不错 于是 苏江也是满脸微笑地 看着尼古拉斯 之前对于这位人兄 苏江之前 可是不怎么待见他的 毕竟 他把自己的煤气罐 拿去当炮弹用 这要是让其他国家知道 还怎么想自己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可是得到官方认证的 良心商人 所以 卖点煤气罐 拖拉机 当管啥的 很正常是不是 毕竟 他是民用工厂 为建设美丽丹朗 贡献一份力量 可是一位良心商人 该有的觉悟 但这样的客套话 尼古拉斯 显然不想再说 他今天来苏江这里 可是带着任务的 好了 苏老板 我们已经这么熟了 这些话不用说了 您也知道 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所以 您说的可以比肩 F16的无人机在哪 听到尼古拉斯 急切的声音 苏江微微一笑 呦 我还以为 你会不急着开口呢 现在知道急了 不过 看着尼古拉斯 焦急的模样 苏江也明白 无人机对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 也不准备再吊着胃口了 当然 我听说你要来 可是特意让人 给你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 怎么可能会拒绝 连忙应和着苏江 好啊好啊 我就等着您这句话了 对于尼古拉斯的反应 苏江微微一笑 那上车 老张 快来快来 开车 一旁的张灵 听到苏江这话 认命地坐上了驾驶位 老板 有时候我也好奇 咱们这么富了 你为啥不去找个司机 对于张灵的问题 苏江想也没想就说了 啊 司机能比你好吗 一听这话 张灵明明知道 苏江这是在开玩笑 但他还是有了干解 妈的 很快 张灵开着红旗 将尼古拉斯带到了工厂 可是 尼古拉斯刚刚一下车 就发现了不对劲 本会 你确定 这里能生产比肩 F16的无人机 老板 你家无人机这样卖的 苏老板 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这不是玩具无人机场吗 第42章 开启会议 这不是玩具无人机场吗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尼古拉斯的表情明显一僵 苏老板 您说的不会是玩具无人机吧 我说的 F16战斗机 可是会啵啵的那种 打人贼疼的那个 不是模型啊 您这 现在的尼古拉斯 可是生怕苏江在电话里 误会自己的意思了 他说的可是真的 会飞的 还踏马会打人的 F16战斗机啊 可不是那种看着玩的 这要是理解错了 妈的 尼古拉斯一想到 自己之前的那模样 多半要见真主 看着尼古拉斯 陡然变幻的表情 苏江微微一笑 他怎么可能听错 你就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骗你 走吧 咱们进去吧 不过 尼古拉斯在听到 苏江这话的时候 表情依旧没有高兴起来 随后 尼古拉斯一边走着 一边叹气 苏老板 我们丹老目前真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我们与犹太国之间差距太大了 尼古拉斯正说着 心中也对苏江的无人机不抱什么希望了 毕竟 这只是一个玩具无人机厂 能生产出什么好东西 难不成 你给我说 生产玩具的无人机厂子 也能做出战斗机一样的无人机 别他妈搞笑了 这压根就不可能 听到尼古拉斯的话 张灵微微皱眉 毕竟 他可是知道 苏江设计出来的无人机 有多逆甜 他可不允许 有人这么说 苏江的无人机 可还没等张灵开口 苏江则是率先开口道 放心 有些东西 还是要眼见为实位好 你说是吧 对于苏江 这副轻描淡写的模样 尼古拉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 他们国家真的需要可以与F16相抗衡的东西 不然 他多耽搁一天 他们的军队 就会被F16轰炸一天 最后 尼古拉斯声音嗡嗡说道 好 可尼古拉斯的神情明显低落 在没有之前的那股兴奋劲 同时 尼古拉斯还对着苏江他们讲述 F16的恐怖 苏老板 我在刚刚落地华国的时候 犹太国又袭击我们了 同样出动了F16 哪怕我们这次做足了准备 依旧损失了不少士兵 同时还被摧毁了不少阵地 这让我们前期辛苦夺回的地方 再次丢失 不仅如此 F16已经开始威胁 我们总部了 这一切就因为我们 没有可以打击F16的手段 说到这 尼古拉斯这近乎两米的汉子 竟然眼角一红 差点哭出声来 很快 几人走进工厂 此时正值深夜 工厂里除了几个保安 再没其他人 苏江这张脸 显然在保安这刷熟了 很轻松地 就带着尼古拉斯走进了车间 而尼古拉斯 看着苏江这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内心也有些好奇 难不成 苏江真的有办法 咔 车间大门被推开 张灵打开了车间的电灯 灯光瞬间照亮一切 突如其来的光芒 使得尼古拉斯眼前一白 随着视线恢复 尼古拉斯终于看清了车间里的东西 可只是看了一眼眼前的无人机 尼古拉斯瞬间沉默了 不是哥们 机长7米 一展14米 机高2米 你踏马管 这叫无人机 你说你离不离谱 尼古拉斯看了看那大的煤边的无人机 再看了看一旁的苏江 心中顿时有无数国粹想说 最后还是忍住了 只能悠悠地说了一句 苏老板 您确定这是无人机 就在苏江他们在卖无人机的时候 华国还在为苏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鱼竿感到震惊 甚至为此 特意在深夜召开一场会议 会议室内 在座的这些人 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泰斗人物 他们正睡眼心松地与身旁的交谈 怎么回事 为什么凌晨三点还要开会 是啊 这大半夜的开什么会 而且还来这么多人 你看 国防的人来了 空军的人来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竟然引得这些人如此重视 哎 等等吧 一会就知道了 说得也是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李江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还没落座 就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碳纤维复合材料有结果了 话音刚落 瞬间就有一位技术人员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报告 给这些人过目 随着材料报告的入手 众人纷纷查看起来 他们自然是知道 国家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费了多少功夫 现在总算是有结果了 这让他们怎么不写 随着众人查看报告的深入 他们的双眼 也被紧紧 吸在了报告上 过了许久 终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站了起来 他是材料方面的权威专家 可以说 他是在场的众人 最了解这些材料的人 只见他摘下了 自己的花边眼镜 有些惊讶地 对着众人说道 奇怪 这强度不错啊 非常强 甚至比鹰匠之前的产品 还要高一个层级 这是哪个国家研究出来的 难道又是鹰匠 听到老人的疑问 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也看出来了 这材料确实还不错 甚至比之前 在鹰匠那里 走特殊渠道 买来的还好药 也不知道 这次是那个国家生产的 但是可惜啊 他们也只能 缠缠其他国家的 华国这方面 还是被卡了脖子 唉 一想到这 众人就来了气 他们之前 为了这碳纤维复合材 可是花了大价钱 才从鹰匠手中 买到的 结果 鹰匠说不卖就不卖 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 这让他们心中 也憋了一口气 时刻想要研发出 自己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他们今天 在其他人那里 也得知了 研发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现况 这一次又失败了 他们也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失败了 可就算是失败了 又能怎么样 他们还是要自主研发 毕竟这种东西 说没就没 要是没了这个 战机可就成一次性消耗品了 想到这 众人的神情意味 唉 这路也太难了 而台上的李江 看着众人明显失望的神情 则是微微一笑 这让其他时刻 注意着他的人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李江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只听到李江悠悠地说了一句 各位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 其实是国产的 此言一出 直接令在场的不少人 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什么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可是今天的会议 不是才通报了失败吗 那这些碳纤维复合材料 是谁生产的 是哪家研究所 他们竟然能够 不声不响生产出来 瞬间 整个会议室 被众人的声音覆盖 他们都想知道 究竟是谁生产了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 第43章 你管这叫国产 国产 这东西竟然是国产 你确定你没在开玩笑 哪个研究院研发出来的 自从听到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 是国内研发的以后 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毕竟 这可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东西 结果 你现在给我说 国内研发出来了 看着众人兴奋的神情 李江微微一笑 各位 可以尽情猜一猜 这是谁做的 一听这话 在场所有人 却是没有如李江想的一样 开始议论 而是直接堵着李江让他说 还是别猜了 你直接说吧 对啊 猜什么猜 你直接告诉我们吧 没错 看着自己似乎卖不了关子 李江也清了清嗓子 郑生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所关心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其实是国内的一家 嗯 鱼竿厂做的 李江没有直说 是苏江做的 毕竟 苏江刚刚才在他们内部出名不久 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 那一个不是话题 现在又来一个碳纤维复合材料 说实话 李江也搞不懂 这苏江到底是干啥的 经常东一锤子 西一郎头的 结果他每个还都做出来了 这人的脑子还真不错 虽然李江的声音不大 但却犹如炸雷一般在众人耳边响起 神踏马鱼竿厂 在场的这些专家都是一脸黑线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李江 顿时 所有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一个鱼竿厂 竟然可以做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先不说这个能不能做出来 就是最开始的材料准备 都得花好久 更别提研发过程 就算是他们有渠道买到现成的货 可那逆向工程也是难如登天 最关键的是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参数上还比鹰匠的 要好上不少 说到信头 甚至还有人直接站了起来 拿着材料报告上的参数 对着李江说道 你总不能说 一个鱼竿厂做出来的东西 比鹰匠还要厉害吧 那我们这些年的努力算什么 说到这 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是啊 他们为了这碳纤维复合材料 付出的心血可不少 结果现在你给我说 一家鱼竿厂就能做出来 那他们这么多年的心血 岂不是白费了 听到这些人的话 李江微微摇了摇头 随后 拿出了苏江送出的鱼竿 传递给众人 看着眼前的这根鱼竿 刚刚还在声讨李江的专家 如获至宝地将它捧在手心里 他们仔细掂量了下重量 而后开始讨论起来 嘿 你们别说 这鱼竿的手感 韧性 流水般的外形 还真有可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起码我是信了八成了 听到这话 顿时有人坐不住了 一把抢过鱼竿 开始测试 我来试试 只见那鱼竿在他的手里来回折腾 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过了许久 他终于放弃了 只是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人生的时间都灰暗了 最后 悠悠地说一句 别烦我 我想静静 众人看他这副模样 也知道 现在什么都别说 于是 转头继续讨论起鱼竿 难不成 这鱼竿是真的 有可能 毕竟 这么多行业大佬都认可了 那多半都是真的 如果真是材料检测报告那样的结果 确实是个空军 说的也是 正说着 一位专家站了起来 我们必须大量的采购这种鱼竿 国家的空军有救了 是啊 这一刻 众人终于有了一丝开心的模样 与会议同步进行的 还有苏江的无人机售卖 自从看到车间里的无人机后 尼古拉斯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毕竟 谁踏马会造这么大的无人机 你说它是直升机我都信 结果 你说它是无人机 哥们 我只是读书少 不代表我是傻子 就在尼古拉斯深深的怀疑自我的时候 苏江也开始为尼古拉斯 讲解无人机的优势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无人机 仅仅它的作战半径为2000公里 听到这 尼古拉斯顿时感觉不对劲了 苏老板 等会 你是不是搞错了 2000公里 还只是作战半径 你知不知道F-16的作战半径是多少 就算是牛逼哄哄的F-16战斗机 它的作战半径也只有1340公里 结果 你说你的无人机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 尼古拉斯越说越激动 他不是看不起苏江 只是 苏江这话 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这无人机再怎么厉害 它也只是无人机 结果 你说它的作战半径比F-16还厉害 等会 你这无人机合着是烧油的呀 苏江听到尼古拉斯的疑惑 并没有急着解释 而是细心地为尼古拉斯接着介绍 不仅作战半径大 它的飞行高度在极限状态下 能达到14000米 听到这 尼古拉斯的眉头越来越紧 他没记错的话 F-16的最高飞行高度是16000米 虽然这无人机不能达到这么高 但也够用了 毕竟 飞行员不可能长时间 保持16000米的飞行高度 只要它赶下来 它们就敢轰它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苏江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紧接着 苏江还在输出 时刻冲击着尼古拉斯 那小小的脑袋 我们这款无人机的最远飞行距离 可以达到4000公里 当然 如果你真的决定 让它飞这么远的话 请给它一个合适的地方坠毁 否则出了事 我们该不负责 苏江将无人机的优势 一五一十地说着 毕竟这东西 光前期成本就花了二十多万刀 要是没点黑科技 简直说不过去 正说着 苏江就让张灵 准备准备试飞一下 给尼古拉斯开开眼 老张 来 飞一个 张灵听到这话 微微点头 随后开着插车 将无人机插到了工厂的广场内 准备试飞 尼古拉斯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切 不是 你们不是还真打算飞一个吧 我去 来真的 正想着张灵已经带人推着无人机来到了户外 试飞开始 老张 开始 苏江一声令下 无人机的发动机发出阵阵嗡鸣 地面也开始微微站立 周围厂区的灯瞬间开了大半 都想看看究竟是谁在扰人轻梦 踏马的 谁啊 半晚上不睡觉 玩你马呢 第44章 你就买了个鱼竿 伴随着一声声国粹 一同飞起的 还有苏江的无人机 看着无人机腾空的那一刻 尼古拉斯整个人呼吸急促 这起步速度 这加速度 这高度 看着一溜烟 就窜上天的无人机 尼古拉斯咽了咽口水 尼马这效果 那完全不具犹太国的F16了呀 很快 张灵又将进行操作 毕竟 他们已经看到有人冲着工厂跑来了 要不是保安关门关得快 他们今天多半得交代在这 随着无人机的落地 苏江迅速转移阵地 回到一处安静的房间内 尼古拉斯有些激动地 对着苏江问道 苏老板 这个无人机我已经看到了 确实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这价格 说到这 尼古拉斯也有些不自信了 毕竟无人机的性能太爆炸了 那么相对的 价格也会爆炸 所以 他想要知道 苏江对无人机定价是多少 对于尼古拉斯的疑问 苏江也开始了思考 说起来 他确实没有考虑过无人机的价格 不过 很快他就想明白了 毕竟无人机的成本 都要20万每刀了 那卖200万一台无人机 很合适吧 随后 苏江对着尼古拉斯比了个手势 200万每刀 怎么样 听着苏江爆出的价格 尼古拉斯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不是 200万 每刀 就这点 他知道 一架F-16战斗机的售价是多少吗 就说 犹太国的F-16 购买他跌音匠淘汰多少年的二手 最低也要1000万每刀 200万 还是这种品质的无人机 只能说稳了 哥们 我知道你很良心 但也不至于这么良心吧 但尼古拉斯 可是不敢多说什么 连连点头同意 要是苏江真准备涨价了 那他可就没地方哭了 太合适了 说完这句话 尼古拉斯整个人差点跳起来了 连忙掏出手机 给首领发了条信息 汇报了这条好消息 就在尼古拉斯发消息的时候 张灵看着尼古拉斯的表现 内心有些疑惑 毕竟尼古拉斯的这表现 怎么看也不像是 嫁要高了的模样 于是张灵小声地问着苏江 老板 我们的价格会不会给的太低了 我看尼古拉斯还有油水可以炸 听到张灵这话 苏江笑了笑 第一 这只是开胃菜 后面就高了 不给低价让他们放心 后面怎么赚钱 凌晨10分 单朗 会议室内依旧灯火通明 自从尼古拉斯离开 已经快两天了 这两天 首领被F16折磨得焦头烂额 说起这几天的战况 简直就是被犹太国降维打击 整个会议室内都是哀声叹气 你们说 要不引诱F16下来作战 然后轰几炮 想多了 他们根本不准备下来 只会在天上投弹 投完就跑 根本不带停的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这F16一天不出 他们一天就得不到安宁 就在这时 首领的手机抖了一下 打开一看 发现是尼古拉斯发来的信息 这让首领有些疑惑 他记得几个小时前 尼古拉斯才刚刚落地吧 怎么会这么快给自己发消息 难不成 那件事有着落了 想到这 首领连忙点开消息看看 可只是一眼 首领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 随后 首领惊呼出声 对付F16 有希望了 同时 首领也开始询问 尼古拉斯 关于无人机的详细情况 而在听到首领的惊呼后 其他人也是脸挨着脸凑了过来 挤在一起看消息 他们可记得 尼古拉斯之前说的话 再联系刚刚首领说的话 难道 无人机真的有希望了吗 很快 尼古拉斯传回来消息了 只见 尼古拉斯发回来几张照片 还有一段是非视频 看着照片里的庞然巨物 众人沉默了 不是这玩意 就是你说的无人机 你确定 你真的不是照着直升机做的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首领点开了视频 只看到视频里 这架无人机 嗡鸣不断 随后顺利腾空 看到这个时候 周围人瞬间开始激烈讨论了 等等 这个无人机 真的飞了起来 不是这么大的无人机的起飞速度 怎么可能真快 是啊 而且 你看这个 它的加速度也很快 瞬间就飞到了百米的高度 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个无人机很平稳 等会等会 这踏马真的是无人机 谁架无人机这么做的 看着比直升机还离谱 是啊是啊 一时间 整个会议室都沸腾了 毕竟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把无人机造得比直升机还大 这玩的锤子 就在丹朗因为苏江的无人机而震惊的时候 伊万却是有些不敢回到毛熊国 最后 还是咬咬牙跺跺脚 回了国 毕竟 他这次出来 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应该不会有啥事吧 伊万心中为自己打着气 很快 一辆汽车行驶在雪原上 过了许久 伊万也终于回到了总部 只是刚刚驶进大门 伊万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妈的 这气氛怎么不对劲 怎么这么多人 看着门口站着一大群人 伊万有些疑惑 上次回来的时候 也不见有这么多人 怎么这次多了这么多 不过 伊万还是壮着胆子走向那群人 可是走着走着 伊万就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感觉 人群正中央的壮硕的男人 这么严肃啊 似乎在电视上见过 同时 伊万还看到了那男人肩上的军衔 等等 不对 伊万使劲擦了擦眼睛 再看了看 不对 还真踏码的是上将 我尼玛 还踏码的是鼎鼎有名的 亚罗斯拉夫上将 这可是军队中的扛靶子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刻 伊万开始慌了 亚罗斯拉夫上将 别是来迎接自己的呀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 只是带了一根鱼竿回来 那去西伯利亚的名额 肯定有他一个 现在伊万开始期望 亚罗斯拉夫上将 只是路过的 可是 很可惜 亚罗斯拉夫上将在看到 伊万出现的时候 立刻迎了上去 并且给了伊万一个巨大的拥抱 将伊万紧紧地抱着 只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 有些疑惑 为什么眼前这个人一直在抖 难不成 去了几天 华国都开始不耐寒了 不行 得给他整几瓶福特价 但在此之前 还是要问问 伊万这次在华国 买到了什么好东西 毕竟 他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亲爱的达瓦里士 你这次在华国进了什么货 听到亚罗斯拉夫上将的问话 伊万有些颤抖地 从包里掏出了一根鱼竿 他已经放弃挣扎了 报 报告 我买了这个鱼竿 听到伊万的回答 亚罗斯拉夫上将 整个人一愣 随后 胡子一歪 直接将伊万举了起来 啥玩意 老子给你这么多钱 你探马买个鱼竿回来了 第45章 国家订购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亚罗斯拉夫上 将看着手中的鱼竿 再看了看地上的伊万 语气有些不善 毕竟 他大老远地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伊万带回来的新产品 结果 你现在告诉我 这根鱼竿就是新产品 嗯 鱼竿 我探马前线等着打仗呢 你探马给我买鱼竿 难不成你想让我的部队 在前线钓鱼吗 操 而听到亚罗斯拉夫上 讲着暴躁的声音 再看了看 上将身后那寒光灵灵的 AK47的枪口 伊万有些害怕的 咽了咽口水 但现在 鱼竿已经买回来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开始为亚罗斯拉夫上将解释 这鱼竿的强大之处 上将 这是那家华国工厂的最新产品 他们为了这根鱼竿 付出了不少心血 而且 它的材料很好 任性也拉满了 所以 我才买了几干 听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心情略微平复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鱼竿 或许有点用 不过 亚罗斯拉夫上将 最后还是问了一下伊万 既然如此 这鱼竿的价格是多少 可当伊万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过了半天 都没有回答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问题 这让上将有些疑惑 总不能手里的鱼竿很贵吧 一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 也加重了语气 快说 伊万看着自己 似乎是真的躲不过 这劫了 闭上了双眼 对着亚罗斯拉夫上将 比了个手势 看着伊万的手势 亚罗斯拉夫上将一愣 三百 软妹币 那你慌个屁 亚罗斯拉夫上将 准备伊万从地上拉起来 三百软妹币 买个鱼竿上的屁啊 等等 只见伊万在地上死活不敢动 这让亚罗斯拉夫上将 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这玩意 不会是美刀吧 听闻此言 伊万任命地点了点头 亚罗斯拉上将一脸黑线 你竟然花三百美刀 买一根破鱼竿 三百 这不是冤大头吗 就在亚罗斯拉夫上将 准备一把折断手中的鱼竿时 却发现 任凭自己怎么使劲 这鱼竿都是纹丝不动 丝毫不受影响 这让亚罗斯拉夫上将来了兴趣 这东西 难不成真有厉害的地方 最终 亚罗斯拉夫上将 强忍着骂人的冲动 将手中的鱼竿 递给身后的一人 拿去 给材料院检测 我倒要看看 这东西厉害在哪 随着那人的离开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目光 也落在了伊万的身上 原本就浮躁的内心 也是越想越气 该死的笨蛋 妈的 一根破鱼竿 能是什么好东西 但看在伊万这次出去 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份上 亚罗斯拉夫上将 也不准备再在这种小事上纠结 最后 整个人也只是微微摇头 伊万 还好你这次 去华国 还是买了一些拖拉机和煤气罐的 也不算亏了 但不许有下次 明白吗 听到这话 伊万连连点头 同时 将包里剩余的几根鱼竿给藏好了 一根鱼竿跟十根鱼竿 可是大不一样 看到伊万点头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目光流转 在他身后众人身上来回扫视 二毛目前有鹰匠的支援 很嚣张 必须要制止一下 压一压他们嚣张的火焰了 正说着 亚罗斯拉夫上将对着身后的一人招了招手 来人 将这些煤气罐全部拉到前线去 明天我们就开始小规模的轰炸 同时 把拖拉机全部当成运输车 得到命令后 那位军官连忙开始行动起来 看着军官的远去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没忘记伊万 至于你 伊万 我罚你今天必须喝三瓶福特加 一听这话 伊万瞬间兴奋起来 喝福特加这种事 对他来说那里是惩罚 完全就是奖励啊 他立刻就跑去找酒喝了 时间飞逝 距离鱼竿被寄出去 已经过去一天了 而苏江他们 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生产 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这些就不说了 他们的产值一天天地都在提升 现在苏江忧心的是 无人机与鱼竿 特别是无人机 现在 他也只有单朗这一家客户 未必能够吃下自己的所有的无人机 所以 苏江就等着自己的无人机 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了 到了那时 就可以躺着挣钱了 至于鱼竿 苏江则是一点也不担心 只要华国与毛熊 将自己的鱼竿研究了 肯定会第一时间给自己打电话的 这不 就在下一秒 苏江的电话 被人打响了 打开一看 发现是华国的号码 接通一听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一道声音 你好 我是国家材料研究所 李江 我们已经收到了 你寄来的鱼竿 经过检测 发现是极为昂贵的 复合碳纤元素 请问你是否愿意 给出制作的图纸 当听到电话里 李江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苏江整个人差点笑出声 等了半天 终于等到你 还以为他们不识货呢 不过 对于李江的要求 苏江则是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您老就别开玩笑了 我是一个商人 对于商人 你可以商量价格 但是 你不能一来商量命根子 我辛苦研发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现在吗 对于苏江的回答 李江也是微微叹口气 看来想得到苏江的图纸 是不可能的 不过 李江并没有感到奇怪 毕竟 苏江他们研发这么久 肯定是准备盈利的 很快 李江的话锋一转 笑了笑 哈哈 当然 以上这些 只是开个玩笑 你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 我们肯定会 尊重你的权利 因此 我们打算在你这里订购一批 价格是多少 听到李江的询问 苏江微微皱眉 这是卖给国家的 肯定不能原价卖 但也不能太亏了 随后 苏江对着李江说道 我们对外售价是300美刀 也就是1800 但是我们对国家可以便宜一点 如果你是大规模订购的话 一根1300 便宜500 得到苏江的回答 李江微微点点头 1300 也就是说 便宜了接近三分之一 这对苏江而言 也算是大出血了 好 听到李江同意后 苏江也是长出一口气 这1300 对于苏江而言 无非就是少赚一点 但从一开始 苏江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所谓的 卖高价鱼竿 完全就是为了 能够搭上了国家的这条线啊 只要有了国家 当作靠山 日后 不说是肆无忌惮 那也是毫无对手了 完全可以在国内 横着走 那日后自己的军火 民用交易 可以更加大胆了 第46章 国家订购 随着苏江的报价 李江整个人都惊呆了 不是 哥们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别说是卖碳纤维 复合材料了 你就是卖鱼竿 这价格都不算太贵 毕竟 国内的鱼竿 动不动就是好几百 还有一些进口的鱼竿 更是能卖到上万的价格 结果 你现在只卖我1300一根 这一刻 李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苏江到底把成本压缩成什么样了 竟然会让一根碳纤维 复合材料的鱼竿 只卖1300 这让李江陷入了沉默 过了许久 李江再次发声 既然价格是1300一根 那么 我们第一批就订购三万根 你们能在一周内 生产这么多吗 对于李江的问题 苏江算了算 如果是一周的话 那只要收过鱼竿场 就差不多了 随后 苏江对着李江说道 完全没问题 只要你们需要 我们随时可以嫁 毕竟 顾客就是上帝嘛 只要您交代 我随时都行 听到苏江的回答 李江很满意 听听 都听听 什么叫良心商人 这就是良心商人 唉 商界楷模呀 想到这 李江的语气 也不由得开始柔和 好 既然如此 我们会先付给你 一千万的定金 剩下的钱 等你做完 我们一次性付清 苏江文言 点了点头 好 就这样 苏江又做成了一单 价值千万的大生意 这让苏江顿时有种 挣钱真容易的错觉 一周挣他个几千万 爽歪歪 过了一会 苏江与李江的交谈结束 很快 苏江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又拨通了张灵的电话 找来了正在忙碌的张灵 看着眼前 风尘仆仆仆的张灵 苏江微微点头 老张 该办正事了 跟鱼竿场谈谈价格吧 合适的话就收购 听闻此言 张灵蠢蠢欲动 他早就想要收购鱼竿场了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不过 张灵还是有些疑问 要是不合适呢 对于张灵的疑惑 苏江但笑了笑 一切以利益为先 不行就换 对方掌握不了 复合探欠鱼竿的核心技术 没了咱们 也只是普通的鱼竿场 这是他们的机会 如果想进步 他会让我们收购的 张灵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 是他们提供的 其中最关键的几个步骤 也被苏江他特意省略了 所以 现在就算有其他人 收购鱼竿场 他们也没有机会 造出一模一样的鱼竿 因此 主动权一直都在他们手中 这也让张灵不由的心中赞叹 苏江的老谋深算 难怪 一开始苏江愿意找外面的工厂 做鱼竿 原来 不仅想做鱼竿 还惦记着别人的厂啊 则则则 够英比 我喜欢 就在张灵准备出发 收购鱼竿场的时候 李江也是松了口气 看着李江如是重负的模样 周围的人群 立马涌了上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成了吗 买了多少 在场的所有人都只是关心 李江能买多少 至于价格 那不是他们该考虑的 反正买得起就完了 而李江看着众人的神情 微微点头 我订购了一批 够空军用几个星期的了 一周内就会发货 听到李江的话 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只要能够进行量产 就说明这家工厂 对于这项技术 已经掌握得足够了 随后 众人开始了讨论 哎 我说我是真没想到 我们心心念念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会在鱼竿场出现 是啊 华国确实是人才辈出 就连鱼竿场 也能造出超质量复合纤维 谁说不是 咱们辛苦这么多年 结果 让一个鱼竿场领了仙 何止领了仙 这鱼竿场的东西 甚至比鹰匠的还要好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说到这 众人连连点头 说的也是 如果说 苏江做出来的东西 跟鹰匠一样 甚至是差点 他们都能接受 至少说明 苏江他们有能力 开始逆向工程 结果 现在就是苏江造出来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竟然比鹰匠的还要强 这就离大谱了 这就不是做逆向工程了 完全就是开发一条新路 那么这条路 就不是那么好走的了 毕竟 中间很多东西 都不能靠摸着鹰匠过河来完成 所以 众人才会如此惊讶 说到最后 在场的人 也只能悠悠地说上一句 这年头啊 还得是年轻人的时代 咱们是老了呀 听闻此言 众人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而就在这时 刚刚的李江 有些悠悠地发声 我说 如果一根鱼竿卖一千三 是不是有点坑别人了 一听这话 众人多少炸开了锅 什么 一千三 你确定你没有听错 这鱼竿就是卖我一万三 我都不皱一下眉头 结果 你给我说他 只卖一千三 他到底会不会做生意 不仅如此 他能卖一千三 就说明他的成本肯定比一千三还要低 甚至 还有转头 说到这 那人的声音越来越低 周围的人也沉默了 是啊 成本肯定比售价还要低 那这鱼竿厂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可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不是什么猪肝 想到这里 众人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可置信地互相对望 研发出这材料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零下二十多度的毛熊国 研究室内 正有技术人员在分析亚罗斯拉夫上 将送来的鱼竿 看到这一幕 研究所所长微微摇头 一根鱼竿能是什么特殊材料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你总不能说 这鱼竿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 这简直就是国际玩笑 要是有人能做出特殊材料 还拿来做成鱼竿 那他还真得怀疑 这人的智商有没有超过50了 就在所长编排 制造这根鱼竿的人的时候 只看到研究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 一道人影急匆匆地从里面跑了出来 同时口中还叫喊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听到这人的叫喊 所长一愣 急忙拉住他 随后询问道 你怎么了 鱼竿材料分析得怎么样了 可是工作人员却是整个人上气不接下气 所长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解释 所长一把夺过工作人员手中的分析报告 仔细看着 可是刚看了没几眼 所长只觉得呼吸一致 随后 整个人直接原地蹦了起来 并对着门外大声呼喊 快快快 快去将亚罗斯拉夫上将叫来 我们有重大发现 快去快去 第47章 你管这叫鱼竿 临下的毛熊国 研究所内 亚罗斯拉夫上将正望着窗外白血挨挨的世界 不由地发出一声长叹 他这里特意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伊万带回来的新产品 结果现在告诉他 带回来的只是一根鱼竿 难道他们毛熊国已经窘迫到鱼竿都造不了吗 还是说这鱼竿有什么特殊之处 毕竟伊万也不是什么傻子 不可能真的只买一根鱼竿回来 所以 现在亚罗斯拉夫上将正焦急地等待着研究所的分析报告 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在思考目前战场的形势 虽然 他们已经将二毛压制住了 但却是不能够一击毙命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只因为二毛后面不仅有欧盟存在 还有鹰匠的攻血 有这两个巨无霸在 哪怕二毛的损失再大 他们依旧能够对毛熊造成危害 不仅如此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 毛熊国的经济情况并不明朗 虽然处于战时经济 他们的经济仍在回升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存在 所以 毛熊现在急需一些平价的军火 给他们缓一口气 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平价的军火 军火本身就是昂贵的代名词 一发子弹都得多少钱 但就在他们交集的时候 发现了苏江的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 这些东西 如果被应用到战场上 绝对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果不其然 那些煤气罐在初次上战场 就对二毛造成了有效伤害 同时 由拖拉机改造而成的运兵车 也能在他们这种动土上行驶 而且速度很快 这让他们对苏江的产品需求很大 但同时的 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改变当下的环境 毕竟 这些煤气罐什么的 并不是战斗机之类的 没有制空权 他们就不能打开局面 虽然他们的空军还行 可架不住二毛不要命的消耗 完全就是拿人命去天战线 还有就是 鹰将不知道抽什么风 天天给二毛培训一次性飞行员 不仅如此 还给二毛提供飞机 这让他们的战斗机产量都更不上了 再这么下去 他们甚至都准备把几十年前的老古董 也给掏出来了 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发出一声叹息 唉 也不知道 这鱼竿到底有什么作用 可就在这时 原本禁闭的办公室门 都被大力地推开的 厚重的门板 强力地撞击在墙壁上 这使得亚罗斯拉夫上将 整个人一愣 我操 咋了 这是 抽风了 还是想去西伯利亚种土豆了 带到看清来人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一愣 没想到 竟然会是研究所的所长 以他对这所长的了解 所长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 难不成 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思考到这 亚罗斯拉夫微微皱眉 有些疑惑 发生了什么 慌慌张张的 听到亚罗斯拉夫上将的质问 所长却是一副 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嘴里吞吞吐吐地说着 听着所长这纠结的声音 亚罗斯拉夫上将 按了按自己的眉心 他这是咋了 不过 亚罗斯拉夫上将 还是从柜子里 掏出了一瓶福特加 这可是他们毛雄国人的 必备佳品 只需要一口下肚 什么紧张 都会一扫而空 只见亚罗斯拉夫上将 刚刚打开酒瓶 所长便一口就往肚子里灌 随着福特加入喉 所长的神经终于反应过来 开始为亚罗斯拉夫上将 讲解苏江鱼竿的逆天之处 将军 这根鱼竿太可怕了 你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的制作的 听着所长眉飞色舞的模样 亚罗斯拉夫上将 有些疑惑 难不成 这鱼竿还真有什么奇特之处 于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连忙追问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快说 看着亚罗斯拉夫紧皱的眉头 所长也不敢怠慢 急忙对着上将说道 上将经过检测 我们发现 这鱼竿的材料很不一般 竟然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做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那可是只有飞机才会使用的材料 说到这 所长一口将剩下的福特加灌下肚 接着说道 我记得华国这些年 一直都在研发这种材料 但是这么多年了 华国方面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消息 我还以为他们研究失败了呢 结果 竟然一根鱼竿上面 使用的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看来这华国将这件事 隐藏得够深的呀 听着所长的分析 以及看着手中的分析报告 亚罗斯拉夫上将 整个人傻眼了 瞬间呼吸急促 也灌了一口福特加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作用 只是没想到 华国的一根鱼竿上面 使用的竟然都是这种材料 那这些年 自己等人 岂不是被华国骗得团团转 毕竟 华国可是一直没有停下 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采购啊 所以 他们也看准时机 准备狠狠载华国一刀 结果 现在发现 华国不仅有了 甚至都开始将碳纤维复合材料 应用到鱼竿上了 那说明 他们的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一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 瞬间拨通了一个电话 很快 电话被接通 快 带伊万来见我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从伊万的口中得知 这鱼竿 究竟是哪家工厂生产的 电话那头 很快回答道 是 而就在亚罗斯拉夫上 将他们再等伊万的过程中 所长还在为将军介绍着 这鱼竿的强大之处 将军 还有一点我没有给您说 经过检测发现 这鱼竿的材料强度 远胜我们的 甚至就是鹰匠的材料 也在他面前不值一提 如果这真的是 华国生产的话 那我只能说 华国已经彻底掌握了 这项技术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有可能 还在原有工艺上加强了 导致 我们想要逆向 可能都不行 一听这话 亚罗斯拉夫上将 彻底坐不住了 华国能够独自造出来 已经够你天了 结果 你还说什么 这材料的强度 比他们和鹰匠的还要好 不是 哥们 这种工艺 还能够加强吗 他们是什么长大的 这脑子 但很快 亚罗斯拉夫上将 发现了所长话里的重点 等等 你是说 这项工艺是无法逆向的 怎么回事 在亚罗斯拉夫上将的印象里 很多技术 都是可以通过逆向工程 来推出来的 怎么倒了鱼杆 这就不行了 所长也是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 是 将军 根据我们的检测发现 这鱼杆 确实很难被逆向 而且 就算是能逆向出来 我们也需要花费很多资金 我们也不清楚 为什么这根鱼杆的技术如此加密 难道他怕我们偷他鱼杆吗 听着所长的解释 亚罗斯拉夫上将 微微叹口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看来确实不行 但他还是有点问题 需要问问所长 那你说 这鱼杆能够应用到战斗机上吗 面对亚罗斯拉夫上将的疑问 所长挠了挠头 将军 说出来你可能不行 这根鱼杆可以完美适配战斗机 或者说 这鱼杆就是为了战斗机而生的 所以 我很好奇 制造这根鱼杆的人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会把一根鱼杆做成这样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而听到所长的解释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揉了揉眉心 这样看来 这东西确实很不一般 适配战斗机的鱼杆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既然如此 那也就不需要进行逆向工程了 完全可以直接购买这些鱼杆回来 然后给战斗机用上 让那些尘封多年的老古董 也能重新翱翔天际 到时候 也让二毛尝尝他们空天军的厉害 就在亚罗斯拉夫上将畅想的时候 伊万也从门外跑了进来 只是他有些茫然 毕竟自己酒喝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叫自己来了 见到伊万到来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没有多说 而是直接对着伊万说道 伊万 我会给你安排最近的航班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去华国 然后给我大批量采购鱼杆 具体数目我稍后告诉你 一听这话 伊万整个人彻底傻了 不是 啥玩意啊 将军是疯了 老子才刚回来 福特家都还没喝几瓶呢 结果这就要出眼门了 不行不行 而看着伊万一副不自在的模样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掏出了一张调令 怎么不愿意吗 说的也是 毕竟谁想要天天吃苦事吧 既然这样 那这个任务 我就交给别人吧 你现在好好休息就行 听着亚罗斯拉夫上将这样的话 伊万不惜反忧 不对劲 这话怎么听都不对劲 等到伊万看了一眼调令上面的地方 顿时吓破了胆 妈的 竟然想把他调到西伯利亚去 不行 他不能去中土斗 只见伊万正声说道 报告将军 我愿意完成这个任务 请您相信我 可亚罗斯拉夫上将 却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伊万 算了吧 我看还是让别人去更好 毕竟 你太累了 一听这话 原本想有些晕沉的伊万 瞬间清醒了 报告将军 为祖国奉献是我的使命 不辛苦 请务必 让我完成这个任务 这一刻 伊万甚至都快哭声了 而看着伊万的模样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 便不再为难伊万 而是挥了挥手 对着门外的司机说道 你 送伊万去机场 是 听到这话 伊万只能无奈地启程了 而在伊万离开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拨通了一旁的电话 既然华国已经有碳纤维复合材料了 那么 有必要召开一场会议了 商讨接下来的行动 毕竟 华国现在未必需要他们的材料了 再降嘴 可就真没饭吃了 第48章 惊呆的丹朗 无人机这么好用 就在伊万的启程的同时 苏江正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 现在他正在看的是 有关鹰匠父亲 又给犹太国儿子给F16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 全网不在喷鹰匠 无聊的苏江 仔细看了看评论区里众人的发言 哼 不要脸的鹰匠 刚在二毛那里出了血 现在又来犹太国证 鹰匠又不是第一天当脚屎棍了 不过 这样也好 鹰匠现在被二毛和犹太国牵制住了 咱们或许可以去把小岛给拿回来 还不急 现在鹰匠的实力还有 虽然这次鹰匠已经开始给F16了 但也意味着丹朗接下来的日子难过了 说的也是 评论区里不少人觉得 已经没有悬念了 毕竟现代战争 没有制空权 就是狗屁 F16对付一个小小的丹朗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抗住 怎么可能抗住 那可是F16 不仅飞得高 还飞得远 唉 丹朗这下惨了 刷完评论区后 苏江微微名嘴 尼古拉斯这次从他这里 一口气购买六架无人机 满打满算 也算是给自己挣了小仪 也不知道 能不能扭转战局 毕竟 苏江很需要丹朗帮自己打出名声 希望能赢吧 远在千里之外的丹朗 随着苏江的渠道 他们订购的无人机到了 看着熟悉的华国航空 首领微微正神 但很快 首领的目光 就被眼前硕大的无人机吸引了 看着这高达十米的集装箱 首领有些疑惑 这得是什么无人机 才会有这么离谱的体型 随着集装箱的开启 无人机也彻底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只见 这无人机就跟一个武装直升机一样 望着根山大小的无人机 首领与众人沉默了 过了半天 艾哈迈德才指着这无人机说道 首领 这真的是无人机 是啊 首领 这无人机都快比一栋楼还大了 它竟然还是无人机 这也太离谱了吧 听着众人的反应 首领无奈地暗暗眉心 虽然已经看过视频了 但当他们真的见到食物的时候 还是感到震惊 毕竟 谁踏马见过这么大的无人机 你说是战斗机 我都信 很快 首领他们就准备试飞了 这里地势开阔 还远离犹太国 不用担心被发现 将无人机安放好后 首领一头就钻进了附带的操纵室 苏江的无人机与其他无人机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操纵器竟然是一个车门大小的操纵室 就跟战斗机驾驶舱一模一样 坐在操纵室内 首领亲自上手 而尼古拉斯则在一旁介绍 首领 这个是起飞 按下按钮 无人机的螺旋桨瞬间转动 只是几秒钟 无人机便已经飞了起来 而一旁的人 看着飞天的无人机 也是暗自扎舌 这无人机有点恐怖啊 这起飞速度太快了 就跟真的战斗机一样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首领也在尼古拉斯的介绍下 开始操纵无人机 无人机在天空中 画出几道优美的弧形 经过一段的试验 首领惊讶地发现 这无人机的速度 隐蔽性和机动性都高得惊人 简直就不像是无人机 完全可以平替战斗机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无人机不需要飞行员真人驾驶 只需要在地面上操纵就行 这让驾驶员的安全员有了保障 很快 无人机落地 首领率先跑到了无人机面前 有了这无人机 他们终于可以与F-16抗衡了 就在这时 首领有些疑惑地 看着无人机上的一些缺口 尼古拉斯 这些缺口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工业瑕疵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急忙看去 随着首领以及众人解释道 首领 这是携带炮弹的地方 而这则是机枪的位置 这上面还有控制系统 只要安好 我们就能使用 听着尼古拉斯的解释 众人有些沉默 不是 你一家民用无人机厂 为什么制造出来的无人机 居然还踏马的 可以携带炮弹 甚至还有机枪 这简直不要太离谱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过 这种事经历多了后 首领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有些好奇地 对着尼古拉斯问道 尼古拉斯 这些无人机多少钱 尼古拉斯一听这话 正声说道 报告 一架无人机两百万美刀 对于尼古拉斯的报价 首领还是一惊 这样的一台无人机 竟然只要两百万美刀 很划算 使劲拍了拍机翼 首领微微点头 这个质量 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我甚至还觉得 我们价给低了 对了 你这次买了多少价 因为这次交易 是尼古拉斯全权负责的 所以 首领也不清楚 尼古拉斯究竟买了多少 尼古拉斯对着首领说道 报告 这次就买了六价 对于尼古拉斯的回答 首领皱眉 这怎么够呢 最起码要卖个十价 我们目前缺的就是空中力量 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卖 完全应该多买一点 但现在已经买回来了 首领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这件事先这样吧 艾哈迈德 将这六架无人机送往前线 我要看看 他的效果怎么样 艾哈迈德文言 进了一个军里 然后迅速招呼人 带着无人机离开 华国 张灵终于准备好了收购资料 而他也几分钟前来到了鱼杆厂 而王强看着正装来到的张灵 有些疑惑 随后笑眯眯地看着张灵 张秘说 您来这里准备做什么 张灵也没有含糊 直接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 王厂长 我今天是准备收购您的工厂的 一听这话 王强沉默了 妈的 苏江果然有爱收购别人工厂的毛病 别人给他讲 他还不信 说什么拖拉机厂 钢管厂已经被收购了 马上就轮到自己了 之前 王强对这些嗤之以鼻 苏江凭什么收购他的工厂 结果 这才刚多久 苏江就考虑到收购自己厂子的事情了 看来苏江不少证 所以 王强也决定不轻易出手 要卖就卖狠点 收购工厂这种事好说 就是这价钱 您看 我的厂子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设备应有尽有 所以 您看一个意怎么样 听到王强的报价 张灵眉头一皱 王强太贪心了 虽然张灵想立刻就走 但准备还是耐着心思 跟王强讲讲价 王厂长 您这就为难我了 您的工厂 恐怕不仅是规模一般吧 最关键的是 你们的设备 已经几年前的了 现在还在使用 这已经是很大的安全危害了 而且 你们鱼竿场的效益 似乎并不好吧 这些年 大小鱼竿场层出不穷 像您这样的鱼竿场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 您这样的报价 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张口了 第49章 拿下鱼竿场 空军司令的震惊 鱼竿场内 面对张鱼的质问 王强只是微微笑了笑 张蜜说 你这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你看我工厂的配置齐全 不仅如此 销售渠道也多 这怎么看 也是一个价值一亿的工厂 您看是吧 听着王强的吹捧 张鱼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 而是捧着手中的茶杯 轻轻吹了吹 并没有急着喝下 王强的双眼 却是死死盯着张鱼的动作 只见张鱼拿起茶杯 准备喝上一口的时候 但在下一秒 开口了 王厂长 您这未免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我承认的您的工厂 曾经很厉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时代变了 你的鱼竿场已经跟不上了 现在鱼竿场太多了 您自己可以好好想想 就您的工厂 有什么竞争力吗 随后 张鱼亲拧了一口杯中的茶水 听着张鱼的话 王强的面色一黑 而后有些皮笑肉不笑地说着 张秘书 您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吧 而且以你们目前的盈利状态 一亿对你们而言 恐怕并不算什么吧 所以 我的底价是一亿 少一个子都不行 如果 您不接受 随时可以走人 对于王强莫名的自信 张鱼一眼就看穿了 她的底气所在 无非就是认为 他们根据苏江提供的图纸 生产出来的鱼竿很厉害 完全可以在当下的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 他们并不害怕张鱼的收购 可 他们这样的想法 未免太愚蠢了 看来 他们并不知道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 究竟是什么 整理好思绪后 张鱼微微一笑 王厂长 我很好奇您 究竟是从那里来的这么大的底气 是吃准了 我们会收购您的工厂 还是认为您已经吃透了我们的技术 准备生产新型鱼竿 听到张鱼 戳破了自己的小心思 王强心里一惊 他之所以敢这么报价 一是为了坑苏江一手 更多则是因为苏江的技术太好了 他想要占为己有 只要张鱼不给他一亿 王强就决定立刻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鱼竿打开市场 这样 或许比苏江的一亿赚得还要多 只是 他有些摸不准的事 手底下工人的汇报 这么多天过去了 哪怕有着张鱼的手把手教导 他的工人们依旧没有摸清其中的关键所在 他们已经尝试制造五次了 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所以 王强现在也很慌张 为了掩饰慌张 王强甚至直接站起身准备送客 张秘说 您既然不答应 那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吧 送客 听到这话 张鱼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王强也被碳纤维复合材料迷了眼 他们既然敢让王强的工厂代工 就不会害怕学习自己的技术 哪怕给他学 他也学不到 苏江对技术的加密 已经来到了一种恐怖的境地 至于走人 张鱼嘿嘿一笑 王厂长 您的提议不错 那我现在就走 不过 我有件事要提醒王厂长 明天 我们准备在隔壁筹备一家鱼竿厂 既然王厂长不愿意 我们也可以自行开场 也不知道王厂长 您能支持多久 毕竟 我们不用担心钱够不够 但我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您最清楚了 看着侃侃而谈的张鱼 王强的面色很不太好看 他虽然很想反驳张鱼 但根本无从下手 毕竟 对方说的也是实话 可就这么放弃 王强怎么会答应 那就有劳张秘书您的关心了 不过 您现在可是太小看我们了 这么多年了 我的工厂其他不说 命还是够硬的 所以 我们也不怕你们建场 就让我们看看 谁最后撑不住吧 听着王强嘴硬的发言 张鱼也没办法了 只能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叠资料 您说的对 可您的工厂 似乎并不是这么想的 您最近的一单生意 是一个半月前 一份价值三十万的合同 这单说小也不小 但说大也不大 而且您也说了 您工厂的配置齐全 那么人员的支出 也是一个大头 您这三十万 似乎都不够工人的工资啊 当然 我也知道 王厂长家大业大 工人的工资钱算不了什么 肯定能按时交付的 可 接下来呢 您还能坚持多久 听着张鱼的话 王强彻底猛逼了 这张鱼怎么知道的 比他还清楚 难不成 自己工厂内部有内鬼 但不管有没有内鬼 现在王强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随后只能信信地说着 既然张秘书 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去工厂看看 想必您会让改变主意的 张鱼文言 点点头 王强已然松口 没必要逼得太紧 随后 两人一同来到了工厂的内部 查看相关情况 王强走在前面 为张鱼介绍 张秘书 这是我去年刚刚买的设备 可是价值两百万呢 还有这 一百五十万 那个三百万 你看看 光这些设备 我卖一亿 真不算贵 甚至都是赔本买卖 对于王强的诉苦 张鱼却是毫不在意 王厂长 我也看了 这工厂确实有很多设备 但一亿还是太多了 我报价三千万如何 一听这话 王强懵了 不是 还能这么砍价 从一亿砍到三千万 这也太狠了吧 不行 自己不能同意 张秘书 您这就是为难我了 哪怕您报个八千万 我或许都接受了 但是 你这三千万 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你看 五千万如何 对于王强的报价 张鱼没有同意 而是进一步报价 既然三千万不行 那两千万 对于张鱼的再次报价 王强彻底猛逼了 不是 你这报价 怎么越报越低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你能够那么低的价格 收购拖拉机场和钢管厂了 原来 你压的 你是这么砍价的 我去 哥们 我算是大开眼界了 王强犹豫很久过后 只能同意 毕竟 谁也不知道 这货会不会再降价 这要是再降 可就白给了 两千万就两千万 很快 两人就签订了合同 生怕对方反悔 就在张鱼与王强商讨的时候 华国的空军司令部内 李江正与空军司令交谈 老李啊 这次还得多亏你来啊 没想到真的弄出来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目前新一批战斗机已经在生产了 相信不出半个月 我们就能生产出来 李江文言点点头 他自然相信空军的生产能力 如果不是为了实验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话 恐怕这日子还要缩短 但说着说着 空军司令有些好奇地看着李江 老李啊 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就是你们 是怎么得到这种碳纤维的 我记得国内很多家的研究所 一直都在攻克这一难关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旧没有什么进展 而现在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面对空军司令的疑问 李江只是微微一笑 这呀 这些碳纤维复合材料 是国内的一家工厂做的 我们也是找这家工厂购买的 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 听到此话 空军司令面色一江 工厂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 是工厂做的 第五十章 无人机第一次实战 对于李江的回答 空军司令很是不自信 他这是什么话 这可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不是什么加工零件 这种卡脖子的技术 竟然被一家工厂解决了 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 这简直太离谱了 这也让空军司令来得兴趣 那能告诉我是那家工厂吗 面对空军司令的疑问 李江也是如实给出了答案 是国内的一家鱼杆厂 当空军司令听到李江的回答时 整个人都懵了 他说了什么 鱼杆厂 你确定你没有说错 要是其他的什么材料厂啥的 研发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还好说 毕竟 它们有基础 可一家鱼杆厂 鱼杆厂有什么基础 做鱼杆的基础吗 可现在的情况是 鱼杆厂不仅做出来了 还做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甚至比鹰匠的材料还要好 不是 一家鱼杆厂 做碳纤维复合材料 果然 这个世界足够魔幻 想到这 空军微微叹口气 这年头啊 还是不能小瞧任何人啊 一家鱼杆厂 也能做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要是放在以前 我可是想都不敢想 面对空军司令的吐槽 李江微微点头 说实话 他到现在都对苏江 能够造出碳纤维复合材料 感到吃惊 不过 能造出来也好 这让他们的压力骤降 那么 接下来面对毛熊的谈判 也能占据主动权了 这时 空军司令再次开口了 现在战斗机的问题 是解决了 但现在战场的变化太快了 毛熊对二毛的战争中 出现了新式武器 无人机 听到空军司令突然地讲解 李江内心一紧 不会还准备 让他们搞无人机吧 无人机 确实 如果无人机被应用到战场上 确实是个好办法 你的意思是 对于李江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模样 空军司令只是微微一笑 当然是要研发我们的无人机技术 虽然我们国内的无人机工厂众多 但是能够军用的只有那么一两家 所以 我们的无人机技术还是瓶颈期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办法 听到空军司令的意思 李江一愣 无人机技术其实并不少见 国内的无人机多如牛毛 但那些无人机工厂都是做的民用 根本没有一家是做的军用的 当然也可以民改军 可这并不是说说就能做成的 毕竟 军用无人机对技术 材料上的要求都更高 所以 一时间李江也没想到这无人机该从哪里来 而这时 空军司令继续说道 老李啊 这件事 我就交给你了 你多留留心 或者 看看能不能自主研发 毛熊的无人机作战 还是值得参考的 听到这话 李江陷入思索 无人机 确实未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炎热的沙漠内 黄沙漫天飞舞 烈日制考着大地 一对身披白色斗篷的人影 缓慢行走在这片荒芜人烟之地 他们的身后 是一群车队 每辆汽车上 都装载着一个巨大的集装箱 走在最前方的艾哈迈德 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微微点头 这里已经非常靠近前线 所以 他们不能再前进了 只能将这些带来的无人机 在这里放下 随着车队的前进 他们来到了一处军营 然后 艾哈迈德立刻召集士兵来卸货 而尼古拉斯也没有闲着 他在来这里的路上 就在给士兵们进行培训 毕竟 这足足有六台无人机呢 光靠他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 所以 他要培训几个士兵 一同出击 车上 尼古拉斯最后叫导着 一旦起飞 我们就要做好攻击准备 同时 不要靠得太近 明白吗 几位士兵同时打倒 明白 而前方的艾哈迈德 也将无人机卸了下来 同时开始命令众人 装载武器 炮弹 机枪 一个都不能少 很快 武器装载完毕 看着众人 身先士卒的艾哈迈德说道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 让人听起来 有种莫名的幸福感 前方就是我们此次任务目标所在位置了 大家小心戒备 是 众人齐声回答 然后迅速分散开来 以防突发情况 艾哈迈德看向 不远处那座威鹅耸立的山峰 那边就是敌人的位置 眼眸中闪过一丝 复杂之色 希望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这时 身旁一名壮硕的年轻人拍打着自己的胸膛 保证到 老大 你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的 好了 别废话了 你这次可要好好操纵 是 随后几人迅速钻进操纵室 看着崭新的操纵室 技术人员兴奋地搓手 还真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随后 起飞 就在无人机的起飞时候 前线士兵正在激烈地交火 天空中引擎轰鸣 一架F-16正在高空盘旋 F-16战斗机通体有黑 表面泛着金属质感光泽 流畅地曲线与优美的线条 让人叹为观止 但此刻 却是一番残酷的杀戮 只见F-16搭载的武器 正肆意地收割着丹朗士兵的生命 哒哒哒 密集而疯狂的枪声不断响起 子弹像雨点般 打在丹朗士兵的身上 头上 鲜血蹦射 战斗机的枪管 对着下方猛烈扫射 所有挡路者 无不被当场抱头 死状惨烈至极 然而即便如此 也无法阻止 这些凶恶的刽子手 继续前进 他们就好似 来自炼狱的死神 将丹朗士兵 一个个送往黄泉 该死 丹朗军官怒骂了一声 看向天空中的那几架敌机 脸色变得猙獰可怕 就在这时 F-16的驾驶员 似乎不满足于此 甚至开始投放燃烧弹 试图用火焰 将整片大地都化作一片火海 丹朗军官急切地叫道 快快快 快撤离这里 混蛋 竟然使用燃烧弹 其实不需要多说 丹朗士兵已经察觉到危险 纷纷朝四周逃窜 以避免被敌机炸伤 咻 砰砰砰砰 随着一阵尖锐的刺耳呼啸声 数十枚炮弹 从F-16的弹舱抛出 精准地落在地面上 并产生剧烈爆炸 瞬间升腾起浓郁的烟尘和火蛇 整片大的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丹朗军队虽然拼尽全力逃跑 却还是有许多士兵被炸伤或者炸死 更惨的是 还有很多士兵根本没机会逃离这片土地 看着下方的劫狱 驾驶员兴奋地大笑道 哈哈 太痛快了 我们今天吃烤肉怎么样 别忘了还有一架飞机 不过 他马上就要坠毁了 副驾驶提醒道 嗯 驾驶员微微皱眉 抬头看去 果然 只见天空中有一个白色小点 驾驶员嘴角浮现出残忍的弧度 哼 竟敢挑衅我们的威严 简直找死 话音未落 他就调转机头 朝那个远处的战机追击过去 砰砰砰 伴随着一阵阵巨响 弹舱内的激光导弹发动攻势 一颗颗导弹拖着长长的尾巴 如同闪电一般冲向那个战机 然而下一秒 只听轰隆一声 瞬间几发炮弹袭来 突然爆裂开来 强大的冲击波掀起滚滚烟尘 使得众人疑乐 怎么回事 丹朗还有战机 这怎么可能 带到硝烟散去 F-16的驾驶员终于看清了来机 只是这战斗机实在太离谱了 怎么长得跟直升机一样 这丹朗是从哪里逃的宝贝 但他也没有多想 既然丹朗都把这玩意拉出来了 说明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 是时候 一股作气消灭他们了 F-16与无人机交战在一起 两者都被火炮击中了 同时 丹朗军官也发现了机会 立刻组织反击 同时 三架无人机呈现品字形攻势 最前方的那架无人机 击在机枪对着F-16扫射 而后面的两架无人机发射定位炮弹 哄 一声炮响 F-16因为躲闪不及被击中了 F-16上的驾驶员 看到自己的机体冒出浓烟 并且燃烧时 脸色有些发白 他从未见过这样诡异的战斗 这一刻 他感受到死亡 但作为飞行员 最重要的就是执行任务 即便明知道必死无疑 依然得继续 飞机再次向无人机攻来 他没有选择逃跑或者反击 只能迎接死亡 哄 一声巨响传来 飞机的尾翼已经被炸烂 整架飞机都摇晃起来 失去控制朝地面跌落 驾驶员心如死灰 可他还是准备操纵一手 看看自己能不能起死回生 可是 丹朗方面 却是丝毫不给他机会 只见一架无人机进 直冲向了F-16战斗机 这一幕使得F-16的 驾驶员内心一惊 这是什么战术 难道他准备把自己撞下去 可 他也会死啊 难道他就不怕死吗 该死 不行 我不能死 驾驶员拼着最后一股气 准备逃离 结果 却看到了又是一发炮弹袭来 他的机翼被击中了 整座战机急速下降 而就算如此 丹朗的战斗机依旧不打算放过他 紧紧地贴在战斗机旁 随后 陡然引爆炮弹 丹朗的战斗机竟然自爆了 成功将一架F-16战斗机脱下了水 第51章 神一样的队友 操纵室内 看着被自己自爆炸毁的F-16战斗机 尼古拉斯内心一阵欢喜 虽然损失了一架无人机 但是他们的收获却是很大的 那可是一架F-16啊 对方的F-16可是崭新出场的 哪怕是鹰匠的赞助的 售价最起码也接近2000万美刀 而他们的无人机也才200万美刀一架 只要是一换一 他们就绝对不亏 毕竟十倍的差价 赚翻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成功击垮了 F-16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些天单朗士兵们 一直处于F-16的阴影下 使得大部分士兵 听到战斗机的引擎都感到害怕 而现在 他们成功击败了一架F-16战斗机 其中蕴含的意义非常不一般 不过 现在并不是庆祝的时候 他们要趁着敌人的空窗期 继续攻击 所有人 继续进攻 众人微微点头 他们也不想撤离 原来空中压制这么爽 明白 让他们也尝尝被空中压制的滋味 战场上 单朗的无人机 开始在云层中肆意穿梭 对着下面的士兵 进行火力打击 轰轰轰 无尽的火蛇吞吐着 子弹如雨点 一般打向敌人 哒哒哒哒哒 枪声不断响起 无数的士兵倒地身亡 鲜血飞剑 将地上染成一片红色 无人机继续盘旋着 瞄准下方的目标 发射子弹 咻 搜 咻 密集而又恐怖的破空之声 不绝于耳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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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子弹 从无人机的枪口喷涌出 射进下面敌人的胸膛和脑袋 留下几个大洞 哎呀呀 士兵们惊慌失措 四散逃命 该死的 这是什么 犹太国的军官 看着空中的无人机 愤怒地咆哮道 为什么会有无人机 给我把它打掉 快打掉 是 将军 很快 一排排子弹呼啸而来 直接朝无人机发起攻击 但是无人机丝毫没有停滞 镜子冲了过去 子弹落到无人机上 只能擦出一串耀眼的火花 无法损伤无人机分毫 它的材质显然不一般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而就在犹太军官新优的时候 只听到一声巨响 轰隆 一辆坦克被炸毁 爆炸的威力 波及到了周围的士兵 当即就死亡了好几十号人 哒哒哒哒 坦克上的机关炮喷射着火蛇 扫射在无人机身上 留下一连窜的痕迹 但是 无人机依旧笔直地朝着前方冲锋 轰隆 一枚小型导弹突然划过半空 朝着无人机飞射而来 但却被无人机灵巧地躲过 轰 巨大的爆炸掀起滔天气浪 火光四溢 烟尘漫天 整个画面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无比惨烈 但是无人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依旧以极高的速度朝着前方俯冲而去 哄 又是剧烈一阵颤抖 整个战场瞬间寂静 这无人机竟然自爆了 但是它自爆带来的危害 实在是太恐怖了 无数残肢断壁 抛洒在半空 血腥味刺鼻无比 硝烟弥漫在空气中 浓重的血液 夹杂着碎肉横飞 那些还未死透的士兵在痛苦哀嚎挣扎着 凄厉无比 犹太国将领脸色阴沉难看 我们的战斗机呢 怎么还没到 他心急如焚地吼叫着 恨不得立马让战斗机赶紧杀回去 把那嚣张的无人机打掉 可惜 等待他的却是久久没有任何信息传来 妈的 以前都是他们空中压制对面 现在竟然反过来了 不行 不能再待下去了 犹太国军官当机立断地说道 不要管那些了 所有人都跟随我 在坦克的掩护下离开 快 无数的步兵迅速朝着坦克移动 企图依靠坦克撤退 轰隆隆 咔嚓 一架无人机在距离坦克仅剩百米的时候 骤然爆炸 引发了强烈的火焰 哄 犹太国的坦克顿时化作一团废墟 无数士兵被卷入其中丧生 场面混乱无比 犹太国的军官咬牙切齿 该死的无人机 而就在这时 军官苦等的F-16终于来了 听着呼啸而过的F-16战斗机 军官没有喜悦 因为就在F-16赶到的时候 无人机已经撤离 不仅如此 甚至是单朗的士兵 不知道何时也撤离了 只留下满地鸡毛给他们 这让他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操 操纵室内 看着返航的三架无人机 尼古拉斯等人欢呼雀跃 好 太棒了 我们这次不仅摧毁了敌人的F-16战斗机 还摧毁了不少坦克 装甲车也不少 这一次足够让犹太国心疼了 不过可惜的是 我们只有六架无人机 要是我们有一百架 一千架 完全可以直接突击进去 形成轰炸网 直接让整个犹太国覆灭 听着艾哈迈德的吹嘘 所有人也陷入兴奋之中 好久了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打过这样的战斗了 果然 还是要掌握制空权才有话语权 别看今天损失了几架无人机 但敌人损失的更多 更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有能力与敌人的F-16相抗衡了 这也让众人的信心大涨 毕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他们现在显然没有猪队友了 甚至有了无人机这个神队友 哈哈 而一旁的看着今天的战况 首领内心同样一息 随后 他叫出了一旁的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 你现在就去华国采购无人机 记住 这次能买多少买多少 别给我小家子欠 哪怕是砸锅卖铁 我都要买无人机 明白吗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也是欣喜不已 他早就想这么做了 只是之前 一架无人机要两百万美刀 就算他想买多的 也不敢乱花呀 可现在不一样了 得到了首领的承诺 那他可就要死命买无人机了 随后 尼古拉斯就准备离开了 毕竟 现在时间不早了 要是去晚了 那今天可就要再做一次货仓了 随着尼古拉斯的离开 首领也开始思考 接下来怎么办 以犹太国雅兹必报的性格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 所以 肯定会有大的报复行动 因此 首领对着艾哈迈德说道 这几天 所有人坚守阵队 同时不必要的阵队就放了 保存有声力量 现在 首领的思路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之前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武器 只能一点一点地啃地盘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有了无人机 那么就不需要硬啃地盘了 所以 不必要的阵底 完全可以放弃 甚至 还能避免遭到犹太国的报复行为 击中力量到一点 那样犹太国就算想报复 他们也找不到人 听到首领的命令 艾哈迈德想也没想 就去执行了 第52章 国家来人 就在丹朗准备收缩阵地的时候 犹太国内 一位落腮胡子的指挥官 看着视频里无人机与F-16的战斗 不由得怒火中烧 一把就将屏幕砸成稀烂 他们这次 可是损失了一架F-16啊 那可是 F-16啊 要知道 F-16不仅价格惊人 更重要的是 鹰匠严格限制出口 这次要不是他们软磨硬炮 鹰匠也不会施舍给他们一点 结果 现在竟然损失了一架 指挥官看着远处 正在降落的F-16 一拳砸在不锈钢桌子上 瞬间 指挥官的手红了 可他现在 却是没机会理会这些 一架F-16没了 他也不知道该 怎么给上面交代 而且 还是被对面的无人机给干死了 这要是敢说出去 鹰匠会第一个把自己杀了 毕竟那可是鹰匠的招牌武器 现在竟然被无人机干掉了 这无疑是让鹰匠颜面扫地 最后 指挥官忍不住报了巨粗 Funk 丹朗乃来的无人机 而听到指挥官的话 一旁的一位白胡子将军说道 依我看 丹朗的无人机这么先进 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 应该是有人支援 听到这话 指挥官微微皱眉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 可是谁提供的 面对这个问题 众人沉默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丹朗的无人机是别人提供的 所以 目前最重要的是 猜出谁是幕后黑手 这时 那位将军又说道 目前来看 能掌握这么高端的技术 只有几个国家 鹰匠 毛熊 还是说华国 当听到华国的时候 指挥官目光一鸣 他虽然很怀疑 是华国援助的 可要是华国援助的 那这种武器 为什么不自己用 怎么会偷偷摸摸地给丹朗用 毕竟 华国目前好像在无人机领域 并不算拔尖啊 总不能是哪家无人机工厂 私自出售的吧 就跟之前的煤气罐一样 想到这 指挥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后只是对着一旁的人说道 来人 将这些视频资料 发送给鹰匠 让他们分析分析 有免费的代碟 不用白不用 很快 远在大洋彼岸的鹰匠 就收到了来自犹太国的图片 而在得到这个消息 国防部迅速召集军事精英 不多时 五角大楼内 一群人看着手中的照片 有些出神 这照片的东西 一看就是无人机 可这是什么无人机 妈的 谁家的无人机 长得跟武装直升机一样大 你是无人机呢 还是战斗机 一时间 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起来 这就是犹太国战场上的无人机 你们确定 这是无人机 怎么跟战斗机一个样 说的也是 你要说是战斗机我还信 可 无人机 但可惜的是 这是真的 这时 迈克瑟瑟将军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分析出这是谁的无人机 一听这话 众人再次讨论起来 这无人机 毛雄没有研发的能力 其他技术好的 都是我们阵营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收到消息 所以 不可能是我们的 那只有 华国 但是这怎么可能 华国的无人机 一向不咋地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但就在众人否认的时候 迈克瑟瑟上将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件事 还真的有可能就是 华国插手 毕竟 上次的煤气罐 还没有过去多久呢 所以 华国有可能真的 憋着一个大招 只是 他们为什么会给 丹朗赞助无人机 还是这么厉害的无人机 难不成 这还只是试用品 不行 这件事 怎么可能允许发生 一想到这 迈克瑟瑟上将 顿时叫来一人 来人 给华国发去谴责 就说他们无端插手战争 是 听着迈克瑟瑟上将的理由 众人倒是没什么意外的 这种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他们甚至还用一点洗衣粉 就把一个国家给打了 只是 他们有些好奇 迈克瑟瑟上将 为什么这么激动 不过 仔细想想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要是如果真的是 华国的话 他已经让他们 阴将的两个儿子 损失惨重了 这次再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毕竟 打狗也要看主人 特别是他们的主人 还是老大呢 华国 首都 李将正端着一杯白开水喝着 他现在已经解决了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事情 这让国内的空军力量 再上一层楼 不过 这次接到的无人机任务 却是一筹莫展 毕竟 无人机这种产品 科技可不定 而且 他们需要的 还是军用无人机 这对无人机的参数要求 会更高 所以 李将一时也没了办法 要不开个会 看看国内 无人机场 谁有能力做出来 哎 有道理啊 自己不行 看看其他工厂能不能行 毕竟 苏江的工厂 逐于在前 现在李将很怀疑 国内是不是还藏着什么大龙 不过 就在李将准备给秘书的说道 就看到他的秘书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主任 不好了 又有国家发谴责了 一听这话 李将眉头一皱 又来谴责 这都第几次了 这次是谁 秘书看着手中的资料说道 这次是鹰匠 听到秘书的话 李将沉默了 不是 这次怎么会是鹰匠 这鹰匠也跟着抽风了 什么玩意啊 不过 既然都发来了 自己肯定得看看该怎么糊弄 不 回复 拿过来吧 好 随后 秘书开始播放鹰匠送来的视频 这次视频很短 只是一个战场的战斗画面 唯一引人注目的 就是其中的无人机 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很快 视频播放完毕 这让李将一愣 啥玩意 这不是我们造的吧 我们国内什么时候有这东西了 简直胡闹 去 回复鹰匠 告诉他们 认错国了 不是我们 秘书文言点点头 随后便去回复 是 而在秘书走后 李将再次点开了视频 看着视频的无人机 李将有些流口水 不得不说 这无人机是真厉害 这流畅度 这速度 这火力 嘖嘖嘖 简直是没谁了 结果不一会 秘书再次跑了进来 他手里 还有鹰匠发出的最新消息 胡说 明明只有华国有这样的技术 不要骗我们 看着鹰匠那小孩子一样的发言 李将顿时有些恼怒 放屁 可就在李将准备骂人的时候 念头一转 等等 这无人机 是出现在丹朗的 而苏江这货贼 喜欢给丹朗出口 这种稀奇古怪的玩意 而且 苏江前不久一声不响地 把碳纤维复合材料 给搞出来了 那 最近他在搞什么动静 总不可能这无人机 也是搞出来的吧 一想到这 李将顿时慌了 苏江这货 真的是任钱不要命 他还真有可能 卖这玩意给丹朗 瞬间 李将连忙对着秘书说道 快快快 被车 我要亲自去苏江的场子 茅雄国内 亚罗斯拉夫上将正看着 今天的新闻 而今天的新闻 最爆炸的一条就是 犹太国战无不胜的 F16被击落 而且还是被无人机击落的 这让亚罗斯拉夫上 降来了兴趣 能够用无人机 击落F16的 全球没几个 除了鹰匠 就是华国 而鹰匠不可能把自己的 F16打了 打自己的脸 那么 看来只有华国了 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杂杂嘴 华国终于憋不住气了 还是出手了 不错 还得是华国 看来以后说话 得注意分寸了 之前 他们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上 讨讨论了鱼竿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应用到战斗机上 以及最关键的 与华国合作 而现在 因为有着鱼竿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目前 他们的新一代战斗机 有了着落 最多三天 便能出现样品 亚罗斯拉夫上将 很是期待这些战机的出世 二毛的战争该结束了 与此同时 苏江也在看新闻 看着被击落的F16战斗 苏江满脸微笑 同时 口中赞叹道 单了 还是彪悍 不过 这样一来 无人机的销路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 张琳也回来了 刚一进门 张琳还没喘口气 就对着苏江说道 老板 鱼竿厂收购了 这次鱼竿厂的 收购价格是2000万 同时 还有鱼竿厂的工人们都在 就是我们需要指派一个新的厂长 听着张琳的话 苏江微微点头 有时候 苏江也认为 以张琳的能力跟着自己 属实有点委屈了 单单他那手砍架技能 自己都觉得有点狠 不过 这样也好 有了自己的鱼竿厂 接下来的事 就好办多了 而后 苏江对着张琳说道 老张 记得让鱼竿厂开口 上头要的鱼竿 还没着落呢 张琳微微点头 他们这么急切地 收购鱼竿厂 就是为了那三万根鱼竿的订单 自然不可能忘记 随后 两人看着新闻闲聊 而看着大显身手的无人机 张琳有些紧张 老板 这次我们的无人机动静有点大 我怕会引来国家的人 对于张琳的担忧 苏江也是点点头 这种事 确实有可能发生 之前的煤气罐 钢管这些 都可以说是民用 但无人机这种东西 还真能军用 所以 这件事很危险 不过 苏江并不慌 他现在可是奉旨买卖 一点也不慌 就在苏江畅想的时候 一名保安跑了进来 老板 有人找你 他说他叫李江 你听到这个名字 就会明白的 一听这话 苏江刚刚喝进去的水 都涂了出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张琳 我去 你是属乌鸦的 这么灵啊 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人都到门口了 只能迎接了 第53章 亲自前来订购 苏江急忙将桌面收拾了一下 毕竟 是件国家高层 还是要隆重一点 这可大意不得 而就在苏江刚把桌子收拾好 李江也到了 看到正在收拾的苏江 李江微微一笑 苏厂长 我们这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怎么 你对桌子很有感情吗 我看你都擦了三遍了 听到李江的话 苏江黑黑一笑 当然 这桌子可是要时常擦擦 有句话说得好啊 桌子常擦 人常亮吗 说起来 李主任 你也是第一次到我这来 总可不能是来抓我的吧 一听这话 李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毕竟之前他们还真的把苏江给抓进了局子 这件事虽然事后苏江没说什么 但终究是他们做的不对 所以 李江对着苏江保证道 苏厂长 那些都是过去式了 毕竟就像你说的那样 桌子常擦 人常亮 之前那是都过去了 现在是新的开始 而且 苏厂长的工厂完全是合理合法 谁敢抓你 我就先把谁抓了 这个答案 苏厂长可满意了 听到李江的保证 苏江黑黑一笑 他要的就是李江的这个态度 虽然还不知道 李江来找自己是为什么 但是肯定不是什么小事 所以 他需要先试探试探李江的态度 结果 很明显 李江显然是偏向自己的 甚至 还愿意对自己承诺 这让苏江内心一喜 毕竟 他做的这生意 说起来是民用 但总是擦边 所以 他也不能保证 自己究竟会怎样 而现在李江的态度 说明了一切 至少到目前为止 国家对自己的行为是认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苏江可就放心了 看着苏江放松的表情 李江也明白 苏江担心的地方 他毕竟做的算是军火生意 苏江 苏江也会害怕自己会不会出问题 而自己则是要给苏江来一剂振心药 让他放心才行 而后 李江便对着苏江说道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了 我这是来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 我想要再次购买 苏厂长工厂内制作鱼竿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你是知道的 之前我们国家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吃了不少苦 甚至说句丢脸的话 完全可以说是求爷爷告奶奶 结果 鹰将不愿意搭理我们 而毛熊呢 也是仗着自己有 所以 漫天要价 说到这 李江也是微微叹口气 那几年 空军确实是太苦了 为了这点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以说 天天跟毛熊软磨硬泡 结果 毛熊反手就把他们诛宰 所以 他们之前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投资很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苏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以完美代替毛熊的 所以 他们再也不用对着毛熊低声下气了 甚至 还可以反向出口毛熊 狠狠地敲一笔外坏 想到这 李江却是没有直接说出口 一是这些事不好 告诉苏江 二是 也怕苏江这货 一听他们的窘迫 直接给他们涨价 虽然 这种事不怎么可能发生 但一想到苏江就连拖拉机 都能改造成坦克卖出去 则则则 他还是不敢想象 苏江的底线有多高 随后 李江继续说道 好了 之前那是不说了 我们这次的需求量很大 毕竟 空军需要大量的复合碳纤维 所以 你看产量能跟上吗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这是好吧 我刚刚收购了一架鱼竿厂 如果24小时开工 产量很吓人的 对于苏江的回答 李江微微点头 既然 苏江已经收购了一架鱼竿厂 说明他的产量不成问题 但李江还是有些放心不下鱼竿的价格 虽说他们是说了 无论多高的价格 都能承受 但万一苏江回过位了 临时给自己涨价的话 那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对了 苏厂长 这价格 一听这话 苏江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拿出了一张纸算了算 最后 苏江给出了自己的报价 还是原来鱼竿的价格 不过这次可以打折 但是要看你们的需求量是多少 要的多 折扣越大 听着苏江的回答 李江表面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但被地里却是掀起波涛 他最初以为 一千三一根鱼竿已经够便宜了 没想到这苏江竟然还愿意给自己打折 这一刻 李江为自己之前怀疑苏江的人品感到抱歉 没想到啊 这苏江竟然真的是一位良心商人 不仅没涨价 甚至还想着打折 好人 好人啊 今年的商界楷模就是你了 不过 这么直白的占便宜 就算是李江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随后 李江对着苏江说道 如果 我们长期合作之后 以后 你要是再直播售卖钓鱼竿 我们可以找空军帮忙宣传 帮助你打响品牌 一听这话 苏江一愣 不是 大哥 你是不是没钓过鱼 你这话 要不要自己听听 有多离谱 最后 苏江实在是忍不住了 有些好奇地 对着李江问道 李主任 你是不是没钓过鱼 听着苏江的疑问 李江有些疑惑 这苏江怎么会知道自己 没钓过鱼 不过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是啊 怎么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得知李江真的不会钓鱼后 苏江释然了 没事 只是有点奇怪 毕竟空军对于钓鱼老来说 不是什么好词 我卖鱼杆 要是找空军宣传 这不是妥妥让这些钓鱼老空军吗 这话不吉利 一听苏江的解释 李江也明白了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那这个空军宣传就取消了 结果 苏江又打断了他的话 不 我要 空军宣传还是挺好的 虽然空军对钓鱼老不友好 但也算是一个记忆点 这样一来 自己的鱼杆 反而卖得出去了 看着突然又要空军宣传的苏江 李江满头黑线 这货一会不要 一会要的 到底要不要 不过 他也没有在上面纠缠多久 还是说回鱼杆吧 对了 我们之前的三万根鱼杆 还有差多少 第54章 空军司令机动 大规模购买无人机 对了 我们之前的三万根鱼杆 还有差多少 听到李江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放心 我们已经制造了两万根 如果再加班下去的话 最迟后天一早 就能给你们发货 对此 李江点了点头 苏江的效率 确实挺快的 所以 李江也乐得跟他合作 那好 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随后 两人就这么聊着 可是过了半天 李江也没有走的意思 这让苏江内心疑惑 我去 他不会还想蹭蹲饭再走吧 我都给你这么大折扣了 你竟然还垫起我的发 不过 苏江也没说什么 只是给张灵使了个眼色 让他快去订一桌好的 而张灵在等到指示后 也匆匆离去 他也搞不懂 这李江的来意了 可就在张灵离开不久 李江突然开口了 单朗的无人机 是你们提供的吧 一听这话 苏江松了口气 就这啊 还以为你要蹭饭呢 你要问就早说啊 于是 苏江把张灵给叫了回来 又省了一顿饭钱 不过 李江在看到苏江 很是时尚点了点头 整个人一惊 不是 他不知道自己的无人机 干了什么吗 竟然还直接点了点头 不是 哥们 你知道 你那玩意 有多离谱吗 都踏马把别人的F16 给干下来了 结果 你还敢承认 要是别人做了这事 可不得藏着掖着 结果苏江愣是点头了 就算是李江 也只能说一句 牛批 而见到李江久久没有说话 苏江有些好奇地问了下 咋了 当听到这话的时候 李江沉默了 妈的 有时候 自己是真想把苏江这货给掐死算了 但他还是止住了内心的冲动 信信地说了一句 你们生意还越做越大了 都开始做无人机了 那这次 怎么没给我们送点来 你不知道 我们也缺无人机吗 而听到这话 苏江一愣 啥 你们也缺 不过 苏江倒是没有直说 而是换了一个话术 哎呀 李主任 看你说的 这无人机 还没经过实验 要是出了点问题 我可承担不了 所以 我先给丹朗他们试试 要是合适 我再给你们送去 你看合适吧 听着苏江漏洞摆出的借口 李江还是点点头 也是这么个道理 苏江要是直接给自己送无人机 未必会受到重视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无人机已经经过考验 所以 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要不 自己想也不会第一时间赶来 而后 李江开口说道 我想看看你们的无人机 对于李江的要求 苏江哪敢拒绝 急忙带着张灵 就准备出发 不多时 几人就来到了无人机场 而门口的保安 在看到是苏江标志性的老红旗后 立马就放行了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车间 只是刚刚进入 李江整个人就呆住了 看着车间内 那巨大的无人机 李江彻底沉默 过了许久才开口说话 苏厂长 你这研发理由 有点不好找啊 这么大 说出来有点难以置信啊 闻言 苏江只是笑了笑 李主任 你放心 研发理由 我早就找好了 听到苏江信心满满的话 李江也来了兴趣 哦 说说 听到这话 苏江嘿嘿一笑 你说这东西 当作民用送快递怎么样 这要是宣传一下 说不定还真有企业会购买 一听这话 李江彻底绷不住了 神特么送快递 这踏码跟直升机一样大小的玩意 你说 你拿去送快递 你自己信吗 这玩意 要是都能送快递了 那航空母舰 不就成了捕鱼船 简直胡闹 可这些话 李江也不打算说 反正这理由 勉强也说得过去 那自己也就能帮苏江 把这个荒原上 只是这玩意 怎么看着有点吓人啊 随后 李江对着苏江说道 苏厂长 你这无人机的参数有吗 苏江一听这话 连忙掏出一张表格 上面写满了无人机的参数 李江看了看这无人机的做工 再看了看手中的数据 这要是真的 这玩意完全就是空中利器 不行 不行 这种好事 怎么能够自己独享呢 李江急忙掏出手机 拍了个视频 发给空军司令 快看 有飞机 华国首都 一处雅静的住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端着一杯茶 慢调私利的品尝 他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 虽然已经年过六十岁 但是却依然能看得出 他的风度翩翩 仪表堂堂 此人正是华国空军司令 他的手边还放着一份报纸 上面正写着 单狼使用无人机 摧毁犹太国一架F-16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震惊的 毕竟 那可是F-16啊 结果 现在竟然被无人机给摧毁了 这怎么想也不对劲 以F-16的速度 一般无人机根本追不上 不仅如此 F-16的高度 更是无人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怎么看这件事都不可能发生 但是现在这件事不仅发生了 还上了国际新闻 这也让空军司令 开始忧虑 华国无人机的事情 毕竟 丹朗那里的无人机 实在是太吓人了 如果碰上他们的集群作战 一时间 空军司令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而就在这时 空军司令的手机响了响 打开一看 发现是李江的消息 而且还有一串消息 说什么有飞机 难不成无人机有着落了 想到这 空军司令连忙打开视频一看 随后 整个人都茫然了 等等 这玩意是无人机 这么大 你是准备拿去当直升机啊 但确实好用啊 不过 能被李江发来消息的 肯定是国内做的 他急忙发送消息问道 这是那个研究院研发出的无人机 简直就是天才 很快 李江的消息再次传来 一家民用工厂 当看到这串消息的时候 空军司令整个人都懵了 顿时开始怀疑人生 不是 大哥 这玩意也能是民间作放做出来的吗 还真尼玛高手在民间啊 不行 这玩意 我要了 谁都别跟我抢 随后 空军司令急忙对着李江发消息说道 买买买 我要十架无人机 我要好好研究研究 第55章 鹰匠来人 看着急匆匆发消息的空军司令 李江只觉得好笑 原来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空军司令 竟然也有这样的反应啊 不过 他也明白 为什么空军司令会如此震惊 毕竟 苏江造出来的无人机 实在是太吓人了 别人造无人机 追求小巧精干 但是苏江不一样 反而往大里做 而且还是越大越好 看着这个一盏十几米的大家伙 李江也来了兴趣 于是有些好奇地询问苏江 苏厂长 你这个无人机的价格如何 听到这 苏江明白了 李江这是想买啊 既然是李江想买的话 那就好办了 只听到苏江微微一笑 李主任 你看咱们都这关系了 那肯定要给你优惠 我这无人机卖给别人是200万美刀 也就是1200万 但是卖你们900万一台就行 当苏江爆出900万一架无人机的时候 李江一愣 你这个是否有点离谱了 别人打折能折一点就不错了 结果苏江这是恨不得把自己打骨折 直接便宜了300万 这也太会做生意了 对不起 之前我还是怀疑你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想到这 李江紧紧握着苏江的手 苏厂长 你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 你放心 我们会补偿你的 这次我们先购买15架支持 听到这话 苏江怎么感觉不对劲 你支持我不应该给我涨价吗 怎么还逮着我这只羊号 这有点不地道啊 但随后 苏江一算 虽然打了折 但那纯利润也有 一个亿网上 瞬间 苏江倒吸一口凉气 不愧是国家 才大气粗 时间飞逝 毛雄国内 一处隐蔽的研究所内 一群人正哈着热气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雾 这架战斗机全身涂着银白色的迷彩 流线型的设计 使得它能够飞行更稳定 双臂的翼展 足以让它飞行得更快 研究所的所长 看着这架战斗机 微微点头 其实 这架战斗机 早在几十年前就设计出来了 但因为某些众人皆知的原因 一直没能做出来 直到前几年 这项计划才再次被提上日程 虽说被提上了日常 但它们却始终没有做出来 原因没有其他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没有碳纤维复合材料 虽然 毛雄也有碳纤维复合材料 但经过多次试验发现 它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不足以支持这架战斗机的飞行 所以 这项计划也渐渐被搁置 而这一切 被伊万带回来的苏江制造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鱼竿所改变 有了苏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鱼竿 毛雄夜以继日 不出一周 就成功将这架战斗机造了出来 虽然目前只是一个样品 但不妨碍它们的兴奋 而后 研究所的所长对着众人说道 辛苦各位了 我们终于将这东西造出来了 听着所长的鼓励 研究院的所有人欢呼着 终于造出来了 我都三天没合眼了 不行 我得去好好睡一觉 睡啥啊 一会还有庆功宴 你不知道吗 别忘了来啊 准备了你最爱的福特加和烟黄瓜 行吧 我回去洗个澡就来 看着众人兴奋的神情 研究所所长也是微微点头 随后 让一旁的工作人员 去给亚罗斯拉夫上将 汇报这个好消息 很快 亚罗斯拉夫上将就得到了 这个喜人的消息 整个人瞬间兴奋地站起来 好 很好 有了这款战斗机 二毛绝对会被稳稳地压制住 正说着 亚罗斯拉夫上将 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对着屋外的艺人喊道 来人 立马就有一人走了进来 将军 亚罗斯拉夫上将看着 手中的战斗机照片 瑞杜随后对着来人说道 你 立刻去安排 我要拍摄一组宣传片 一组新型战斗机的宣传片 那人虽不理解 但还是准备去执行了 是 目送那人远去 亚罗斯拉夫上将内心发了发狠 既然新式战斗机已经出来了 那他一定要秀给鹰匠看看 让他们也明白自己 不是好惹的 毕竟 鹰匠一直在二毛的背后 煽风点火 所以 这次一定要让鹰匠势力所忌惮 该死的家伙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 毛熊的行动力 只是短短两天时间 毛熊不仅拍摄了宣传片 甚至还把这宣传片 直接发送给了全世界 短短几个小时 全世界都知道了 毛熊星研发了一架战斗机 而且 看宣传片上面的介绍 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这该死的设计 为什么很有某个消失大国的印记 毕竟 这么不讲理的玩意 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 而看着宣传片 最心慌的还是鹰匠 特别是看到这战斗机的飞行速度 竟然跟他们的F16不相上下的时候 彻底沉默了 以毛熊的彪悍作风 有了这玩意 谁知道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于是 鹰匠紧急召开了会议 就为了商讨毛熊的新式战斗机 会议室中 所有人都在讨论一点 那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你们说 这毛熊是从那里得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的 你别给我说说之前的存货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挑动战争 就是为了消耗毛熊的碳纤维存量 所以 他们不可能还有碳纤维复合材料去浪费 而且 还有一点 我看这架战斗机的设计 不像是毛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能做出来的 说到这 众人也是一阵沉默 这些年 鹰匠一直卡着华国和毛熊的脖子 只为了限制 华国与毛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存量 结果 毛熊竟然设计出了新式战斗部说 还有可能使用了新式碳纤维复合材料 他们这是怎么突破的 难不成 国内又出内鬼了 就在这时 一人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有一点小道消息 根据我的线人回报 这似乎是华国的一家工厂提供的 听到这话 众人皆是脸色一黑 你这小道消息也太抽象了吧 哪家工厂能生产出这种 连国家都没有攻破的科研产品 要是真的能搞出来 那他还不如直接转行当军火商算了 但就在众人准备再次讨论的时候 一旁的麦克瑟瑟上将开口了 这种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若是消息为实 倒是可以安排人去尝试 潜入华国购买 听到麦克瑟瑟上将的提议 众人一惊 随后就有人好奇地问道 华国工厂会卖给我们吗 面对这人的疑问 麦克瑟瑟上将笑了笑 只要钱到位 谁能拒绝呢 鹰匠开的价格 可不是其他国家比得上的 去坐吧 第56章 鱼竿的首次发车 无人机工厂内 苏江正目送李江的离开 李江的行程被安排得很满 能够与自己待这么久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 苏江面带微笑地看着李江的车离开 随后 微微摇了摇头 今天又是日进抖金的一天啊 苏江看了一样 刚刚完成的交易单 内心一喜 这一次就卖出去了15架无人机 哪怕是打了折 但这足够也让他们小赚一笔 正说着 苏江的手机忽然一响 拿出手机一看 发现是今天的新闻推送 自从他开始卖煤气罐 他就将国际新闻的软件给开了推送 毕竟 干他们这行 还是要小心为上 时刻关注国际新闻很重要 这不 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很炸脸 毛熊国是非新型战斗机 对此 鹰匠方面暂无意义 看着这条奇怪的新闻 苏江顿时一愣 等等 新式战斗机 这么快 毛熊的效率惊人啊 他不是才把碳纤维复合材料送过去吗 这才几天 毛熊就暗戳戳地搞了出来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把宣传片都给拍好了 有点离谱啊 这效率 不过 既然都把宣传片拍好了 也就意味着鹰匠那里 应该也知道了吧 毕竟 苏江一看这玩意 就是给鹰匠看的 毕竟 毛熊的宣传片用英语 我不好说什么 至于为什么不怀疑约翰牛 哥 别闹行吗 牛子也配 但是对于这些消息 苏江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无人机的任务 目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所以 苏江一直都很交心无人机的销售情况 现在鱼竿倒是不慌了 有国家在 他们造多少鱼竿 国家都会吃下 但无人机这种东西 太贵了 一般人不可能买的 而他也只有等 等到丹朗他们 彻底把自己的无人机宣传出去 以及里将他们 对无人机的实验完成 只要到了那时 那么 自己的无人机任务 才算是真的完成 想了半天 苏江也没想到 什么可行的办法 最后 挠了挠头 还是决定 先开一场直播再说 正想着 苏江便对着张灵说道 老张 你新练的舞蹈咋样了 要是练好了 咱们今天就开直播如何 一听这话 张灵那里 敢承认自己练好了 抱歉 老板 这几天太忙了 一直没练 所以 结果 苏江就像是没听到张灵的话一样 什么练好了 好吧好吧 就今天开直播吧 对于苏江行为 张灵也很无奈 你压的 又不征求我的同意 你问什么问 还不如直接安排呢 但是张灵有什么办法 自己家的老板 只能自己受着了 随后 张灵就去准备直播了 很快 伴随着一阵悦耳的声音 苏江的直播正式开启 还是标志性的张灵跳科目三 还是标志性的苏江爆霉器官 当水友们看到这一幕时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主播 主播 好久不见 我去 主播又从橘子里出来了 是啊 这么久不开播 还以为你又进橘子了 等等 主播 你今天出现了 难不成 主播你再次越狱了 怎么可能是越狱 要是越狱 主播还能直播吗 主播肯定是准备跑路了 所以 开个直播捞金 嗯 说的也是 毕竟 主播确实像是跑路的样子 以前每天一播 现在一周 能播一次就不错了 苏江一脸黑线地 看着这些调侃自己的弹幕 妈的 你们就不能胖我点好吗 天天惦记我进橘子 我要是进了橘子 中东和平 谁来守护 但也有不少水友 是真心关心苏江的 主播 这么久不开播 是因为在研究新货吗 是啊 主播 你怎么不卖新货了 对 主播你卖的钢管很好用 我家老母猪都通便了 而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 苏江微微一笑 这些人惦记自己的 好人啊 当然 那个老母猪除外 房管 给我把他进了 随后 苏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着装 同时让张灵去准备 就在张灵离开的时候 苏江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各位 家人们 我的确是有新货上架 一听这话 水友们顿时来了兴趣 毕竟苏江之前卖的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都挺离谱的 但是又意外的耐用 这让水友们也开始好奇 苏江这次又会整出什么狠活 于是 水友们纷纷问道 主播 你这次准备卖神军火 对 主播 这次咱们是不是卖枪了 毕竟煤气罐一样的炮弹 拖拉机一样的坦克都有了 咱们确实该上点枪了 看着众人的弹幕 苏江也很无奈 大哥 我真的是正经商人 不卖军火的 虽然 他现在是国家护着的 但是别把我直播间给弄疯了 不过 苏江还是面上不露声色的 对着水友们说道 家人们 我这次卖的 肯定是正常货 所以 不要急 等着 三 二 一 上链接 随着苏江一声令下 苏江的直播间的购物车里 瞬间出了一根鱼竿 看着这熟悉的鱼竿 谁友们却是感觉到了一股陌生 不对 太不对了 不是 大哥 你不是卖军火的吗 这次怎么卖鱼竿了 这跟你的人设不符啊 一时间 众人意润纷纷 主播 你卖鱼竿了 我去 爷清洁 主播不卖军火了 完了完了 主播被铁拳教育了 就连主播都开始改邪归正了 这世界还有没有爱了 看着这些搞怪的弹幕 苏江没有生气 只是平淡地再次说道 家人们 我今天卖鱼竿 明天卖飞机 动一动你们的发财 小手点一点 给主播点点关注 正说着 苏江的话风一转 不仅如此 明天还会有特殊嘉宾帮忙宣传 对于苏江的吹捧 谁有没一愣 特殊嘉宾 什么嘉宾 我去 主播你长行事了 都开始找嘉宾了 那个我帮我朋友问一下 这个嘉宾穿黑丝吗 而立卧称水友们茫然之时 苏江并没有解释 故意吊着水友的胃口 随后 苏江一个劲地介绍着自己的鱼竿的优点 各位 我家的鱼竿绝对是世界一绝啊 谁用的都说好 最关键的 它不容易断 哪怕 你是吊几百斤的鱼 我这鱼竿都不会断 怎么样 行动吗 行动不如行动 就现在 点击购物车 立刻购买 随着苏江的吹捧 还真有人准备买了 毕竟 苏江这货的信誉 还是有点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准备购买的水友 才注意到了价格 看着这个价格 顿时眉头一皱 本会 主播 你加一个鱼竿一千八 这么贵 你这鱼竿是金子做的 还是银子做的 你这还不如最原始的木头棍子 一时间 整个直播间一轮纷纷 第57章 会议 华国首都 李江最近很忙 差点脚都不能挨地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一是因为苏江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鱼竿 需要他统一安排给空军 另一方面 他还得寻找 空军需要合适的无人机 可以说 这几天 他都叫得不睡好 好在 现在苏江的鱼竿 已经步入正轨 就等到货了 至于无人机 也从苏江那里买了15架 也是只等到货了 不知不觉间 李江的两个任务 竟然全部因为苏江完成了 这让李江也有些吃惊 好家伙 合着你现在做军火生意 从国外又做回国内了 出口转内销啊 你小子有点牛批啊 不过也好 给我省了大事 接下来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会了 可就在这时 李江的秘书 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扣扣扣 这让李江有些奇怪 不是说了 今天不许打扰他吗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进来 得到准许的秘书 急忙从门外跑了进来 主任 您看这个 看着秘书激动的神情 李江一愣 怎么了 面对李江的疑问 秘书只是将手中的文件递给他 主任 我们的新式战斗机宣传片 已经拍好了 空军那边说什么公开亮相 听到这话 李江心中顿时一喜 没想到 空军的速度这么快 这才几天时间 竟然就把新式战斗机造好了 甚至还把宣传片 也给拍好了 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毕竟 新式战斗机的一切都是准备好了的 只差碳纤维复合材料 而现在有了苏江提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他们的新式战斗机 也就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 他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好一切 不过 宣传片还不急 现在其他国家把华国盯得很紧 现在还不能将宣传片放出去 还不能去刺激 因将那根敏感的神经 随后 李江对着秘书说道 好了 你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宣传片这种事 我再通知你 现在还不急 可秘书听到这话 却是没有离开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落在了李江的眼中 怎么了 还有问题吗 听到李江的疑问 秘书将手中的平板递给了李江 随后点击播放 一段视频出现了 一架耀眼的战斗机 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不仅如此 这架战斗机 甚至还能够在空中 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这让李江心里一惊 同时秘书在一旁说道 主任 这是毛熊刚刚发布不久的空军宣传片 他们这次的宣传片 使用了新式战斗机 所以 我们是不是也要 一听这话 李江急忙站起来了 我去 他可是记得 毛熊这货的新式战斗机 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做出计划书了 但是因为材料强度不够 所以一直没有成功 怎么突然会做出来 这让李江心中疑惑大增 但很快 李江就想到了一个人 苏江 没记错的话 苏江现在的销售渠道 除了单狼 就是毛熊 所以 毛熊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很有可能是苏江提供的 这一刻 李江突然有了一种落后的感觉 妈的 苏江离自己这么近 竟然让毛熊 先把宣传片给搞了出来 不行 我也要发布 想到这 李江立刻对着秘书说道 快 我们也准备 准备发布宣传片 就把时间定在今晚的六点 记住 这次的声势要大一点 面对李江的安排 秘书没有质疑 当即就准备离开准备 但是临出门时 却被李江叫住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在宣传片的最后加一段 感谢一下苏江的 江泽机械厂的资源相助 这也算我们对他的补偿 秘书虽然不理解 李江的操作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 随后秘书转身离去 望着秘书的背影 李江若有所思 现在 毛雄已经发布了宣传片 以他们的性格 肯定会起脸鹰匠 所以 他们也要趁着这个时候 一同发布 让鹰匠投鼠忌器 只有这样 华国还不是最受关注的 反正有毛雄在前面顶着 出了事 就把锅甩给他就行 一想到这 李江的心情顿时美妙起来 而就在李江思考的时候 秘书也来到了宣传部 下达了李江的命令 各位 我们今天就需要把空军的宣传片发布 所以 辛苦你们了 对了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加上一段鸣谢 就写感谢江泽机械厂的技术支持 听到秘书的要求 一旁的技术人员傻了眼 等等 你说的是在空军的宣传片上加一段鸣谢 你没搞错吧 以前的宣传片里能被特别鸣谢的都是各个军区或者哪支部队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鸣谢一家工厂的 而且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 这更让他不理解了 总不能是这家工厂打广告打到空军这来了吧 想到这 技术人员使劲摇了摇头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匪一所思了 如果谁能让空军给他打广告 自己愿意剃光头 就在这时 秘书也发现了这位技术人员的神情有些不对 怎么了 面对询问 技术人员只是摇了摇头 没事 秘书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时间紧迫 他也没有多余时间 只得对着众人说道 那么 开始工作吧 而技术人员也加入了宣传片的制作中 他倒要看看这个江泽机械厂究竟是何方神圣 当天下午 六点整 华国突然放出了新式战斗机的宣传片 这一动作引得国内外全部震惊 毕竟就在今天早上 毛熊刚刚发布了宣传片 也是关于新式战斗机的 而现在 华国也发布了 这让以鹰将为首的各国 不免猜测 华国与毛熊 这是准备做什么 此时的五角大楼内 刚刚开始会议的鹰将与二毛代表 正沉默地看着播放着的两组宣传片 两组宣传片虽然各有不同 但是关键点都是新式战斗机 这一刻 空气就如同死海一般寂静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最后 还是二毛代表忍不住开口了 各位 你们也看到了吧 毛熊依旧研发出了新式战斗机 这对于我们而言 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 鹰将这边就没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例如 给我们暂住个几百亿美刀 又或者把你们的F-16 送我们几架 现在的二毛 已经是光脚 不怕穿鞋的了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 站着把翻药了 而就在二毛代表发言的时候 鹰将那边也是乱了 纷纷议论了起来 等等 毛熊我可以理解 毕竟 他们有这样的技术基础 万一哪天碰出来了 也不奇怪 但是华国是怎么回事 我可记得 他们是毫无基础吧 直到现在 都为了探纤维复合材料而为难 他们怎么会突破呢 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难道毛熊把技术提供给了华国 说到这 立马就有人反驳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是毛熊有这技术 他们不把华国坑得死死的才怪 毕竟这货有前科 既然不是毛熊 那总不能是华国吧 那我还是更相信毛熊 就在议论的时候 麦克瑟瑟上将站了起来 满脸阴沉地看着众人 都闭嘴 你们说的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无法再卡他们的脖子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 可谓是损失惨重 这一下 我们在国际上的压制又少了 给我查 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 竟然敢给他们提供碳纤维复合材料 第58章 空军代言 看着发火的麦克瑟瑟上将 在场的众人心里也是一惊 随后 立即对着麦克瑟瑟上将说道 将军 这件事 我们已经在调查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在听到这话后 麦克瑟瑟上将微微点头 他虽然是发火 但更多的是 做给二毛代表看的 毕竟 你踏马的 真把你当成站着晚饭的了 别给脸不要脸 果然 在看到麦克瑟瑟上将 突然发火后 二毛的代表 瞬间掩其吸鼓 只是嘴里轻轻地说了一句 可是 将军 如果毛熊 有了新式战斗机 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出手啊 听到这话 麦克瑟瑟上将 只是吸了一口烟豆 随后 涂了一个烟圈 强忍着恶心说道 放心 有我们在 毛熊不敢出手 而听到麦克瑟瑟上将的话 二毛的代表 只觉得脖子一凉 为啥他感觉 鹰匠极度地不靠谱呢 而就在这时 一串急促的电话声音 这让麦克瑟瑟上将的眉头一皱 难道不知道 这是机密会议吗 竟然敢不把手机调成静音 结果一看 竟然是二毛代表的 这让麦克瑟瑟上将 略微叹了口气 烂泥浮不上墙的玩意 不过 他还是准许二毛代表接电话了 很快 二毛代表接通了电话 随着电话的接通 二毛代表的神色也越来越沉重 电话挂断 二毛代表站起身 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就在刚刚 毛熊的新式战斗机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领空 话音刚落 会议室内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毛熊 真的出手了 他们不把我们鹰匠放在眼里吗 而就在毛熊进入二毛领空的同时 苏江今天也在进行直播 而今天售卖的商品 依旧是鱼竿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自己的煤气罐 没人买 拖拉机则是买不起 至于钢管 别提了 只有那堆军迷感兴趣 所以 苏江现在只能把自己的鱼竿 当作主打商品 至少 这个大众的认可度 还是有的 最直观的一点 退款的人数都少了不少 这让苏江内心大喜 虽然自己很喜欢 给国外卖货赚大钱的感觉 但是他也不想放过国内的市场 毕竟 华国人口众多 哪怕一千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买鱼竿 他也是赚翻了 想到这 苏江直播的热情 顿时涌现出来 只见他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 大声说道 家人们 咱们好久不见啊 我们今天的商品 依旧是鱼竿 你们看 我这手里的 就是我们刚刚生产的鱼竿 耐磨耐打 别说钓一般的鱼了 你就是去钓鲨鱼 我都行 而听着苏江的吹捧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是适时地跟上 好了 鱼竿我买了 鲨鱼那里领 鲨鱼你还没有吗 昨天主播可是空运到我家的 还给我做了生鱼片 胡说 主播明明是给我做的生鱼片 主播不给你们做 我可以给你们做呀 滚 丑剧 虽然大部分的弹幕 都是调侃的 但也有不少弹幕 在认真分析苏江手里的鱼竿 有一说一啊 我觉得 主播的鱼竿应该不错 你看它的色泽 还有流畅度 都很完美 就是不知道具体使用怎么样 我的鱼竿已经到货了 而就在这时 弹幕里有人现身说法 我刚刚去试了一下 发现确实不错 甚至可以说非常不错 一看到这些弹幕 不少纷纷流言 怎么说 具体怎么样 我挺想买的 很快 刚刚那人继续说道 主播的鱼竿确实不错 呦 刚刚钓起了一条十斤重的鱼 这个过程中 鱼竿甚至一点事都没有 啥玩意 你还真钓起了 等会十斤 我去 我也来一根 我也要 随着几人的现身说法 苏江直播间的后台 跳动了几次 看来是有人购买了 而苏江则是在看到弹幕后 也明白了 自己该做什么 只见他拿起一把锤子 直接对着鱼竿就是砸 家人们 我今天就给你们看看 我的鱼竿有多厉害 来来来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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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苏江的重锤 谁有门都以为 鱼竿不断也会破裂 结果 愣是没想到 鱼竿不仅没断 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而这样的行为 也使得苏江的直播间 热度拉满 谁有门纷纷发送着弹幕 主播 你这是小锤 应该是四十 说的对 大锤才是八十 你是不是想吃回扣 话说 主播的鱼竿 有点变态啊 这玩意 是可以拿锤子砸的吗 你砸就算了 为啥你还这么使劲 你家鱼竿跟你有仇啊 看这话题拉满的弹幕 苏江微微点头 而就在苏江准备再来一把大锤子的时候 一旁作者的张灵 发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新闻 打开一看 发现竟然是空军发布的宣传片 上面赫然就是新式战斗机 看着这宣传片 张灵明显一正 不是 这效率也太快了吧 随后 张灵仔细看着空军的宣传片 虽然当下的这个宣传片 不是真实战斗机的模样 只是一段模拟渲染实际画面的模型 但既然宣传片已经出来了 那么也说明 进度已经非常接近了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问世了吧 这让张灵微微点头 这样的话 那他们的鱼竿可以卖得更多了 随着视频的播放 张灵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这视频怎么会有特别明显 谁家这么大脸 竟然值得空军特别明显 等等 张灵仔细一看 发现这鸣谢的工厂 好像就是他们 我去 咱们这就出名了 一想到这 张灵连忙跑去找苏江 一把将苏江从直播间里拉了出来 老板 咱们上了空军宣传片的特别明显 对于张灵的话 苏江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 李江没有骗自己 只是他这动静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水友中 也有一部分军迷 时刻关注国内动向 所以 空军宣传片这种新闻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可是等他们点开一看 瞬间发现了不对劲 这是新式战斗机 怎么这么帅啊 这线条 这速度 简直完美啊 只是 一些水友越看越觉得不对 等一下 宣传片里所说的材料 怎么跟眼前这个轮大锤的主播 卖得差不多 我去 主播把国家材料给偷了 第59章 以毒攻毒 随着空军宣传片的发布 众人纷纷看到了宣传片上的特别明显 这一刻 全网都沸腾了 一时间 大量的水友 涌入了苏江的直播间 纷纷想来看看这家被空军宣传的工厂 瞬间 苏江的直播间全是弹幕 主播 主播 你火了呀 这下全国都知道 你们了 是啊 话说主播你是干啥了 怎么还被空军特别鸣谢了呢 你前几天没见 不会是被空军带走了吧 呀嘿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我记得主播有一次 可是被空军带走了 现在想来 主播肯定是干了啥 不然也不会出动空军 这时 也有新来的水友好奇的问道 等等 主播之前还被带走过 我去 这主播这腰牛批吗 那可不 你要知道 咱们主播可是进了局子 第二天 还能安然无恙开直播的猛男 你见过几个这么做的人 咱们主播可是第一个 说的也是 主播牛批 与调侃一同发来的 也有几个认真询问的弹幕 苏江仔细看了看 主播 刚刚空军给你发了特别鸣谢 而且 你也说了 会有特殊嘉宾来做客 你嘛 你不会把空军给请来了吧 你找空军给你代言 掉 看到这些弹幕 苏江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最后对着水友们摊牌道 哎 家人们 生活无奈 主播卖艺啊 没错 我们的特殊嘉宾 确实是空军没错 所以 还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点关注 我开播的时候 你们也能得到消息不是 一听这话 水友们纷纷动了动发财的小手 瞬间 苏江的粉丝量再次暴涨 现在的他 也是个百万小网红了 看着自己不断跳动的粉丝人数 苏江 嘿嘿一笑 可 苏江是笑了 水友却是沉默了 他们倒不是怀疑 苏江所说的真实性 毕竟空军宣传片里面 真的提到过 苏江的江泽机械厂 所以 苏江能请空军来做客直播间 很大概率是真的 可是 他们忧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啊 他们没记错的话 苏江卖的好像是鱼竿吧 不是 大哥 你一个卖鱼竿的 找空军代言 这不明摆着让人空军吗 这种宣传方式 究竟是哪个鬼才想出来的 这不是侮辱人吗 这一刻 苏江的直播间话题度再次拉满 水友们纷纷开始嘲讽起钓鱼篓 完了完了 这一下钓鱼老要疯了 他们钓不到鱼 已经被空军认证了 他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空军了 哈哈 说的也是 我只能说 主播让空军帮自己宣传鱼竿 是有操作的 这下 主播是彻底把钓鱼老得罪了 我看谁还买主播的钓鱼竿 说的也是 毕竟这钓鱼竿 还没用 就被空军祝福了 一看就不吉利 我还是很好奇 主播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他一个卖鱼竿的 他不找海军找空军 哪怕你找个陆军都比空军好啊 好好好 继主播的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以后 主播再次出现了一个失败作品 那就是他的鱼竿 或没问题 就是广告商找得不咋地 一说到这 众人纷纷反应了过来 不对啊 他们没看错的话 给苏江他们在做宣传的是空军吧 空军怎么会给一家工厂做宣传 我去 看不出来啊 咱们主播的背景这么深厚 瞬间 谁友们再次发起了弹幕 主播 实话实说 你究竟干嘛了 怎么空军会给你做宣传 这么大的一个权威体系 给你代言 主播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看着飞速飘过的弹幕 苏江摇了摇头 难不成 今天也是卖不出鱼竿的一天 我就知道鱼竿不能找空军代言 这下好了 他的鱼竿市场 算是彻底没了 可就在这时 苏江竟然发现自己的后台 正在不断跳动 甚至比之前跳动的还快 这是有人在抢购自己的鱼竿 等等 他们不是嫌弃 这鱼竿不吉利吗 但很快 苏江就在弹幕上看到了答案 兄弟们 冲啊 既然这工厂 都被空军认可了 那么它的质量 肯定很不错 而且 我刚刚看了空军的宣传片 发现主播造鱼竿使用的材料 就是空军造飞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所以 这鱼竿质量杠杠的 这不买 完全就是傻子吧 说的是 而且 一根鱼竿也才一千八 跟其他鱼竿比起来 真不贵 最关键的 这是空军代言啊 拿回去收藏 也是好的 看到这些弹幕 苏江一愣 钓鱼佬不是最烦被人说是空军吗 于是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等等 你们不是最讨厌空军吗 怎么还买 听到苏江这话 弹幕也是黑黑一笑 你懂什么 我这是以毒攻毒 我本来就是经常空军 说不定用了之后 反而不在空军 而且 我只是空小鱼 不空大鱼 你这鱼竿 刚好是碳纤维材质 根本拉手不断 适合钓大鱼 所以 以后我就不是空军了 哈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来一根 以毒攻毒 没错 以毒攻毒 我要跟空军彻底说白白 鱼儿们 迎接你们的王八 王八 打错了 王八 好的 知道了 王八 你去钓鱼吧 别亲自去捞就行 我说的是王八 不是王八 给我放尊敬点 是是是 王八大人 看着耍宝的弹幕 苏江摇了摇头 唉 我看啊 这俩都差不多 而这时 苏江也看到了 自己销量已经超过前几天的总和 这样的操作 使得苏江一愣 我去 还真有人好这一口 你们这群家伙的口味 还真有点独特啊 不得不说 但是 想想也是 这些人购买的主要原因是猎奇 毕竟人一有钱 就容易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看来 这些人追求的 就是被空军祝福的鱼竿 但这些不是苏江关心的 他只在意别人口袋里的钱 能不能到自己手里 过了一会 苏江看着众人的热情 已经来到了顶点 顿时对着水友们说道 家人吗 好消息 我看到你们这么热情 我决定 明天再上架一个重量级的商品 至于是什么 你们可以很很期待一波 一听这话 直播间顿时炸开了花 什么 还有新货 我去 主播 你有点牛批啊 你这腹泻式的新货 有点厉害 那我就等明天的直播了 与此同时 张灵也凑到了苏江的身旁 小声地问道 老板 无人机也要卖吗 那东西不好卖吧 对于张灵的疑惑 苏江微微摇头 我们的无人机 不就是大了一点吗 只要稍微修改一下操作方式 增加一下购买门槛 然后再跟官方合作一下 有什么不能卖的 别忘了 咱们可是空军合伙人 第六十章 战斗机表现 就在苏江售卖鱼竿的同时 二毛境内 一架银白色的战斗机 划过天际 带着强劲的动力和呼啸声 在高空中急驰 飞行员驾驶技术相当熟练 哪怕在急速状态之下 依然能保持冷静和平稳 只是它的雷达上显示 附近有三架战斗机 正在靠近 看来二毛终于反应了过来 不过 飞行员突然赶来的三架战斗机 并没有感到惊慌 只是微微点头 甚至特意放慢了速度 等待三架战斗机的靠近 他这次来就是为了实验新式战斗机 在实战下的操作如何 如果他这种想法 被其他人知道了 恐怕当场就得给他跪了 谁家好人 用实战来实验战斗机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但是一想到这是毛熊后 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理解了 毕竟毛熊也不是疯了一天两天了 低速等待了一会 二毛的三架战斗机终于来了 随后 驾驶员微微点头 随后投弹 巨大的火箭弹 拖拽出长长的光尾 直奔对方的战斗机而去 碰 剧烈的爆炸响彻晕霄 那架战斗机在半空被拦腰炸断 化为了无数碎片 如此恐怖的一幕 吓得剩下两位二毛飞行员一惊 他们原本 这只是一次简单的任务 没想到 只是刚刚接近 就被敌人摧毁了一架战斗机 不行 要小心 烟雾散去 剩下两架战斗机 出现在了毛熊飞行员的视野内 见状 毛熊飞行员立刻发动了攻击 咻咻咻 一道又一道的导弹 从飞机上射向了这些敌机 双方交锋几秒之后就 陷入到了混乱之中 咻 轰轰隆隆 突然间 其中一架战机冒起了黑烟 整个机身都变形扭曲 仿佛遭受到了重创一般 轰隆隆 轰 很快 另外一架战机也跟着燃烧了起来 这是导弹 二毛飞行员瞪大眼睛 看着战机的模样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还没想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呢 轰 轰 轰 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传来 只见战斗机的机翼与油箱先后爆炸 最终落地时 已经成了残骸 这次实验 以二毛的三架战斗机坠毁而告终 而毛熊的战斗机 则是因为速度太快 二毛的攻击 根本打不到 所以 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毛熊基地 很快 新式战斗机安全回到基地的消息 就被人送到了亚罗斯拉夫上将的桌面上 看着这封战报 亚罗斯拉夫上将苍老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哈哈 三架战斗机 竟然还能全身而退 不错不错 随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将这封战报 传递给了更高一级 望着这封战报的被送走 亚罗斯拉夫上将心中充满喜悦 但也有一丝无奈 这华国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就是厉害啊 可惜不是我们的 说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摇了摇头 他们也没想到 华国竟然真的研发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甚至还比鹰将研发得更好 最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看向了遥远的南方 看来 接下来要与华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这碳纤维复合材料掌握在华国手里 现在是他们有求于华国啊 而就在毛熊准备庆功的时候 二毛国内却是一片震荡 三架战斗机被人一穿三 这要说出去 谁踏马能信 结果 这么离谱的事还真得发生了 对此 二毛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 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会议上 一位壮瘦的光头率先发言 我们要反击 这是赤鹿鹿的挑衅 我们要派出我们的空军反击 听到这话 会议中央的西服男子摇了摇头 不行 我们的装备不够了 已经不足以支持 我们反击了 一听这话 之前的那个光头站了起来 这有什么 没有装备 我们可以让鹰匠再支援一些 反正他们家大业大 让他们出点装备怎么了 对于这位光头的发言 刚刚的西服男子叹了口气 难道他以为 这些装备是这么好拿的 再这样下去 国家都成了鹰匠的 必须要想个方法才行 而就在这时 男子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他记得刚刚从鹰匠那里回来的代表 在进行商讨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了鹰匠 说了一句什么 华国的工厂 好像就是这家工厂 为毛熊提供的装备 一想到这 男子身躯一阵 好像有机会了 于是 他急忙站了起来 对着一旁的人说道 你现在就前往华国 去找一家 名叫江泽机械厂的工厂 被指派的那人 虽然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 而这时 苏江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直播 此刻 他正满心欢喜地 查看着今天的销售额 定眼一看 他发现 今天鱼竿销量 居然高达五千多 这在之前 可是很少见的 看来 有钱人还是不少的 唉 给想个办法 把这些有钱的人给赚了 他们才是真有钱啊 而就在苏江想办法的时候 苏江的手机再次响起 拿起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万 等等 他怎么来了 不过 苏江还是接通了电话 随着电话接通 一万的很快传来 苏老板 您忙吗 你要是不忙的话 我准备见见您 我马上就要到了 一听这话 苏江还能说什么 你压得 都快到了 才给我打电话 这不是明摆 不给自己拒绝的机会吗 不过 苏江倒是不生气 毕竟 一万在他这里 就是传说中的宋财童子 他还巴不得一万天天来呢 毕竟 一万一来就是几千万的大单子 完全够养活他们一家了 想到这 苏江满口答应了下来 看你说的 咱们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就算你来得再晚 我也等你 得到苏江回答的一万 微微点头 好的 我几分钟后就到了 请再等等我 好 随后 苏江挂断了电话 有时候 苏江也不得不承认 一万的认真负责 至少 他的华语说的是真六 突然 苏江刚准备 把手机放进口袋 他的手机再次响了 打开一看 苏江顿时愣住了 等等 这是鹰匠的号码 这一刻 苏江有些茫然 好端端的 这鹰匠 怎么跟自己来电话了 难不成 他也要没器官 第61章 计划 苏江的电话 已经响了许久 但是苏江还没有接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不知道 这鹰匠给自己打电话干嘛 而且这种场景 他莫名的有些熟悉 毕竟 之前的毛熊就是这样 给了自己一通电话 然后他就迷迷糊糊的 成了军火商 不会这次的鹰匠也是吧 一想到这 苏江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为别的 就为了正义 但就在他挂断电话的下一刻 苏江的手机 再次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还是鹰匠打来的 我去 哥们 你就这么耿直吗 算了 怕了你了 想到这 苏江还是接通了电话 他倒要看看这鹰匠狐里 卖的什么药 喂 很快 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道 别角的华语 你好 我是鹰匠的马尔斯 我们想要跟您达成一笔交易 听着所谓马尔斯的话 苏江突然茫然了 等等 这鹰匠这么诚实的吗 直接一来就问自己买东西 大哥 你牛皮完了 但是自己没在鹰匠宣传过呀 难不成打错了 但这也不可能 苏江的电话 可是华国的 所以 鹰匠不可能打错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鹰匠真的查到了自己 终于 这一天终于到了 就在苏江对丹朗和毛熊 售卖煤气罐 拖拉机的时候 就考虑过 鹰匠会找到自己 甚至是连暗杀都想到了 毕竟电影里面 就是这么演的 所以 苏江才会加强工厂的安保 结果 当鹰匠现在真的找上门来的时候 却是找自己买东西 我去 你们这未明也太离谱了吧 你们鹰匠也有需要别人的时候吗 但苏江很快整理了一下情绪 随后对着马尔斯问道 那你们需要什么 听到这话 马尔斯一愣 不对劲 十分有九分的不对劲 马尔斯这次 之所以会给苏江打电话 其主要目的就是试探一下 苏江究竟是不是华国隐藏的军工企业 毕竟 能够研发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工厂 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家小小的民用工厂能做到的 所以 在打电话之前 马尔斯的心理已经将苏江的工厂 定义成了军工厂 只需要再试探一下就行 可是现在苏江不仅接了自己的电话 甚至都开始准备跟自己做生意了 这变化不对劲啊 这么一看 这个所谓的江泽机械厂 似乎并不是什么军工厂 毕竟 他用的可是鹰匠的电话 军工厂别说接了 甚至是有这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 整个工厂都会被全面监控 谁能跟苏江这样来去自如 所以 马尔斯初步得出结论 苏江并不是华国的军工厂 但具体的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想到这 马尔斯对着苏江继续说道 你好 我们需要你的那个什么碳纤维 鱼杆 一听这话 苏江顿时乐了 这货 不会真把自己当成军火伤了吧 甚至都开始找自己购买碳纤维复合材料了 最关键的还是 自己可是华国人啊 鹰匠已经这么计不择时了吗 思考到这 苏江顿时疑心大气 哦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军工材料吧 你们鹰匠也找我买碳纤维复合材料 真当我是军火商呢 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只要马尔斯真的愿意购买 苏江认为他 还是会卖的 虽然长期合作 是有点难 但是成绩捞一笔 倒是未尝不可 反正鹰匠对于他而言 也只是一个金库 就跟毛熊 丹朗一样 而且 鹰匠还是霸权国家 赚霸权国家的钱 那不得大赚特赚 所以 苏江的语气也开始松动了 等等 你们确定 需要碳纤维复合材料做的鱼竿 与此同时 身处鹰匠的马尔斯 在听到苏江的回答 有些奇怪 你刚刚不是说 不要把当做军火商吗 你这怎么又开始卖了 华国人变脸都这么快吗 此时 马尔斯的内心充满疑惑 一开始 他只是想试探试探这个苏江 结果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竟然还能够在苏江这里 买到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倒是个不错的收获 立功的时候到了 于是 他连忙点头 是的 我们需要鱼竿 很多的鱼竿 听着马尔斯的回答 苏江身旁的张灵 突然一脸急切地看着苏江 等等 老板 你真的打算给鹰匠卖 碳纤维复合材料 鹰匠的野心可不小啊 如果我们把碳纤维复合材料 卖给他们 恐怕他们会借此作乱啊 毕竟 鹰匠的空军本就厉害 再加上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对他们的加成 不是一心半点 听着张灵的疑问 苏江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随后 按住电话 轻声对着张灵解释 骂呀 为什么不骂 咱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就是给鹰匠研 对方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 而且 还有一点 这是我的计划 听着苏江这话 张灵一愣 计划 张灵的疑问 苏江对着他解释了一下 只要鹰匠开始使用我们的材料 如此一来 鹰匠就成了需求方 毕竟 他们短时间内 还不足以研究透心式碳纤维复合材料 只要成了 我们就可以坐地起架 到时候 鹰匠就是我的提款机了 对于苏江的解释 张灵微微点了点头 但是很快 他又发现了问题 可 鹰匠他们会使用我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吗 毕竟 他们也有碳纤维复合材料 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的 面对张灵的疑问 苏江笑了笑 开始了自问自答 我问你 华国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谁的 我们的 甚至毛熊使用的也是我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两个大国使用的都是我们提供的材料 而且还是比鹰匠性能更好的材料 你认为鹰匠会不会狗急跳墙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只说卖鱼干 又没说要卖碳纤维 一听这话 张灵顿时明白了苏江的谋划 只要华国与毛熊 开始使用苏江制造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那么 鹰匠也一定会使用苏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妥妥的阳谋啊 就是有点 恶心人 但是一想到恶心的是鹰匠 张灵顿时有点兴奋了 一向目中无人的鹰匠 竟然也会被自己老板坑一手 而就在张灵畅想的时候 苏江连忙接起了电话 远在鹰匠的马尔斯 已经等待太久了 果不其然 当苏江接电话的时候 对面悠悠地传来一句 你出事了吗 听到这话 苏江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事没事 咱们继续继续 你说 你要买咱们的鱼竿对吧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是要买我们的鱼竿吗 听到苏江的话 马尔斯的大脑一阵当机 但很快反应了过来 苏江这是在提醒自己 他卖的是鱼竿啊 也是 华国那种管控严格的国家 确实不好直说 是什么军工材料 没错 我们是买鱼竿 你的鱼竿 第六十二章 发鱼竿 得到马尔斯肯定的回答后 苏江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接着说道 那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 可能会高一点 对于苏江的问题 马尔斯一愣 等等 不对劲 这话 他怎么感觉在 华国学习的时候听到过 同样的语气 同样的话 而那一次直接让马尔斯随时了五百美刀 就为了一斤的切膏 所以 如今的马尔斯心中锦铃大作 生怕再中招 于是 马尔斯有些小声地对着苏江问道 那么 具体的价格是多少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一笑 鱼儿要上钩了 随后 苏江清了清嗓子 这价格好说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合作 但价格肯定不高 我们的市场价 是一个鱼竿一千八一根 所以 给你们的报价 也是一千八 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无法包邮 所以 如果你们要运过去的话 这运费 恐怕也需要你们出 因此 一根鱼竿需要两千 听到苏江的价格 马尔斯明知道 苏江这是在宰人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两千软妹币不算贵 可以 可还没等他高兴 苏江的声音再次传来 是美刀 不是软妹币啊 一听这话 马尔斯顿时蒙了 等等 美刀 一根鱼竿 卖我两千美刀 我去 你真把我当猪宰了呀 这一刻 马尔斯顿时想要拒绝苏江的提议 可这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弃 一时间 马尔斯陷入了极度的纠结中 而就在马尔斯纠结的时候 张灵却是对苏江 暗中竖了的大拇指 还得是老板啊 真的敢开口 原本他们卖一千八软妹币 就已经有得赚了 没想到 苏江竟然还不够 竟然直接将软妹 闭换成了美刀 甚至还让鹰匠包邮费 这一下 一根鱼竿就是两千美刀了 这样的价格与之前相比 足足翻十倍了 可是这样的价格 张灵也有些怀疑 毕竟鹰匠也不是什么傻子 花两千美刀 只为了一根鱼竿 这种事 想想都不对劲 所以 张灵还准备劝苏江 看看能不能降点价 让鹰匠也买点回去 可还没等张灵开口 电话那头再次传来马尔斯的声音 好的 两千美刀一根 就两千美刀一根 但是我们有个要求 不能再涨价了 听着马尔斯明显有些肉疼的声音 张灵却是猛逼了 就连苏江也沉默了 等等 两千美刀还真成了 我去 这鹰匠不愧是霸权国家 这么高的价格 他都能接受 牛批 看来对方比自己想象的还有钱 这一刻 苏江对两千美刀后悔了 他还想再涨涨价 可苏江也明白狗急跳墙的道理 要是逼急了 鹰匠还真有可能不买自己的了 到时候 自己可就连哭的地方都没了 所以 苏江连连答应 行 不涨价了 等你钱到 我们就发货 当听到苏江的回答后 马尔斯终于松了口气 终于买到了 虽然两千美刀很贵 但是又不需要鹰匠出钱 随便去几个国家 收点保护费啥的 这钱不就分分钟齐了 哪怕苏江卖一万一根鱼竿 他都买得起 反正苦别人 又不苦自己 不过 这话也只是说说 要是苏江真涨到一万美刀一根 都不用别人说 马尔斯自己 就往军事法庭跑 接下来 马尔斯的话风一转 我们除了鱼竿 还需要无人机 所以 你们能卖给 我们一点吗 马尔斯最初是为了试探苏江的工厂 结果没想到 苏江竟然真的 给自己卖鱼竿了 这让马尔斯起了一些小心思 既然鱼竿你能卖 那么 无人机应该也能卖吧 毕竟 你都跟自己合作了 就不差这点了 说到无人机 马尔斯就想到了之前看到的视频 就是苏江生产的无人机 竟然只靠几架无人机 就摧毁了他们的一架F16 所以 五角大楼对苏江的无人机很感兴趣 如果自己能够在苏江这里买一架回去 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功劳 所以 马尔斯有些迫切地等着苏江的回答 可是 这次苏江却是让他失望了 抱歉 其他的产品都可以 就是无人机不行 这个东西是非卖品 说到无人机 苏江也明白他的威力 他又不是傻子 这几天单朗摧毁F16的新闻到处都是 所以 无人机一定不能卖给鹰匠 他还是有一定底线的 当然 更多的原因 还是因为无人机根本不愁销路 因此 他也不怕自己的无人机没人买 反正他都跟国家勾搭上了 到时候 自己产多少 国家收多少 怕个屁 最后 苏江虽然拒绝了购买无人机的提议 但他还是对着马尔斯 推销起了自己其他的产品 虽然我们的无人机不能卖 但是拖拉机 煤气罐 钢管可以卖的 你要不来个一千万的 一听这话 马尔斯连忙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煤气罐 拖拉机这些产品 对鹰匠他们没用 就算产品再好 也不能买 毕竟国内有一群军火商 需要养着呢 要是 他们突然换了人 第二天 五角大楼也得换人 调整好心态后 马尔斯继续说道 我们不需要煤气罐这些 我们只希望 鱼干能够按时送达 这次我们需要三万根鱼干 希望下周二能够交货 定金我马上打给你 听到马尔斯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好 随后 两人挂断了电话 看着黑屏的电话 苏江召来了张灵 老张 来活了 文言 张灵立刻就准备去发货 放心 我会尽快把碳纤维 复合材料发给要的 正说着 张灵就准备离开 结果 还没等他走几步 就被苏江叫住了 等等 什么材料 我们有说发材料吗 听着突然发生的苏江 张灵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老板 不是你说 我们要把材料卖给他们吗 你反悔了 那我们现在得去准备违约金了 对于张灵的疑问 苏江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会 我说了要卖就一定要卖 不可能忽悠人 看着一脸正气的苏江 张灵更迷茫了 你既然要说卖 那这回怎么自己发火 老板 你这是 对于张灵的鱼目脑袋 苏江是不抱有希望了 你这样 怎么跟得上我进步 给他们发鱼干 发什么材料 他们不是买鱼丹吗 我们发材料 岂不是要出问题 怎么 懂了吗 听到苏江的解释 张灵恍然大悟 好啊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还以为老板转性了 真的准备给鹰匠卖 碳纤维复合材料了 结果没想到啊 苏江原来在这阴了一手啊 可 张灵还是有些犹豫 老板 这玩意 根本用不了啊 想要提取上面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根本是异想天开 而且 你发的鱼干 怎么还有普通玩具鱼干 这下鹰匠可能会生气吧 对于张灵的担忧 苏江却是丝毫不慌 咋了 不是他们说买鱼干吗 我这是 完全按照对方的条件来的 我这甚至还有电话录音 听到虎脚蛮缠的苏江 张灵沉默了 人家不是暗示你吗 你还当真了 而就在苏江挂断的时候 马尔斯也将自己的订单地 给了麦克瑟瑟上将 麦克瑟瑟上将看着手中的订单 瞬间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把将手中的烟豆扔了出去 Fuck 该死的家伙 混蛋 败类 一根鱼干竟然卖我两千美刀 混蛋 败类 他在得知苏江愿意出售鱼干的时候 内心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 这些东西很珍贵 可是当他看到苏江给出的价格时 整张脸都黑了 两千美刀一根鱼干 这价格他怎么敢呢 而且 他们还一买 就买三万根 笨蛋马尔斯 可是一想到 马尔斯刚刚购买了 这么多的鱼干 他也不好发作 一时间 麦克瑟瑟上将的脸 被长成通红 一脸无奈地看着手中的订单 该死的华国人 虽然此时的麦克瑟瑟上将很愤怒 但苏江却是恶开了花 因为 他心心念念的一万终于来了 行走的提款机来了 苏江可不得 好好招待一番 只见 苏江特意让人为一万紧急清扫了工厂门口 随后 苏江甚至站在了门口等待 过了一会 一万的车也出现在了工厂门口 看着眼前的苏江 一万一把就抱住了他 苏老板 好久不见啊 苏江同样热烈地回应一万 是啊 好久不见 这次准备在华国待多久 一听这话 一万顿时泄了气 哎 苏老板 您别说了 我这次可惨了 刚回国 还没来得及庆祝呢 甚至 只喝了两瓶福特加 就被人派出来了 说着说着 一万摸了摸眼角 不存在的泪水 开始了今天的正题 苏老板 我直说了 我们需要再次收购 一批鱼端的材料 所以 你有货吗 对于一万的要求 苏江从来都是点头的 谁也不想自己的金主失望吧 当然 我们可就等着你了 有东西 我们一定第一时间想着你 听到苏江的回答 一万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得是你啊 苏老板 你可是大好人啊 但一万并没有高兴多久 他可记得他这次出来 还有任务 于是 低声对着苏江问道 还有一件事 苏老板 你们有没有新货 我们有点需求 一听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我们还真有 最后 苏江有些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有没有看到过 丹朗最近的新闻 看着苏江神秘的模样 一万有些疑惑 一万有些疑惑 丹朗 丹朗最近有什么新闻 还不是老样子吗 就是打掉了一架F16 有点奇怪 等等 F16 问题大了 想到这一万呼吸一致 停顿了半天才说到 苏老板 您莫非说的是 对于一万的疑惑 苏江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在前方带路 将一万带到了一处仓库 咔 灯光打开 整个仓库瞬间明亮 正中央摆放着的正式 无人机 第63章 便宜还好用 苏江工厂的仓库内 灯火通明 温暖的灯光 打在眼前冰冷的钢铁巨物身上 显得寒光灵灵 看着这一切 一万却是兴奋异常 甚至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苏 苏老板 这是 这就是丹朗使用的无人机吗 怎么会这么大 这也太恐怖了吧 一万并不是没有见过无人机 但那些无人机 最大的也只是能做到载人 但是眼前苏江的无人机 显然超过了之前 毕竟 它的大小 已经可以说是直升机了 不 甚至比一般的直升机还要大 这简直就是武装直升机 一时间 一万也是无话可说 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对着苏江激动地说道 苏老板 你能给我看看 这架无人机的参数吗 我想要好好看看 听到一万这话 苏江立刻掏出了自己早就准备的资料 上面详细记录着无人机的所有参数 结果苏江递来的资料 一万立刻开始阅读 他作为话国通 这些文字 他也能看懂 只是 他越看越心惊 这上面的数据是假的吗 等会 不对劲 这玩意真的不对劲 一万越看越离谱 最后惊呼一声 苏老板 这无人机的飞行 有一万四千米 你确定你没有多打一个零 可对于一万的疑问 苏江只是摇了摇头 这上面的参数 一切真实可信 全部都是真实数据 当一万得知 手中的数据 都是真实的时候 他彻底猛逼了 一万四千米的飞行高度 两千公里的飞行半径 最大飞行距离 可以达到四千公里 你压的 你是准备跟F-16打一架吗 等会 苏江的无人机 好像真跟F-16干了一架 甚至还把对方给干了下来 我去 合着 你这无人机 完全就是按照F-16改的呀 这下 一万算是彻底懵了 以前都说 F-16的敌人 是他们毛熊的天鹅 可惜 他们一直没有交手过 结果现在苏江的无人机 竟然直接将F-16给干了 这让一万有些无语 有时候打败你的 不一定是对手 还有可能是跨界来的 虽然无人机与战斗机 都属于航空领域 但现在这个科技细分的时代 无人机与战斗机的技术含量 有很大不同 可以说 战斗机对无人机 是处于碾压模式的 但是现在 苏江的无人机 竟然隐隐有超过F-16的趋势 一想到这 一万的眼睛都红了 他此时此刻真的不理解 这是为什么 他没记错的话 苏江的工厂 只是一家民用工厂吧 结果 你搞出了这种爆炸式的无人机 我真的很想问 这份技术 是一家民间工厂 能够生产出来的 妈的 有时候 不得不说一句 还真是高手在民间 这些话 一万只能在心里想想 不敢直说 毕竟 苏江的这些货这么好 别把他得罪了 最后 一万强行灌了几口水 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万终于冷静下来 接下来 他要开始谈价格了 苏老板 如果你们保证 你的数据真实的话 那么 我对您的无人机很满意 一听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他倒是不在意一万的话 毕竟 自己的无人机有多炸裂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 一万怀疑很正常 但为了交易的正常进行 苏江还是给一万打了一记强心针 你放心 我既然敢给你卖货 那质量我肯定有保证 难道这么久了 你还不相信我 听到苏江的保证 一万微微点头 这是自然 那么请问 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多少钱 说到这 苏江的脸上终于多了一分喜色 我的无人机市场价 都是三百万每刀一架 我也不骗你 我卖给你同样也是三百万每刀一架如何 听到苏江爆出的价格时 一万差点哭了 不是 大哥 你真是世界的救星啊 这种好东西 你竟然都只卖我三百万 这一刻 一万觉得 好人一定是苏江这样的形象 如果不是 那一定是他的错 不是苏江的问题 毕竟 一架可以干掉F16的无人机 他都只卖三百万每刀 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吗 一想到这 一万瞬间激动了起来 甚至直接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准备刷卡 同时 嘴里还大声嚷嚷着 五价 我要五价 全款 现在就付款 看这一万激动的模样 苏江也是一愣 本慧 冷静点 你小子别给我抽过去了 那我还不好给毛熊国交代 要不以后 毛熊还是多派点人来吧 至少相互有个照应 虽然 苏江是这么吐槽的 但他还是掏出了自己的POS机 滴滴滴 已到账 一阵悦耳的声音传来 一万的打款 已经到账了 这次无人机的总价 一共是一千五百万 美刀 就在一万刷卡的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熊国内 也监察到了 这股资金动向 毕竟 这可是公款 还是数额如此巨大的公款 可由不得他们不小心 而库罗夫斯基上校 也是命令起来 快快快 查一下这人是谁 怎么会有这样的动作 得到命令的人群 迅速行动起来 而因为一万一开始 就没准备隐藏身份 所以 他们很快就查到了 报告 是一万 一听是一万 库罗夫斯基上校心里一惊 别人不知道 但他可是知道一万的动作 一万最近 在华国境内 购买煤气罐等军用物资 而这项行动被人保密 很少有人知道 于是 库罗夫斯基上校 让人退下了 下去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是 望着手下的背影 立刻开始查看起 一万的资金动向 结果看着外汇上千万美刀 库罗夫斯基上校沉默了 不是 让你去买一些钢管和鱼竿 你花了上千万 你买啥了 一时间 库罗夫斯基上校 充满了疑惑 于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库罗夫斯基上校 拨通了一万的视频 很快 视频被一万接通 看着一万熟悉的脸庞 库罗夫斯基上校率先开口 一万 你怎么了 突然 花了一千多万美刀 系统都把你查到了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当一万接到库罗夫斯基上校视频的时候 心中并没有感到奇怪 这么大的资金流动 怎么可能不被发现 于是 一万对着库罗夫斯基上校解释道 报告 我这是在购买工厂的无人机 一听这话 库罗夫斯基上校 就觉得脑袋头 神特么无人机 要这么贵 花了一千多万 就一点无人机 想着这 库罗夫斯基上校 心中顿时燃起一股怒火 难道 一万也开始报假账了吗 可还没等他说话 一万的信息就发来了 打开一看 赫然就是无人机的图片与数据 这一刻 库罗夫斯基上校沉默了 等等 这玩意是无人机 我去 牛批呀 买买买 瞬间 库罗夫斯基上校的语气 都变得温柔下来 哎呀 一万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可是无人机呀 好东西呀 你钱够不够 我看你只买了五架 是不是有点少了 听到库罗夫斯基上校的 突然变化的语气 一万真的很想说一句 哼 嘴脸 但这话说了的话 一万可能就得在西伯利亚种一辈子的土豆 为了自己的未来 一万笑着说道 报告 上校 我真想请示您呢 没想到你就猜到了我的心思 要不是我说您的兵呢 拼着一万的马屁 再看着一旁的无人机 库罗夫斯基上校的心情 别提多美了 一万 实在不行 多买两架也是可以的 钱 随便用 我会给你打的 说到这 库罗夫斯基上校也是微微一笑 他也没想到 苏江工厂竟然会有这种质量的无人机 简直是比他们的新式无人机还要好用 更重要的还是便宜 虽然便宜没好货 但是在苏江这里就是既便宜 还好用 第六十四章 国家轮流来 听着库罗夫斯基上校的声音 一万明显一愣 大哥 你这前后变化有点大 前脚都准备把我送去西伯利亚种土豆了 后手就让我多买点 我不好说 你的脑子是否清醒 不过 一万也不敢多说什么 谁让库罗夫斯基是上校呢 关大一急压死人 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 一万只能点头回答 是 长官 保证完成任务 远在毛雄的库罗夫斯基上校 听到一万这话 微微点头 很好 只要你完成这个任务 我给你升军衔 一听这话 一万原本平静的心情 瞬间激动了 真的吗 是 我会努力的 库罗夫斯基上校给一万的许诺 在一万看来 完全就是白送的机会 他肯定会完成的 随后 两人继续交谈了会 便结束了通话 然后一万回到了苏江的身旁 有些小声地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我还需要五架无人机 您看有货吗 看着神色激动的一万 苏江有些疑惑 这是咋了 嗑药了 还是抽了 怎么突然就激动成这样 但苏江还是微微点头 他同意了一万的请求 毕竟 送上门来的钱 他干嘛不要 看你说的 你开口了 我还能不卖你 只要你想要 我随时给你准备着 别说五架了 就是一百架 我都给你安排 听着苏江的话 一万微微一笑 他倒是想买一百架无人机 但是可惜 资金不允许 唉 要不然 一万认为自己 还能够再升一下军衔 但是现在能升军衔就不错了 随着交易的达成 一万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 有时候 我也很好奇 苏老板 您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 之前的煤气罐就算了 这种东西 可以平提炸弹倒也正常 毕竟 它们之间的差距不大 说到这 一万微微叹口气 毕竟 煤气罐这种东西 算是他能接受的范围内 可是以后的拖拉机 刚管这些的话风越来越偏 一想到这 一万的语气 也不由地羡慕起来 但说起 您的拖拉机 钢管 是否有点离谱了 那可是可以当做坦克的拖拉机啊 甚至还有可以平提炮管的钢管 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听到这 苏江微微点头 随后轻轻说道 可能是市场不允许吧 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如果我们不打开新市场 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了 所以说啊 我也是被逼的 原本听着苏江的话 一万还以为会是什么神奇的经历 结果 一万越听越不对劲 什么叫做被逼的 你逼我一下试试 你逼我 除了逼我一下还能干吗 但是一想到这 一万的话头 算是彻底打开了 啊 苏老板 你这话 我听一下就行了 我不当真 只是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想到 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做鱼竿的 这才是一万的真实目的 什么煤气管 拖拉机 钢管 都是虚的 只有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鱼竿 才是重要的 毕竟 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能够运用到战斗机上面的材料 谁能想到 苏江一个小小的民用工厂 能造出来 不仅造出来了 甚至 性能比鹰匠的还要好 所以 一万很好奇 苏江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一万的疑问 苏江也只是笑着打了的哈哈 一万 你这话可就是为难我了 这可是我们的商业机密啊 所以 树不奉告 听到苏江的回答 一万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 苏江能够给自己透露一点呢 谁知道 苏江将这些藏得死死的 不过也对 这种机密 要是给自己说了 一万也不敢信啊 毕竟 碳纤维复合材料 太离谱了 但 一万还是有些失望 看来 我是不能得到苏老板的秘密了 苏江一听这话 也是微微点头 看来是的 随后 两人继续交谈 他们这次的交易 也来到了尾声 一万也准备离开了 两人来到了工厂门口 还是一万率先开口 苏老板 那么这次我需要的15架 无人机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这些事 还需要您上心 听到一万的话 苏江微微点头 这种大单 他怎么可能不跟进 一定会好好的 看着苏江的表情 一万顿时放心了 但是一万还是没有离开 最后 一万来到了后备箱的位置 打开了车辆的后备箱 里面满满当当地摆放着美刀 这让一旁的苏江 看得目瞪口呆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多的钱 虽然他每个月的收入 都是以千万为单位 但这么多的现金 他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还是美刀 这么多的美刀 空气中 都是钞票的香味 不过 苏江还是有些疑惑 一万 你这是 你准备买什么 这么多的钱 肯定是需要买什么 但他卖的都是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这些 一万都是走的供款 这不像是一万的操作 所以 苏江很是疑惑 面对苏江的疑惑 一万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苏老板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点心意 同时 也是我们请工厂的 各位工人的一点茶钱 这钱你可得拿啊 看着后备箱里的美刀 再看了看一旁的一万 苏江觉得一万变了 我去 这狗东西 现在这么厉害了 都会这么操作了 出手还这么阔绰 这一看 也有二十万美刀吧 这要是喝茶 这得喝一年吧 不过 苏江还是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一把将这些钞票 全部塞了进去 这样的动作 使得一万一斤 等等 你啥时候准备的塑料袋 还这么熟练 你到底演练了几次 不过 苏江把这钱收了就好 现在苏江的产品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 还是要好好护着 万一哪天需要他呢 很快 两人聊了一会 就准备告别了 一万看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那我也要回国了 期待我们的下次交易 一听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好 我等着你 随后 苏江目送一万的车尾灯 转过路口 然后 苏江提着手中塑料袋 快步走了回去 分钱分钱 可还没等苏江走到办公室 苏江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竟然是来自犹太国的电话 看着这个陌生的电话 苏江瞬间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这些国家 怎么还轮流来找自己了 他有这么炙手可热吗 第65章 守住底线 看着手中的电话 苏江一时间 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他刚刚才接到了 鹰匠的电话 顺便坑了鹰匠一手 而就在这时 张灵也来到了苏江的身旁 他看着苏江手里提着的黑色塑料袋 以及不断闪动的电话 顿时有些好奇 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不接电话 听到张灵这话 苏江将手中的电话 递给了张灵 你看 一听这话 张灵有些疑惑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苏江有这样的模样 哪怕是之前禁局子 苏江也是 眉头都不皱一下 可是现在 苏江竟然有点迟疑了 正想着 张灵一把拿过苏江的手机 定睛一看 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 这是犹太国的 他们怎么也打电话了 对于张灵的疑惑 苏江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打错了 想到这 苏江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随后 苏江将手中的黑色塑料袋 递给了张灵 老张 一会你去哪里吧 这些钱给换了 看着口袋中这么多的美刀 张灵一愣 这是 老板捡钱了 我去 可以啊 老板 面对兴奋的张灵 苏江淡淡说道 这是一万给工人们的查钱 你一会去把钱换了 然后看看差多少 给我凑到三百万 然后 把这些钱 给工人当奖金 一听这话 张灵微微点头 他对于苏江的想法 倒也认可 毕竟这段时间 工厂的订单太多了 工人们也不是什么帕鲁 还是要给一点物质奖励的 但是加工资这种事 还不现实 毕竟 现在工厂正处于上升期 未来还有可能收购其他的工厂 要是收购了其他工厂 那工资体系又得打乱 所以 还是直接用奖金奖励算了 这样也算是给工人们有了交代 于是 张灵现在就准备去 好 我现在就去 而就在张灵离开的时候 苏江叫住了他 老张 这次的奖金 就先没你的名额了 你可不要生闷气啊 听着苏江调侃的话 张灵微微点头 既然苏江将自己特意拎了出来 那肯定有自己的安排 他也不害怕 苏江会不给自己 因此 张灵对着苏江说道 放心 我懂的 看着张灵真的懂了 苏江也放心了 张灵毕竟是自己的亲信 那肯定要跟一般人分开才行 而且 以张灵的能力 苏江觉得也很正常 随后 张灵就准备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 苏江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发现还是之前的犹太国 这让苏江明显一愣 这怎么跟之前的鹰匠一毛一样 瞬间 苏江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道 这犹太国跟鹰匠一样 也是来买军火 材料的 想到这 苏江还是接通了犹太国的电话 这都找上门了 也躲不开了 随着电话接通 对面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 你们是江泽机械厂吗 我们需要一些无人机 你开架吧 我们都能接受 听着对面的声音 苏江有些不可置信 谁叫好人啊 一来就问自己 要无人机 他这是东窗事发了 怎么这些各国家都知道 背后提供武器的人是自己了 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 苏江心中沉默着 有些无奈地想着 他是真的不明白 自己有这么显眼吗 一个个都把自己给找出来了 不过 相较之下 几个国家中 素质最差的 还得是犹太国 这货是真没礼貌 这让苏江有些失望 看来就是国与国 也是有差距的 犹太国就是典型的小国作风 甚至连丹朗都不如 唉 但他还是回答了犹太国的问题 抱歉 无人机不能提供给你们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家生产的 我们只是一个代工厂 想要购买 还得让总工厂的指令才行 正说着 苏江一把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给犹太国反应的时间 可是这样的动作 使得一旁的张林充满疑惑 他之前连鹰匠的生意都敢做 怎么到了犹太国这样 却选择了放弃 这让张林很是不理解 听犹太国的语气 他们明显不差钱啊 最后 张林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老板 你真要放弃这一单 听对面的语气 这单要是做成了 利润会很高啊 听着张林的话 苏江眼神一瞥 微微摇了摇头 看来 张林还是没有学到自己的真本事啊 他还有得学啊 于是 苏江对着张林解释道 你以为我不想做这一单生意吗 可是这单生意 牵扯的太多了 这单子要是接了 咱们就有麻烦了 听着苏江的解释 张林更迷惑了 你都敢给鹰匠卖了 还派一个小小的犹太国 看着张林的神情 苏江便明白 张林是怎么回事 最后 他还是说着 你看看 犹太国目前是什么情况 对于苏江的问题 张林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犹太国 正处于交战吧 听到张林说出问题的根本 苏江微微点头 是啊 交战 我们可不是什么军火商啊 现在的一切交易 可以说 都是擦边进行的 所以 我们才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 但要是我们 一旦对犹太国 进行无人机售卖 那么 我们还算是民用工厂吗 还能够继续擦边吗 不行了 因为 主动权没了 我们已经成了战争的帮袖 国际怎么看我们 哪怕我们不在意 但是国家怎么看我们 会不会认为 我们失控了 到了那时候 这工厂可就不是我们的了 听着苏江的解释 张林越想越害怕 最后甚至被惊出了一声冷汗 是啊 苏江想的没错 如果 他们开始 对犹太国 售卖无人机 这在国际上可不好看 特别是现在 他们的工厂 虽然没有直说 但是 既然能够走华国的航空 那么 这也就代表了华国的意思 这要是让国际上的 那群疯子发现了 他们不死也得脱层皮 看来 有些生意可以做 有些生意不可以做 看着张林的神情 苏江也明白 他真的理解自己的意思了 最后 苏江还是对着张林安慰了一下 不过 你不用担心 目前 我们很安全 但以后我们 一定要守住这条底线 明白了吗 再说了 犹太国可是发动战争的国家 咱们要是卖给对方 对华国和丹朗而言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听到这 张林对苏江的钦佩至极 还得是老板 想的就是周到 随后 张林就去兑换货币了 而看着张林的离开的背影 苏江看了看自己 许久没见的系统任务 发现鱼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还差一点 但也快了 所以 苏江并不担心这些 他可是有好几个客源呢 第66章 上架新商品 就在苏江正看着自己的系统任务的时候 远在千里之外的犹太国内 一处办公室内 一个男子坐在位置上 他神情有些茫然无措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这让他有些难受 什么叫做不是啊 代工厂又是什么意思 这种鬼话他也能说出 他就这么不待见犹太国吗 要知道他们犹太国这么悲惨的一个国家 这家华国工厂竟然不愿意支持 真是良心被狗吃了 该死的家伙 你们就该下地狱 想着想着 男子有些委屈地看着前方的长官 长官 他挂断了电话 同时 也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是不是我们国家口碑太差的缘故 怎么连军火商都不愿意卖给我们了 要不要太离谱 说到这男子更委屈了 之前遇到的鹰匠的那些军火商 可是恨不得把自己底裤都给卖了 结果 华国的军火商怎么就这样了 难道 他们的名声真的很差 可不应该啊 他们这是在守住的主的领地 难道 华国不应该支持自己吗 不说免费援助 最起码也给我打个八折啊 结果 华国这家工厂别说八折了 甚至都不给他们售卖了 这让男子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而听着男子的话 长官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耳光 随后对着男子发动死亡凝视 这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眼睛长哪去了 最后 长官甚至开始对着男子骂道 不会话说别说话 这次我不管 以后要是再说这种话 我就把你送到前线去 不杀十个敌人 不准回来 明白吗 面对长官的威胁 男子连忙点头 他可不想上前线 最近的丹朗太猛了 之前只能跟他们三七开 而现在却能做到五五开了 前线经常死人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苏江工厂的援助 没奇怪 拖拉机账号严重阻碍了他们的攻势 而前不久 甚至还出现了无人机 那些可以媲美F16的无人机 可是让他们吃了一个大亏 所以 男子现在是一点也不想上前线 看着男子的神情 长官紧绷的神情终于放松了些 随后有些阴郁的说道 不卖就不卖 你以为我们稀罕他们的无人机吗 我们只是拿来看看 寻找一下针对方法 这华国军火商不卖 完全那是他们的损失 搞得像我们真的需要无人机一样 咱们还有鹰匠提供的F16呢 怕什么 所以 这是华国工厂的问题 明白吗 说到这 长官喘了口气 随后继续对这几人说道 既然 这家工厂拒绝了我们 那么我们就去别的地方购买 接下来 我们将正式收购军火 记住 这次的量很大 一定要多买点 听着长官的命令 之前的男子再次开口道 长官 那我们应该面向那些国家进行购买 目前很多国家的意象不明 听到这个问题 长官微微点头 这倒是算是个人能说的问题 随即表示道 毛雄 华国不用想了 他们有也不要买 都是些破烂货 至于北欧 鹰匠的 都要买 这些可都是高科技 他们卖什么 我们卖什么 最后 再向白相国收购新式的什么神牛战斗机 争取把我们的队伍壮大 明白吗 大的要来了 听到长官的命令 众人纷纷行动起来 是 半小时后 位于亚洲的白相国 收到了来自犹太国的消息 此时的一处会议室内 传说中的摩德老仙 看着手中的信息 对着在场的众人微微一笑 你们看看吧 这是犹太国刚刚发来的消息 他们想让我们对犹太国 售卖几架神牛战斗机 对于这件事 你们的想法是 摩德老仙的话音刚落 立马就有人站了起来 什么 犹太国向我们购买战斗机了 这怎么能行 我们完全可以送给他们 一听这话 众人的神色一变 不是 大哥 你是从那里蹦出来的 这话 也能说出口 很快 就有人开始对他了 不行 我认为 不能对他们售卖战斗机 我们不能成为战争的帮凶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 高层里面 还是有脑子的战斗术 不过 他们还让我有些好奇 这犹太国 到底是穷成什么样了 都准备买他们的战斗机了 看来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 最关键的是 难道不知道 他们目前也是筹备战略装备吗 怎么可能卖给对方 一时间 众人纷纷开始发言 不行 不行 不能卖 对 不卖 我们有用 随着众人的声音响起 之前说白送的那人 微微点头 看吧 我就知道 只要给他们一个离谱的选择 这些人立马会不卖给犹太国 看来 华国的知识 还是要多学习 这么精妙的知识不学 可太可惜了 随后 会议一致同意 不对犹太国 售卖神牛战斗机 很快 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最近丹朗将一架F-16击毁了 我们是否需要与丹朗交好 一听这话 国防部门里面的 艺人茫然地询问 等等 丹朗 击毁了F-16 丹朗应该不至于 把犹太国F-16都击落了吧 而且 之前陆军还吃了几次败仗 这绝对是幕后友人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丹朗是什么实力 他们还是有点了解的 所以 不可能有能力将F-16击毁 说到这 摩德老仙顿时站了起来 那么 我们先小小地调查一下 毕竟我们 最近有大动作 免得被哪个国家意外被刺了 特别是某个国家 文言 在场的所有人一起点了点头 他们自然知道 摩德老仙说的是谁 所以 他们可得好好调查调查 就在白相国准备调查时 隔天 苏江的生活很平静 继续着自己的直播 刚刚开播不久 苏江的直播间 已经全是谁友们了 毕竟 苏江说了 今天有新货上架 所以 他们狠狠地期待了一波 还没说话 苏江直播间的弹幕 已经走了起来 主播 主播 你的新产品呢 是啊 产品呢 这次 你是准备卖火箭 还是卖核弹 或者变形金刚都行 变形金刚 我还奥特曼呢 不说了 主播 快点上架新产品啊 我已经等不及了 第67章 这价位的无人机 主播打算卖给谁 主播 快快快 我已经等不及了 快上架 我要看 我要看 是啊 主播你的新产品呢 昨天你可是说了 今天的新产品 肯定惊爆众人的眼球 我倒要看看 主播怎么惊爆 别说了 主播 快上架吧 我想看主播 能再没气惯 拖拉机以后 再整出什么花活 随着直播间 水友们的呼声越来越高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是时候了 随后便让张灵准备准备 老张 准备了 得到命令的张灵 连忙开始准备 而看到张灵行动起来 苏江也开始为水友们解释 家人嘛 咱们今天的这款产品 可是非同一般啊 甚至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怎么样 激动吗 听着苏江的吹捧 水友们也来了兴趣 他们倒要看看 苏江能整出什么狠活 很快 随着张灵的操作结束 苏江的直播间内 出现了新产品 一款全新的无人机 这时 眼间的水友们纷纷 发现了购物车的变化 连忙点了进去 可只看了一眼 水友们顿觉失望 这也没什么嘛 不就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无人机吗 这也配备夸成这样 煞时间 整个直播间都沸腾了 主播 你有毒吧 雷声大 雨点小的 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这个 一个无人机 这年头的无人机 谁买不起 最关键的是 一架无人机 被主播吹得 天上有地下无的 我严重怀疑 主播是没见过无人机 没错 一个无人机 就忽悠成这样 我还以为空军特别宣传的工厂 有什么厉害的呢 退了退了 一时间 大部分弹幕都是唱摔的 想想也对 无人机这年头 压根不值钱 所以 他们对于苏江的无人机 并不感兴趣 但是也有一部分水友 还是基于苏江之前的表现 准备好好看看 万一 苏江给他们整了的大的呢 而随着他们 开始详细查看 整个人瞬间愣住了 随后 苏江的直播间 多了一堆弹幕 等会 妈的 主播你压的 确定没搞错价格 五十万 一个无人机 我都有五十万了 干嘛不去买个奔驰 我买无人机 我要是敢买这个无人机回家 我绝对爱三寸 我去 主播 你是不是多打了个零 五万跟五十万的差别可大了 这可是五十万啊 谁家好人拿五十万出来 买无人机 闲钱多吗 看着飞速闪过的弹幕 苏江微微一笑 随后 对着水友们说道 别急啊 家人们 虽然咱们的价格不算优势 但是质量啊 性能啊 都是一顶一的强 不信 你们看看 听到苏江的解释 水友们将信将疑 要是以前 有人这么说 他们绝对拔腿就跑 毕竟 这些年的直播间多如牛毛 根本不差苏江这一个 但是现在不同了 苏江出名了 之前被抓进橘子的事 到现在都还有视频 甚至 苏江的工厂也出名了 你们见过几家 被空军指名道姓的 特别明晰的工厂 所以 水友们对苏江工厂的忍耐度 格外的高 但是可惜的是 当他们看到 苏江上架无人机的介绍时 顿时觉得 苏江这人一点也靠不住 这么离谱的介绍 他都干得出来 严重 他是不是给空军塞钱了 所以 空军才会给他宣传 话虽是这么想 但水友们可不敢这么说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看着苏江无人机的介绍 只是越看他们 越觉得这玩意不对劲 这玩意 是不是太大了 瞬间 直播间再次被弹幕淹没 等会 主播 你这无人机 是不是太大了 双翼竟然有两米 那这展开 岂不得四米了 这都比一辆车还长了 都快比得上一座小型直升机了 还有你这个性能 是不是太离谱了 什么玩意 能飞一千多米 一千多米 还能见无人机 这玩意 应该叫直升机 胡说 一般直升机 也飞不到一千多米 所以 这玩意 主播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的脑瓜 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果然 我就知道主播的活 一般人整不出来 这个活就够硬 啊 倒也没错 就是唯一的问题 这玩意是不是太贵了 贵 拜托 贵是我的毛病 不是他的 不愧是空军指定品牌啊 就是值得信赖 随着无人机的性能被解读 在场的谁友们 纷纷开始为苏江找借口 只是这借口 属实不杂电 看得苏江是满头黑线 同时 苏江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这次售卖的无人机 都是经过阉割的 大部分功能都被剔除了 同时 还把机身也给缩小了 这让之前得到命令的张灵 也是一愣 曾向着苏江问道 老板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卖这种原装的 这么大 就算再贵 我相信 也会有人买的吧 这要是改小了 有可能不会买账啊 对于张灵的疑问 苏江只是摇了摇头 你以为我不想啊 这玩意 已经被我卖给国家了 我要是我直接把那玩意整出来 不仅咱们的直播间要没 甚至你还得给我去橘子送饭 一听苏江的描述 张灵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 马不停蹄地就将无人机给缩小了 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而直播间内 随着发现 苏江无人机性能 确实不一般的人越来越多 也有一部分水友开始好奇了 主播 你家的这个无人机 是卖给谁的 对啊 我也挺好奇的 你这无人机 虽然性能很厉害 但哥们也没见过呀 而且 你一来就要五十万一架 这样的价格 根本找不到买家 所以 你这个东西 到底是卖给谁的 还不如多搞一点军迷用的东西 至少 军迷还会买账 呀嘿 你啥意思 你呀的 歧视军迷啊 不是歧视 只是认为 主播跟你们的属性很契合 所以 才让主播专门对军迷 开通售卖渠道 这还差不多 看着这些弹幕 苏江微微一笑 随后 半开玩笑地说道 谢谢家人们的关心 放心 无人机既然我做出了 那么 可能会有渠道的 哪怕国内不卖 但是国外的一些厂商 也是可以考虑考虑购买的 毕竟 咱们这东西 要颜值有颜值 要性能有性能 还飞得高呢 怎么看 也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不是 就算是拿去送外卖 都能让顾客吃得更香 听到这话 谁有门顿时傻眼了 感情你想着 有人会拿这玩意送外卖 那你就想多了 那个正常人 会拿无人机送外卖 而且还是这种大型无人机 这要是送一次 那配送费不得上望 这谁用得起 时间飞逝 因为鹰匠为了能早点见到 心心念念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 鹰匠特意启动了特快砖地 只花了几个小时 苏江的鱼竿 就被空运到了美国 甚至 还在专车的运送下 直奔五角大楼而去 这样的动静足以看出 五角大楼对碳纤维 复合材料的重视 仔细想想也是没错 这可是 华国自主研发的材料 并且在性能上 还超过了他们制造的 所以 他们需要借助 华国的材料 然后逆向出 这项材料的工艺 鹰匠不允许在蓝星 还有比他们牛逼的国家存在 很快 这项快递 被运送到了五角大楼内 此时 正有一群人默默等待着 他们都是这次秘密会议的 与会者 也是鹰匠的高层 只是 现在的他们 正翘首以盼 来自华国的材料 这多少有些唏嘘 而在人群中 最显眼的 则是头发花白的 麦克瑟瑟上将 当他得知 有人在江泽机械厂 购买了三万根 碳纤维复合材料 做成的鱼竿时 整个人都愣住了 不是 大哥 你不会真把你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 当成鱼竿了吧 这玩意可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做的 难道他不知道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重要性 这么轻易的 就给他们卖了 还一口气卖了三万根 说实话 苏江要不是华国人 以麦克瑟瑟的性格 肯定会第一时间 将苏江送上军事法庭 妈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都敢卖 该说他贪财呢 还是说他蠢笨如猪呢 不过 这些对于鹰匠来说都是好事 有苏江这样的猪队友存在 绝对是华国的悲剧 现在 麦克瑟瑟上将正老神 在在地等着鱼竿的到来 而这时 之前的马尔斯 也来到了麦克瑟瑟上将的身旁 此时的他正值高一满 他作为这次行动的执行人 可以说 只要苏江送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没问题 他的未来 绝对是光明的 只见 马尔斯对着麦克瑟瑟上将说道 将军阁下 这就是我从华国工厂 购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还请将军检阅 听到这话 麦克瑟瑟上将也是微微点头 开始吧 而得到命令的马尔斯 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 走到了快递旁 大部分的人对马尔斯都是羡慕 他们也没想到 华国工厂 是真的敢卖这种碳纤维复合材料 按理说 这种东西 不应该受到国家管制吗 这工厂 到底是怎么运出来的 但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今天 碳纤维复合材料才是主角 满怀期待的马尔斯 隔开了快递的包装袋 随后打开了快递盒 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但只是一眼 马尔斯整个人傻了 这是什么 第68章 白相国的震撼 这是 听到马尔斯疑惑的声音 在场的众人顿时来了兴趣 难道 快递出问题了 这不可能啊 快递是 直接被专门护送到这里的 不可能有问题 可是 看马尔斯的反应 这快递 难道真出问题了 随后 众人纷纷上前 准备一探究竟 结果 只是一眼 众人也是愣住了 只因 这快递里面装的 根本不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而是被做成鱼干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甚至 这鱼干 还是被加工完成的 与之前苏江卖给毛熊的鱼干 完全不一样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这玩意 华国工厂也能卖出手 这些鱼干 就算想提取碳纤维复合材料 都提取不了吧 都已经定型了 一时间 众人相对无言 过了许久 他们终于有了反应 这是什么 这是鱼干 不应该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吗 怎么会是鱼干 怎么能是鱼干呢 别说鱼干了 这里面甚至还有粉红色的玩具鱼干 马尔斯 你究竟买了什么 马尔斯 此时的马尔斯 面对众人的呼喊 根本无法回神 自从他看到快递和礼装的 是鱼干的时候 马尔斯就明白了 自己别说升职了 能够不被扔去做大头兵 都是奖励了 如今的马尔斯 只能将希望 放在麦克瑟瑟身上了 只有他 才能救自己一命 可是 面对马尔斯的求助 麦克瑟瑟上将 只是深深地抽了一口烟豆 双目凝重地看着马尔斯 该死的家伙 这是在开玩笑吗 不送他上军事法庭 都对不起自己 而看着麦克瑟瑟 危险的眼神 马尔斯顿时慌了 将军 这不是真的 应该是华国工厂发错货了 对 没错 是华国发错货了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此刻的马尔斯 如同溺水的人 想要抓住一切 可以抓住的东西 他需要华国工厂的证明 证明他真的买了碳纤维 复合材料 马尔斯颤抖地 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 而麦克瑟瑟 也是冷冷看着 他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很快 马尔斯的电话被接通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 苏江直播间内 苏江的手机突然响了 掏出一看 发现是鹰匠打来的 这让苏江内心一紧 这时候给自己打电话 多半没什么好话 不行 不能再直播间接 于是苏江招呼张灵过来 老张 帮我直播一会 听到这话 张灵屁颠屁颠就来了 看着直播正常进行 苏江也接起了电话 你是 只是刚刚接电话 对方直接开门见山 你们是江泽机械厂吗 你们是不是发错货了 你这货不对劲啊 一听这话 苏江顿时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语气还是充满疑惑 怎么了 你收到货了 我哪里错了 不是你说的发鱼杆吗 我发的是鱼杆啊 应该没发错吧 哦 我懂了 你想退款 好啊 没想到堂堂鹰匠 应该也玩起了这种套路啊 你们别想赖账 我不可能发错 交易的录音还在呢 对于苏江的倒打一耙 马尔斯整个人都气傻了 等等 交易 录音 可我说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结果 你卖的是什么 是鱼杆啊 为了这一单 花了几千万 结果 你记得是什么东西 说到这 马尔斯充满了委屈 他也没想到啊 明明他说了 要买碳纤维复合材料 结果 为什么一定要改成鱼杆啊 现在好了 真买鱼杆了 不行 他得找机会补救 毕竟 麦克瑟瑟的眼神 都快杀人了 再不找机会 他真的要上军事法庭了 所以 马尔斯试探性地对着苏江说道 抱歉 上次 我可能说得不够清楚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不是要鱼杆 我是要做鱼杆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所以 这次我要买碳纤维复合材料 您看可以吗 听到这话 苏江顿时摇了摇头 只说了两个字 不卖 哥 鱼杆可以卖你 但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不行 这东西国家不允许 我们只卖合法的 随后 苏江一把挂断了电话 看着手中嘟嘟作响的手机 马尔斯气得想吐血 随后 他整个人哀求着迈克瑟瑟上将 将军 请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把碳纤维复合材料带回来的 可惜 迈克瑟瑟上将只是微微摇头 你个蠢货 对面明摆着给你设局 你竟然还往里面跳 该死的家伙 你没有机会了 明天 就去军营报道吧 就在马尔斯被发配的时候 白相国这边的情报工作也有了进展 为此 白相国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 会议上 一位情报人员对着众人发放了资料 随后 他为众人介绍 这些都是我们搜集的情报 我们发现 丹朗的支援 都来自于华国的一家工厂 而这家工厂很特殊 他们甚至跟几个大国做着交易 他们不仅对丹朗 毛熊兽卖了炮弹一样的煤气罐 甚至 还有可以当成坦克的拖拉机 而这些东西 都能在战场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听到这人的介绍 在场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也是听说过 丹朗与毛熊出现过奇怪的武器 但他们确实没想到 这些竟然是由一家工厂提供的 而就在这时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这样又如何 难道 我们缺这一点弹药吗 这家工厂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面对这人的提问 情报人员只是微微一笑 如果是这些 当然不值一提 可要是 这家工厂还能够生产 碳纤维复合材料呢 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摩德老仙 统统坐不住了 你说什么 碳纤维复合材料 你确定你们的情报没出错 一家工厂竟然能够生产 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绝对是假的 这也难怪他们不相信 白相国这么多年了 哪怕没有鹰匠的限制 他们依旧在碳纤维复合材料这上面 没有丝毫进展 导致这些年 白相国只能在毛熊那里购买战机 至于什么神牛战斗机 则是新胡装老九 随便改了改 就成新的了 所以 他们也需要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是 这是真的吗 一时间 所有人也拿不定主意了 最后 还是摩德老仙站了起来 这件事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们都要参与一手 我们白相国 好歹也算世界第六的强国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能够放过 所以 这碳纤维复合材料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那家华国工厂 究竟能不能生产 碳纤维复合材料 正说着 摩德老仙就对着身边的艺人说道 你们去安排一下 我需要有人尽快前往华国 找到这家工厂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有没有碳纤维复合材料 得到命令的那人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是 立刻出门去安排了 与此同时 冰雪世界的毛熊 一行车队 运送着无人机 向着驻地奔去 这次时间紧 任务重 所以一路上 伊万都没有休息 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合上 但好在 基地总算是到了 而这次 门口依旧有一大群正等着伊万他们 为首的 仍然是亚罗斯拉夫上将 不过 与之前不同的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手中 握着一瓶福特加 随着伊万的到来 亚罗斯拉夫上将将 手中的福特加递给了伊万 辛苦你了 伊万 听着亚罗斯拉夫上将的夸奖 伊万 狠狠灌了一口福特加 终于缓解了一下疲劳 随后 伊万便开始 对着亚罗斯拉夫上将 开始介绍 这次带回来的东西 将军 这就是那款无人机 正说着 一群士兵就将无人机给卸了下来 打开集装箱 无人机顿时出现了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眼前 看着眼前的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上将顿时愣住了 嘴中不由地发出阵阵赞叹 这做工简直是无比的精良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无人机 不不不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 最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 甚至兴奋地说道 伊万 我想要自己上手操作一下 得到命令的伊万 那里敢怠慢 立马就带着人 开始整理设备 同时 安装相应的操作室 很快 这些东西全部准备完毕 而亚罗斯拉夫上将 也在伊万的指导下 简单熟悉了一下 操作室内 亚罗斯拉夫上将 开始操纵无人机起飞 随着按钮的启动 无人机的机翼开始旋转 不到十秒钟 就达到了起飞的出速度 而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 指示着无人机 前往二毛的边境 最好的测试 就是实战 他要看看这无人机 到底厉害在哪 竟然连F16都能干掉 不多时 无人机便进入了二毛的领空 因为是战时 二毛正处于高度紧动的状态 当看到雷达上 有不明飞行物时 他们想也没想 直接就来了几发防空导弹 望着来势汹汹的导弹 无人机却是灵巧地 在空中划过一条条优美的线条 将这些导弹 一一躲了过去 而追踪恶的导弹 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 被轰击到了地面 哄 一声巨响后 大地颤抖不已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甚至将周围的植物 都连根拔起 有多么恐怖 但无人机却是凭借 自己的机动性躲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 无人机也开始返航了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 十几分钟后 无人机回到了毛雄境内 看着缓缓降落的无人机 在场的众人 都是一脸猛逼地 看着亚罗斯拉夫上将 特别是伊万 他可是知道 亚罗斯拉夫上将 是第一次进行操纵 没想到 竟然会这么流畅 伊万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将军 您真是深藏不露啊 面对伊万的吹捧 亚罗斯拉夫上将 没有回答 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无人机不错 二毛那边威慑一下就行了 没必要开火 但是这个无人机 以后可以考虑批量购买 这个任务 还是交给你了 伊万 伊万听到这话 点了点头 是 将军 就在无人机 进入二毛领空的时候 苏江今天的直播也结束了 今天他可是 足足直播了三个小时 愣是嘴皮子都说破了 都没看到有人购买自己的无人机 看来 他的无人机跟拖拉机一样都遇冷了 只是看看能不能寻求国外市场了 但就在这时 苏江发现了不对劲 他的后台数据不对 这让苏江有些疑惑 使劲擦了擦眼睛 发现竟然有人购买了自己的无人机 我去 遇到土豪军迷了 第69章 白相国 不服就干 等等 这是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购买量 苏江明显一愣 这玩意不对劲啊 怎么还真有人购买 这年头的有钱人这么多吗 所以 苏江抱着怀疑的态度点开了后台 他倒要看看 愿意花五十万买一架无人机的 究竟是什么人 别是什么土豪军迷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以后 倒是可以在这方面多发展一下 可是当苏江看清楚购买方时 瞬间呆住了 我去 这是啥 只见购买这架无人机的 竟然是一家快递公司 看了看这后续后台 再看了看一旁的无人机 苏江有些疑惑 莫非这人真的是天才 还真的打算无人机送快递 这未免也太扯了 不过有人买 自然是好事 至少说明 他的无人机还是有市场的 虽然需要人眼下 但也能卖出去啊 不过 苏江倒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 谁踏马会砸自己的招牌 活得不耐烦了 而这时 苏江也叫来了一旁的张灵 老张 持续跟进这家快递公司 看看 我们能不能跟他达成合作 要是能行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军快递行业 我们要让我们的产业多元化 听到苏江的命令 张灵微微点头 他明白苏江的意思 他们目前的产业都只是制造业 太极端了 所以 他们还是需要多发展几个方向 快递行业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口 如果能成 那他们倒是可以更进一步了 一想到这 张灵立刻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 白相国 一处会议室内 与之前不同 此时的白相 却是一片肃杀之气 为首的摩德老仙 一脸愤怒地看着手中的报告 凭什么 区区一个扶桑国 凭什么 从我们的领空经过 没有寝室就通过 这让我们的脸面往哪个 听着摩德老仙的话 在场的众人 也是微微点头 而摩德老仙 之所以如此愤怒 完全是因为 就在十分钟前 一架来自扶桑国的运输机 从他们的领空穿过 准备前往犹太国 见到这种情况 空军第一时间 就把这消息 送到了摩德老仙的桌上 等待他的命令 而摩德老仙 却是对着众人问道 你们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摩德老仙的问话 在场众人 也是开始畅所欲言 我认为这件事 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扶桑国不经过我们同意 竟然就向着犹太国跑去 这说明 犹太国已经很危急了 所以 我们是否需要帮助一把 听到这人的提议 瞬间就有人站了起来 不行 现在 我们不能参战 也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 毕竟 我们也有事要干 如果贸然参战 只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个 就是隐藏实力 然后 一击致命 随着这人说完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点了点头 这话说得很对 他们确实不应该参战 但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穿过领空的扶桑国运输机 该怎么处理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也是一愣 随后 齐齐看向了一旁的摩德老仙 这些事 还是得摩德老仙做主 而看着众人的目光 摩德老仙 也是不负众望的开口了 这件事很简单 只需要打下来就行 这扶桑不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没打招呼 就从他们白象境内飞过 一听这话 在场的军官一愣 这可是扶桑国的运输机啊 这要是贸然干掉了 在国际上的影响 可是空前的大 毕竟 谁不知道 扶桑国是鹰将养的狗 这要是打了扶桑国 不就是打了鹰将的脸 这对于鹰将来说 比杀了他还难受 因此 一位白发的军官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 不太好吧 如果网大了说 会影响国际局势的 这对我们之后的行动 会有影响 毕竟 还有鹰将看着 要是鹰将出手了 我们可能 摩德老仙 一下就听出了这军官的意思 他当然知道 鹰将有可能会出手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他们的脸面 随后 摩德老仙微微摇头 这架运输机 必须打下来 现在要保证 白象国的威慑力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更加不能软弱 再说了 我们白象国怕过谁 听着摩德老仙的解释 军官微微点头 随后 立刻起身去安排这件事 保证完成任务 就在白象国下达命令的时候 白象国的领空内 一架运输机 正快速飞行着 从天际向着西北方位 急驰而去 这架运输机 是扶桑国专门用来运输货物的 因为他如果遇上突发事件时 可以让他迅速升空 逃离危险区域 所以 才会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 此时的驾驶舱内 一个留着扶桑国标志性胡子的飞行员 看着下方的灯火 整个人冷冷一笑 巴尬 这群该死的家伙 竟然让我来执行这个任务 巴尬亚路 不过 说着说着 飞行员不由地发出一阵感慨 还得是英明的天皇 不然 我们也不能有这样的计划 可惜 今天开的是运输机 不是轰炸机 我还真想开着轰炸机 前往犹太国看看 说到这 飞行员微微摇头 犹太国简直就是一群废物 几次入侵 都快没有拿下丹朗 要是有我们天皇的领导 别说丹朗了 就是华国 我们也能拿下 甚至 还能拿下整个亚洲 到时候 我们就是整个亚洲的神明 哈哈 一想到这 飞行员甚至打开了自动驾驶 丝毫没有侵入他国领空的紧迫感 可就在他刚刚 把自动驾驶打开 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 雷达上竟然出现了数枚防空导弹 扶桑国运输机的飞行员 看着 突然出现在雷达中的防空导弹 整个人瞬间猛逼了 急忙退出自动驾驶 开始手动操作 扶桑国运输机的主飞行员 大声喊道 快 快 快离开这里 但是一旁的副飞行员 也是咬牙说道 报告长官 我已经尽量往外移动了 但是 主飞行员大声咆哮道 别废话 赶紧让他起飞啊 不然我避了你 副飞行员苦笑道 可能来不及了 这么近的距离 根本就没办法避开 他知道 事情糟糕了 面对这种情况 主飞行员当机立断 立刻把这件事情通知总部 请求支援 同时 他们也开始躲避导弹 试图找到安全的地方降落 轰隆隆 天空中的防空导弹 发射喷出耀眼的火光 树莓导弹 带着呼啸的风声 朝着运输机飞去 扶桑国运输机上 所有的人都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来临 秀 突如其来的巨响 震惊了整架运输机 只见 一颗导弹拖着长长的尾巴 从天而降 直接击中扶桑国运输机上面 随后又是两枚导弹相继命中 完了 碰 一阵爆炸传来 扶桑国运输机被导弹彻底摧毁 变成一堆碎片 最后缓慢地坠落 可就算是这样 白相国依旧不打算放过这架运输机 又是竖发导弹发射 向着运输机而去 哄 整个运输机瞬间爆炸成灰 哈哈 干得好 白相国指挥室内的人 兴奋地欢呼道 报告 我们账号成功击毁了扶桑国的运输机 听到这话 空军长官微微点头 很好 随后 空军长官开始向着 摩德老仙的会议室跑去 很快 扶桑国运输机被白相国击毁的消息 被传遍了大江南北 毕竟 扶桑国可是鹰匠养的狗啊 今天白相竟然打了鹰匠的脸 这让所有人都不能理解 这白相是抽风了 还是吃炸药了 竟然一言不发的 就把扶桑国的运输机给干了 我去 白相要造反 一时间 全球各国众说纷纷 同时 扶桑国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鹰匠 毕竟 他们是为鹰匠干活的 现在出事了 必须要给赔偿 于是 他们迅速致电鹰匠 需要鹰匠给他们一个交代 至于去打白相 大哥 他都敢把我运输机干下来了 还有什么 是他干不出来的 我是疯了 才敢如找事 万一 白相一抽风 给自己发射几发导弹呢 要知道 现在白相在众人眼中 已经成了精神不正常的标志 而鹰匠 也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紧急召开了会议 麦克瑟瑟上将 也出席会议 各位 说说吧 这次白相是怎么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面对麦克瑟瑟上将的疑问 在场的众人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说白相国 不知道扶桑国的身后是他们 就是打死鹰匠也不信啊 可现在白相 却是把扶桑国干了 这让鹰匠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要知道 白相不像是有脑子的呀 要是 他们也对着自己来几发 那他们该怎么收场 虽然打肯定能打过 就是代价呢 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这是鹰匠没想到的 所以 众人齐齐看向了麦克瑟瑟上将 谁让他是所有人军衔最高的 最后 麦克瑟瑟上将 微微叹了口气 对白相国发谴责罢 第七十章 工厂具备这种规模的安保设施 就在鹰匠决定 对白相发布谴责的同时 白相却是高调地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只见一位白相国高官 对着新闻媒体说道 各位 就在十分钟前 我们成功击毁了一架 来自扶桑国的运输机 这是一次对于国土的保卫 可是面对白相国的官方回答 瞬间就有记者站了起来 他是来着鹰匠的媒体记者 请问 你认为击毁扶桑国运输机的行为 是正义的吗 是人道的吗 据我所知 来自扶桑国的运输机 可是没有携带武器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攻击 所以 这是正义的吗 听着这位记者的话 白相高官微微一笑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也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 请问 每个国家是否有保卫领空完整的权利 其他国家的飞行物 是否不经允许 就可以进入他国领空 面对白相高官的问题 记者一愣 随后整理了一下语句 每个国家当然有保卫领空完整的权利 但是不代表 你们可以击毁一架 手无寸铁的运输机 这是不人道的 听到这记者点头 白相高官显然是不准备再说了 那么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认为 我们不人道 你也可以不经 我们允许进入我国领空 看看我们 是否会击毁你 面对白相高官不讲道理的回答 记者沉默了 另一边 甚至就连正在看新闻的苏江也沉默了 等会 大哥 你这个话 有点猛啊 这种话竟然是新闻里面说出来的 我去 这阿三是吃炸药了 还是抽风了 怎么突然这么飘了 连鹰将阵营的人都说打就打 这年头 谁不知道 扶桑国是鹰将养的狗 结果 白相一声不响的 就把扶桑国给干了 难不成 白相准备跟鹰将干一场 但苏江仔细想了想 似乎不可能 如果是针对鹰将的行为 以白相的流氓作风 他完全会把白相国内的鹰将产业 统统没收 可是现在 别说没收了 甚至还给鹰将的产业开了绿灯 所以说 这是单方面针对扶桑国的行动 可是一个扶桑国 为什么会被白相针对呢 毕竟 扶桑国跟白相国 可以说是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怎么会突然出手 难道就真的只是想要保护领空完整 可是想到这 苏江同样摇了摇头 如果是保持领空完整 完全可以用战斗机扮飞 谁会像白相这样直接干下来 你确定 这是保护领空的方式 不知怎么的 苏江觉得白相有点过激了 但越是这样 越说明白像内心有鬼 他们似乎在展示自己的肌肉 可 你压的 打个运输机展示肌肉 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就在苏江疑惑之时 苏江的工厂外 却是走来一人 正向着大门走去 看了一眼烫金的字体 来人读出了这几个字 微微感慨着 江泽机械厂 真不容易啊 打听了这么久的信息 终于找到了工厂的位置 也不知道 为什么一家工厂 怎么会在地图上 藏得这么深 谁有这些功夫 不过 来人也没有多管什么 而是静止走向了大门 可是刚刚进入大门 只见 周围瞬间冲出了一群人 他们全副武装 将来人包围在其中 同时还有一人大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安保人员 来人顿时蒙了 等会 这是一家工厂 能有安保措施 你压的 不仅人人有电棍 甚至 还有一堆防暴差 就以目前的安保力量而言 他决定这家工厂 有点离谱了 你确定你是工厂 不是什么其他组织 怎么这么大的阵仗 而看到这人一直没有说话 安保人员目光一灵 这人有问题 随后 几人拿着防暴差 步步紧逼 要是这人再不说话 他们就决定 带他去警察局了 毕竟 苏江可是特意嘱咐过 遇到不认识的歪国人 一定要给他拦住 谁给他放进去了 直接开除 可是相应的 要是拦住一个 一人奖励一万 这是苏江想出来的办法 谁让他的这份生意 危险和利润同在 要是遇到的歪国人 都是一万那样的就好了 但是苏江也明白 随着他们生意的越做越大 肯定会遇到其他国家的人 而这些人 需要格外注意 所以 他才会在人才市场 特意招了这群退伍军人 别说 退伍军人 当安保人员就是好 听话 有技术 完美 而看着步步紧逼的安保人员 刚刚那人顿时急了 急忙用华语大声说道 别动手 别动手 我是白相国的人 我叫卡鲁尼亚 别动手 可是一旁的人 还是不为所动 静止走来 这让卡鲁尼亚慌得一批 别人没见到 他直接进局子了 就在这时 楼上的苏江 听到了卡鲁尼亚的声音 这别角的华语 苏江莫名的有些熟悉 只见 苏江立刻来到了窗外 看到了楼下的卡鲁尼亚 顿时一愣 这人的装扮 好像啊 再看了一眼电视里人的穿着 再看了看卡鲁尼亚 我去 这不是白相国的人吗 刚说到阿三 对方还真来了 牛批 想到这 苏江也不再犹豫 立刻让张灵下去 把人带上来 老张 去 把人带来啊 听到这话 张灵立马行动 不一会 卡鲁尼亚就来到了苏江的办公室内 而卡鲁尼亚 一进入办公室 就看到了苏江 在看到苏江的那一刻 卡鲁尼亚打量了一下苏江 这就是那位 促使战争局势改变的军火商吗 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跟电视里面很不一样啊 算了算了 这些事不是他该问的 只见卡鲁尼亚对着苏江微微点头 你好 而后 卡鲁尼亚又想到了 华国是礼仪之帮 见面了 还是得客气一番 这样简单的打招呼 可不行 于是 卡鲁尼亚便伸出手 打算跟苏江握手 可是苏江看着卡鲁尼亚伸出的右手 整个人都愣住了 等会 你压的 你脖子是白的 魏毛手是黑的 你到底干啥了 瞬间 苏江想到了某种不好的存在 白象国人的手 好像 用处挺多的 这一刻 苏江看着卡鲁尼亚的手 陷入了沉默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在手上开沉默的 牛批 不愧是我们三哥 第七十一章 多个朋友多条路 看着卡鲁尼亚伸出的右手 再看了看自己的手 嗯 大哥 咱们这差距 要不要这么大 同样是手 咱这手不说是很白 但也不至于黑成这样 因此 哪怕苏江知道 白象国人的右手 是拿来侍奉神灵的 他还是感到害怕 这玩意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牛批呀 最后 苏江想了想 深吸一口气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抵抗 握手吧 就是看着这只手 苏江莫名的有些反胃 但他还是握住了卡鲁尼亚的右手 操 白象特有的拍你一手大肠杆军 完了完了 我脏了 很快 苏江就松开了手 他实在是不敢啊 随后 苏江带着卡鲁尼亚坐下 请问你是 听到苏江的问题 卡鲁尼亚立刻对着苏江说道 你好 我是来自白象国的卡鲁尼亚 对于卡鲁尼亚的回答 苏江微微点头 你好 我是苏江 那么 卡鲁尼亚 你来我这事准备干什么 我这地方可不好找吧 你竟然会找到 面对苏江的疑惑 卡鲁尼亚知道 如果自己回答不好 肯定会立马进局子 只见卡鲁尼亚想了想 而后说道 苏老板 你好 我只是想来见识一下 您这座华国工厂 一听这话 苏江顿时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了 好家伙 合着这货 跟之前的人一样 也是为了自己的产品来的 这一刻 苏江为自己制定的 歪果人与狗 不得入内的规矩 感到窃喜 还好是这样 不然 天天都会有歪果人跑来 至于你说 伊万跟尼古拉斯 抱歉 你肯定没有听说过一句 什么叫做有奶就是娘这句话 伊万他们是狗吗 能是吗 那可是咱们的金主 金主爸爸懂吗 每次来都给自己 带好几千万 还是美刀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苏江都准备给伊万他们 安排特快渠道了 那他现在就要看看 眼前的卡鲁尼亚 能不能进入他的特殊渠道 想到这 苏江目视卡鲁尼亚演 哼 卡鲁尼亚 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就算了 可是骗不到我 所以 还是说出你的真实想法吧 究竟是不是来做交易的 听到苏江的话 卡鲁尼亚略带尴尬的笑了笑 但他还是整理了一下思路 随后便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这话你就是开玩笑了 我们白相国目前无论是军工 还是科研 那都是遥遥领先 一听这话 苏江差点笑出声 遥遥领先 这话也就骗骗自己了 还想骗别人 不过 苏江也没有说什么 他倒要看看 卡鲁尼亚准备放什么片 只是端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这让一直看着苏江的卡鲁尼亚 有些愣神 等等 你这动作不对劲啊 不应该问自己吗 怎么突然就沉默了 你这样 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卡鲁尼亚 之所以会来到苏江的工厂 完全是因为他们 最为领先的情报部门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 发现了一件事 这家江泽机械厂 就是支援丹朗的幕后军火商 所以 卡鲁尼亚特意伪装成 白相国的商人来这里看看 可是这苏江的表现 怎么不对劲吗 之前安保人员的动作 确实有点像是军火商的反应 可是现在呢 你怎么突然就喝茶了 完全不担心自己啊 无奈之下 卡鲁尼亚只能继续说道 哎 苏老板 好吧 我实话实说 今日前来 只是想认识一下 您这家工厂罢了 华国有句话说得好吗 多条朋友 多条路 我们正需要您这样的朋友 苏江听到卡鲁尼亚这话 微微点头 这货的话 能不能真实点 什么叫做交朋友 你家交朋友 跨国交 还这么有针对性 有点意思 但是苏江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 之前白相刚刚拦截了 扶桑国的运输机 虽然苏江知道这不好笑 但是请原谅他 天生微笑脸 所以 苏江目前对白相的感官还不错 交给朋友 也比交个敌人要好 特别是这种 能给扶桑国上演要的朋友 更好了 只是 苏江还是有些疑惑 跑这么远 就为了交朋友 因此 苏江对着卡鲁尼亚询问 那 卡鲁尼亚 你这次还是 听着苏江这话 卡鲁尼亚再次说道 苏老板 说起这件事 我们确实有点事 需要您帮忙 看着卡鲁尼亚那 犹如便秘一般的模样 苏江心里不由的一个灯 等会 这货的表情不对劲 难不成 他也是来买煤气罐的吧 果然 就在下一秒 卡鲁尼亚继续说道 苏老板 我们想见识一下您的军火 当然 您不要误会 我只是见识一下 白相国目前是不缺军火的 对于卡鲁尼亚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回答 苏江顿绝无奈 大哥 你直说就行 大可不必这样搞 有啥怕的 咱虽然生意做得少 但是我做得大 单了 毛熊 都是咱的客户 二毛 犹太国也是找过咱 鹰匠 那可是是 被咱狠狠坑了一手 更不要提 咱们还是华国碳纤维 复合材料 指定供应商 无人机的特殊专家了 就这名头 你看看 你还别扭个啥 有梦你就说出来 虽然我不一定会帮你实现 但我肯定会狠狠嘲笑你 不过 苏江也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白相找上了自己 那么 苏江就有自信完成这一单 做生意 是我想卖什么 不是你想买什么 懂 随后 苏江就对着一旁 等着张灵说道 老张 安排一下 咱们带着这位白相的朋友 去看看我们的产品如何 毕竟 眼见为实嘛 一听这话 张灵微微一笑 便开始了准备 他也知道了苏江的想法 这摆明了 是想白相一手吗 不过 张灵也很乐意 毕竟 谁会嫌弃自己的钱多 这白相一看就很坑 随后 苏江起身 带着卡鲁尼亚出发 很快 苏江就带着卡鲁尼亚 来到了他们的仓库 刚来到大门处 卡鲁尼亚整个人就震惊了 等会 你这是煤气灌场 你压的 就我看到的安保人员 都超过二十个了 还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 你们这是煤气灌场 还是炮弹场 最关键的是 这些安保人员身姿挺拔 一看就是退伍的 虽然卡鲁尼亚知道 华国每年退伍的士兵很多 但也不至于在这工厂 扎堆的出现吧 这苏江到底是在哪找到的 于是 卡鲁尼亚有些好奇地问道 苏老板 我看您的这些安保人员 似乎很不一般 面对卡鲁尼亚的疑问 苏江微微一笑 当然 这些人可是非同一般啊 这些安保人员 全部都是苏江靠着李江找的 他认为自己工厂 实在太不安全了 所以 需要很多安保力量 可是一时间 苏江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但是李江却是帮他 解决了这个问题 毕竟 李江也认为 苏江的工厂太不安全了 两人一拍即合 李江立刻为苏江 找了一批退伍的军人 甚至还能解决 退伍军人的就业任务 完全就是一举两得 就是苏江没想到 李江能一口气 给他找了两百多个安保人员 妈的 再狠点 那就是 安保人员比工人还多了 但是这话 苏江能说吗 那肯定不能啊 随后 几人就顺利来到了仓库内部 这里存放着 数以万计的煤气罐 只是看着这些摆放的煤气罐 卡鲁尼亚顿时傻眼了 这是 煤气罐 第七十二章 你管这坦克叫民用 看着眼前成堆的煤气罐 卡鲁尼亚有些疑惑 不是 你不是军火商吗 怎么开始卖煤气罐了 瞬间 卡鲁尼亚开始怀疑自己的情报部门了 你真的没搞错吗 神探马军火商 卖煤气罐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火 这就是丹朗用的货 丹朗是真火啊 只见 卡鲁尼亚一脸猛逼地看着苏江 苏老板 这些煤气罐是干什么用的 听着卡鲁尼亚的问题 苏江一脸奇怪 这货没见过煤气罐 白象这么离谱吗 但他还是为白象解释道 煤气罐除了烧火做菜 还能做什么 当然 我们这个煤气罐有些不一样 听到这 卡鲁尼亚立马追问 那里不一样 苏江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我们这个煤气罐特点是容易炸 一听这话 卡鲁尼亚不禁连退好几步 妈的 苏江不会把煤气罐当炮弹了吧 正常人谁会想到 把煤气罐做成一爆的 这军火商已经不能算是接地气了 完全就是接地府了 这要是完不好 直接原地升天 所以说 这就是苏江工厂提供给丹朗的炮弹 不得不说 有时候人穷怕了 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显然 丹朗就是这样的存在 毕竟 你要不是穷暴了 谁会来买苏江的煤气罐当炮弹 就在这时 卡鲁尼亚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煤气罐的形状怎么不对 他越看越觉得 这些煤气罐怎么跟炮弹一个样 这个大小比例 完全可以进入炮管啊 嗯 一想到这 卡鲁尼亚更猛逼了 谁做煤气罐 把他做成这样 你是准备家用 还是军用 果然 华国人的脑回路 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这也让卡鲁尼亚来了兴趣 对着苏江询问价格 苏老板 这些煤气罐的价格如何 听到卡鲁尼亚 开始询问价格 苏江就知道 卡鲁尼亚上钩了 不过 苏江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 对着卡鲁尼亚说道 好说 你是知道的 我们毕竟是小工厂 所以 这些煤气罐的价格 不会太贵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看着故意卖关子的苏江 卡鲁尼亚顿时急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讨厌华国人 太喜欢卖关子了 于是 他连忙追问 语气有些急切 所以 价格是多少 见到卡鲁尼亚焦急的神情 苏江就知道了是时候 而后对着卡鲁尼亚轻轻说道 这些煤气罐 我们的统一价格 是40美刀一个 听着苏江说出的价格 卡鲁尼亚整个人都愣住了 40 每刀 一个 说实话 如果这个要是真的煤气罐 卡鲁尼亚肯定第一时间就跑路 这尼玛绝对是奸商 可是现在 卡鲁尼亚却觉得这煤气罐 实在太便宜了 毕竟 他在来到这里之前 也算是了解过 单狼炮弹的威力 甚至还有视频作证 他的脑海里 回忆起那视频 只见煤气罐 发生猛烈的爆炸 恐怖的巨响 镇的屋子都在颤动 整座楼房被火光 映照成了血红色 一具具烧焦的尸体 倒卧地上 惨不忍睹 空气中 飘荡着浓郁刺鼻的焦臭味道 这就是苏江提供的炮弹造成的 这玩意怎么看 威力也不弱呀 最关键的是便宜呀 他们买一发炮弹 不知道可以买多少个煤气罐 有句话说得好 穷则精准打击 负责战术轰炸 要是有了这些廉价的煤气罐 他们完全可以搞一波战术轰炸呀 毕竟 精准打击多费时间 直接轰炸一波多爽 先不管能不能打中 就是这阵仗 都能把一般人给吓尿了 一想到这 卡鲁尼亚顿时来了兴趣 瞬间就想开口购买几万个回去炸一炸 可是卡鲁尼亚最后没有开口 谁让自己之前说什么白相不缺军火 现在好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算苏江想买 他也不好意思买 于是卡鲁尼亚硬着头皮说 还行 不过 还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请问 有更厉害的武器吗 听着卡鲁尼亚的话 苏江与张灵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的意思 这货还真装啊 数塑料袋的吗 不过 到时候有他记得 想到这 苏江调整了语气 开始为卡鲁尼亚引路 确实 这些煤气罐是有点落伍了 肯定不符合白相的目标 所以 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 正说着 苏江舅舅带着卡鲁尼亚出发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的卡鲁尼亚 就被苏江带上了车 只是 他有些恋恋不舍地 看着身后的工厂 这些煤气罐 他是真想要 结果现在没了 我是真想掐死自己啊 但是目以成舟 他只能跟着苏江 去看其他的产品 但是在他心里 没有什么产品 能比他的宝贝煤气罐更好 很快 苏江他们 就来到了第二家工厂 拖拉机场 看着工厂门口 同样严密的防守 卡鲁尼亚咽了咽口水 不是 你们煤气罐 严密防守就算了 毕竟 那玩意危险性高 但是 你竟然连拖拉机场也搞成这样 你是有钱没地方用 还是说 你觉得 有人会偷你的拖拉机 你这未免 也大提小做了吧 谁会闲着没事 偷你拖拉机啊 不一会儿 几人就走到了仓库的门口 到了这 苏江便对着卡鲁尼亚说道 卡鲁尼亚 这是我们的拖拉机场 这里摆放的 就是我们的农用拖拉机了 旁边是钢管 你可以随意看看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微微点头 农用拖拉机 有什么用 所以 这人被传为军火伤 完全是因为煤气罐吗 看来 还得找机会 买点煤气罐回去 不然 自己交不了差啊 而就在这时 苏江打开了仓库的大门 卡鲁尼亚 也顺势看向了其中 只是一眼 卡鲁尼亚整个人瞬间呆住了 等会 这是农用拖拉机 看着眼前跟坦克 没啥区别的拖拉机 卡鲁尼亚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这苏江是不是有毛病 谁会把农用拖拉机 做成这样 你确定你是农用的 这怎么看都感觉 是去火星农用的 合着大哥 你都准备去殖民火星了 牛批 过了许久 卡鲁尼亚才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有些小心地 对着苏江问道 苏老板 这就是你说的农用拖拉机 这是给谁农用的 这是否有点离谱 听着卡鲁尼亚 连珠炮事的问题 苏江微微一笑 卡鲁尼亚 这些就是我们生产的拖拉机 只是大了一点 装甲厚了一点 可是 面对苏江的解释 卡鲁尼亚却是丝毫不理解 你确定你这是大了一点 这可是跟坦克一样大的拖拉机 你要不说是拖拉机 我都觉得它是坦克 同时 卡鲁尼亚还听到了一个重点 这个拖拉机的装甲很厚 这让卡鲁尼亚疑心大起 这玩意的装甲能有多厚 于是 卡鲁尼亚有些疑惑地问道 苏老板 你说这个拖拉机的装甲很厚 它的材质是什么做的 面对卡鲁尼亚的疑问 苏江点了点头 我可以拍着胸脯对你说 这些拖拉机都是用防弹材质做的 结实得很 听着这话 卡鲁尼亚懵了 等会 防弹 你把拖拉机做成了防弹的 你来真的 你还真准备去火星开拖拉机啊 但还没等卡鲁尼亚说话 他就发现了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这个拖拉机的颜色不对吧 等等 苏老板 你这个拖拉机的颜色 是不是有点离谱 怎么是迷彩的 对于卡鲁尼亚的问题 苏江微微点头 是的 我们用的就是武装迷彩 一听这话 卡鲁尼亚整个人就懵了 还真有人用武装迷彩涂装啊 你这 确定是拖拉机 不是坦克 你要是说坦克 大可直接说 倒也不必装成拖拉机啊 看来 这些就是单朗莫名出现的坦克 装甲车了 只是没想到 这拖拉机这么厉害 真是可怕呀 一时间 卡鲁尼亚对着拖拉机 掩热得紧 不过 这种坦克的价格 一般都在百万每刀左右 也不知道 这个拖拉机的价格是多少 于是 他有些小心地问道 苏老板 这个 拖拉机的价格是多少 听到这 苏江微微一笑 终于到这了 不过 苏江决定给卡鲁尼亚下个猛样 这些拖拉机的造价很高 所以 相应的 他们的价格也不低 一听这话 卡鲁尼亚一愣 看来这东西的价格很高啊 但卡鲁尼亚也不准备放弃 只要不是太离谱 他都能接受 毕竟 这拖拉机 看着就猛 于是 卡鲁尼亚轻声问道 所以 具体价格是 只见 苏江对着卡鲁尼亚 比了一个手势 看着苏江的手势 卡鲁尼亚一愣 三十万 而苏江也补上了一句 美刀啊 听着苏江的回答 卡鲁尼亚彻底猛逼了 这坦克 不 拖拉机 你压的 只要三十万美刀 这么便宜 我去 难道 你生意可以做到单朗去 这么便宜的东西 别说单朗了 就是他们白相也想要啊 可 卡鲁尼亚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犹豫地看着苏江 几次张了张嘴 都没说出什么 看来 只能再等等了 可就在这时 苏江再次开口了 看来 你还是不满意 不过 我们还有其他产品 无人机 你肯定会满意的 第七十三章 毛熊的整活 无人机 看着一脸细血的苏江 卡鲁尼亚有些茫然 这个表情 她好像刚刚见过 现在再看到 卡鲁尼亚莫名地 感到脖子一凉 你这个无人机 别是直升机改装的啊 于是 卡鲁尼亚看着苏江 有些迟疑地问道 苏老板 请问是什么无人机 您别是用直升机 改成无人机的 卡鲁尼亚的担心 并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 苏江都能把煤气罐 改成炮弹 拖拉机改成坦克 把直升机改成无人机 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到 苏江看了她 卡鲁尼亚一眼 随后说道 放心 我们的无人机 跟之前的这些 完全不一样 就是拿来送快递的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松了一口气 不是这样就好 不然的话 她今天可能还真回不了家 很快 苏江就带着卡鲁尼亚他们 来到了自己的无人机场 看着再次变换的环境 卡鲁尼亚有些茫然 苏老板 您到底有几个工厂 这都是第几个了 卡鲁尼亚以为 苏江的工厂是多样的 没想到 她是厂多的 有点过分了呀 你都快把这里 搞成工业区了 听到卡鲁尼亚的疑问 苏江点了点头 没多少 毕竟咱们是小本买卖 只能多吃点苦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眼前一黑 苏江的话 就没几个真的 竟然说什么小本买卖 你都卖军火了 还是小本买卖 不过 卡鲁尼亚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跟在苏江的身后 来到了无人机的仓库内 看到无人机的这一刻 卡鲁尼亚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打死也不能相信苏江的话 苏江这货 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你让她自己看看这无人机 那里正常了 你家拿几十米的无人机 给你送快递 你是准备送坦克吗 果然 无人机送快递 是你的谎言 你压得 太会说谎话了 这踏码 绝对是军用的 这一刻 卡鲁尼亚在这座无人机身上 来回摸摸 这么大的一盏 怎么看都不是一般的无人机 所以 卡鲁尼亚有些好奇地看着苏江 苏老板 请问能把这些无人机的参数 给我看看吗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随后 将一旁准备好的资料 交给了卡鲁尼亚 卡鲁尼亚 一把接过这些资料 拿在手里仔细看看 可她却是越看越心惊 这些东西不对劲 你来真的吗 看到最后 卡鲁尼亚只感觉半截心都凉了 到了最后 卡鲁尼亚甚至惊呼一声 苏老板 您确定这无人机能飞到一万多米高 我记得 F16也就飞到一万多米 说到这 还没等苏江回答 卡鲁尼亚整个人溜愣住了 F16 她可以记得 前几天丹朗把一架F16给干掉了 所以说 丹朗用的就是这无人机 我去 捡到宝了 瞬间 卡鲁尼亚就来了兴趣 立马问着价格 她现在是真不怕了 毕竟 之前的几个产品价格都不贵 这个无人机应该也不贵 果然 在听到卡鲁尼亚的问题时 苏江微微点头 随后说道 我们这架无人机 售价是200万每刀一家价 听到这个价格 卡鲁尼亚点了点头 这个价格一点也不贵 甚至 还能说是白减的 要知道 这玩意可说是 F16都给干掉了 而一架F16的售价 最低也是2000万每刀 根本不怕 哪怕一换一 都是赚了 糟了 要真相定律了 想到这 卡鲁尼亚立刻掏出了手机 抱歉 苏老板 你的产品情况 我需要汇报一下 而后 卡鲁尼亚就打起了电话 很快 白向国内 一位大胡子的将军 看着响起的电话 一把就接通了 喂 是我 还没等他说什么 就听到 对面传来了卡鲁尼亚的声音 基兰将军 我已经到了华国 见到了他们的产品 您看看 听到这话 基兰将军 微微一正 他怎么感觉 今天的卡鲁尼亚 格外的兴奋 不过 当他看到卡鲁尼亚 发过来的视频后 整个人都坐不住了 啥玩意 煤气罐炮弹 无人机送快递 拖拉机 装甲车 我踏马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火 随后 基兰将军立刻询问 卡鲁尼亚价格如何 卡鲁尼亚 这些产品的价格与性能如何 面对这个问题 卡鲁尼亚一五一十地说着 只是卡鲁尼亚越说 基兰将军越来越兴奋 等会 你确定 这是民用工厂 这可比什么军火商 卖的东西好多了 想到这 基兰将军立刻回复卡鲁尼亚 买买买 快买快买 此时不买 等待何时 给我买 可当卡鲁尼亚听到这话的时候 他瞬间不淡定了 有些小声地对着基兰将军说道 将军 我刚刚 听着卡鲁尼亚的描述 基兰将军的脸色越来越绿 你压的 你去买东西 你给我装备干嘛 正想着 基兰将军的语气也中了些 卡鲁尼亚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今天要是拿不下这家工厂的产品 军阀处置 希望你明白 这其中的关键 听着基兰将军暴怒的声音 卡鲁尼亚的脸也绿了 现在的他 恨不得把之前的自己给掐死了 现在好了 还得找个机会买产品才行 这要买不回去 自己真的死定了 不行不行 为了自己的小命 脸算什么 就在卡鲁尼亚决定不要脸的时候 二毛国内 却是一副这震怒的模样 就在这几天 天知道怎么回事 该死的毛熊 竟然多了一对无人机 你要是无人机就算了 以二毛目前的讨口能力 也能在欧盟和鹰匠那里得到援助 从而跟毛熊的无人机作战 但是 你看看 那玩意是无人机吗 几十米大的无人机 在天上飞来飞去 任谁碰上都得下庙 对此 二毛特意召开了会议 只见会议上 一人率先站起来说道 各位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了 我们不能让毛熊 这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领空 我们应该跟白象一样 把进入我们领空的无人机给击落 显然 这人受到了白象击毁扶桑国运输机的刺激 但 他好像没想到一件事 只听到一人反驳道 你以为我们不想吗 我们谁不想 击毁那些无人机 可是我们根本做不到 你要不要看看那些无人机 有多离谱 飞得高就算了 还飞得快 就是我们的导弹再厉害 也打不中这种无人机 还有就是 这无人机 还有武器呢 就算追上了 他也能反击 听到这话 之前那人有些疑惑的发声 对了 我们不是有F-16吗 为什么不用F-16拦截 此话一出 那人拳头硬了 第74章 打破局面 F-16 一听这话 刚刚反驳的人立刻开炮道 这货是从哪来的 怎么一点军事知识也没有 可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着 你以为我们没有派出过吗 为了应对毛熊的攻击 我们已经派出了两架F-16 但是结果呢 我们刚刚追上对面的无人机 可对面的无人机 直接冲着我们的F-16就来了 说到这 这人摇了摇头 你知道他干嘛吗 他们直接跟F-16一换一 这完全就是自杀式攻击 我们不仅要搭进去一个飞行员 甚至还要搭进去一架F-16啊 那可F-16啊 好几千万每刀一架 可现在呢 成了烟花了 众人一听这话 也是叹了口气 这几天 他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办法 可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不得已 才派出了F-16 可毛熊完全不讲武德 愣是给他们撞下来了 毛熊是无人机不慌 但他们不行啊 F-16里面还有飞行员呢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至于防空设备 倒是可以起到消耗无人机的作用 但奈何那些无人机 死活不落地啊 哪怕他们的防空设备再厉害 无人机不下降 他们根本打不到啊 但相对的 无人机却可以打到他们 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更别说其他的战斗机了 这些战斗机 完全就是欧盟和鹰匠淘汰的产品 飞得太慢了 完全不是对手啊 眼下 这就是一个弹疼的局面 他们只能被动挨打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争论不休 谁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 就在这时 为首的二毛领导人鹰眼开口了 眼下的这个局面 对我们很不利 我们必须要打破这个局面 你们都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听到鹰眼的声音 在场的众人一愣 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许久 终于有一人站了起来 我认为 我们可以 向华国的军火商求助 听到这话 鹰眼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他现在可是鹰匠的狗 要是背着鹰匠 跟华国搞联系 那他还当不当狗了 所以这件事绝对不行 只听到鹰眼 义正言辞地说道 不行 华国跟毛熊狼狈为奸 我们不能与华国有勾连 所以 向华国的军火商求助 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向鹰匠发起会议 听到这话 众人齐齐一愣 等会 你这话不对吧 明明华国的军火商卖的东西 物美价廉 现在毛熊就是最好的例子 煤气罐 拖拉机 无人机 都是无脑输出 结果 你给我说什么不行 华国的东西行不行 我还不知道 毕竟 我踏马刚刚被毛熊的煤气罐炮弹 给炸没了一支部队 可是现在你不让我买 你是真该死啊 这一刻 不少军官都有了嫌隙 就在二毛准备向鹰匠求援时 华国境内却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好风景 特别是新式战斗机彻底告一段落后 李江终于迎来了少有的闲暇时间 可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扣扣扣 这让李江警铃大作 每次有这种敲门声出现 准没好事发生 所以 李江都有点怕了 可他还是对着门外的人说道 进来 只见秘书如同一阵风 闪进了李江的办公室 动作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还没等李江询问 秘书就开口了 主任 不好了 苏江出事了 一听这话 李江顿时坐不住了 苏江出事了 我去 现在苏江可是他们的宝贝疙瘩 空军可就指望着 他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和无人机呢 而且 他人还在国内 他能出什么事 总不能有人暗杀他吧 不应该啊 李江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 他在苏江的工厂里面 可是安排了好几个带枪的 要是苏江出事了 不可能直到现在 他都没收到消息 所以说 苏江那里出事了 因此 李江有些疑惑 只听他对着秘书说道 苏江那里出事了 人 秘书连连摆手 随后说道 不是人 是苏江那是太离谱了 您看 正说着 秘书就拿出了一堆资料 只见上面写着 苏江近期做的事 李江仔细看着 而这些消息 苏江根本瞒不住他 但李江越看越觉得 苏江这祸离谱 下一刻 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是说 他给鹰匠卖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秘书文言 点了点头 是的 苏江确实给鹰匠卖了三万根 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鱼竿 得到了秘书的确认后 李江眼中燃起了一股无名目火 不是 大哥 你竟然给鹰匠卖碳纤维复合材料 苏江 你是穷疯了吗 不知道碳纤维复合材料 有多重要吗 可还没开口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等等 你是说鱼竿 苏江卖给鹰匠的是鱼竿 听到这话 秘书点了点头 是 一听这话 李江顿时乐了 如果给鹰匠卖的是 碳纤维复合材料鱼竿的话 那就没事了 要知道 碳纤维复合材料 一旦被做成鱼竿 那想要再提取出来 可就难了 可以说 苏江这次 给鹰匠卖的三万根鱼竿 完全就是狠狠坑了鹰匠一次 一想到这 李江差点笑出声 他没想到 苏江这货的脑子这么灵光 竟然这么会导致 好孩子 不过还没完 秘书对着李江继续说道 主任 这些都是苏江近期的动作 其中 还有二毛和犹太国 听到这 李江看了看资料 随后 李江不由地失笑 你看这个苏江 这么会搞事 听着李江的夸奖 秘书微微点头 主任 苏江是不是干得太过火了 鹰匠 二毛 犹太国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一听这话 李江微微点头 这样才对吗 这才符合苏江 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 不过 他行事还是太冒险了 就他这下子 要不是有国家兜底 这小子 还真就是成了军火商了 二毛在他手下不讨好 由泰国也是屡屡败退 说到最后 李江微微感慨一句 这 苏江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不错不错 咱们可得好好护着他 第75章 回头客 听完秘书的汇报 李江起身 来到窗边 打开了窗户 看着窗外的绿树 微微点头 高大的绿树旁 也有几株小树正在成长 就如当下的华国与苏江一般 看了许久 随后 李江对着身旁的秘书说道 二毛与犹太国的事 就别管了 我们要给苏江一点发挥的空间 这么久了 他可是明白了一件事 苏江这货 看着是见钱眼开的 但是心中也有一点自己的称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倒是让李江省了心 当然 苏江要是不让他省心 李江也有办法 让苏江变得省心 不过 目前来看 苏江做的一切都很正常 所以 问题不大 一旁的秘书 听到李江的话 微微点头 那我们继续为苏江提供特殊渠道吗 目前 这些渠道的运货量很大 我们有点承受不住了 听到这话 李江一愣 啥意思 苏江这几天干啥了 运货量怎么会突然变得很大 这不应该啊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连忙对着秘书问道 怎么了 听到这话 秘书一五一十地说道 根据外贸部的同志报告 苏江最近的商品又开始贩卖给毛熊和丹朗了 而且量很大 甚至还有无人机跟碳纤维复合材料 我们是不是需要知会苏江一声 这些东西似乎不能出口 秘书的担心并无道理 没气惯 拖拉机这些 他们都能接受 但是无人机与碳纤维复合材料不行 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他们应该制止这些行为 不能让苏江乱来 特别是无人机 这东西 他们的空军也才刚刚装配 但是隔壁的毛熊已经开始使用了 秘书莫名的感觉怪怪的 明明苏江的工厂在国内 结果是 他们最后使用苏江的无人机 毛熊都把无人机完成花了 他们呢 不好说啊 一听这话 李江微微点头 没有直接说话 现在的情况 他需要好好整理语言一下 过了一会 李江说话了 这件事 我们不管了 苏江想卖就卖 这种技术 还难以卡住其他国家的脖子 而且苏江这么做 也是一种好事 苏江的产品不仅质量好 价格也低 所以 苏江的产品肯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追捧 而现在 我们不仅不能给苏江拖后腿 还要给苏江他开渠道 让苏江没有后顾之忧 面对李江的回答 秘书有些不知所措 要知道 他还是第一次在李江这里 听到这种话 这话也太离谱了 苏江卖的 可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啊 还有大型无人机 这东西也能出口吗 他严重怀疑 今天的李江没有睡醒 以前鹰匠对他们的技术封锁 可以说 就差点在太平洋上建墙了 可现在 他们竟然愿意给毛熊他们 提供碳纤维复合材料 和无人机 这让他怎么能接受 这时 李江也看出了秘书的迷惑 随后 为他开口解释道 我们现在的情况 苏江的东西 是我们谋划全局的一步棋 苏江的产品可以冲击 以西方为首的经济圈 虽然这年头的西方经济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我们还是不能够彻底撕开一条口子 毕竟 西方对我们包围得太狠了 说到这 李江微微叹口气 所以 我们需要苏江当我们的桥头堡 让我们有立足之殿 特别是现在二毛与毛熊 丹朗与犹太国 他们对军火的需求很大 而现在苏江的产品可以平替一部分的军火 我们借此 也可以将其他国家和我们手下的军火行业绑在一起 虽然 苏江不算是军火商 一说到这 李江也很无奈 苏江一个民用工厂 为什么做的东西 可以跟别人军火商做的还要好 你这多少有些变态了吧 你这么做 以后谁还跟你做朋友 可面对李江的解释 秘书还是有些不理解 但 这些东西 是不是太多了 苏江真的不会出事吗 听到这话 李江摇了摇头 放心 有我们在 没事 再说了 苏江可是民用工厂啊 难道民用工厂也会出事 听到这 秘书微微点头 但最后还是 有些疑惑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让毛熊他们 变得太强 毛熊可不是什么好相语的国家 一听这话 李江也是明白秘书的担忧 他是害怕毛熊他们的实力过强 但他还是太小看华国了 放心吧 外交层面上来讲 这几个国家跟华国 还没有利益冲突 而我们借此提升一下华国的威望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样的话 就可以更快地发展出 我们的友好国家 听着李江说完 秘书彻底明白了 不愧是主任 我明白了 随后 李江微微点头 好了 你出去吧 是 秘书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 望着秘书的背影 李江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凑近一看 发现竟然是空军的电话 这让李江脑门子一疼 前脚刚忙完 这空军又有什么事 可李江也不能不接这电话 尝出一口气后 李江调整了一下心态 随后 有些小心地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李江的话落 对面就传来了一阵声音 李主任 请问 无人机还有吗 一听这话 李江就感到头疼 不是刚买了几家吗 怎么又缺货了 可他嘴里 却是另一番话 怎么 缺货了 很快 对面就回答李江的问题了 是啊 李主任 你这个无人机 在哪买的 性能它好了 所以 我们这次需要三十架 可以吗 一听这话 李江差点骂出声 该死的家伙 他们不知道 一架无人机多贵吗 还一口气 要三十架 你们真到我们是善唐啊 妈的 这些人花钱 比流水还快了 但他能怎么办 只能去买了 空军现在可是大眼 总不能给他们晾着吧 混蛋啊 今年的经费都快没了 今天又得去给苏江 创造经济了 哎呀 第七十六章 白相的服软 就在李江准备去苏江那里 购买无人机的时候 卡鲁尼亚看着手中的电话 沉默了 等等 没听错的话 他要是买不回去这些东西的话 自己就要上军事法庭了吧 不是 大哥 就这点事 你让我上军事法庭 你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可是他一想到军事法庭 卡鲁尼亚一时间也说不出话了 他只能信信地回到了苏江的身旁 而苏江看着突然就淹了的卡鲁尼亚 也有些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这是怎么了 咋突然就这样了 难道家里出事了 可还没等苏江想到什么样的 卡鲁尼亚就对着苏江开口了 苏老板 看着欲言又止的卡鲁尼亚 苏江有些疑惑 这可不像是他之前的作风啊 要知道 这货可是属于死鸭子嘴硬的 结果现在 竟然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 他到底接了什么电话 还没等他想完 卡鲁尼亚继续说道 苏老板 对不起 刚刚是我说话声音大了 对不起 看着突然道歉的卡鲁尼亚 苏江有些茫然 他这是 抽了 但紧接着 卡鲁尼亚继续说道 就是那个 我能不能小小的买两个 听到这话 苏江松了一口气 大哥 你要是想买就直说啊 干嘛做出这副模样 大可不必这样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想要给你卖东西吗 不是 我的演技有这么好吗 不过 既然都这么说了 苏江也不打算放过卡鲁尼亚 于是 张口对着卡鲁尼亚说道 那么 卡鲁尼亚 你需要买多少 卡鲁尼亚想了想 之前激兰将军说的话 发现好像没说啊 这怎么办 这下也不能打电话 去给激兰将军问吧 所以一时间 卡鲁尼亚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而苏江看着又没生了的卡鲁尼亚 使得他分外疑惑 尼亚的 还买不买了 怎么又没生了 要买就说 不买就算了 你属蜡烛的吗 碰一下亮一下 渐渐的 苏江的脸色也黑了 就在这时 卡鲁尼亚也发现了苏江的变化 他也明白 苏江是真生气了 所以 卡鲁尼亚想了想 立马开口说道 苏老板 抱歉抱歉 我刚刚是在思考 我们需要买多少才够我们的使用 而我想了一下 我们需要无人机十架 拖拉机三十架 至于煤气罐 我想全部要了 一听这话 苏江顿时呆住了 我去 你有点离谱啊 你不出口就算了 现在一出口 你就准备把我家给搬空了 十架无人机 三十架拖拉机 这些还好说 毕竟 他们的产量还够 可是煤气罐不行啊 他们仓库里堆着的煤气罐 少说也有十万个 这其中一部分是要卖给毛熊的 还有一部分是给丹朗预备的 虽然 尼古拉斯这几天没来 不过 苏江相信 再过不久 尼古拉斯会再来找自己的 毕竟 犹太国可不是什么善茬子 丹朗的军火 可是扛不住 所以 尼古拉斯肯定会来找自己的 但苏江感觉 尼古拉斯再不来 他可能真把持不住了 这可是十万多个煤气罐 好几亿呢 果然 真相定律成不起我呀 但苏江还是准备矜持一下 有些小声地说道 抱歉 卡鲁尼亚 我们现在还是第一次交易 双方还是需要接触一段时间 才能大规模做买卖 目前 还是不用太激进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懵了 等等 你这是不准备卖我了吗 这怎么能行 必须要卖我 不然我会上军事法庭的 那可是军事法庭啊 我这要是上了 这辈子可就完了 因此 我今天豁出去了 随后卡鲁尼亚深吸一口气 口中郑重地说道 苏老板 我今天跟您 可是一见如故 所以 我们的感情深厚 那里还需要接触 至于您说的这些 完全不是问题 毕竟 华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加钱 大不了 我加钱啊 咱们这样的感情 难道加钱还不行啊 而且 苏江老板 您可是商人啊 商人商人 不就是可以商量的人 所以 这事 我们完全可以商量着来 听着卡鲁尼亚的狡辩 苏江整个人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卡鲁尼亚这样的人 之前单朗的尼古拉斯 毛雄的伊万 这两人虽然也是不着边际的家伙 但是起码还在苏江的接受范围内 可是现在的卡鲁尼亚 则是不同 他完全属于那种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的存在 现在的卡鲁尼亚 就是完全不知道脸皮为何物 这货还真是脸都不要脸 不过 对方对华国的文字还挺了解 这让苏江有些好奇 这货到底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的 意外地学得不错 不过 听着卡鲁尼亚的话 苏江陷入了思索 虽然卡鲁尼亚的胃口很大 但也说明 他们的消费潜力大 现在的卡鲁尼亚 在苏江的眼中 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所以 苏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可是最后 苏江还是放弃了卡鲁尼亚的提议 他这胃口太大了 产量有点跟不上啊 于是 苏江拒绝地说道 抱歉了 卡鲁尼亚 这些货已经有买主了 所以 一时间 我们也生产不出 可能达不到你的需要了 听着苏江明确地拒绝 卡鲁尼亚并没有放弃 毕竟 有军事法庭等着他 你给我放弃一个试试 你看不要脸 还是不要命 那个强点 不过 卡鲁尼亚也是发现了一点 对付苏江 卖惨是不行了 他得换个方向 但卡鲁尼亚也对华国不了解呀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在这时 卡鲁尼亚发现了一个问题 华国人好像对扶桑国很愤怒 要不试试扶桑疗法 一想到这 卡鲁尼亚好像发现了一条名路 立刻对着准备离开的苏江说道 苏老板 其实 我有件事 瞒你很久了 我现在不得不对你坦白了 听着卡鲁尼亚这话 苏江愣住了 等会 你这话不对劲啊 哥们 你不会准备给我告白吧 但接下来 卡鲁尼亚就出了自己的目的 苏老板 我们购买这些 完全是为了展开 对于扶桑的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 您看 第77章 解锁新图指 我们需要对扶桑国 发动特别行动 所以 请帮帮我们 说完 卡鲁尼亚目光真诚地看向苏江 果然 当苏江听到卡鲁尼亚买这些东西 是为了对付扶桑国的时候 苏江整个人都愣住了 你压的 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点说 你要是说了 我还会这样吗 那显然不可能啊 如果你说 你要对付扶桑国 我别说卖了 就是不涨价都行 当然 不涨价是他的底线 要是超过这个底线 就当他没说过 随后 苏江一把握住卡鲁尼亚的双手 殷切地说道 所以 你们真的准备跟扶桑国来上 你早说啊 放心 我给你稳稳的 一听这话 卡鲁尼亚也愣住了 等会 苏江这就同意了 刚刚不是 还准备送客吗 自己只是说了一句 跟扶桑国干了一家 苏江就乐呵呵地卖了 有点离谱啊 这华国跟扶桑国 到底有多大的仇啊 竟然让苏江这个铁公鸡 都准备拔毛了 但卡鲁尼亚 还是对着苏江点了点头 当然 听到卡鲁尼亚准确地回答 苏江微微点头 他倒不怕卡鲁尼亚骗他 毕竟 刚刚新闻还在播放 白象把扶桑国的运输机 给干了下来呢 所以 苏江是真相信 白象准备跟扶桑打一架 但是 卡鲁尼亚的胃口太大了 苏江也承受不住 因此 他也需要给 卡鲁尼亚降一响 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 但我们的产量 是真的不够 所以 我们需要少一点 看着苏江一脸思索的面旁 卡鲁尼亚也知道 苏江是真美了 所以 他也很无奈 就希望苏江给的货够 不然自己还不敢回去 想到这 卡鲁尼亚有些好奇地说道 苏老板 那你能给多少货 苏江咬了咬牙说道 无人机最多十架 拖拉机可以三十辆 至于煤气罐 只有五万枚 这是我们的极限了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也只能点点头 这些东西 也够他回去交差了 随后 卡鲁尼亚乐呵呵地说道 可以 那就多谢苏老板了 而就在卡鲁尼亚乐呵的时候 苏江却是把张鲁叫到了一旁 老张 懂 看着一脸神秘的苏江 张鲁顿时了然 苏江这是又准备收购了 而目前来说 会被收购的工厂 也就只有无人机厂了 那么 对不起了 好 我完成这单就去 听到张鲁的回答 苏江很是满意 你看什么叫默契 这就是默契 都不用说完 张鲁就知道干什么 不愧是我的公骨之臣 不过 苏江现在的任务 还是将这笔交易完成 卡鲁尼亚 我们会尽快将这些装备 给你准备好的 你只需要等着收货就行 放心吧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也是点点头 乐呵呵地跟苏江握手 苏老板 看您说的 我还不相信你吗 只要能在一周内发货就行 毕竟 你也知道 福桑国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能够得到苏江的好感 现在的卡鲁尼亚 可谓是对福桑国恨之入骨 不过也对 福桑国这群混蛋 竟然私自就进入他们的领空 这让他们怎么能接受 所以 该打 文言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当然 我会尽快的 听到苏江的承诺 卡鲁尼亚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我们白相国最尊贵的贵宾 下次军火生意 随便来白相 放心 我们军队照着 看谁敢来 听着卡鲁尼亚霸气的话 苏江一阵汗言 这些人怕是已经彻底将其视为军火商了 罢了 能赚钱就行 过了不久 卡鲁尼亚将定金交给苏江了 然后就准备离开了 家里还有人等着呢 回去晚了可不行 最后 卡鲁尼亚对着苏江告别 那么苏老板 我们就再见了 听到这话 苏江点了点头 好 期待我们的下一次合作 好 随后 卡鲁尼亚就离开了 卡鲁尼亚刚刚离开 张灵也去到了无人机场的厂长办公室 还没敲门 孙宁就出现在了张灵面前 这让张灵一愣 这人难道有顺风耳吗 可还没等他多想 孙宁就开口了 哎呀 张秘书 您怎么来了 要不说我今天怎么左眼一直跳 原来是有贵人了啊 难道是有诗 来来来 快请进 看着一脸奉承的孙宁 张灵也懵了 这人怎么这样 搞得我都没有激情了 最后 张灵我只能无奈地说道 孙老板 我今天来确实是有事 您看您这个工厂 能卖吗 一听这话 孙宁神情一呆 随后 来到了办公桌上 四处寻找着什么 这副模样 使得张灵一惊 等等 这人怎么不对劲 难道在找武器 也不能吧 毕竟 孙宁不至于听到自己准备收购工厂 就跟他打一架吧 可下一刻 张灵就看到了令他瞠目结舌的一幕 只见孙宁不知道何时就把行李收拾好了 大包小包的 怎么看着他早就想跑路了 嘴里还笑呵呵地说着 哎呀 张秘书 你总算是来了 听着孙宁的话 张灵一惊 随后有些茫然地问道 孙老板 您这是做什么 文言 孙宁笑了笑 哎呀 以贵公司的作风 我就知道 我的工厂会被收购 所以 早就准备好了 现在看来 确实没有错 说完 孙宁就准备搬运行李了 同时 心中狂喜 总算是找到接手的了 这几年的无人机市场 虽然很大 但那都是别人的 像他们这种小工厂 别说吃肉了 就连汤都喝不到 所以 他需要将无人机工厂给卖了 好回一口险 但可惜的是 这么久了 他一直都没有 找到合适的人选 直到苏江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几个月 苏江可是出大名了 他接连收购了好几家工厂 什么拖拉机厂 钢管厂 鱼竿厂的 说实话 孙宁看不起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厂 那有他的无人机厂厉害 可以说是 除了销量 要啥要啥 结果呢 这么久了 苏江愣是一个字也没有说 这让孙宁也拿不住主意了 难道 自己的工厂卖不出去了 这不能吧 毕竟 他的工厂怎么看都比其他几个厂厉害一点吧 可是 苏江一点消息 也不透露 这让孙宁也很郁闷 直到现在 苏江终于来收购他的工厂了 这让孙宁不由地喜出望外 看吧 自己的无人机工厂 也不是没人要 他现在已经准备把无人机厂 给卖个好价了 要是价格高的话 他就不创业了 直接回家安享晚年了 这么久了 孙宁也明白了一件事 创业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毕竟 不是谁都能像苏江那样 什么产品都很常销 他就没见苏江工厂运货的车停过 一车一车地拉呀 看得孙宁那时眼馋至极 因此 孙宁兴奋地搓了搓手 爆出了自己的价格 我们工厂的价格是八千万 张明说 你看怎么样 听到孙宁的报价 张灵点了点头 一看张灵这模样 孙宁瞬间就准备签合同了 可下一秒 张灵就让他明白 什么叫做 高兴得太早了 只听到张灵那魔鬼一般的声音传来 孙老板 你报的价格很不错 但是我认为 还是太高了 您说是吧 听着这话 孙宁一愣 等会 你准备降价 不是 你压的 每天赚一亿呢 你花八千万买个工厂咋了 可 孙宁也知道 降价也对 于是 孙宁小声地问道 那您说多少 面对孙宁的疑问 张灵给出了自己的报价 两千万 这价格有点熟悉啊 好几个工厂 都是这样的价格 合着 你们收购工厂 还是有底价的 你们是真会做生意啊 当即 孙宁就不准备同意了 张秘书 两千万少了点吧 要不 你加点 我退点 一口价 五千万 听着孙宁的降价 张灵却是摇了摇头 孙老板 不是我不涨价 而是你的工厂 就值这个价 这些都是你工厂的资料 正说着 张灵就掏出了一堆资料 他早就把孙宁的资料准备好了 就等着来收购了 看着张灵手中的资料 孙宁愣住了 你这个资料 怎么看我的账本啊 你能力这么强吗 了解得这么透彻 牛批 不过 有这些资料在 孙宁也明白一件事了 张灵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底线 再报高价 已经不现实了 只能含泪半手续 转卖工厂了 张秘书 你可得好好善待我的工厂啊 面对孙宁这话 张灵也是醉了点了点头 这无人机场 可是他们以后的摇钱术 肯定会好好照顾的 不仅要好好照顾 还要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成为知名的无人机场 就在张灵刚刚把无人机场 收购的同时 苏江正准备回去 好好地睡一觉 这几天可把他忙坏了 结果 还没走进大门 他的手机又响了 这让苏江一愣 谁啊 一天天地 竟给自己打电话了 结果 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竟然是李江的电话 这使得苏江一愣 他怎么会打电话来了 难道又缺货了 可是这才多久 他们就不够用了 这群人到底干啥了 毛熊他们 消耗大能理解 但他们有啥需要消耗的 但苏江还是接通了电话 不是 还没等他说话 对面的李江率先开口了 苏老板 好久不见啊 没有打扰到你吧 我现在打电话 也是需要 你帮忙啊 我们需要购买一些无人机 你看还有货吗 李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 苏江的生意伙伴很多 苏江的产量 很有可能真的跟不上 所以 李江也需要问问苏江才行 听着这话 苏江当即拍了拍胸口 要是以前 他还不好说 但现在 只要张林把无人机场收购了 那他可以对着李江打包票 李主任 你就放心吧 完全没问题 现在就有货 怎么 你要多少 开玩笑 国家愿意来买 那就一直有货 没货也有货 闻言 李江也是点了点头 那好 我正在路上 一会就到 定金等会就打过去了 货准备好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点头回应 好的 我等你 随后 苏江就准备回办公室 等李江他们到了 而就在这时 苏江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任务完成 获得新图纸 第78章 三份图纸 科研大突破 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 苏江的脸上 难掩激动神色 这么久了 终于把系统任务完成了 可真不容易啊 他都差点忘了自己 还有系统任务这回事了 不过 现在系统任务了 也就意味着 他有新的图纸了 这让苏江很是好奇 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图纸呢 之前的煤气罐 拖拉机 钢管 鱼竿 无人机 可都是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想来这次的图纸 应该也不会让他失望吧 所以 苏江也准备好好看看 这次的图纸 究竟是什么 随即 苏江就看向了系统任务栏 任务完成 获得新图纸 光起油漆 航母阻拦索 无人机改造图纸 看着这系统的图纸 苏江可是满头问号 是不对吧 这次系统 怎么会自己这么多的图纸 要知道 之前系统再怎么 也是一次只给两张图纸 可这次 系统竟然痛快地 给了他三张图纸 这让苏江也有些疑惑 难道 系统转型了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些图纸 看着就比之前的图纸厉害多了 什么光起油漆 这名字 听着就高大上 还有航母阻拦索 那可是用的航母上的大宝贝啊 好东西一个 不过 唯一让苏江感到疑惑的点 还是那份无人机的改造图纸 这无人机还能改造 这也由不得苏江不信 毕竟 他的无人机都已经在各国打开了销路 可以说 目前没一个无人机能跟他打的 结果 你现在对我说 我的无人机还可以改造 这多少有点离谱了吧 这无人机再厉害 你也不可能做到空天母舰吧 那还能被叫做无人机吗 一想到这 苏江也对图纸来了兴趣 开始查看自己脑中的三份图纸 但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 苏江就被这些图纸的科技含量 深深地震撼住了 可以说 这含金量绝对是科研方面的大突破 可这些图纸也不是没有问题 虽然只是略微看了一下 苏江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想要造出图纸里面的东西 所需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很难找 不过还好 这些材料都是现有的 并不需要自己研发 要是还需要研发材料 苏江肯定会死在这 材料这层 汗得汗死 烙得烙死 但这些材料也很难收集 看来 接下来又需要张灵去忙了 而就在这时 张灵从门外走了过来 手中还提着一份文件 苏江一看就知道 张灵已经成功把无人机场给收购了 就是不知道他给的价格是多少 但肯定不会太高 毕竟 他已经不止一次 听到张灵被叫做张八皮了 随后 苏江就对着张灵问道 怎么样 听到这话 张灵连忙说道 无人机场的老板报价八千万 但是最终以两千万成交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无人机场 一听这话 苏江顿时愣住了 等会 两千万 我去 张灵砍价的能力越来越厉害了 一个无人机场 竟然被他砍到两千万 要知道 那无人机场的设备都不便宜 哪怕是苏江 他的心理估价也是三千万起步 结果没想到 张灵两千万就拿下了 难怪你压的会被叫做八皮 你小子确实厉害 最后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干得不错 比我心理预估的价格低多了 这次 你可立大功了 面对苏江的夸奖 张灵只是微微点头 随后对着苏江说道 老板 我这些不算什么 这一切都得看您啊 要是没有您 我也做不到这样 听着张灵突然地吹捧 苏江有些莫名其妙 咋了 我也没干什么呀 紧接着 张灵就给出了答案 老板 您给丹朗买无人机这招 真是见过最伟大的操盘 根本不用宣传 就有不少国家主动打探上门了 就像是白相 这不是送钱吗 而且 国家方面 也需要我们的无人机 可以想象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的订单 肯定不会少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合着你是这么想的呀 他早就说了 这件事不急 无人机这种东西 在国内并不稀奇 所以 它需要一点噱头 而丹朗 就是最好的平台 他们武器落后 面对的敌人 也足够厉害 这使得苏江的无人机 一出场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现在 各个国家 都都准备购买 苏江的无人机了 甚至连白相都来了 对苏江的无人机 产业而言 绝对是个消息 想到这 苏江对着张灵笑了笑 哈哈 那是 你以后跟哥们 要学得多着呢 一听这话 张灵也是点了点头 当然 就可在苏江准备 张灵新事图纸的时候 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了 拿起一看 是保安室的 这么晚了 保安室打什么电话 等等 苏江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 李江好像说了 他要来 不是 你说马上到 真就马上到啊 你数曹操的吗 这么迅速 于是 苏江接通了电话 一听 果然是李江到了 苏江立刻放下电话 人都到门口了 那里有不迎接的道理 于是 苏江拿起一旁的衣服 就带着张灵走下楼了 老张 走吧 国家来人了 生意上门了 听着苏江无奈的语气 张灵也是笑了笑 除了苏江 还有谁会被国家这么惦解 都快晚上了 竟然还有国家的人来找他 则则则 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 简直不敢想 很快 两人就下楼了 刚一下楼 就看到了站着的李江 还没等苏江开口 李江率先说话了 哎呀 苏老板 这么晚打扰你 没事吧 来来来 这是我的一点小礼物 正说着 李江就让秘书提出了一堆礼品 看着这些突然冒出来的礼品 苏江顿时懵了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这李江绝对有阴谋 不然 不可能给自己买礼物 毕竟 他可是国家高层 怎么会亲自给苏江送礼 显然这里面有问题 一时间 苏江也不敢让张灵收了 可李江继续说道 哎呀 苏老板 没事的 我现在 是以私人的身份 来拜访你的 所以不要怕 你就收下吧 苏江一听这话 更慌了 现在李江给他的感觉太怪了 有句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而李江显然就是那个贼 想到这 苏江一把江张灵准备接礼物的手给拍了下来 你这都敢接 你要是给我接了 苏江敢保证 李江会坑他一手 毕竟 李江是来买无人机的 而看着苏江的动作 李江也是明白了 苏江看出了自己的想法 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快年末了 经费已经严重不足了 但空军那边催得太急了 所以 只能出此下策 看看能不能从苏江这里低价收点无人机 好完成空军交代的任务 而且这礼物 也是李江自己掏腰包买的 这年头 采购这活不好干啊 但李江的嘴里 还是笑呵呵地说着 没事的 苏老板 你就收下吧 没事的 听到这 苏江也渐渐放下心来 难道 自己真的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不应该啊 他的第六感一向很准的 但现在这样被其他人看着 苏江也只能被迫收下了 可就在他收下的瞬间 李江顿时开口了 哎呀 苏老板 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所以 有货吗 听着李江的话 苏江松了口气 总算是进入正轨了 于是 苏江也是对着李江点了点头 有啊 你说你要来 我可是特意为你准备了 就等着你来了 虽然苏江答应了白象的无人机 现在还没饮 但是不妨碍苏江 先满足国家的需要 毕竟 工厂都是我的了 接下来就是扩大生产啊 那点无人机 还需要一周 三天 就给他捣定 而对面的李江 听到苏江的回答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苏江 确实会做生意 但一想到 接下来要让苏江降价 李江还是有些不好开口 苏江 都这么对自己了 难道还要再坑他一把 可是一想到兜里的钱 李江坚定了信心 随后对着苏江说道 有货就好 不过 苏老板 我还有一件事 需要你帮助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 您在原价的基础 上降一下价 你看可以吗 一听这话 苏江一愣 等会 合着你给我送礼 就是为了让我降价呀 你早说啊 苏江一开始 就准备对国家实行降价 每台无人机 直接便宜三分之一 所以 苏江一口就答应了李江的提议 没问题 我们每台无人机都可以便宜三分之一 可看着同意的苏江 李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不是 你就这么容易的降价了 所以说 你其实一开始就准备降价的对吧 我去 那我礼物岂不是白买了 花了他小一万呢 这钱还得他戳 瞬间 李江就准备把礼物拿回去了 可苏江也是看出了李江的想法 一把就将礼物递给张灵 然后快点跑路 老张 快跑 给我藏好了 我过年拿去送礼 第七十九章 放译前 高低市无期起步 听着苏江的话 李江满头黑线地看着他 你压的 你就这么收了 操 刚刚怎么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你小子真该死啊 但这些话 李江也只是在心里说说 实际嘴上 却是另外一番话 好的 还得多谢苏老板的慷慨了 具体的交易数量 我稍后就会发给你 而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放心 没问题 我们随时都在 听着这话 李江总算是笑了 至少他的任务完成了 心情愉悦后 李江甚至对着苏江夸奖起来 苏老板 有时候我也对你很好奇 你究竟是想到做出这些东西的 你还真是一位军火奇才啊 这要是放以前 那高低也是无期起步 听着李江的夸奖 苏江顿时满头黑线 哥 其实有时候你不会夸人 你可以不夸的 完全没必要这么尬聊 但对此 苏江也只能微微点头 随后 李江继续说道 对了 苏老板 我这次来啊 其实还有一件事 你最近有什么新货吗 说到这 李江也是眼含期待地看着苏江 虽然目前来说 苏江提供的无人机 与碳纤维复合材料 很好用 但谁不想要尝试新鲜玩意呢 而且还是苏江的新鲜玩意 这期待值直接拉满了呀 之前的煤气罐 钢管 拖拉机 无人机 碳纤维复合材料鱼杆 都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 所以 李江迫切地想要知道 苏江有没有什么新产品 这次可不能让其他国家抢先了 说来也奇怪 明明苏江的工厂在国内 可能每次有什么新产品 搞得好像 他们都是最后几个知道的 这让李江也很无奈 所以 这次他准备提前问问 一听这话 苏江点了点头 哎呀 李主任 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我刚好有几个新产品 正在研发过程中 差不多再等一个星期 就会有货了 虽然 苏江还没有开始制造图纸里面的东西 但凭他的感觉 应该是花不了多久 所以 苏江也对着李江做了保证 听着苏江这话 李江也是一愣 等会 我就随口一问 你还真有啊 你这么离谱吗 我去 不行 我得给苏江多 安排几个带枪的 这可是他的金疙瘩 他要是没了 李江就跟谁急 随后 李江的脸上 带着笑容 对苏江说道 苏老板 我就这么一说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有 那到时候 你可得第一时间 跟我们沟通啊 文言 苏江点了点头 放心 我会放心上的 随后 李江与苏江交谈了一回 发现并没有什么时候 李江就准备离开了 临出门的时候 李江来到了门口 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你回去吧 没事了 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事 我会再来的 听到这话 苏江内心一喜 难道他下次还准备带礼物 这怎么好意思啊 而李江也是看出了苏江的想法 微微摇了摇头 苏江这货 确实贪财 但李江也没想到 苏江竟然愿意在无人机制上面 对自己放松 则则则 不可想啊 但最后 李江还是对着苏江告别 好了 苏老板 你不用送了 你回去吧 听到这话 苏江就知道自己的礼物是别想了 唉 可惜啊 而随着李江他们的离开 张灵也凑到了苏江的身旁 有些小声地问道 老板 我们什么时候有新产品了 说实话 当张灵知道 苏江准备研发新产品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懵的 什么时候有新产品了 他怎么不知道 苏江又背着他干了什么 这才多久 前后还没有一个月 怎么又有新产品 老板你都不停一下吗 稍微等等周围的工厂吧 你这也太卷了 别人工厂是一个东西 只要好用 那就得用上十年 八年的 怎么到了你这 天天出新产品啊 之前的产品又不是没有人买 你这 一天天的闲不住吗 你要是闲不住 那你可以去学的科目三 现在打死张灵 他都不想再跳科目三了 他把这辈子的科目三都给跳了 正想着 苏江给了答案 只见他随手掏出了一张图纸 这是刚刚才画出来的 而张灵看着这上面 还没有彻底干到的墨迹 顿时陷入了沉默 这怎么看着 像是刚刚画的 所以说 苏江是在自己说过 无人机场的时候 画出的这幅图纸 这么短的时间里 怎么可能有什么好图纸 但张灵还是仔细看着 毕竟苏江之前 可是狠狠打了他几次脸 现在可是由不得 他不小心 只见他得眼睛 在图纸上来回扫尸 只是一会功夫 张灵整个人就愣住了 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而下一刻 张灵更是一副 惊为天人的模样 看着苏江 看了看图纸 再看了看苏江 张灵咽了咽口水说道 老板 这是你刚画的 这里面的无人机 是真的吗 我怎么看着不对劲啊 也怪不得张灵不相信 任谁看了一眼这张图纸 也会觉得 这图纸上面的参数 完全是在说梦话 你要不要看看 你这设计的什么 原本张灵以为 他们现在制作的无人机 已经够大型了 结果 苏江反手给他掏了一个 更离谱的 这玩意要是造出来 可比之前的无人机 还要大上几倍 所以说 你是造无人机呢 还是造空客呢 而且 形状也不对劲 为什么外形 是仿照的双尾线 这模样 看着就不好惹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无人机的性能 实在是太过于逆天了 之前的无人机 虽然比不过F16 但也能跟F16 摆摆手腕 但是现在这架 则完全不同了 光是航程 就达到了恐怖的7000里 你这是无人机 你确定你的信号能接受 还有 这能源问题怎么解决 这可比轰炸机猛太多了 难道 老板这次真的要发力了 不过 张灵对无人机 还有比较有底气 毕竟 他们之前造过 不用担心技术问题 所以 张灵对着苏江说道 好 我会去安然的 可下一秒 当张灵看到 另外一张图纸的时候 整个人瞬间破防 等等 老板 你这个事 看着手中的图纸 张灵一正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这张图纸 似乎是写的 如何制造光起油漆 等会 光起油漆 老板 你确定没有写错 你就是写的天起油漆 我都信 可 光起油漆 这种技术 真的是他们一家 普普通通的工厂 能造出来的吗 要知道 这技术 哪怕放在国家层面 也是概念级 一般人别说错了 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也就是张灵这种 闲得没事感 到处看书的人才了解一点 结果 现在呢 苏江竟然让自己去造这种油漆 要不 你还是放过我吧 最后 张灵有些苦涩地看着苏江 老板 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 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这可是光起油漆啊 难道 我们真的 要生产光起油漆了 这可是国家级技术 我们的资金 可能都不够 拿去烧的 听到这话 苏江摇了摇头 你压的放什么屁呢 图纸都有了 你还怕造不出来 我相信你的能力 面对着苏江的夸奖 张灵很是想哭 这东西 是相信就能造出来的吗 但最后 张灵还是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去安排 正说着 张灵就准备出门了 看来 他还得去找一家油漆厂 以及各种针对性材料厂 操 第八十章 白相试用 周围恐慌 时光飞逝 转眼就是三天过去 这三天里 苏江的工厂火力全开 加班加点地干着 终于将卡鲁尼亚需要的货物备好了 而现在运输货物的飞机也来到了白相国境内 不多时 整架飞机开始下降 而跑道外 一群白相士兵看着正在下降的飞机 嘴里泛起了嘀咕 听说这就是从华国那里购买的武器 好像是的 这怎么可能 我们白相天下无敌 何须进口军火 这些军火真的有用吗 是啊 以我们目前的能力 完全可以自己生产啊 为什么非得买华国的 要我说啊 华国的产品质量就不行 完全没我们的好 正说着 他们就看向了前方刚刚升了军衔的卡鲁尼亚 听说就是他去华国购买的这些军火 这让士兵们很是疑惑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 竟然让卡鲁尼亚升了军衔 随后就有知情人士说道 哎呀 我听说这些军火 是在一家华国工厂买的 也不知道威力如何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什么 华国工厂 没开玩笑吧 我们什么时候 需要向华国工厂购买军火了 是啊 这只是小个体军火商 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 几人的声音越来越大 甚至引来了卡鲁尼亚的注意 只见他来到了几人的身前说道 安静 现在开始卸货 升了军衔的卡鲁尼亚 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隐隐有了官威 而听到卡鲁尼亚命令的几人 也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倒要看看 卡鲁尼亚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回来 很快 机舱门打开 入出了里面的货物 只是一眼 就将几人的目光死死吸住 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嘴里甚至还不停念叨着 等等 这些是军火 只见里面赫然摆放着的 竟然是煤气罐跟拖拉机 这些东西也算是军火 我去 这个卡鲁尼亚脑子没毛病吧 等等 角落里的是无人机吗 虽然白象的无人机行业并不发达 但作为士兵还是见过几个的 所以 他们也能依稀辨别出无人机的模样 只是这个无人机为什么这么大 一时间 众人纷纷充满疑惑 但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将这些东西搬了下来 毕竟 这次来的人里面可是有着一位将军啊 很快 几人就将东西整齐地摆放在了平地上 而前方的寄兰将军也来到了卡鲁尼亚的身边 对着卡鲁尼亚说道 卡鲁尼亚 这些就是你说的东西吗 怎么看着不怎么样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微微一笑 将军 这些就是在丹朗境内大发神威的武器 只有好不好 我认为应该实验一下 听到这话 鲁尼亚将军也是点了点头 具体怎么样 确实需要实验一下 一想到这 鲁尼亚将军就开始吩咐道 那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实验吧 开始测试煤气罐吧 面对鲁尼亚将军的命令 士兵们纷纷行动起来 几分钟后 煤气罐就准备好了 看着这一幕 鲁尼亚将军微微点头 随后说道 开始是爆 得到命令的士兵们开始行动 随着一声巨响 炮馆中的煤气罐 被发射了出去 煤气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发生一阵巨响 火光四溅 浓烟滚滚 原本平坦的大地 被炸得坑坑洼洼 看着这一幕 鲁尼亚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看来 这些煤气罐确实不错 看来这家华国工厂 不容小觑啊 而就在煤气罐爆炸的时候 激兰将军也没有闲着 他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只见他拿着飞机上 运下来的钢管 与一旁的煤气罐 做了一个对比 发现这个煤气罐 似乎能与钢管完美符合 也就是说 这个煤气罐与钢管是配套的 等会 你生产煤气罐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生产配套的钢管啊 你这是准备做什么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跟钢管 除了能够跟煤气罐匹配 好像也能跟一旁的拖拉机组合 而拖拉机与钢管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 坦克 你这是什么操作 为什么拖拉机跟钢管 可以组成坦克 我去 你这是什么玩意啊 明明看着是民用物品 怎么在他手里 就跟军用的一个样呢 不 甚至比军用的还要好 刚刚的煤气罐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威力不比一般的炮弹威力小 等等 这个煤气罐 钢管 拖拉机 好像成套了 我去 这是一套的啊 一想到这 激兰将军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华国 还真是人才被出啊 一个不能卖军火的国家 愣是被这家工厂 以这样的方式搞了出来 一想到这 激兰将军有些兴奋地 对着卡鲁尼亚说道 卡鲁尼亚 你这次可是立大功了 听着激兰将军的夸奖 卡鲁尼亚内心也是一喜 虽然他知道这些煤气罐的威力很厉害 但没有实地操作过 他也有些担心 毕竟 他都升了军衔了 总不能再被收回去吧 而现在 卡鲁尼亚终于可以放松了 很快 煤气罐被测试完毕 而就在 准备测试其他东西的时候 激兰将军直接跳过了 他现在最想要测试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无人机 据说很厉害 想到这 激兰将军对着一旁的卡鲁尼亚说道 卡鲁尼亚 是非无人机 听到这话 卡鲁尼亚也是点了点头 他在苏江那里 受过一些培训 可以说 他是几人中最会操作无人机的人了 很快 卡鲁尼亚就在操作室内就位了 随着卡鲁尼亚的操纵 无人机的机翼开始旋转 不出半分钟 无人机就已经达到了起飞速度 So 无人机起飞 只用了一分钟 无人机就窜了千米之上 硕大的无人机 在云层中急速飞行 只是一会时间 无人机就来到了白象的边境附近 随后开始了各种高难度动作 到了最后 卡鲁尼亚甚至开始 擦着其他国家的边境飞行 这样大胆的行为 瞬间引来了其他国家的动作 一时间 白象周边除了华国 纷纷拉响了防空警报 距离白象最近的不单 一群人正皱着眉头 看着雷达上急速飞行的物品 所有人的内心一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一时间 众人纷纷议论道 等等 这是什么 不好 有不明飞行物 快快 上报情况 是 而白象隔壁的孟加拉虎国 同样被白象的动作吓到了 同样的一群军人 同样的地方 相同的话语 他们看着雷达一闪而过的飞行物 迅速锁定了它的位置 快快 查一下 这是谁的飞行物 竟然进入了我们的领空 快 快查 很快 众人就知道了 这飞行物的来处 竟然是白象 这怎么可能 白象什么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了 不行 必须好好查一查 是白象 白象似乎有新式无人机 看起来极为先进 我们要小心 第81章 被包围了 天空之上 一架无人机正在低空掠过 最后 缓缓降落在了卡鲁尼亚几人的身前 记忆卷起的封尘 扑了基兰将军满脸 但他此时却是满心欢喜 他对这个无人机实在是太满意了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无人机 简直就是天作之物 纪兰将军轻轻抚摸着无人机的机身 这东西可比他老婆的皮肤还要滑 现在的纪兰将军 一刻也不想跟着无人机分开 这效果 甚至比从鹰匠那里进口的无人机技术还好 说起这个 纪兰将军就是满肚子木火 该死的鹰匠 竟然认为他们搞不出无人机 所以 漫天要嫁 一架无人机竟然要他们三百万美刀 三百万美刀啊 虽然 眼前的这架无人机也需要两百万美刀 但你看看这俩的差距 光是大小 鹰匠的无人机就已经失败了 妈的 越想越气 不过 既然现在有了这样的无人机 纪兰将军也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过段时间就展开军事行动 先把别人给搞一手再说 不过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他们虽然看不起扶桑国 但是扶桑国会舔啊 直接把他主人给舔好了 所以 鹰匠那边还要想想对策 打狗还要看主人 对付扶桑国 还是要小心为妙 不过 他们也不是没有办法 就在白相准备对扶桑国再次出手的时候 鹰匠境内 五角大楼处 一群人正焦急地赶往会议室 他们今天会议的一题是白相国 这还是白相国第一次出现在鹰匠的各会议桌上 这使得很多人都有些不可置信 很快 会议室内就坐下了不少人 现在会议还没有开始 一群人正议论纷纷 他们对白相突然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很是好奇 竟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穿梭在几个国家的边界 这可不是一般的飞行物能够做到的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白相的飞行物出现在的时间不对劲 前脚刚刚把扶桑国给打了 后脚就掏出了一个大宝贝 这让很难不怀疑白相有什么谋算 毕竟这时间把握得太好了 如果没有预先谋划 白相不可能这么做 想到这 突然就有人站了起来 你们说 白相的飞行物是从哪里来的 飞行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是啊 短短时间 竟然就穿梭在好几个国家的边境 虽然白相周边的国家不大 但它的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觉得 比起白相的飞行物如何 我们更应该想想 白相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对了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此人的话音刚落 门外挤到人影走了进来 为首便是麦克瑟瑟上将 他叼着烟斗 脸色阴沉 显然今天白相的动作 给了他很大刺激 随着众人的落座 会议正式开始 今天会议的主持人 竟然是麦克瑟瑟上将 由此可见 鹰将对白相的重视 只见 麦克瑟瑟上将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都看看吧 在半个小时前 白相突然动用了不明飞行物 在很短的时间内 经过了布丹和孟加拉虎国的边境 这飞行物的速度 与我们的F16差不了多少 甚至在极限加速上 比我们的F16还要厉害 听着麦克瑟瑟上将的讲述 众人心里也是一惊 虽然他们知道 白相有了不明飞行物 但是 当听到麦克瑟瑟上将的确认时 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那样的武器 别说白相了 就算是鹰将 也搞不出来啊 结果现在白相不仅有了 甚至还开始了挑衅 没错就是挑衅 虽然白相的动作 只在他的周边行动 但是很显然 白相想的 就是在鹰将面前秀肌肉 不管白相是不是这么想的 反正麦克瑟瑟上将是这么想的 一想到这 麦克瑟瑟上将就感到头疼 现在的鹰将虽然强大 但是鬼知道 冒出来了这么多的敌人 一时间 搞的鹰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现在的几个战场里面都有问题 你说不帮二毛吧 那毛熊怎么办 没了二毛 毛熊直接把二毛吃了 以毛熊的性格 那货绝对会把枪口对准鹰将 所以 二毛必须帮 不仅要帮 还得让欧盟一起来 要死一起死 要放血 先放欧盟的 至于犹太国 那就更不可能放弃了 那可是能跟鹰将共恶父子的存在 就算放弃二毛 都不可能放弃犹太国 哪怕是这样 鹰将也能接受 毕竟 还有其他国家可以吸血 但是现在 呀的 这个白相 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你踏马的 为什么一来就准备对扶桑国动手啊 你知不知道 扶桑国可是他们鹰将的重要狗腿子 扶桑国要是没了 那他们还怎么对付华 可嗨嗨 不重要 反正你知道 扶桑国很重要就行 所以 白相这货真踏马该死 一来就打破了他们所有的计划 原本有扶桑国在 他们就可以天天恶心某个大国 但是现在白相准备出手了 那群人会看着吗 不明这搞 你都算是他们宽宏大量了 不行 得想个办法 想到这 迈克瑟瑟上将便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想想吧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听这话 众人也回过了神来 于是 纷纷开口道 最先一人站起来 不屑地说着 说实话 我认为 这只是白相的伎俩罢了 毕竟白相什么水平 我们也知道 什么世界第六国 科研技术 跟我们可是有着半个世纪的差距和代沟 所以 白相不可能什么厉害的飞行物 也就算是一个人口大国 听到这人的话 其他人也是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白相虽然一直以来都想刷存在感 但是很可惜 他们除了人口 好像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人口这玩意 对于白相 好像也没啥助力 所以 白相压根不值一提 至于那什么不明飞行物 则是更好解释了 白相肯定是利用了什么东西 搞的几个国家 同时发现了白相的东西 所以 才会产生 白相有飞行速度很快的不明飞行物的假象 但也有人吃不同意见 不 我认为 白相未必没有准备 他们都已经敢对扶桑国的运输机下手了 说明他们 确实有了变化 就是不知道 他们发生了什么 而能让他们下定决心击毁扶桑国的运输机 肯定有所什么厉害的东西出现 听着这人的话 在场的众人也是一愣 好像也有道理 白相虽然脑子不正常 但是他也不可能突然就搞事 那他背后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而具体是什么 鹰匠他们就不知道了 但两拨人不同的看法 使得鹰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后还是迈克瑟瑟拍板了 只听他对着众人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试探试探白相 来人 去准备无人机 我倒要看看 白相到底有什么动静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他们也想要看看 白相究竟是怎么样的 所以 派出无人机一事 势在必行 只是 如此明目张胆地进入白相的领空 鹰匠众人竟然没有一人反对 由此可见 他们已经嚣张跋扶到了极致 随着迈克瑟瑟上将的命令下达 距离白相最近的军事基地内 一群人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的无人机虽然足够先进 但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续航能力不足 不能被用来执行远距离行动 所以 他们只能在最近的空军基地 起飞一架无人机 很快 随着无人机的机翼开始旋转 这足足有5米大小的无人侦察机 终于起飞了 随后 这架侦察机就悄无声息地 进入了白相国的境内 此时 远在五角大楼的众人 也得到了来自无人机的画面 看着正在白相境内 开会侦察的无人机 迈克瑟瑟上将微微点了点头 起码 他们的无人机还算是不错 于是 他下着命令 继续前进 向着白相的军事基地靠近 听到这话 操作无人机的技术人员心里一惊 这不是明摆着挑衅白相吗 但技术人员 还是按照命令前进 毕竟他们现在有着超高的飞行高度 就算发现了他们 白相也不一定能打到他们 所以说 还是相当安全的 于是 无人侦察机稳步推进 准备一探究竟 可就在无人侦察机 进入白相军事基地的附近时 一阵嘈杂的声音 从无人侦察机的上方传来 这让技术人员感到一阵疑惑 啥玩意啊 他们现在处于1800米的高空 怎么会有声音出现 我去 闹鬼了 一时间 技术人员慌了 远在万里之外的五角大楼 众人也是一惊 这样的的高度 怎么会有东西出现 对此 无人侦察机也开始了操作 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 只看到无人侦察机 在空中来回盘旋 只求找到那声音 可找了半天 无人侦察机也没有发现 是什么在叫 最后只能无奈升高 看看能不能找到 可就在这时 无人侦察机发现了一丝异样 怎么在升高的过程中 声音越来越明显了 等等 也就是说 这东西在天上 想到这 无人侦察机翻转了身形 利用下方的摄影机开始侦察 结果发现 无人侦察机的上方 竟然有一架硕大的无人机 正盯着自己 看着这一幕 无人侦察机 彻底懵了 等等 这是无人机 啥时候来的 不对 我不是反雷达吗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还有 你飞行高度 怎么比我还高 你压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去 这白象 到底是掌握了什么 逆天的核心技术 太掉了 就在技术人员震惊的时候 他却是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左右都是冲过来的无人机 我这是 被包围了 第82章 白象突然这么猛了 随着几架无人机的出现 无人侦察机顿时发现自己似乎无处可逃了 但他还是准备试试 试图利用自己的高机动型 逃离这里 可就在无人侦察机准备逃离的时候 他却发现这些无人机将自己可以离开的位置堵得死死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无人侦察机已经是瓮中之鳖 同时 还因为无人侦察机没有携带武器 他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人机对着自己发射了子弹 无情的子弹 直接贯穿了无人侦察机 瞬间 整架无人机轰然破碎 成了一堆碎片 从空中飘落 随着无人侦察机的坠毁 白象的基地内部 季兰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别人不认识这无人侦察机 他可是清楚得很了 那标志性的造型 以及这样肆无忌惮地进入他国领空 跟扶桑国一个样 妈的 这一看就知道是鹰将的 没想到啊 他们还没去找鹰将的麻烦 这鹰将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 所以 季兰将军也是毫不留情地下令 将这架无人侦察机机毁 同时 季兰将军也是想要看看 从苏江那里购买的无人机实战能力如何 就怕这无人机是花架子 结果一看 这无人机的效果意外地不错 完美符合他的要求 甚至还超过了不少 这使得季兰将军满脸微笑 他可是知道 鹰将的这架无人侦察机 售价高达三百万枚刀 而他们现在直接让鹰将 没了三百万枚刀 想想就美滋滋的 不过 很快季兰将军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的无人机数量 似乎太少了 这点无人机够谁用 这要是让其他人特别是鹰将那个狗东西看到 不得笑话他们 不行不行 必须立刻购买 还得加大力度 先来他个武士架再说 不说武装到底牙齿 也得武装到屁股不湿 一想到这 季兰将军就不怀好意地 看向了一旁的卡鲁尼亚 卡鲁尼亚 看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付出 而被看着的卡鲁尼亚内心一慌 等等 不会又让我去华国吧 就在白相准备大批量购买无人机的时候 鹰将的会议室内 刚刚还一脸兴奋的众人 现在脸色比死了全家还难受 过了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白相 把他们的无人侦察机给打了下来 打了下来 这样的操作 还是你吗 白相 你确定 你能够把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给打下来 你小子变态发育了吗 可是这也太变态了吧 他们的无人侦察机 可是花费十几亿美刀 耗时五年才做出来的 结果白相反手给他掏出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无人机 好吧 他们现在算是知道 为什么白相敢把扶桑国的运输机给炸了 最近 他们很有可能是技术层面有突破 所以 才会这么嚣张 就是有点嚣张过头了吧 先把扶桑国给打了一顿 现在又把他们的无人侦察机给干掉了 不过 这么一看 倒是挺像白相的作风 就在鹰将众人纷纷吐槽的时候 一人使劲盯着无人侦察机传回来的照片 随后他掏出了手机 看着里面的一张照片 反复对比 随着对比 这人的脸色越来越黑 这无人机怎么感觉很眼熟啊 一想到这 那人立刻站了起来 这无人机怎么跟丹朗的无人机一模一样 甚至上面的图标都一样 一听这话 众人也是反应了过来 纷纷看向了屏幕 只见屏幕里面的照片逐步放大 与之前丹朗出现的无人机进行对比 众人越看越迷糊 最后通通傻眼了 我去 还真是丹朗同款 这白象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华国生产的无人机 难道 他们跟华国达成了合作 毕竟 丹朗使用的无人机 是华国生产的这种事 已经众人皆知了 所以 当他们见到这无人机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华国 可以想到这 众人心里也是一惊 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白象怎么会有华国的无人机 难道 他们之间达成了联盟 可是 这不可能啊 虽然白象一直以来都不怎么正常 但他们怎么可能与华国达成合作 说到这 其他人也是摇了摇头 但眼前的这个无人机 却是真的呀 全球除了华国 还有谁能生产出第二架 所以 白象跟华国肯定有什么秘密 听着几人的猜测 众人第一时间都是不信 毕竟 白象上次跟华国有关系 可是直接搞出了首都保卫战 所以说 白象是不可能与华国合作的 可要不是合作 那这无人机怎么解释 一时间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过了许久 一道声音悠悠响起 你们别忘了 白象可是不久前 才把扶桑国的运输机给干掉了 按照白象以往的性格 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而且 你们想想扶桑国出世 那个国家最高兴 面对这样的问题 众人很快就有了答案 要说全世界谁最恨扶桑国 除了华国 还能有谁 不会吧 难道这白象 真跟华国在一起了 这怎么可以 要知道 华国与白象 可是亚洲地区的人口大国 他们随便一个 在其他地方都能搅乱一切 也就在亚洲 他们才能相互撤走 结果现在你给我说 白象跟华国在一起了 我看你是稍糊涂了 这两个国家的人口 加起来 都有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了 他们一旦联合 后果不敢想象啊 但是 你要说他们没在一起 那无人机怎么解释 总不可能是地理冒出来的吧 众人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看向一旁的麦克瑟瑟了 而麦克瑟瑟 看着众人的表情 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现在全球的局势 越来越复杂了 即便是鹰匠 恐怕也不能不动如山了 必须要想办法了 与此同时 华国正是晚上的九点钟 苏江也结束了今天的直播 看着刚刚关闭的电脑 苏江伸了一个懒腰 今天的鱼竿 卖得还不错 看来要不要多久 也能成为知名鱼竿了 不过 就在苏江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看到张灵 拖着疲惫的身躯 来到了办公室 刚一进门 张灵整个人就瘫倒了 有些有气无力地 对着苏江说道 老板 不行啊 你这个光起油漆 实在是太难找了 我今天找了一天材料 都没有发现合适的 听到张灵的诉苦 苏江热心地端来了一杯热茶 他也明白 光起油漆的材料很难找 所以 这几天都得辛苦张灵了 不过 他也得问问进度 那老张 你收集得怎么样了 还差多少 面对苏江的问题 张灵强行直起身子 随后看着苏江说道 还差一些材料 但需要量极大 所以 还差一点时间 至于其他的材料 我们倒是解决得差不多了 关键材料也有了 不过 这一切都得感谢 李江主任的支持 要不是有他的供应 民间市场 还是很难拿到 关键性材料的 我相信最多两天 材料就会极其 听着张灵的回答 苏江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李江主任别的不说 在这方面倒是挺下功夫的 当听到苏江需要一些新材料的时候 直接拍着胸脯 对苏江保证 要不是有他在 苏江想要集齐材料 还是做梦吧 有些材料完全就是国家管制的 哪怕你想自己造都没原材料 不过 苏江还是对着张灵说道 做生意就是这样 互帮互助 毕竟李江他们在我这里拿货 可都是最低价格 这样事都不帮我 那我以后还怎么给他低价 文言 张灵微微点头 同时 他接着说道 老板 虽然尤其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无人机的改造 已经快成功了 一听这话 苏江整个人愣住了 我去 他手底下 都是一群什么人 这么快就把无人机改造完成了 牛批 正想着 张灵一把就拉起了苏江 两人向着车间跑去 准备检验一下改造无人机 第83章 改装无人机 很快 苏江他们就来到了无人机工厂 自从他们将这个无人机工厂收购以后 也开始了工厂的改造 原先的无人机工厂虽然很大 但是在苏江生产的无人机面前 显然不够看 小小的仓库 装了十几架无人机就被塞满 无奈之下 买了工厂后 苏江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扩大工厂规模 正好无人机工厂 旁边还有几块没有开发 于是 苏江靠着李江的关系 直接把这几块白嫖到手了 有时候 苏江也很庆幸 要是他没有跟国家扯上关系 那自己的生意 不可能做得顺利 毕竟 他这生意说得不好听点 就是掉脑袋的 所以 苏江决定加强与国家的合作 正想着 苏江他们就来到了无人机工厂的车间 苏江四处望了望 发现确实比之前好多了 而一旁的张灵 看着苏江的表情 适时地开口说道 老板 我们这次改造 总共投入了一百万 后续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造 听到张灵的安排 苏江点了点头 这些事 他很放心地交给张灵 这些事 你看着办就行 钱不够了 你写申请 我批条子 文言 张灵也是微微点头 别的不说 苏江投钱的速度 确实不一般 说投就投 丝毫不拖泥带水的 不多时 两人就来到了 存在着改造无人机的位置 只是刚刚进门 苏江的眼前 顿时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 定眼一看 苏江发现 这是一个机翼盏26米 机掌13米 机高4米的大家伙 看着这大东西 苏江满意地点了点头 光是这造型 一般人要是看到了 绝对会吓一跳 同时 张灵也在一旁 为苏江介绍道 老板 这无人机 我们已经测试过两次了 发现它的性能很厉害 这款无人机的 最大航时40小时 飞行上线1万米 载重3吨 同时飞行距离 也比之前的无人机更远 大概7000公里 听着张灵的解释 苏江微微点点头 他对这款改造无人机的性能 有过了解 知道是比之前的无人机更厉害 只是没想到 能力还这么多 苏江也是有些感慨地说道 不错 老张 没想到你 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这款无人机给改造出来 只要咱们 有了这款无人机 我们足以卡时间 任何一个国家的脖子了 到时候 这款无人机的定价权 就在我们手里了 这是苏江的打算 做生意 肯定是追求做大做强啊 不然干嘛做生意 以前其他的东西 什么煤气管 拖拉机 钢管 鱼干啥的 虽然性能很好 但不是苏江真正追求的 因为这些东西在市场上有很多替代品 而其他国家之所以会选择他们的东西 完全是因为价格足够低廉 所以才会受到他们的追捧 但要是苏江的产品价格不够低廉呢 这些人还会喜欢吗 别看现在这些人有求于自己 一旦出现了比自己更低价的产品 别说更好了 就是一样的品质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舍弃 虽然这件事不怎么可能 但苏江还是要防范于未然 所以 他才会这么迫切地需要这款无人机 有了这款无人机 他完全可以说一句 爱买不买 不买就滚 想想就美滋滋 随后 苏江看着眼前的改造无人机 那流线型的机身 银灰色的涂装 完美符合苏江的审美 而且 这无人机的机身上 布满了用来减震的气垫层 使得无人机显得格外霸气 比什么白天鹅 F16 B2好看多了 果然 还是自己的儿子更香 更好看 苏江有些满意地 在机身上来回妈撒 甚至最后 整个人都贴在了无人机的身上 这样的动作 在张灵的眼中很正常 这才是男人的浪漫 当初把这无人机造出来的时候 张灵甚至都想跟无人机睡一起了 这简直就是航天工业的完美结晶 正想着 一旁的苏江开口了 对了 老张 这无人机的成本如何 成本是一样产品 能不能量产的关键问题 要是成本太高 别造两架 都只能卖出去一架 那可就砸手里了 听到这话 张灵迅速掏出了一份资料表 递给了苏江 同时 张灵也在一旁为苏江解说 老板 这款无人机的成本说实话 我自己都认为有点离谱 文言 苏江眉头一皱 难道成本很高吗 不应该吧 系统出品 不至于有很高的成本吧 还没等苏江多想 张灵就继续说道 老板 这无人机 因为有图纸的精打细算 所以 一架的成本只需要 说到这 张灵咽了咽口水 继续说道 只需要35万每刀 如果后续材料供应做起来 还会更便宜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松了一口气 不是 大哥 你压的 说话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你这样搞得我很容易出事啊 不过 苏江对于这个成本还是很满意 这个价格 绝对是压缩极致了 后续材料价格下来 甚至还能便宜几万刀 看来 这无人机可以进行量产 干得漂亮 不过 在此之前 苏江还有一件事需要忙 那就是给自己的无人机找点顾客 现在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的话 苏江想要顾客 就只有指望其他国家的人来购买 然后在实战中打出名声 后续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到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苏江有了大客户 有什么新产品 直接给大客户发就行了 正想着 苏江就掏出了手机 对着改造无人机 就是一顿拍 全方面无死角 甚至苏江还给视频配了一段文字 想要战斗吗 想要快乐吗 请认准江泽机械厂牌无人机 给男人飞一般的感觉 随着这一段模型的视频拍摄结束 苏江顺手就发给了李江 他知道 李江对这东西绝对感兴趣 最后 苏江甚至给李江发了一条消息 好货 速来 等你 很快 苏江的视频就发送出去了 而后 苏江也开始了其他的事情 他看着一旁的苏江 对着他说道 对了 老张 接下来 你有的忙了 你准备准备 看看能不能再招收一些工人 接下来 我们需要提升产量了 马上就会有大的订单来 苏江这话 可不是空穴来风 以他对李江的了解 只要他看了这视频 肯定会屁颠屁颠地跑来的 听到苏江的命令 张灵也是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知道苏江的打算 但是只要是苏江的命令 他都会去完成 是 老板 我会尽快把产量提起来的 第八十四章 嘉前 此时 华国的首都附近 一处空军基地内 李江正在组织一群人卸货 虽说到了他这个地步 也不需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了 但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 李江还是决定 自己亲自独办 随着最后一箱集装箱落下 李江也把旋车的心落下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空军司令 也来到了李江的身旁 刚一见面 空军司令就笑呵呵地说着 今天还真是辛苦李主任了 这种事 还需要你亲自跑一趟 一听这话 李江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不来行吗 我要不来啊 你多办 要让人请我了 文言 空军司令也有些无奈 这不是找他有事情商量吗 来来来 咱们去屋里谈 听到这话 李江也是跟在了空军司令的身后 来到了一处安静的房间 随后 李江自己给自己接了一杯水后 就听到空军司令开门见山地说到了 李主任啊 我今天找你来 其实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空军未来的发展趋势 说到这 空军司令也是无奈 这个世界是疯狂变化的世界 他们也需要紧跟时代潮流 否则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取代 所以 空军也在寻求突破 就在空军司令思考的时候 李江开口了 这倒是 以前哪有这么多的高科技 你看现在 打仗都不需要真人上了 一个无人机 可比真人造成的伤害大多了 还不会有牺牲 这种事 在李江看来 是件好事 可这需要各个国家 时刻保持创造力 否则 谁跟不上发展 谁就会被淘汰 哎 而且 最关键的一点是 自从技术开始融入各行各业后 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了自主研发 其中就以苏江的工厂为例 他的产品实在是太好了 甚至很多国家都比不过他们 一想到这 李江不由地说到了 我觉得苏江的工厂就挺不错的 咱们可以向他取取经 一听这话 空军司令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可是空军 难道还不如一个小小的工厂吗 你这完全就是歧视啊 不行 我得找回厂子 随后 空军司令就对着李江说道 李主任 我承认苏江工厂做的产品很好 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科研方面还是得看我们 苏江毕竟是个商人 可能一次两次对科研有突破 但不可能长久以往的 所以 我们只能跟苏江合作 但不可能向他寻求经验 听到这话 李江也很无奈 他算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只是他没想到 空军司令是这样想的 不过也是 空军很多年就开始研发工客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一直没有成功 结果被苏江搞出来了 还有那无人机 空军下的本也不少 可还没等项目正式开始呢 苏江又给他搞出来了 这样下去 空军别做研发了 直接等苏江吧 反正万能的苏江 啥都能造出来 唉 一时间 李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就在这时 李江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一看 发现竟然是苏江这小子 这让李江有些好奇 上次苏江给他打电话 还是他准备白瓢无人机工厂 旁边的几块空地呢 结果第一拿到手 苏江就给他玩起了消失 现在竟然有时间给他发消息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但李江还是点开了消息栏 瞬间 苏江制作的魔性视频 在整个房间里响了起来 看着视频里面的无人机 再看了看一旁的字幕 嗯 对位了 这就是苏江的做法 可以确定了 不过 最让人震惊的 还是视频里面的无人机 这无人机怎么看着 比自己刚买的无人机还要打 我去 苏江你想要干嘛 同时 李江将手中的视频 不自觉地给一旁的空军司令看了看 他刚不是说 苏江的科研能力不行吗 现在不就来了 这不就给你整了个大的 看着近在咫尺的手机 空军司令陷入了沉默 等会 这无人机是怎么来的 你不是刚刚研发出了新式无人机吗 你怎么还带改造的呀 可看着空军司令沉默 李江倒是饿了 嘴里甚至开始了夸奖 哎呀 苏江这次倒通得不错呀 你看这无人机 一看就是偏向于大型的 哎 有时候 咱们也不得不说 有些企业的科研能力并不弱呀 正说着 李江便对着苏江发了消息 好的 我明天就过去看看效果 看着李江发送消息 一旁的空军司令沉默了一下 过了半天 他才接着说道 那个 李主任 你明天去看的时候 合适的话 再买一点吧 一听这话 李江顿时笑了 看吧 我就说 苏江的货很不错吧 所以 自己的决定没错 要对苏江多进行帮助 此时 万里之外的丹朗 会议室内 一群人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 不好 这几天又有国家给犹太国军事援助 而且规模很大 听到这话 一旁暴脾气的艾哈迈德 率先站了起来 这群该死的家伙 天天说什么和平 结果我们 被打到家门口了 还不许我们反击 我们一反击 这群家伙就开始援助 他们之前怎么不援助我们 面对艾哈迈德的愤怒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这群打着和平的家伙 完全是想把自己打死 才算结束 他们不能屈服 丹朗想要反抗 可他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犹太国的军事援助 越来越多 这让丹朗好不容易扳回一局 一下又落入了下风 这时 一旁的尼古拉斯站了起来 手中拿着一堆情报 对着众人说道 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 就在半个小时前 前线那里 敌人有不少坦克连出现 甚至还有空中战斗机 直升机一同出现 估计这几天就发动攻击了 听到尼古拉斯的回班 众人皆是摇了摇头 他们没想到 犹太国的动作这么快 这才得到军事援助多久 这就想要迫不及待地 将这些武器运用到战争中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纷纷请站 首领 我们必须尽快布置 敌人可不会等我们 是啊 首领 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了 文言 首领也只能摇了摇头 对着众人安抚道 难道 我就不想要战斗吗 可是怎么打 打了以后呢 大型作战对丹朗来说 太吃亏了 虽然我们有了几个 先进军事资源 这使得我们在 小规模的作战取胜 但是这次 敌人准备发动集团作战 这是我们办不到的 毕竟 我们之间差距还是太大了 首领正说着 屋外的一个士兵跑了进去 报告 就在刚刚 西南方向已经开始 小规模交火 敌人的攻势很猛 他们可能撑不了太久 一听这话 首领也明白了一件事 犹太国这是铁了心了 不行 不能让他们得逞 随后他对着一旁的说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只有三件 一 将西南方向防守住 如果不行 就放掉阵地 保存有声力量 文言 众人点了点头 二 埃哈迈德 你现在就去寻求援助 以主的名义 开启圣战 听到这话 埃哈迈德也是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首领竟然都说出了圣战 可现在这个情况 也不知道 有多多少国家会援助他们 最后 首领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三 尼古拉斯 你去邻国做最快的航班 前往华国 我需要你尽快采购一批武器回来 这一切 钱不是问题 能加钱就加钱 明白吗 尼古拉斯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很重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 第85章 这无人机是不是太大了 就在丹朗准备寻求援助的时候 隔壁的犹太国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军事基地内 一群人正看着源源不断被运输到前线的物资 这些物资都是其他国家对犹太国的援助 也是对犹太国战争的认可 不过也是 毕竟 他们可是为了和平而去的 就是不知道这丹朗抵抗什么 难道他们不需要和平吗 唉 就在这时 犹太国的指挥官看着一旁的车队 对着身旁的士兵问道 怎么样 这次的军事援助来了多少 应该足够我们彻底消灭丹朗了吧 听到这话 一旁的士兵立刻站了出来 同时 手里还拿着一堆文件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个国家的名字 只听到他对着指挥官说道 报告 这次的军事援助分别是约翰牛 高如基 还有棒子等九个国家 他们援助的军事物资足够我们一个月了 不过 说到最后 士兵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这让指挥官有些疑惑 怎么了 这人怎么连汇报都汇报不好 出事了 于是 指挥官对着士兵说道 发生什么事了 面对指挥官的疑问 士兵也只能如实回答 还有扶桑国的军事援助 在经过白象境内的时候 被白象击落了 一听这话 指挥官心里也是一惊 等等 击落了 这么唬吗 不管怎么样 直接击毁一架飞机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而且 击落扶桑国运输机的人 竟然是白象 有没有搞错 白象啥时候 也出来凑热闹了 这些年 他们也没有得罪白象了 难道只是单纯地看扶桑国不爽 也不应该啊 再怎么不爽 也不会直接将飞机击落 这已经不是爽不爽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打脸了 不过 以扶桑国的性格 只要阴将不发声 这是多半会过去 但也不至于让白象痛下杀手啊 我去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在指挥官思考的时候 一旁的士兵坐不住了 他小声地对着指挥官说道 长官 我们是否需要对白象展开 面对这名士兵的回答 指挥官只是瞥了一眼 这货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你还嫌弃我们 打得不够多吗 现在一个单狼 就把他们抠成这样 再来一个白象 那直接别打了 等着阴将下场吧 但指挥官嘴里 却是换了一番说法 毕竟 这货家父比他大一级 还得注意一下 只听指挥官对着他说道 不了 白象对于我们而言 那也是庞然大悟了 现在不能与他们起冲突 等我们收拾完了丹朗 再说吧 只要把丹朗的战线拉住 我们的失去的领土 就会回归我们的怀抱 到时候 再跟白象算账 听到这话 一旁的士兵点了点头 确实 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还是丹朗 至于白象 不急这一时 等有机会了 再收拾他们 这时 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报告 根据我们在丹朗的线人回报 目前丹朗的弹药已经不足 恐怕 他们会在近期前往华国 购买军火 我们是否要进行阻拦 文言 指挥官摸了摸下吧 随后对着士兵说道 没事 华国的军火商 也影响不了战局 就以我们的这些现代科技 完全不是什么 没器官能力挽狂澜的了 所以 不要怕 就算他们现在去购买 几时能回来也不知道 或许 等他们买到了 丹朗也已经不存在了 听到这话 士兵也是一愣 是啊 为什么要担心这种事 只要在华国的军火到达之前 把丹朗灭了不就行了 有道理啊 与此同时 江泽机械厂内 苏江正在工厂的仓库里 来回巡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现在他的工厂占地面积 比之前足足大了五倍 已经能够摆下 他们生产的拖拉机与无人机了 看着眼前成排的 寒光灵灵的装甲拖拉机 以及一排排的无人机 苏江不由地生出一阵感慨 有时候啊 人生 就是这么的无常 别的国家还在为了武器弹药而忙活 结果到了苏江这里 这满仓库的拖拉机与无人机 就是去工法一个小国家 都绰绰有余了 不知不觉间 苏江正在向着军火商稳步推进 一想到这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再这么下去 他们的生意 能够做得越来越大了 这是好事情啊 同时 苏江也看了一眼系统任务 光起油漆一千份 航母阻拦锁三百份 改造无人机八十架 这倒是不算难 改造无人机已经做出来了 接下来只需要售卖就行 毕竟 他就不信 国家不对 自己的无人机不感兴趣 现在唯一难的就是 光起油漆与航母阻拦锁 特别是航母阻拦锁 现在连毛都没有一根 光起油漆起码有毛了呀 看来得再催催了 尽快把这两件东西给造出来 还得辛苦老张了 就在这时候 苏江的手机一阵震动 这时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拿出一看 发现竟然是伊万的 这让苏江来了兴趣 伊万每次来都是大手笔 所以接到他的电话 苏江可谓是喜出望外 很快对面传来伊万的声音 只是这一次的伊万 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只听到伊万这么说道 苏老板 好久不见啊 你的无人机的确是好用 我们已经安排人前来了 估计明天就能到达 文言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他就喜欢这样的做法 你要是准备做生意 就直接说 别给我七扭八扭的 你买东西 我会不卖给你 简直笑话 随后对着伊万说道 行 只要有钱 要啥有啥 我随时准备着 听到苏江的话 伊万也是微微点头 别的不说 就苏江这种 在商言商的性格 确实吼 从来不会给你打马虎眼 说卖就卖 简直就是一个良心商人 于是 伊万也准备跟苏江套套近乎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结果还没等伊万开口 苏江那边就有了变化 只听到一阵刹车声传来 随后就听到了苏江的声音 李主任 只见李江这次来到的 可不是一辆车 而是十几辆车组成的车队 同时 李江从最前方的一辆 红旗L5走了下来 面带笑容走向苏江 看着苏江的模样 李江不由地打趣道 苏老板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还在聊海外生意啊 李江一下就能猜出 苏江在跟谁通话 毕竟 苏江的客户就那几个 全都是国外的 国内的一个都没有 而当苏江听到这话 也是对着伊万说了句抱歉后 就挂断了手中的电话 匆匆来到了李江的身前 对着李江说道 哎 李主任 这不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过硬吗 所有都来照顾生意 听到苏江的解释 李江也是点了点头 他并不在意 苏江跟谁做生意 只要苏江心里有数就行 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那就是好孩子 于是 李江也是开启了话题 对了 苏老板 你这次可不地道啊 竟然把视频做成那样 你不知道啊 当时空军司令看到那视频 可是脸都黑了 一说到这 李江也很无奈 苏江这货的审美 绝对有问题 把一个好好的介绍视频 愣是做成了土嗨视频 不过倒是在空军司令面前出了口气 而一旁的苏江文言 也是挠了挠头 哎 这不是与时俱进吗 接下来 我准备进军短视频 你看我的剪辑水平怎么样 听到这话 李江也是眉头一皱 说实话 你还是别进军了 就你那剪辑水平 算了 不说了 免得你丢脸 于是乎 李江的话风一转 直接表明了来意 对了 苏老板 你不是 要给我看无人机吗 无人机在哪呢 一听这话 苏江有些疑惑 等会 你不是要说我的剪辑水平怎么样吗 怎么一下就不说了 我去 我的剪辑水平有这么差吗 你竟然连夸都不夸一句的 则 不过 苏江还是在前方为李江带路 还是做生意重要 来来来 在这里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无人机场 看着扩大了数倍的无人机场 李江微微点头 合着苏江在他这白嫖的地 用在了这地方 还行 随着大门推开 苏江他们就来到了无人机工厂的内部 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无人机 只是一眼 李江就感受到了压迫感 这无人机 是不是太大了 第八十六章 你是懂享受生活的 工厂仓库 李江看着眼前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无人机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以前的无人机就已经足够炸裂了 但是没想到 苏江这次制造出来的无人机更加炸裂 你看那硕大的机身 你要不说他是无人机 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战斗机了 也是 谁家好人会把无人机做这么大 这苏江到底有什么爱好 竟然喜欢把无人机造得这么大 不过 大点好啊 那说明他的能力 也比一般的无人机厉害 想到这 李江对着苏江问道 苏老板 不愧是你啊 竟然又在无人机领域 向前大踏步了 你这无人机 要是拿出去的话 世界上其他厂家 多半都得气死 不过 你能给我讲讲 这无人机的性能吗 我也好有个底 文言 苏江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直接对着李江介绍 而是招呼来了张灵 老张 来 演示一下 听到这话 张灵也是说干就干 急忙招呼一群人 将无人机给搬到了空地里 张灵 而看着忙活的张灵 李江也是微微点头 很快 张灵就将无人机启动了 无人机的螺旋桨开始飞速旋转 恐怖的能量在无人机的体内爆发 瞬间 无人机直冲云霄 苏江的无人机与其他的无人机有很大不同 就是它的瞬间爆发速度太快了 可以在三秒内完成升空 虽然其他无人机也可以做到 但那都是小型的无人机 而苏江这种超大型无人机 竟然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 足以说明 苏江的无人机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所有厂商 随着无人机的起飞 苏江也在一旁为李江介绍道 李主任 你看 这款无人机的最大航时可以达到40小时 同时 飞行上限1万米 最大载重量可以达到3吨 而且 飞行距离也比之前的无人机更远 大概7000公里 可以说这是之前无人机的升级版版本 听着苏江的介绍 再看着一旁操纵的张灵 李江有些猛逼 等等 你这怎么看着怪怪的呀 你的无人机比之前大了就不说了 怎么信呢 还比以前强了 合着你还真是升级版 不仅体积变大了 其他数据也提升了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别人的升级不是这里扣一点 就是那里扣一点 怎么到你这了 就是全面升级了 离谱啊 要不是 苏江的信誉没有问题 李江都快要怀疑 这个数据是假的了 毕竟 谁能想到一个几十米的无人机 比战斗机还牛批呀 过了许久 李江才回过神来 他看着眼前缓缓降落的无人机 对着身旁的苏江问道 苏老板 你的无人机确实不错 甚至比你之前的无人机还要厉害 所以 这样的一架无人机 你们的售价是多少 我心里也好有个底 听到李江的疑问 苏江微微点头 终于到今天的重头戏了 一旦李江开始问价 那就证明他已经动心了 不过 接下来的这个价格 李江肯定会满意的 只见苏江对着李江比了一个数 随后轻声说道 李主任 咱们都这么熟了 咱也不坑你 而且 你还给我了那么几块好地 这次说什么 我也要给你便宜些 听到这 李江微微点头 苏江还是挺好的 至少知道知恩图报 也不枉费自己 把无人机工厂的几块地摆给他 而且 要是苏江给他们的价格 确实是低价 那李江说什么 也会给苏江一些补偿 正想着 苏江就爆出了自己的价格 所以 最低价格 1800万一价 怎么样 良心吧 咱们这对外 都是要400万每刀打底 听着苏江爆出的价格 要是有着心理准备的李江 也感到吃惊 1800万 比之前的无人机贵不了多少 但性能确实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可以说 这个价格极为良心 看得出来 苏江确实是诚意十足了 于是 李江对着苏江诚恳地说道 苏老板 你不愧是良心商人 你这无人机 竟然只要1000多万 实在太便宜了 说到这 李江也是微微一笑 以华国目前的经济条件 这点价格毫不费力 毕竟目前一辆概念及跑车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随后 李江继续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这一次 你的无人机 我先就购买十架 你看看 多久能出货 听着李江的疑问 苏江点了点头 十架无人机 还得是国家啊 大手笔 不过 他也开始盘算 现在无人机的产量 然后 对着李江说道 李主任 如果是十架的话 以我们的产量来看 最迟后天就能出货 如果出货 我会第一时间送给你的 文言 李江也是笑了笑 随即 两人就开始了交易 很快 两人的交易完成 看着合同的签署 李江也是送了一口气 这个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随后 李江也开始 对着苏江开起了玩笑 对了 苏老板 你这一下 就收入一亿多 我倒是挺好奇 你把这钱用在哪了 我看你们工厂 除了把这无人机厂 扩大了些 其他没什么变化 毕竟 你现在随便一单 都是上亿的利润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他自然是知道 这钱是用哪了 随后 苏江就对着李江 开始了诉苦 哎 李主任 别提了 你别看我们的赚得多 但是花得也多呀 就看这无人机 正说着 苏江拍了拍一旁的无人机 钢铁铸成的机翼 发出砰砰的声响 同时 苏江的声音也传来 要是没有前期的投入 这东西 怎么造得出来 听到这 李江也是点了点头 他虽然没有亲身进行科研 但也知道 科研成本确实很高 特别是苏江这种高精尖的科技 更加费钱 什么 你说苏江的无人机 不算高科技 尼亚达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什么 这都能飞七千公里了 还不是高科技 正想着 苏江接着说道 还有一部分钱 也需要作为奖金 这几天的订单太多了 不给奖金 工人也扛不住啊 这倒是真的 虽然苏江 想要二十四小时连周转 但是工人不行啊 所以 苏江开启了奖金制度 每个月光奖金 都花了三四百万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文言 李江也是点点头 表示认可 苏江这种做法 倒是没问题 要想马跑 要想马不吃草 这种事 怎么可能发生 最后 苏江也是说了一句 当然 还有一部分钱嘛 那肯定是拿来享受的 毕竟 我苦了这么多年 享受享受怎么了 ,正说着 苏江看了一眼李江的汽车 对了 李主任 你这个红旗L5卖不卖 你要卖的话 记得通知我一声 听着苏江的话 李江满头黑线 你是懂享受生活的 这玩意 是想买就能买的吗 但考虑到苏江的贡献 李江还是对着苏江说了一句 卖是不可能卖的 但是可以送你一台 我明天就让人给你送来 第87章 厂里的安保特色 听着李江轻描淡写的话语 苏江虎曲一阵 啥玩意 你白送 我去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李江竟然舍得给自己送汽车了 我了个发 自己今天一定是没睡醒 否则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 一时间 苏江也失了神 而一旁的李江 看着苏江的这副模样 也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过也对 那可是红旗L5啊 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呢 所以 苏江有这种反应 也不奇怪 至于李江 为什么想到给苏江送汽车 这完全是因为 苏江太良心了 他一架无人机 就少赚了自己600万 而他一口气买了十架 苏江足足少赚了6000万 这可是6000万 苏江竟然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 这样的魄力 这样的信任 就算是李江也感到钦佩 别说是一台汽车了 就是十台小汽车 他李江也送得起 这才是良心的典范 于是 他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你放心 我保证 你的红旗跟我一模一样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好 那就多谢李主任了 不过 苏江也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他是不是也该配个司机了 现在出门都是让张灵开车 这样下去 张灵迟早累趴下 所以 这个司机还是要早点找到 想通了以后 苏江继续跟李江谈着 过了好一会 李江才开始 对着苏江告别 他要早点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空军司令 于是乎 听到李江对着苏江说道 那么 苏老板 我们就告辞了 后天我们准备来运货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好嘞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给你准备好的 你慢走啊 望着李江的车队 驶出大门 苏江也是伸了身揽腰 又完成一个大订单 这个月 月入一亿的小目标达成了 于是 苏江也准备去好好享受享受 只听到他对着一旁的张灵招呼着 老张 走 去网吧 今天看我柴死你 面对苏江的邀请 张灵也很无奈 谁家老板享受是去玩游戏啊 还是去网吧玩游戏 哥 有时候 我觉得 你应该换个爱好 你这样说出去 我都不好意思 说你是我老板 不过就在苏江他们准备出门的时候 尼古拉斯有些好奇 望了一眼刚刚离开的车队 这是怎么了 这么大阵仗 老板又进局子了 一想到这 尼古拉斯也是小心了一点 只见他戴着鸭舌帽 压低了身形 向着大门靠近 而这一幕 也是落入了门口保安的眼中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这人有问题 看着像是军队里面出来的 要小心 随着交流完毕 保安们也握紧了手中的防暴差 他们是保安 不是士兵 只能用这些东西了 随着尼古拉斯走进大门 还没等他开口 就看到数把防暴差 从各个角度冲了出来 直接将尼古拉斯 牢牢地固定在地上 使得他动弹不得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也让尼古拉斯 有些措手不及 我去 咋了 这是 之前那大门 不是想进就进吗 怎么现在就成了这样 自己还没说话呢 就被一对叉子 给按在地上了 老板真的犯事了 这由不得尼古拉斯不怀疑啊 毕竟 他也是士兵 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这群暗自己的人里面 有不少好手 这尼玛 一看气质 多少是正规军退役 惹不起啊 于是乎 尼古拉斯就开始了大声嚷嚷 苏老板 苏老板 救命啊 苏老板 我是尼古拉斯啊 我是好人 远处准备出门的苏江 听到了尼古拉斯 撕心裂肺的声音 这声音有点熟悉啊 怎么感觉在哪里听过 扭头一看 好家伙 原来尼古拉斯被保安给按在地上摩擦了 这怎么能行啊 这可是自己的大金主 一想到这 苏江连忙跑到了保安的身旁 快快快 放开他 这是我朋友 没问题的 听到这话 保安们也松了手 插错人了 这不得扣奖金吧 不过 苏江也没有心思去管保安们的想法 毕竟这个命令是他下的 而这群人也没有见过尼古拉斯 被插在这 倒也正常 只是 尼古拉斯短短时间 就灰头土脸了 于是 苏江准备带他去清理一下 可尼古拉斯 压根没有清理的想法 直接就对着苏江 开始诉苦了 苏老板 你这次可一定得救救我们啊 目前的丹朗 简直是四面楚歌 犹太国家大业大 抵运远在我们之上 我们根本耗不起 所以 您这次一定要帮帮我们 闻言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心里感慨了一句 小国家确实不容易 特别是丹朗这种 旁边有恶邻居的小国家 更加不容易了 正想着 苏江就带着尼古拉斯 向着办公室走去 接下来的话 显然不适合当着保安们说了 很快 两人来到了办公室 尼古拉斯刚一坐下 苏江就开口了 尼古拉斯 放心 不会有事的 只要钱到位 别说犹太国了 就是鹰匠都能碰一碰 走 哥们带你去看一批新商品 看着满身匪气的苏江 尼古拉斯也是点了点头 他发现 苏江自从生意越做越大 人都开始自信了 不过 也不至于这么自信吧 难道 苏老板又研发了什么好货 一想到这 尼古拉斯就加快了步伐 紧紧跟在苏江身后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无人机的仓库 看着熟悉的工厂 尼古拉斯微微一愣 他怎么感觉 这厂子变大了 苏老板啥时候改造出来的 不过 他心中也有了一些预想 这里是无人机厂 那仓库里放着的 肯定也是无人机 只是 无人机 他们不是已经买过了吗 难道苏老板忘了 但尼古拉斯 还是老老实实地 跟在了苏江的后面 来到了仓库内 随着灯光打开 尼古拉斯的眼前 豁然开朗 只看到这硕大的仓库内 竟然密密麻麻摆放着无人机 如果只是无人机 也就算了 可是这无人机 怎么比之前出售的无人机还要大 苏老板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确定你这是无人机吗 你这明显 是把战斗机的驾驶室 给我拆了呀 谁家的无人机这么大 你说它是轰炸机 我都信 随着靠近 尼古拉斯的声音也开始有些颤抖 苏老板 这真的是 无人机 这这这 无人 第88章 大单子 抬头望着眼前这个硕大的无人机 尼古拉斯也是咽了咽口水 他不是没见过无人机 苏江的无人机更是亲自操纵过 只是这个无人机 是不是太离谱了 这年头的人不都追求小巧 惊悍吗 怎么苏江就不是这样的 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把无人机越做越大 之前的无人机就已经够大了 但现在这个无人机怎么又变了一个样 相对于之前的 机身结构更加复杂 体积也要大很多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确定你做的是无人机吗 不过 尼古拉斯也来不及多想什么了 这无人机看着就厉害 应该能够把胜利的天平拉过来 于是 尼古拉斯对着苏江 询问这台无人机的价格 苏老板 您这无人机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我敢说 它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 所以 能告诉我 这架无人机的售价吗 听着尼古拉斯一长串的话 到了最后 才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 使得苏江也是一愣 不是大哥 你要是问价格 你直接问就行了 怕啥呀 不过 苏江转念一想 尼古拉斯他们国家 最近在犹太国的压迫下 确实挺惨的 而且 犹太国还有一堆盟友 在给他们提供军事援助 而丹朗 却是什么也没有 有可能尼古拉斯 是在害怕苏江 也不愿意给丹朗售卖武器 所以 才显得这么卑微 但是 他想错了苏江 给丹朗卖武器 是为了打犹太国 更是为了打犹太国 背后的鹰匠 我去 我这不上 你放心 只要你来买 我就敢卖 反正是欺负鹰匠 于是 苏江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你也看到了 这架无人机的大小 比之前的无人机大多了 所以 我们这次对它的定价 是400万美刀 你看咋样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整个人有些猛逼 这个价格倒是不贵 之前的无人机 都卖300万美刀呢 这个升级了 涨涨价也正常 不过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东西 能不能试一下 于是 尼古拉斯大着胆子 对苏江说道 苏老板 这个价格不算贵 不过 我是否可以试飞一下 我心里也好有个底 你看如何 文言 苏江点了点头 试飞这种事 很正常 毕竟一架无人机 400万美刀呢 只要不是傻子 都会选择试飞 而且他也信得过 尼古拉斯 毕竟是老客户了 信誉还是有的 但苏江 还是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是非当然可以 不过 不能在华国试飞 你还没飞 恐怕就要 被打下来了 这东西 毕竟太大了 至于为什么之前 敢在李江面前试飞 哥 你要不要听听 你说的什么话 李江是谁 那都是可以跟空军司令 聊天的大佬 临时给苏江他们 划个航线出来 不是轻轻松松 就算一时误飞了 有李江在 还能出事不成 而一旁的尼古拉斯 则是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是明白一件事 这么大的无人机 在华国境内是非 和着使完全没有区别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他现在有求于华国 万事都要以 华国的规定为先 都惹是生非 最后 尼古拉斯对着苏江 点了点头 哎 看您说的 咱们知道多久的交情了 我还信不过你吗 但是这次 我出来的姐 可能没有带够钱 所以 只能先定够 七架 现在就可以 把定金打给你 正说着 尼古拉斯也是开始了 自己的操作 给苏江转账 他这次出来 只带了三千万美刀 刚刚够七架无人机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丹朗目前的处境很差 只能靠这些科技援助了 看着手机上发来的信息 苏江点了点头 看 这就是为什么 他喜欢这些歪国人做生意 他们打钱是真不含糊 说打就打 同时 苏江也是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对了 你还可以购买一些煤气罐啥的 这样也方便无人机高空送达 文言 尼古拉斯狠狠点了点头 他们现在就是缺煤气罐这样的武器呢 就是苏江不说 尼古拉斯也会自己提 现在苏江说出来也行 只是这无人机的载重量这么高吗 还能运货 但尼古拉斯也没有多想 而是直接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除了再来一批煤气罐 我还需要三十辆拖拉机 拖拉机也是必须的 苏江生产的钢管 这些还有 但是拖拉机就太难受了 犹太国就对着拖拉机精准打击 虽然有着无人机的侧应 但奈何犹太国这货 喜欢战术轰炸 很不幸 有许多拖拉机 都是在这种攻击下 被击毁了 所以 他们现在的拖拉机缺口很大 要不是钱不够 尼古拉斯甚至想要买一百辆回去 随着交易的进行 尼古拉斯也是对着苏江问道 对了 苏老板 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货 虽然苏江现在的东西很好 但是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在战争中占据优势了 只能看看 苏江这里 有没有什么新货 扭转一下战局 文言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你放心 新货肯定是有 但现在正在研发中 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你看你能等吗 听到这话 尼古拉斯也是一愣 他只是问问而已 没想法 苏江真的有新货 你们工厂真的就走在时代最前沿吗 想到这 尼古拉斯也是对苏江的新货来了兴趣 于是 他对着苏江说道 那行 苏老板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几天 我就在附近住下了 你要是研发成功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 面对尼古拉斯的要求 苏江倒是没什么意外 也是点头答应了 放心 有消息了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听到这话 尼古拉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苏江说着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需要麻烦苏老板你 就是这一批货 能够尽快运往丹朗吗 毕竟 你知道的 文言 苏江也是明白了尼古拉斯的想法 看来丹朗的战士真的很紧 这还是尼古拉斯第一次催货呢 既然是第一次 苏江怎么会让尼古拉斯失望呢 只听到他对着尼古拉斯郑重说道 你放心 只要货好了 我立刻就给你送到丹朗 走特快专线 第89章 中东的处境 过了一会 尼古拉斯便与苏江告别了 他他需要将这个好消息 汇报给首领 同时 也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做汇报 来到大门处 尼古拉斯的双手 紧紧握着苏江的手 苏老板 这次我们只能依靠你了 还请你多多关照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点点头 看得出来 丹朗确实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因此 苏江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得到苏江的承诺 尼古拉斯也是离开了 就是在路过保安的时候 明显有些饭处 这群家伙 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而望着尼古拉斯的背影 消失在转角处 苏江也是回到了办公室 结果他屁股还没做热 张灵就从门外跑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堆文件 看着张灵手中的文件 苏江脑门一疼 我去 这时又有工作了 这谁说老板不忙的 结果还没等苏江多想 张灵就开始开口说话了 老板 好消息啊 听到这话 苏江疑了 好消息 有什么能比自己 日入一亿的消息更好的 没等苏江多想 张灵就继续说道 咱们的光企油漆材料齐了 刚刚离主任那里 给我们找到了最后一样材料 这下 我们可以开始制作光企油漆了 对于张灵的话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如果能够造出来 也不枉费他 特意去找李江买材料了 之前苏江制造新产品 都是自己找材料 这不仅慢 而且 别人还容易不卖给自己 但是现在苏江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借力啊 明明身边有个大佬 为什么不找他帮忙 果然 当李江听说 苏江需要特殊材料的时候 二话不说 就发动了自己的人脉 为他收集材料 最后事实证明 苏江的决定是正确的 只花了一天时间 他们需要的材料不仅齐了 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白嫖到手的 看看什么叫智慧 这就是智慧 但苏江还是很关心 光企油漆的进步 那还需要多久才有成品 文言 张灵点了点头 老板 你放心 现在材料已经够了 光企油漆 最迟后天出样品 同时 航母阻拦锁 也已经开始着手制作了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搞出来了 听着张灵的汇报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但这样的进度 还是不够快 于是 他对着张灵说道 不行 这进度还是太慢了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 这阵子不会太安宁 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听到这话 张灵一乐 这是啥意思 什么又需要他们了 而苏江 也是看出了张灵的疑惑 因此 也开始为张灵解释道 刚刚尼古拉斯来了 看他的神情 丹朗目前的处境不太好 所以 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了 帮帮丹朗 而听着苏江这话 张灵也是点了点头 他明白苏江的想法了 他们的产品 与战争相关 所以 丹朗打得越凶 才能卖得越好 因此 必须赶在战争开始前做出来 想到这 张灵点点头 是 我现在就去安排 随后 张灵就准备离开 而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江叫住了他 对了 通知下去 只要能提前把光起油漆给做出来 我每人奖励五万 妈的 自己都有钱了 干嘛不给手底下的一点好处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听到苏江的决定 张灵也是点点头 奖金永远是最能激励人心的 就在张灵他们 紧锣密鼓的 开始光起油漆的制作时 丹朗境内 首领也接到了 尼古拉斯打来的电话 听着尼古拉斯在电话中的讲述 他也是不由地陷入了沉默 苏江他们 又研发出了新式无人机 之前的无人机 就已经足够了 他们并不需要什么 无人机 而是一种可以更厉害的武器 于是 首领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新式无人机 即便那无人机 是能达到F22的效果 就目前的情况 也很难改变战局 我们终究没有大型国家的支持 听着首领的感慨 尼古拉斯也很无奈 这就是小国的悲哀 别人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自己等人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但尼古拉斯 还是准备对着首领说明 新式无人机的厉害 首领 这款无人机 与之前的无人机大不一样了 他的体积更大 性能也是更好 而听着尼古拉斯的解释 首领也是 微微叹了口气 光是无人机 有什么用 就算是新式无人机 也不能改变战狂 果然 仅凭军火场 还是很难改变战局的 自己还是对华国的工厂 太抱希望了 于是 首领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算了 你买都买了 就带回来吧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正说着 艾哈迈德匆匆跑了进来 只听他大声对着首领说道 首领 不好了 犹太国又开始发起进攻了 听到这话 首领也很无奈 这已经是犹太国在今天发动的第五次进攻了 结果之前的几次都只是阳攻 使得他们的士兵疲于奔命 大部分的士兵都没有得到休息 所以 他们暂时是不能出战了 可要不出战 犹太国很有可能长驱直入 想到这 首领最后决定派出之前购买的无人机 经过这几天的损耗 无人机的数量也不够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总不能让士兵去送命 随后 首领对着艾哈迈德说道 派出无人机 前去应敌 得到命令的艾哈迈德 没有丝毫停留 立刻出发了 过了不久 丹朗的无人机便升空了 向着前线开赴 此时的前线 犹太国正发射着无数炮弹 轰炸着丹朗的阵地 那些炮弹落在阵地上 发生爆炸 火光照亮了整个战场 那些子弹 穿透了钢筋水泥和土石 一时间 丹朗士兵只能蜷缩在战壕里 面对这样的情景 丹朗的指挥官很是焦急 他已经带领手下 打出了一波反击 但却被敌人轻松化解 现在他们只能退缩防守 等待时机 可犹太国丝毫不给他们机会 只是一个劲的轰炸 这使得丹朗士兵的反击 无从说起 就在指挥官束手无策的时候 说到今天巨像 从远处传来 镇的指挥部都抖动起来 怎么回事 指挥官站了起来 走到窗外 只看到数架无人机 正在攻击犹太国的阵地 太好了 无人机来了 他们是知道 无人机的厉害的 只见犹太国的阵地上 无数的炮弹 如同雨点一般 朝前方倾斜着 哄 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 几枚迫击炮弹 直接命中了阵地的防御攻势 当即就将这座攻势炸塌了 这一幕 让犹太国的指挥官 目自欲裂 妈的 又是无人机 快 信息化部队给我上 他们这次为了应对单朗的无人机 特意带来了信息化部队 随着指挥官命令的下达 信息化部队立刻开始运转 准备将敌人的无人机给打下来 信息化部队内 一台台屏幕上 闪烁着各种数据 数十名电子信息人员 开始针对无人机作用 开始无人机拦截 拦截失败 开始无人机诱导 诱导 失败 开始无人机截取 截取 失败 一连串的报告 使得犹太国指挥官 木火中烧 这踏码还能失败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无人机都拦截不住 还能诱导失败 Fuck 第九十章 忍不住的犹太国 Foo 你们这群废物 狗屎 看着眼前这群所谓的技术人员 犹太国的指挥官器就不打一出来 来的时候说的多好听 说什么单朗的无人机 只要碰到他们 就会被截获 现在呢 我截你马 操 一群狗娘养的 而被指挥官骂着的技术人员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对方 他们不是没有拦截过无人机 可是他们没有拦截过单朗的无人机呀 以往的无人机因为其速度不算太快 他们便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信号截获 从而达到拦截无人机的目的 可是现在 你要不要看谈空中的那玩意 我尼马 那速度 电子信号都追不上 这怎么了 你告诉我 怎么了 但此时的指挥官可不管这些技术人员的想法 只是匆匆留下一句话 就跑开了 打完仗 再来收拾你们 这使得在场的技术人员面面相去 这下完蛋了 而再次回到指挥室的指挥官 开始对着一旁的通讯兵命令道 现在 放弃电子干扰 给我接导弹部队 让他们给我把天上的无人机轰下来 同时 启动铁穹系统 务必将空中的无人机给我拦截了 得到命令的通讯兵 立刻开始向着部队传达指令 很快 犹太国的部队纷纷响应 基地外围的防空系统开始启动 无数导弹对着单朗的无人机就冲了过去 哄 巨大的爆炸声在夜空中回荡 火光照亮了整片天空 但是无人机依然没有被打落 与此同时 由泰国的指挥室内 一人对着指挥官报告 不行 这些无人机的飞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太灵活了 我们根本打不到它 听到这话 指挥官一拳锤在了桌子上 满脸凝笑地看着刚刚说话的那人 你是说 我们花了两亿美刀购买的防空导弹系统 奈何不了几架小小的无人机 啊 你说 可还没等有人回答指挥官的问题 空中的无人机再次发射出一枚枚微型导弹 向基地的各个方位袭击而去 将数个建筑物炸成废墟 哄 当无人机携带的导弹命中基地的时候 基地外围的防空警报也随之拉起 如此恐怖的一幕 使得刚刚还硬气无比的指挥官瞬间慌了神 Fuck 为什么敌人的攻击都到我们基地了 防空系统是吃屎的吗 铁穹系统呢 给我启动启动 还有 把F-22也给派出去 这F-22是犹太国死缠着鹰匠买的 本来打算留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 但是现在 尼玛都打到门口了 再不用 我就要去地狱开战斗机了 随着命令下达 铁穹系统也开始攻击空中的无人机 数发导弹瞄准了无人机 然而还未等导弹命中目标 就见其中一架无人机突然加速 眼看着就要与导弹撞上时 无人机却是灵巧地躲过了攻击 甚至 无人机还对着导弹发射了子弹 哄 剧烈的爆炸声在夜空中响起 伴随着浓烟 火焰 碎片四散飞溅 但越来越多的导弹对准了丹朗的无人机 无数的导弹带着强劲的气流呼啸而来 这架无人机显然也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幸免于难 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后的反击 只听无数秘籍的枪名从无人机身上传来 导弹的轨迹开始变得混乱 许多导弹甚至直接脱离了原定的轨迹 朝着周边飞了过去造成了更严重的破坏 但可惜 这架无人机也是光荣坠毁 不过 丹朗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地放过犹太国 联盟组织第二次进攻 可就在这时 云层中突然出现了数发导弹 精准命中了无人机 无人机爆炸的画面瞬间传到了丹朗的指挥室 看着突然出现的导弹 丹朗的指挥官心里也是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结果还没等他多想 下一刻 两架战斗机从云层中冲出 朝着无人机追击而来 看着追击而来的战斗机 丹朗指挥官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F-22 于是 他立刻下达命令返航 不能硬碰硬 得到命令的无人机 也是迅速反应 只见空中剩下的几架无人机 开始朝着丹朗方向急速退去 过了好一会 在丹朗炮火的支援下 这些无人机也算是逃出升天 可地面阵底 可不是这么好逃的了 F-22对着地面的阵底 宣泄着子弹 在那些人惊慌失措之间 将一个又一个生命收割掉 鲜红血液飞溅起来 散成片片暗色的花瓣 哄 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阵都被炸开了花 火光冲天起 照亮了这片荒凉的大漠 大大大 无数枪口对准着远处 朝着空中不断扫射出去 却没有达到任何目标 这般情况下 丹朗士兵只能蜷缩在战壕里 等待攻击结束 而很快 这份战报传到了首领的桌上 看着这战报 首领皱紧了眉头 他是真的没想到 鹰将的手腕这么硬 竟然将压箱底的F-22 也给掏出来了 这下使得丹朗的局势 更加不妙了 不行 得想办法 握着战报 首领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过了好一会 首领有了自己的打算 对着门外叫来了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刚刚进门 就听到了首领的吩咐 艾哈迈德 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去联络周边 愿意帮助我们的中东国家 这一次 我们需要他们的力量 听着首领的命令 艾哈迈德的内心一惊 丹朗的局势 已经这么危险了吗 不过 他还是点点头 迅速离开了 随着艾哈迈德的离开 首领也是看向了一旁的电话 然后拨通了华国与毛熊的电话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只能寄希望于 华国与毛熊这两个大国 能够在联合国中 给予鹰匠一些压力 至于为什么不找约翰牛和高卢基 别闹 上三场谈话 哪有下二场的份 与此同时 苏江还是在进行自己那快乐的直播 当然 快乐是相对的 别人是不是快乐不知道 苏江现在倒是挺快乐的 只听他现在哼着不着调的曲子 原谅我这一生 不羁放纵爱自由 看着后台不断跳动的购买术 果然 这年头会演石猪的人还是多 不然自己的无人机 怎么卖这么多 随着苏江的调子越来越高 直播间的水友们坐不住了 主播 求求你了 别哼了 你这也太吓人了 别人唱歌要钱 你唱歌不仅要钱还要命 是啊是啊 话说主播你是怎么到所有调都不对的 我是真的好奇 确实 别人五音不全也不可能不全到主播这个地步 他是完全没有音啊 果然 上帝给人开了窗 就会关上门 主播的嗓子就是被天使掐过的 说来也奇怪 明明主播说话的声音挺好听的 怎么唱歌就成这样了 你懂什么 主播这是完全没有调 所以才会这么差 看着飞速闪过的弹幕 苏江倒是没什么反应 黑红也是红啊 我要成为流量一个 军火界的大佬 就是不知道张灵他的光企油漆咋样了 早点做好 他也能上新货了 就在这时 直播间里出现了一天与众不同的弹幕 主播 你的无人机太强了 我今天的快递 都是你工厂的无人机送来的 那速度 简直了 看着这条弹幕 苏江的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还真有用无人机送快递的 虽然那无人机被删减了一部分军用功能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一个好东西啊 再怎么 也不至于这么玩吧 怪不得最近网上的订单量增多了 原来如此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 苏江就只有一句话要说 请加大力度 同时 直播间一些谁有 主打一个做不住 时刻想给苏江出谋划策 主播 主播 中东地区目前局势复杂 听说丹朗都用煤气罐当炮弹了 这简直就是穷疯了 文言 苏江只是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无所谓 我会出手 第九十一章 我会出手 无所谓 我会出手 随着苏江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的水友们顿时坐不住了 我去 主播 你不会真准备出手吧 那我能提个小要求吗 就是你给丹朗他们卖军火的时候 能不能在煤气罐上面写我的名字 我要正义制裁对面 对对对 好主意 我也要 加我一个 听着这话 苏江明显一愣 本慧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在煤气罐上面刻自己的名字 这怎么可以 毕竟 每个煤气罐都是自己的孩子 你忍心让自己的孩子被刻字吗 得加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不给我钱 这是我很难给你办 不过 这也给了苏江一个思路 定制煤气罐 这样的话 自己也能在这群水友手里坑一手 而且就是被犹太国发现了 他们也说不了什么 毕竟 我给煤气罐刻字 这你也能管 想到这 苏江将这个计划定下了 等有空了 再跟张灵一起商量 不过就在苏江思考的时候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有几个不着调的 主播 你刚说你会出手 难道你已经踏入军火大地净了吗 不愧是主播 轻易就做到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主播威武 主播牛屁 看着这群调侃的弹幕 苏江也很无奈 妈的 要是真威武 你倒是给我买几根鱼竿 支持下我的生意啊 只会说 很快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九点钟 苏江也成功下播了 今天的收获不错 无人机也是成功卖了几架 就在苏江刚刚泡好一杯茶的时候 张灵又又又的跑了进来 而且一把就将桌子上的茶水 一饮而尽 苏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想说话 又不敢 毕竟黑眼圈的张灵 有点吓人 而张灵在喝了茶水 回复气息后 他对着苏江兴奋地说道 老板 好消息 好 好消息 看着张灵这副模样 苏江也是有些疑惑 什么好消息 难不成光起油漆做出来了 果然 就在下一秒 张灵继续说道 老板 经过我们一天的制作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 光起油漆的制作工艺 明天我们就可以进行 批量生产了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一惊 他没想到 张灵他们竟然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看来自己的奖金是保不住了 但是苏江认为 这一切值得 有了光起油漆 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生意了 只见苏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把抢过张灵手中的资料 仔细看着 随着深入 苏江可以说是越看越满意 不错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想要的光起油漆 有了这东西 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的 听到这话 张灵也是点了点头 这光起油漆 他可是全面参与的 所以 他是最了解光起油漆的厉害之处 自然也是最相信苏江的话 随后 苏江对着张灵说道 老张 现在还需要你辛苦一下 陪我去把奖金给发了 虽然现在很晚了 但苏江还是决定 把奖金给发了 做人要言而有信 至于为什么 他要亲自去发 也是有他的小心思在里面 要是苏江长时间不露面 底下工人 未必还认识他 所以 他也要时刻去刷存在感 特别是发奖金的时候 得让工人们明白 谁才是掌管经济大权的人 而听着苏江的话 张灵也是点点头 好 于是 两人就提着一大口袋的现金 跑到了车间 而车间内的工人 看着苏江手中的口袋 也是喜笑颜开 车间内 苏江正在一一地 给工人们发着奖金 可就在即将发完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万 这可是老熟人了呀 对此 苏江也只能让张灵 替自己发奖金 而他则是来到了一旁 接起了电话 电话刚刚接通 一万的声音就传来了 苏老板 这么晚了 我还来打扰你 你不会怪我吧 听着一万的玩笑话 苏江只是摇了摇头 怎么会 你可是我的大财神 你来找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你呢 而听到苏江的话 一万也是点了点头 那好 对了 就是苏老板 那个什么 那个 听着一万支支吾吾的声音 苏江有些疑惑 咋了 被狗撵了 还是咋了 咋都不会说话了 但一想到 这是自己的大财主 苏江的语气 也柔和了些 怎么了 没事 咱们别急 咱们慢慢说 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找我 而听到苏江这话 一万也是咬了咬牙说道 就是那个 苏老板 我刚刚车胎报了 您看您能来接我吗 不远 就几公里 听着一万没底气的声音 苏江微微一愣 不是 你抱个胎而已 我还以为你被狗撵了呢 但苏江倒也没有幸灾乐祸 而是直接对着一万说道 好 位置发我 我马上就到 很快 一万就把自己的定位 给了苏江 看着定位 苏江发现 一万确实就在几公里外 于是 苏江对着一旁的张灵说道 老张 一会发完奖金 你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 今天你可能还要忙坏 我现在要去接一万 这里你多照顾一下 张灵文言 微微点头 好 路上小心 目送苏江驾车离开 很快 苏江来到了车位 红旗 启动 驾驶着自己的小红旗 根据一万给出的定位 苏江一路左拐右拐 终于在十几分钟后 看到了正义领无奈 站在路边的一万 看着这样的一万 苏江只觉得好笑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万这样呢 找到一万后 苏江也是下了车 准备看看 一万的车胎是咋爆的 毕竟凑热闹是华国的本性 结果 还没等苏江走近 就迎来了一万的一个大大的雄暴 苏老板 我可想死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起这个 一万也很无奈 谁知道 这车会爆胎啊 唉 但还没等苏江走近 细看爆胎的车胎 一万却是郑重地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很抱歉 我现在时间很忙 所以 只能在这里跟你谈生意了 希望你不要见惯 听到这话 苏江疑了 你这有点太急了吧 路边谈生意 亏你想得出来 不过 苏江还是点点头同意了 好 而看到苏江同意后 一万也是打开了话匣子 苏老板 那我就说了 我们老板在看到你的无人机之后 可以说是高兴死了 所以 我这次需要再进一批新货 毕竟二毛那边 意识到说错话后 一万立马就改口了 二毛那边跟我们商战 还是很激烈的 所以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听着一万这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 苏江似笑非笑 哥们 我都把你底裤看清了 你还给我装呢 说打二毛就打二毛呗 难道我还能不卖你吗 但既然一万不愿意明说 苏江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亲爱的一万 你可是我的好朋友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会帮助你的 放心吧 而且 这次你的运气不错 我们有新货 还是之前无人机的改进版 怎么样 你要不要去看看 第九十二章 扶桑侦察机 打下来 你要看看吗 听着苏江这话 一万有些疑惑 什么叫做无人机的改进版 你那无人机还可以改进吗 我去 咱们别闹行吗 你那无人机都那样了 还有改进的余地吗 你确定你不是在逗我玩吗 不过 最后一万还是对着苏江点了点头 苏老板 我能看看样品吗 这样 我也好给我们老板有个交代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他也明白 一万的处境 一万只是毛雄的代理人 很多事情 他都做不了决定 所以 苏江也不准备为难他 于是乎 苏江掏出了手机 点开了手机的相册 里面有之前拍摄的无人机照片 随后 苏江将手机递给了一旁的一万 样品的话 我也带不了 但是我这有些照片 你可以看看 还有一些操纵视频 结果苏江的手机 一万仔细看着 只是 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这是无人机 怎么看着不对啊 你确定你这不是轰炸机 还是说 你是伪装成无人机的战斗机 但一万还是在最后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这个无人机 我也看了 确实挺不错 所以 我决定先订购三架试试 对了 这一台无人机的价格是多少 文言 苏江立刻对着一万说道 不贵也就四百万每刀一架 听到这话 一万整个人都挣住了 四百万 不贵 这话确实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华国的语言体系里面 这个不贵不应该是自己说吗 不过 一万也没有多想什么 他刚刚看了改进的无人机 至少在视频里面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 现实里怎么样 可他现在也没有时间去验证 要不算了 但一想到苏江之前制造的产品 都能够给带来惊喜 万一这次也是一样呢 出于对苏江的信任 一万还是对着苏江点了点头 可以 这确实不算贵 稍后 我会把钱打给你 同时 一万还对着苏江说道 对了 苏老板 我还需要一些普通无人机 你看有货吗 一听这话 苏江立刻点了点头 毕竟 一万一口气买了自己三架 改进无人机不说 现在甚至还想买普通无人机 这可是比大买卖 只有傻子才会不卖 于是 苏江对着一万说道 看你说的 我们都这么熟了 就算没货 我们也得给你加班加点的造出来 再怎么 也得对得起你的茶钱不是 听着苏江这话 一万微微一笑 看吧 我就说 在华国混 就得这样做 这不 苏江都愿意给自己 加班加点的干了 而看到自己的交易已经完成 随后 一万一本正经的 对着苏江说道 那么 苏老板 我也要向你告别了 我现在就要回国 看着突然就要回国的一万 苏江有些发愣 咋了 这是 这不刚刚到吗 怎么又突然要回国了 这是准备干嘛 而且他的车呢 不是爆胎了吗 这怎么走 难道让我送 于是 苏江有些疑惑地看向一万 那你怎么走 你这车都已经爆胎了 一听这话 一万微微一笑 嘿 苏老板 这个我自然有办法 一会我打车去机场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需要苏老板您帮帮忙 您看 这车能不能放在您那 下次我来的时候再取 如何 而听到这一万这样的请求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没问题 我会给你保管得好好的 一辆车而已 这有什么 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万对着路边招手了 同时 嘴里还不忘感谢 那好 多谢苏老板 我就先回国了 咱们下次聊 很快 路边就有一辆车停下 苏江与一万回首道别 而随着车门关闭 一万也就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其实他也不想这么快就回国的 明明两个小时前 他刚刚落地 结果现在又要回国了 唉 但这有什么办法 妈的 谁让亚罗斯拉夫上 降在一万来之前 特意说过 这次以速度为先 他们给二毛来一波 出其不意 同时 改造无人数据也看了 确实不错 但一万还是想要亲身实验一下 比较比较 但如果要试飞的话 中间花费的时间长不说 华国境内 好像不允许大型飞行物起飞 所以 苏江的无人机 在华国境内 是没办法试飞的 因此 他只能回到国内 才能试飞 这中间的时间 也太久了 一万可等不起 而且 一万也想好了 要是这无人机到了 是是不行的 还是找苏江退款算了 毕竟 他这次的购买计划 普通无人机才是重点 望着车尾灯 消失在夜色中 苏江也是扎扎嘴 这毛熊 还是财大气粗啊 一下就花了这么多钱啊 不过 这车还得处理一下 于是 苏江掏出了手机 老张 来我这一下 帮我修个车 夜色刚刚破晓 白象却是破天荒的 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这次新闻发布会 只说了一句话 白象已经开启新一轮的军事演习 任何国家 势力不得私自进入白象领空 如此明目张胆的话语 就差指名道姓了 不过这也让外界纷纷猜测起 白象这么做的目的 难道白象又想把扶桑国的飞机给炸了 而其中的受害者扶桑国 同样不例外 为了应对白象的军事演示 扶桑国也是第一时间 就召开了一场小型会议 会议室内 一群人整齐地坐着 丝毫不敢说话 这让现场的气氛 分外冷淡 最后还是主持会议的 小犬八郎开口了 只见一个秃顶的中年人 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各位 距离我们的运输机 被白象轰炸 已经过去四天了 这四天的时间里 我们不时不为帝国的英灵 感到悲痛 但是现在白象 竟然还敢挑衅我们 这是不被允许的 也是不可饶恕的 听着小犬八郎的发言 在场中人 也是有些无奈 谁不知道 这是白象在挑衅他们 但是他们敢出击吗 怎么出击 白象虽然看着不靠谱 但是这霍虎啊 他是真的会下厮守 之前的运输机就是 不过没有通报 就进入了他们的领空而已 这算多大的事 竟然直接就把运输机给炸了 巴噶亚鲁 可让他们出兵 去收拾白象 算了 当我们没说 目前谁也不知道 白象的深浅 要是打不过咋办 难道又认一个爹 这怎么行 他们只需要 鹰将一个爹就够了 想到鹰将 顿时就有人站起身说道 我们不请鹰将出手 如果鹰将出手的话 白象什么的 通通的被拿下 而听到这话 其他人纷纷摇头 不行 这不符合我们 扶桑国的武道精神 我们要自食其力 笑话 虽然他们现在是 鹰将的儿子 但他们还是有骨气的 不过让他们真上的话 嗯 还是闭嘴吧 最后 又有人提议了 既然我们现在 还不清楚白象的深浅 那为什么 我们不进行侦查呢 先派遣侦察机 过去查看一下白象的实力 之前是运输机 所以才会输 但这次是无人机啊 白象 有我们这样的无人机吗 说到这 众人纷纷点头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严谨创新的能力 而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 无人机 效果也是杠杠的 绝对能完成任务 说干就干 小犬八郎 瞬间下达了命令 启动无人机 与此同时 白象境内 一处军事基地 几台仪器 正在不停的运转中 同时还有几位技术人员 在仪器前操纵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一丝可疑之处 有东西进入了他们的领空 技术人员立刻起身 对着身旁的激兰将军报告 报告 高空发现飞行物 但距离太高 并不知道是什么 听到士兵的报告 激兰将军摸了摸下巴 明明他们已经通知 不许任何人进入他们的领空了 结果现在就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看来是有箭种啊 对付这种东西 激兰将军 有的是办法 来人 启动无人机 去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得到命令后 一旁操纵无人机的技术人员 嘴角上扬 他的大刀 早已饥渴难耐 终于等到你了 一分钟后 无人机原地起飞 开始朝着空中飞行物袭去 过了几分钟 无人机已经爬上到了 不明飞行物的相同高度 在这里可以更清楚地 找到不明飞行物 随后 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纵下 开始查找藏着的东西 而随着无人机的探查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不明飞行物的具体形状 仔细一看 前方的竟然是一架无人机 还是侦查无人机 好啊 这是不把他们白向 这个世界第六强国 不当回事啊 瞬间 激兰将军就对着技术人员下令 给我把这个该死的侦查机打下来 第九十三章 扶桑的猜测 给我炸碎这个该死的无人机 激兰将军嘴里怒吼着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什么 急忙对着一旁的士兵说道 等等 先爬上 然后跟在无人机的后面 时刻做攻击准备 而得到命令的白向士兵 也是迅速操纵空中的无人机 继续爬升 激兰将军明白 现在还不是击落对方侦查机的时候 下面还有一些居民居住 这东西要是掉下去 问题可就大了 索性 他们直接跟着扶桑国的侦查机一起行动 等到人烟稀少的时候 再机会也不迟 而此时扶桑国的无人侦查机 却是正向着白向国的军事基地急速逼近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位置已经被锁定 此时正将所拍摄到的信息 时时传送回去 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扶桑国基地 一群人正眼巴巴地看着无人机传送回来的信息 发现过了这么久 也没有白向的攻击时 小犬八郎得意洋洋地笑着 哈哈 这白向也不过如此嘛 看来是我们太多虑了 接下来可以着手收拾白向一事了 我们也要让白向尝尝我们的厉害 听到小犬八郎的豪言 周围的人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之前不对白向出手 只是因为他们对白向不熟悉 害怕白向有什么秘密武器 但是现在 他们的无人机在白向境内 如入无人之地 看来啊 这白向也是一个银枪落枪头的货 不足为惧 一想到这 小犬八郎也是下着命令 给我继续前进 给我飞到白向的基地上去 让他们尝尝 我们大扶桑帝国的厉害 而得到命令的士兵 也开始向着白向的军事基地前进 这一路上 无人机都是畅通无阻 不过 令扶桑国的士兵感到的疑惑是 为什么他们的无人机 传送回来的信息中 始终有一部分阴影 这让扶桑国的士兵有些不解 他们的无人机可是新鲜出炉的 不可能出错的 所以 这到底是什么 但因为小犬八郎的命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执行任务 而随着无人侦察机 越来越靠近白向的基地 白向基地内 激兰将军这架无人机 已经远离居民区 也是瞬间下令 击毁无人机 攻击 随着一声令下 白向的无人机 对着了扶桑国的无人机 开始了攻击 子弹与暴雨一样 倾泻而下 那密集如网的攻势 让扶桑国的无人机 根本无处可躲 同时 地面上 还有一群白向士兵 在早早地等待 他们就等着扶桑国的无人机 掉下来 过了一会 扶桑国的无人机 精准落地 然后就被白向士兵们 给捡走了 兄弟们 世界变了 地里竟然还长无人机了 随着无人机 被士兵回收 激兰将军 也是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不错 将这款无人机 留好好留着 将来 我有大用 得到命令的士兵 立刻开始在地面上 作战无人机的碎片 唉 这扶桑国也是的 他们造的无人机 怎么东一块西一块的 此时的白向基地内 一群人 看着正在降落的无人机 微微点头 将军 这款无人机的性能 确实不错 他刚刚一直在 扶桑国无人机的上方 导弹扶桑国的无人机 竟然一直没有发现 是啊 一想到刚刚的无人机 竟然以为 已经骗过我们了 我就想笑 哈哈 对的 将军 我认为 我们应该再采购一些 这样的无人机 要是再来几架无人机 我们的力量 也会得到加强 听到众人的议论 激兰将军若有所思地 摸了摸下巴 这无人机确实好用 随着无人侦察机的坠毁 扶桑国的基地内 一片寂静 怎么回事 他们的无人机被击毁了 这怎么可能 他们的无人机一点动静 都没有发现 要是有什么攻击 他们不可能发现不了 可是现在 他们的侦察无人机 竟然被白象给击毁了 还是这种不声不响的被击毁 这让小犬八郎 怎么能忍 只见他一把 扔出自己的椅子 碰 椅子瞬间支离破碎 此刻的小犬八郎已经癫狂 双眼心红地看着众人 巴嘎亚鲁 为什么白象会把我们的无人机给击毁 我们怎么没有发现 啊 为什么 你们这群废物 巴嘎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听着小犬八郎的痛骂 一旁的技术人员也很无奈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无人机 是怎么被白象击毁的 等等 击毁 刚刚看攻击方向 好像不是从下方来的 那么 就只有天上 可是这怎么可能 天上的攻击 也就是说 白象从一开始就跟着他们了 否则不可能突然就将无人机击毁了 一想到这 技术人员有些害怕地说道 报告 我认为 白象的攻击来自天空 所以 很有可能是一款比我们更厉害的无人机 他们从一开始就发现我们了 同时 还跃到了我们的头上 所以 一路上才会没有发现 听着技术人员的解释 小犬八郎一愣 死死地掐住技术人员的 立一声说道 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们的无人机不如白象的无人机 你这个该死的叛徒 八尬 滚 随后 小犬八郎一脚 就把技术人员踹了出去 不过 他也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他们的无人机被白象击毁了 就算他们想追责 也拿白象 没有办法 毕竟他们是非正常侦察 完全不占领啊 而且还有一点 如果让白象发现 这款无人机是他们的 以白象的脑子 保不齐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唉 一时间 小犬八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白象什么时候 有了这样的无人机 就在这时 一位光头的军官 瞬间战起 同时 对着小犬八郎他们说道 小犬阁下 我认为 白象这群八嘎 绝对不会拥有这么好的技术 绝对是有国家在背后供应 所以 我们要小心背后的家伙 一听这话 众人一愣 好像有点道理啊 第九十四章 光起油漆 扶桑国的这群人 听着那人的话 顿时点了点头 甚至还有人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说道 所以 我们也能够买一些回来啊 到时候 我们看白象 还能不能硬气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 一听这话 众人纷纷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也可以买啊 凭什么白象能买 我们不能买 对啊 要买咱们一起买 而听着众人的讨论 小犬八郎只觉得头都要炸了 他们是白痴吗 难道看不清形势吗 妈的 自己他们 给海里倒垃圾以后 全世界还有几个国家 待见他们的 特别是白象这几个 我去 都踏马直接 把他们的运输机给轰下来了 你还准备买 你买你买呢 小犬八郎越想越气 最后对着在场的 所有人怒吼道 你们这群八嘎 废物 白痴 我们扶桑在外界的名声 谁不知道 除了鹰匠这种自己阵营的 谁还会卖给我们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听着小犬八郎泼冷水的话 众人也是一愣 随后奇奇点了点头 说的也对 而看着这群人 竟然还在点头后 小犬八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尼玛 这群八嘎 到底是哪来的 想气死他们 与此同时 苏江还在快乐地进行直播 同时 手里还抱着几根鱼竿在介绍 家人吗 怎么样 我们的鱼竿是不是很牛屁 怎么样 想不想要 想要的扣一波666 看着满屏的999 苏江很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看吧 还得势他的家人们 都知道反向回答了 不错不错 有进步 随后就苏江大声说道 那好 既然家人们都这么热情 那么 三二一 上链接 很快 苏江的购物车里 瞬间上了一批鱼竿 虽然直播间的水友们 个个都在扣999 但是真遇到上架的时候 一个比一个抢得猛 刚刚上架的一千根鱼竿 立刻被抢购一空 这让很多没有抢到的水友 分外不满 不是 哥们 你们有毒吧 一个个都在扣999 我还以为你们不抢啊 结果 我刚刚点进去一看 好家伙 直接受空了 同样没抢到的人 也是一样诉苦 谁说不是呢 一个个的嘴上贼老实 那手啊 太他妈快了 确实 我还准备多攒几根鱼竿呢 可惜了 而那些抢到的人 同样也来了嘴脸 哈哈 这叫兵不厌诈 懂吗 你们太嫩了 多给我学着点 就是就是 你看我 我压根就没相信过他们 这不 直接抢了三根 今年一年的鱼竿都有了 啊 三根 我怎么只抢了一根 我去 有黑幕 看着直播间的水友 聊得越来越嗨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这气氛多和弦 还得是我 不过 苏江也是 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 已经九点了 好了 不能再播了 今天的钱已经够了 再播就是加班了 于是乎 苏江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好了好了 家人吧 已经九点了 咱们该说再见了 拜拜 看着迅速下播的苏江 水友们也是习以为常了 这主播啥都好 就是从来不愿意加班 一到九点 立马跑路 不过想想也是 苏江那么大的工厂 也不缺直播这点钱 我去 人生赢家 此时的人生赢家 苏江正无力地瘫软在沙发上 终于完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结果还没等他喘口气 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竟然是张灵的电话 于是 苏江立马就接通了 咋了 老张 没等苏江多说 张灵就打开了话匣子 老板 快来 光起油漆 已经初步成行 你快来看看 一听这话 苏江腰不疼了 腿不酸了 瞬间就站了起来 好 我马上就来 挂掉电话后 苏江就开车 向着油漆厂跑去 嗯 没错 苏江这货 承包了一个油漆厂 这次跟之前的不同 之前是需要制造样品 所以才会去找工厂先做 后续才是收购工厂 但他们这次 直接一来就把油漆厂 给并购了 因为这次的光起油漆 非同寻常 所以 必须要先收购一架油漆厂 再说了 有图指在 这光起油漆 还能做不出来 而光起油漆 一旦做出来 这工厂还是得收购 所以 一次到位 直接把工厂先收购了 很快 苏江就驾车 来到了油漆厂 因为是收购 这里的保安 也换成了苏江的人 安全性也有了保障 结果 苏江刚刚走进工厂的车间 一股刺鼻的油漆味 扑面而来 这让苏江微微点头 不错不错 这就是他想要的味道 这时 带着防毒面具的张灵 也从一旁跑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个防毒面具 老板 快戴上 文言 苏江也是立刻就戴上了 安全无小事 随着放毒面具的戴上 苏江终于看清了 张灵穿着的衣服 满是油漆的斑点 这几天确实是辛苦张灵了 硬生生地把他从一个秘书 搞成了技术负责人 不过 张灵并不在意这些 而是直接拉着苏江 就往车间跑 一边跑 还一边说着 老板 快来快来 我们终于把你想要的 光起油漆做出来了 你是不知道啊 当我做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信 这油漆 实在是太神奇了 听着这话 苏江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 张灵继续说道 老板 你设计的图纸 简直太厉害了 所以 这项技术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很厉害 只要刷上这玩意 能吸收雷达的波长 达到类似于隐身的效果 这要是给汽车刷上 就连雷达测速 都不一定能找到 这油漆 实在是太神奇了 听着张灵的介绍 苏江微微点头 这项技术 怕是没谁了 只是苏江有些疑惑的事 张灵为什么会想到 把这个油漆 运用到雷达测速上面 你小子到底想做什么 第95章 新式无人机实战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油漆厂的车间内 这里正在有条不紊地 生产着油漆 带着放毒面具的苏江 看着一批摆放的油漆 微微点头 随后对着身旁的张灵说道 老张 这油漆不错呀 性能指数这方面没问题吧 面对苏江的问题 张灵立马拿出了一份检测表 这是刚刚做出来的检测表 我们发现 这款油漆 在雷达检测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能力 只要一般的雷达根本检测不出来 也就是说 在雷达面前 它就是隐身的 一听这话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这款油漆 确实非常适合战斗机这样的飞行物了 一般来说 飞行物只要不被雷达探测到 那么 它就算是隐身的 毕竟 你家的飞行物 要是肉眼都能看到了 算了 但我没说 你直接退群吧 我们不需要你这么拉胯的家伙 随后 苏江看着一旁的油漆 心中有了个想法 老张 一会你把这油漆 先给李主任他们送点 想来 他们应该很是需要这个 听到苏江这么说 张灵也是反应过来了 苏江之前售卖的无人机 可没有什么隐身的效果 但现在有了这种油漆 可以说 苏江的无人机 在雷达面前 完全是隐形的 根本找不到 所以 李江他们肯定会很需要这个油漆 于是 张灵点了点头 对着苏江说道 好 我一会就去 不过 我还是很好奇 老板 你是怎么想到 研发这种油漆的 这种油漆 一旦研发出来 其他国家的隐身涂装 可就彻底没用了 一听这话 苏江一愣 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 系统就给了他这个 不然 他怎么会研发这个 但是这话 怎么能实话实说呢 只听到苏江轻了轻嗓子 这当然是为了国家着想啊 你想啊 咱们的无人机 虽然性能很好 但是在雷达面前 还是做不到完全隐形 但是有了这个油漆 那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 我才会第一时间 给国家送去 听着苏江的解释 张灵内心一阵 不愧是他们的老板啊 竟然如此爱国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 老板 你是要钱不要命的 但苏江可不管张灵怎么想 随后对着张灵说道 对了 老张 你让他们先停一停 我有话对他们说 得到指令的张灵 也是 立刻开始行动 不多时 就把正在工作的工人们 集合起来 看着下方的工人们 苏江微微点头 看得出来 他们确实累懵了 都差点找不到来这的路了 不过 这个时候 不就是他表现的时候吗 看着下方的工人们 苏江大声说着 各位 我知道 你们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我们的习俗不能改 每人一万的奖金 来来来 都拿好 随后 苏江就提出了一口袋的现金 他别的不行 发奖金还是挺行的 而听到苏江 又要发奖金的时候 原本疲惫不堪的工人们 也是来了兴趣 这年头 谁会跟钱顾不去 特别是苏江这种 干得好就有奖金的老板 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很快 苏江就开始点名了 而工人也是整齐的排成一队 等待苏江发奖金 就在等待的过程中 工人们也是议论开了 话说 你们觉得 老板这次研发的这个油漆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 你也看出来了 那可不 你看那油漆 一看 就是军用级别的 我可是看了检测报告的 这东西在雷达面前 不说完全隐形 那也至少是99% 一般雷达 根本发现不了 我去 真的 那这油漆 有点离谱啊 但是我怎么听张秘书说 这油漆是拿来给车用的 这话你听听就完了 谁信啊 毕竟 谁家油漆给车用 还是这么厉害的油漆 我看啊 百分百是给无人机用的 毕竟 咱们的苏老板 可是还有一家无人机工厂啊 说的也对 没毛病 听着众人的讨论 一旁的张灵 满头黑线 不是 你们啥意思啊 我不就说了给车涂点油漆吗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还惦记上了 我去 我不要面子的吗 你们这群混蛋啊 不过 他们的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 苏江手底下 确实有个无人机工厂 这油漆最终还是有可能运用到无人机上 与此同时 郑郊站的丹朗境内 一架来自华国的飞机正在缓缓降落 而机场外一群鹤枪实弹的士兵正看着这架飞机 为首的艾哈迈德微微点头 这就是尼古拉斯在华国采购的无人机 应该能在战场上派上用场吗 想到这 艾哈迈德对着士兵们说道 东西到了 开始卸货 得到命令的士兵纷纷开始行动 连忙跑到了机舱处 等待搬运 可是随着机舱打开 士兵们顿时愣住了 等等 这不对吧 我们不是来搬运无人机吗 怎么飞机里面的东西这么大 你确定吗 这真的是无人机 不是那个战斗机伪装出来的 这么大的玩意 真的是无人机吗 士兵们越看越心惊 就连一旁的艾哈迈德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知道 今天是来接无人机 但没想到 今天的无人机这么不对劲啊 你看这玩意 那里像无人机了 之前 他也接过苏江的无人机 那时候就已经很大了 但是艾哈迈德没想到 这无人机还能变大 我去 大哥 你是什么构造啊 这种东西还能变大吗 这几十米的东西 你确定是无人机 就算你说是战斗机 我都信得 一时间 艾哈迈德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但一想到 这是尼古拉斯买的 也只能硬着头皮 开始搬运 快快快 别愣住 快搬 面对艾哈迈德的命令 士兵也是有些发愣 长官 不是我们不想搬啊 只是这东西太大了 我们也搬不了吧 看了一眼硕大的集装箱 再看了看一旁的士兵 艾哈迈德点了点头 说的有道理 于是 艾哈迈德紧急调来了一批吊车 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是 花了半天时间 才把这些无人机给掏出来 看着用卡车 装着的集装箱 艾哈迈德抹了抹汗水 不得不说 这华国老板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爱好 为什么要把无人机 给造的这么大 谁家无人机是越造越大的 之前的无人机已经够大了 结果他还来 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都已经买回来了 只能拖回去用了 很快 车队启动 浩浩荡荡的车队 行驶在荒漠中 不多时 就来到了丹朗的基地 而基地门口 还有一大群人 正等着无人机的到来 这些人看着眼前的无人机 都一致的有些愣神 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发问了 首领 这真的是无人机吗 这无人机 怎么这么大 这看着比一般的战斗机 还要大了 咱们不会买到假货了吧 这人的疑问 得到了众人的响应 是啊 首领 这么大的无人机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啊 这种无人机 我们从未见过 面对众人的疑问 一旁的艾哈迈德 适适开口了 各位 我认为这无人机怎么样 最终还是得亲自上手 才知道效果如何 你们说对吗 听着艾哈迈德的发言 首领微微点头 没错 既然我们买了这无人机 所以 肯定有它的特殊之处 现在就进行 可还没等首领的话说完 一道战报传了过来 只听到一位士兵焦急地说道 报告 根据西南方向回报 西南的防线 已经要顶不住了 他们正在请求支援 闻言 首领也是一惊 他也没想到 犹太国的攻势会这么猛 竟然一直死盯着西南不放 看来上次的无人机攻势 还是太猛了 把犹太国都给打击眼了 那么 这次首领 还是决定使用无人机 同时 他还准备看看 华国新鲜出炉的无人机 是怎么样的 来人 将这几架无人机 全部投入战斗 只有实战中 才能测试效果 得到命令的士兵 也是迅速反应过来 开始给无人机卸货 不多时 无人机就被卸了下来 同时 一批操纵人员开始进行进入操纵室 操纵室调配数据完成 在操纵人员的操作下 无人机的螺旋桨开始飞速旋转 瞬间在原地起飞 只发了半分钟 就来到了千米的高空 这样的速度 令首领眼前一亮 看得出来 这次改进的无人机 在性能这方面 确实比之前的要强上不少 但是具体怎么样 还是要看实战 于是 首领直接下令 全速赶往西南方向 是 得到命令的无人机 直奔西南战线 而就在无人机赶往西南战线的时候 西南方向的阵地上 丹朗的士兵 正拼死抵抗着犹太国的进攻 他们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是犹太人依然没有放弃的打算 这些犹太人 就像毒蛇一样难缠 所以 丹朗的指挥官不断地让队伍后撤 想把对方拉进到射程内 再用重机枪扫射 可犹太人似乎看透了丹朗的意图 他们始终都和丹朗保持着至少300米的距离 而且还能够从容地寻找机会 发动冲锋 这种情况 一直到现在都为止不变 同时 空中还有犹太国的导弹袭击 虽然丹朗的部队 即使反应过来 又没气罐拦截 并将其摧毁了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 他们无法做出更多有效的拦截 眼看着犹太人越来越靠近防御阵地了 指挥官也是心急如焚 不行了 撑不住了 快 我们的支援呢 指挥官也知道自己的部队到了最后时刻 这些丹朗士兵虽然有信仰支撑 但也快坚持不住 毕竟信仰不能无视炮弹 而就在这时 空中又出现了几架无人机 这让指挥官的内心一沉 怎么会突然出现无人机 而且 这造型还这么陌生 而他们的无人机 指挥官也是知道的 所以 这肯定不是他们的无人机 那么 就只能让犹太国的了 这怎么能行 必须给我碎了才行 无人机是吧 当即指挥官就对着士兵说道 给我打下来 第九十六章 丹朗战节 给我把无人机打下来 听到指挥官的命令 丹朗士兵立刻准备行动 可就在这时候 一通电话 却是打到了指挥官的指挥部 竟然是总部的 难道是支援来了 这让指挥官欣喜若狂 连忙拿起一旁的电话 喂 首领 是我 什么 那无人机是我们的 好好 我立马阻止士兵 放下电话的指挥官 有些猛逼 等等 空中的无人机 竟然是我们的 我去 我们什么时候 有了这样的无人机了 不过 他还是立刻对着士兵说道 快快快 快去阻止他们 攻击无人机 那无人机是我们的 听到命令的士兵 也是跑开了 看着士兵的背影 指挥官 还是有些后背发亮 这要是把自己的无人机 给打下来了 那自己可就完蛋了 而听到命令的士兵 也很懵 你是说 空中的大玩意 是他们的 我去 我们这么厉害了吗 空中 随着丹朗的新式 无人机出现 整个战场 瞬间发生了逆转 这间巨大的无人机 在犹太国的阵地上 来回穿梭 他不断释放的子弹 导弹 让整个犹太国的军队 损失惨重 犹太国的指挥官 看到无人机 双眼睁得老大 这怎么可能 这是丹朗的无人机 怎么会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丹朗的无人机 已经被他们击毁了两架 所以 不可能还有这么多的无人机 而且看大小 这样的无人机 与之前的无人机 完全不同 所以 这是新式无人机 可是这怎么可能 丹朗凭什么有新式无人机 就连他们都没有 鹰匠的新式无人机 一个你腿子也配 一时间 犹太国的指挥官 怒火中烧 怒不可遏地 看向空中的无人机 Fuck 就在这时 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 犹太国的指挥官 便感受到 自己头顶传来一股恐怖的威压 抬头望去 那架巨型无人机 已经来到了他们的不远处 对此 指挥官也只能命令所有的部队 一共攻击 只见数量坦克 对准了空中的无人机 碰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整个天际都变得灰暗起来 然后在几秒钟之后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火席向 犹太国基地 轰隆隆 啊 救命 快跑啊 无尽的惨叫 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要被撕碎了 而这时 无人机上的导弹 终于发射出去 搜 修 扑 扑 导弹拖拽着耀眼的白色尾焰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从战斗机上脱离出来 直接冲向那些坦克 轰隆隆 咔嚓咔嚓 巨大的爆炸 将整个地面先飞 一块块巨石 被炸成碎片 飞溅到各处 无数残骸 更是散落到了周围的树林当中 呼啦啦 一颗颗巨木 在燃烧着熊熊火光倒下 而坦克内部的装甲 也已经破裂 士兵纷纷跳了下来 不过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又是一枚枚导弹 朝着他们砸了过来 哄 巨响之后 地上顿时多了一道道 深深的沟壳 而那些刚刚站立起来的士兵 再次被埋葬在坑洞当中 一波导弹攻势结束后 地上躺满了尸体 但是 还有不少士兵 依旧站立着 他们身上穿戴着钢铁盔甲 手握武器 用金具的目光 看着天空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恐怖的杀人机器 一名坦克车长愤怒地骂道 骂的 怎么回事 敌人怎么会这么强大 空军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制空拳呢 是啊 制空拳呢 这是所有犹太士兵的疑问 明明几分钟前 他们还手握制空拳 稳步推进 打得单朗不敢还手 可是现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他们的制空拳 没了 没了制空拳的他们 哪怕是一整支的 坦克部队在这些无人机面前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突然 从空中猛然降下一辆无人机 对着这些握着武器的士兵 扣动了扳机 碰 枪口喷出火花 子弹瞬间贯穿了他的头颅 鲜血和脑浆四溅开来 撒在了周围那些士兵的脸颊上 啊 剩余的士兵 纷纷大喊出声 大大大 密集的子弹 扫荡着战场 仅存的几十名士兵 根本无法招架 火蛇喷吐 一串串灼热的子弹 横扫而过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犹太士兵 纷纷倒在地上 胸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血窟窿 生命迅速流逝 死状凄惨至极 就在这时 犹太国的F-16终于出现了 他们还想着利用远程优势 攻击无人机 可是这次 他们想错了 只见无人机灵活地 躲过了F-16的攻击 甚至发起了反击 现在想要击落无人机 非常不容易 搞不好还要被反杀 这使得原本大杀四方的F-16 开始畏手畏脚 瞬间 战局有些不妙 看着这一切 犹太国只会骂了一句 一群废物 连几架无人机都搞不定 但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对着部队下令道 撤退 毕竟这次本身只是试探 能不能突破防线 但现在一看 确实是突破不了 也就没必要拿人命去填线了 而随着犹太国的撤退 丹朗的士兵终于冒出了头 他们看着空中不断盘旋的无人机 所有人都有些吃惊 我们这是打退了 好像是真的 这就是主的力量吗 这无人机实在是太强大了 竟然这么轻松的 就把犹太国的军队打散了 不不不 我认为这不是无人机 这完全就是主的化身 对对对 没错 这是主的化身 而空中的无人机 则是想要继续追击 现在不趁他病要他命 接下来可难了 可首领还是阻止了这样的行为 停下吧 前方不少雷达定位 一旦前往 无人机就彻底暴露在空中了 到时候 我们就被动了 不能贸然进入那里 还有 开始打扫战场 我怕犹太国还会来进攻 得到命令的众人 纷纷行动起来 就在苏江的无人机干大事的时候 华国的首都 李江正在跟空军的人员 研究无人机的运营思路 毕竟 现在毛熊 丹朗 都在使用苏江的无人机 他们已经用实际表明了 苏江的无人机确实好用 同时也是未来战争的重要节点 所以 华国也不能落后啊 要知道 这玩意 可是华国的工厂生产的 要是他们没啥运营思路 这说出去 不得被其他国家笑话 这时 李江开口了 我认为 应该是封群战术 以无人机的高机动性 来快速分割 歼灭敌人 你们看怎么样 听到李江的提议 空军人员微微点头 这个战术确实可行 但是有个问题是 我们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大了 封群战术不现实啊 大规模的无人机集结 只要对面不瞎 都会发现的 一听这话 李江也是有些无奈 他难道想个战术出来 结果苏江给他掉链子了 不过也是 苏江的无人机确实太大了 一般的无人机都有可能被发现 更何况是苏江的 这么大的玩意 只要对面有雷达 很难不发现 所以 他的封群战术 可能是没了 随着李江的战术被抛弃 众人也陷入了沉默 苏江的无人机是好的 就是太大了 搞得他们 也不好安排战术了 除非苏江的无人机 能够隐身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李江的秘书 从会议室外跑了进来 主任 好消息啊 听到这人的话 李江一愣 啥好消息 但一想到 这是内部会议 李江还是板着张脸 对着秘书说道 不听 现在是开会呢 秘书听到李江这话 也不是气恼 而且小声说道 好的 主任 那我就给苏老板说一声 听着秘书的小声嗶嗶 李江顿时来了兴趣 等会 你说啥 苏江送来的 那还等什么 给我拿来 看着李江突然的变化 空军的人员也是有些猛逼 啥 你就这么变化了 你是天府的吗 这么会变脸 不过 他们也是来了兴趣 毕竟 他们的无人机 还是苏江提供的呢 他们想看看 苏江这次 又整出了什么狠活 听到李江的话 秘书将一桶油漆 递给了李江 主任 这就是苏老板送来的 看着眼前的油漆 李江有些发了 啥玩意 送个涂层油漆做什么 不过还是对着一旁的秘书说道 算了 先拿去化验室化验吧 看看这究竟是什么 这可由不得李江不小心 骂的 他已经被苏江打了好几次脸了 搞得李江现在看到苏江送来的东西 都必须经过研究以后 才敢说话 这要是喷错了 我去 自己可就玩犊子了 而看着李江的如此动作 空军的人员也是有些好奇 李主任 你对苏江的油漆很有研究 你怎么知道这油漆有问题 是啊 不然 你怎么会让人去研究呢 听着空军人员的疑问 李江摇了摇头 喝了一口茶后说道 不 我对苏江的油漆不了解 但是我对苏江了解 这货每次送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所以 我也不敢说大话了 听着李江的解释 空军人员也是微微一笑 看来 我们可以小小的期待 一下这个油漆了 是啊 那我们就等等吧 看着众人期待的目光 李江内心慌得一批 万一这次苏江送来的 真的只是一份油漆怎么办 那他还是怎么下台 但李江表面上 还是稳如老狗 好 那我们就等等吧 过了好一会 秘书再次跑进了会议室 手里还拿着油漆的检测结果 第97章 煤气灌厂研究出隐身涂藏油漆 主任 检测结果出来了 主任 听着秘书慌慌张张的声音 李江也是一愣 难道这油漆有什么问题吗 不然 他的秘书怎么慌成这样 可还没等李江仔细问着秘书 就看到秘书的身后 竟然还跟着一人 这让李江有些疑惑 这人是谁 怎么会跟着一起来 正准备向着秘书询问时 就听到那人对着李江介绍道 李主任 你好 我是材料研究室的负责人 也就是我 刚刚检测的这罐油漆 一听这话 李江更懵了 不是 检测的油漆 还需要负责人出手 你们研究室 已经这么确认了 要不要给你们再招点 而就这时 李江听到研究室的负责人 继续对着他说道 李主任 请问这罐油漆 是哪家研究院的产物 他简直是太神奇了 面对负责人的疑惑 李江的眉头一皱 啥玩意 油漆能和研究院扯上联系 我去 苏江这次又给他搞出了什么事 于是 李江一把拿过秘书手中的检测报告 逐字逐断地 看着这上面的信息 结果 李江看着报告的结果 越看越心惊 最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这检测报告 是说刚刚的那罐油漆 是隐身涂层油漆 隐身 涂层油漆 这种东西 竟然就这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要说这隐身涂层油漆是什么情况 那李江只能对你说 进了这一行 你才会明白 什么叫一穷二百 没错 国家在隐身涂层油漆这方面 就是一问三不知 国家研究 这玩意很久了 甚至是立了专项 投资了几十亿 要求十年之内出结果 结果 研究到现在 也没有进展 结果 被苏江研究出东西了 这样一来 国家的五代机 有希望了 而看着李江的表情 负责人 也是来了兴趣 神情有些激动地询问 李主任 您认识这个人吗 我能不能见一见他 我想知道 他是怎么研究出这样的油漆 简直是太神奇了 一听这话 李江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难道要对着他说 这是国内的一家工厂 搞出来的 李江敢说 如果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负责人多少得出点事 毕竟 他是知道这个负责人的 他研究这个隐身涂层油漆 已经有好几年了 这些年里 他对这个隐身涂层油漆 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就等着有一天 能把这个油漆搞出来 结果 今天确实是被搞出来了 就是不是他搞出来的 而是一家工厂 做出来的 这哥谁身上 心态不爆炸 但李江在沉默了会后 还是对着负责人 开了口 你是想听实话吗 面对李江的这个问题 负责人当场就愣住了 实话 啥实话 你总不能说一滴血油漆 不是研究所搞出来的 而是你们买的吧 等会 这国外的油漆又进步了 我操 不行 我也得努力了 一想到这 负责人对着李江 拍着胸脯说道 李主任 你放心 就算是这油漆 国外生产的 给我一年时间 我也能给你逆推出来 他可不怕什么国外的货 只要有现货 他都能给你逆推出来 之前推不出来 完全是因为 鹰匠他们不卖 但是现在有了 那可就别怪我了 听着负责人的保证 李江微微皱眉 这是误会了啊 于是 他连忙对着负责人说道 哎呀 你想多了 这东西 其实是国内的一家 煤气灌厂研究出来的 说到苏江的工厂的时候 李江的脑海里 闪过好几个工厂名 什么煤气灌厂 钢管厂 拖拉机厂 鱼竿厂 无人机场啊 不知不觉间 苏江设计的行业 是越来越多了 这小子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了 不过 他的这个科研能力 确实厉害 而就在李江畅想的时候 负责人却是傻眼了 一家煤气灌厂 生产出了 他们梦寐以求的 隐身涂层油漆 你确定你不是在唬我 现在国家人才 已经这么多了吗 工厂都能做油漆了 与其一比 他们这些专业人员算什么 饭桶吗 看着久久没有说话的负责人 李江也是看出了 对方的尴尬 连忙转移话题 对着秘书说道 那个什么 你去采购一些油漆研究一下 然后将这些东西 送一份给空军 再送一些给陆军 这下不仅武代机有希望了 陆军也能有所提升 苏江这小子 现在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了 听到这话的秘书 也是立刻点点头 然后就跑去订购了 他也没想到 苏江送来的油漆这么好 还好自己第一时间 就把这东西送来了 不然 自己还不好交差 冰天雪地的毛熊国 今天的天气很不好 导致很多 原本应该开通的航班 都停运了 等待暴风雨的过去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机场外 仍然有一群 鹤枪实弹的士兵 在等着 丝毫不担心天气 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天气不行 关他们毛熊航班 有什么关系 反正又不会延误 果不其然 过了一会 风雪夹杂的云层中 出现了一架飞机 看着这架飞机的出现 伊万提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来了 果然 还得是他们大毛熊 就算天上下冰雹 他们都能准时达到 看着缓缓降落的飞机 伊万招呼了众人一声 走了 开始卸货了 得到命令的毛熊士兵们 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在来之前 个个都喝了几口福特加 现在整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劲 正准备大显伸手呢 结果就看到正在卸货的无人机 一群人瞬间愣住了 等等 这是无人机 这么大的玩意你确定 是无人机 这玩意要怎么办 硕大的无人机 使得原本摩拳擦掌的众人 瞬间掩气息鼓 他们是想搬 但是这么大 就是搬的零件都费劲啊 算了 还是用吊车吧 瞬间 这群毛子不知道 从那里开出了一堆吊车 先不说用一堆 来形容吊车合不合理 这机场竟然有这么多的吊车 更不合理了 随后 众人在一万的指挥下 终于把这些无人机给装上了车 向着基地的方向驶去 第98章 西伯利亚土豆还需要人才 很快 一万一行人就回到了军事基地 而这次也是不例外的 亚罗斯拉夫上将正在门口等候 说来也奇怪 自从苏江这里开始购买商品后 这亚罗斯拉夫上将 每次都会准时出现在基地门口 这让一万有些疑惑 这华国的商品有这么夸张吗 不过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西伯利亚种土豆还需要人才 随着进入基地 一万也就开始招呼人卸货 几辆吊车一起出动 一下就把新式无人机给卸了下来 看着这些摆放在地的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上将有些疑惑 他对着一旁的一万问道 你确定这是无人机吗 怎么看着比之前的无人机还要大 一听这话 一万也是连连点头 是的 将军 这次的无人机是改进版本的 所以 在体型上比之前的还要大点 面对一万的解释 亚罗斯拉夫上将微微点头 大点好啊 他们就喜欢大点的 别人的无人机一个比一个小 看起来也太小家子气了 一点也不符合他们的风格 还是华国的无人机好 能做多大就有多大 不多时 无人机就被一万他们卸了下来 看着眼前这些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上将也来了兴趣 当即命人打开集装箱 来 把集装箱打开 我倒要看看 华国这次把无人机改进成什么样了 随着集装箱的打开 无人机的模样 彻底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望着这个 足足有几十米大小的无人机 以及那流线型的机身 银色的涂装 修长的机翼 在场的众人也是咽了咽口水 这样的庞然大物 他们也只有在空军那里见过 可是没想到啊 一个无人机竟然也能做得这么大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不过 这种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有一种异样的美感在里面 一时间 所有人都是满意的点点头 其中亚罗斯拉夫上将 更是一把脱下了自己的手套 直接将手贴在了上面 来回摩擦 嘴里更是一个劲地念叨着 不错不错 好东西啊 这是 这玩意也太符合 我们了的审美 看起来就充满了力量感 看着这个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上将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隔壁的二毛又不老实了 原本都被打得不敢冒头了 结果对面为了完成鹰将的命令 竟然在他们国境旁有所行动 似乎要建立战略基地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以毛子的暴脾气 这种事怎么能忍 而且根据他们的消息来源 发现鹰将似乎还提供了不少援助 既然你压的鹰将还敢伸手 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一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对着一旁的士兵们说道 快 快去查看暴风雨什么时候 能够平静 虽然他们的航班不怕暴风雪 但是 无人机这玩意 还是有点怕的 很快 士兵就把消息传回来了 报告将军 根据气象部队的预计 十分钟后 暴风雪会有一次短暂的停止 届时或许可以升空 一听这话 亚罗斯拉夫上将微微点头 也行 再等他个十分钟 到时候 就用这无人机试水 于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对着说道 一会我来亲自操纵这无人机 现在开始搭建操纵室 说吧 亚罗斯拉夫上将 开始做起了热身运动 就在亚罗斯拉夫上将准备 亲自出场的时候 苏江正在油漆场内 视察工作 看着工人们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 他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油漆 可是现在的重头戏 其他的什么没器官 拖拉机啊 只要正常生产就行 以目前的产量已经足够了 但油漆不行 苏江有预感 这东西的需求会很大 毕竟 这油漆不仅可以用作空军上 陆军也是可以使用的 这完全就是一个蓝海市场 所以 自从油漆做出来以后 流水线就一刻也没有停下 甚至苏江 还准备多招收一点人 把产量再提提 至于会不会有泄密的风险 哥们 别想了 先不说 这东西国家肯定会盯得很严 你就是想泄密 国家也不同意 再者就是 这玩意的成本已经被他们压到极致了 苏江敢说 除了他们 没有人能做出第二个跟这一样的油漆 因此 苏江也不怕这些 现在他只要产量 而就在这时 苏江也是接到了一通电话 苏老板 听着电话那头李江的声音 苏江微微一笑 看来国家也是忍不住了呀 不过 这种事也很正常 那可是隐身涂层油漆啊 是个人都扛不住这样的诱惑 这完全就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果不其然 下一秒李江继续说道 苏老板 您好 我们已经收到了您发来的油漆 经过检测 确实令我们大吃一惊 所以 我们想向您购买一些 你看这个价格 听到这话 苏江微微点头 还得是国家啊 直接一上来就问价 都不带一点犹豫的 不过 苏江一时也没有定好价格 所以 他对着李江说道 哎 李主任 这个价格吧 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出来 所以 还没有定价 但油漆的成本不低 那这个价格 也低不到哪里去 听到苏江说到这话 李江也是点了点头 他可不怕苏江涨价 只要这玩意 是国内独自生产的 就是价格再高 他们也买得起 毕竟 没有这玩意 空军的战斗机 再雷达 就跟果奔一样 所以 这油漆必须买 想到这 李江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你放心 这个你尽管开价 我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得到李江的承诺后 苏江也是知道 国家对着油漆的需求了 因此 苏江对着李江说道 好 那李主任 我也不坑你 我算过了 想要将一架战斗机涂满 覆盖率达到99.99% 那么成本 在100万美刀左右 但是 算上工人的费用这些 涂满一架无人机 我们对外是1000万美刀起步 但是对你们 我们只收500万美刀 你看如何 听到这 李江点点头 他可是知道 苏江的无人机 有多大 把那玩意涂满 不亚于涂两个战斗机了 可以 这价格不可谓便宜到极致 毕竟鹰匠 每年一次涂补 都需要5000万刀 就这 还有一堆国家 排队等着鹰匠呢 最后 李江对着苏江说道 那么 苏老板 我们合作愉快 对于苏江的报价 李江没有丝毫迟疑 他可是知道 苏江的油漆 有多好 现在苏江的货 就是质量 与价格的代名词 第99章 前往轰炸 随着李江与苏江的合作达成 下一秒 苏江的手机再次跳动 刚刚交易的定金到了 看了看数目 苏江微微点头 这才几分钟 又是几百万入账 还得跟国家合作呀 打钱都不带一点犹豫的 有了这几百万 之前说过油漆厂花的钱 已经回来了不少 这个油漆厂 其实并没有花多少钱 因为它本身 就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所以 苏江他们只花了一千万 就把这油漆厂给搞到手了 可以说是这几个工厂里面 最便宜的 但也是目前最赚钱的 一个战斗机 涂装都要几百万 空军那么多的战斗机 这不得赚翻 还有陆军 他们也需要自己的隐身 涂层油漆 所以 油漆厂就是未来的摇钱树 就在苏江畅想未来的时候 张灵从门外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份收购合同 同时 嘴里还对着苏江说道 老板 成功了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家铁丝厂 听到这话 苏江也是微微点头 他也知道张灵在做什么 而这也是他命令的 现在隐身涂层油漆已经做出来了 也已经跟国家达成合作了 那么短时间内 他们就不需要操心油漆的事 所以 苏江决定把手中的第三份图纸 也运用起来 航母阻拦锁 这也是一个大杀窃 根据他的了解 国家对此的需求量很大 这也是一个蓝海市场 因此 苏江才会让张灵 在第一时间就去把铁丝厂给收购了 不过 他还是很好奇 张灵花了多少钱 虽然他们现在才大气粗了 但能省就省 毕竟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难 对了 老张你这次收购铁丝厂 花了多少钱 一听这话 张灵顿时乐开了花 整个人都是满脸堆笑 老板 说起这个 我就忍不住想笑 你是不知道啊 我刚刚去收购铁丝厂的时候 那铁丝厂的老板 可是一个劲地求着我收购 丝毫没有讲价的意思 听到张灵的解释 苏江也来了兴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 于是 苏江留了个心眼 怎么 有问题 面对苏江的疑问 张灵摇了摇头 老板 你放心吧 我查过了 确实没问题 而且 这次的价格 你肯定想不到 低得令人发指 听到张灵兴奋的声音 苏江微微一愣 看他的这个模样 难道这个铁丝厂 真的很便宜 结果下一秒 张灵就继续说道 八百万 这个铁丝厂只花了八百万就收购了 这是我们所有工厂里面 最便宜的一个了 文言 苏江点了点头 八百万还行 这个价格 确实是低得吓人 怎么 这里的厂家 一个比一个上道吗 前有一千万的油漆厂 后有八百万的铁丝厂 怎么有种上赶着给他送钱的感觉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不过 苏江还是对着张灵微微点头 干得不错 毕竟 张灵是自己的人 该夸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夸 不然 自己这老板 也太不合格了 听到苏江的夸奖 张灵也是笑了笑 老板 咱们最近的动作 是不是有点大 你看我们这前后两个月收购了多少家工厂了 像什么钢管厂 拖拉机厂 鱼杆厂 无人机厂 现在我们又接连收购了油漆厂和铁丝厂 不知不觉间 我们的产业已经很多了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放眼目前市区的厂子 不出半年的时间 就会被咱们拿下半壁江山 那这以后的园区 可就都是我们的了 听到张灵的感慨 苏江也是一愣 他还是这么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产业 现在的几家工厂 虽然加起来 在园区内 还不算齐眼 但是效益 却是一个比个好 这倒是办法 看来得给李江他们通通气 让他们给自己行个方便 毕竟 接下来 苏江还是有很多产业要做的 随后 苏江对着张灵点了点头 这些事不要胜仗 我们要闷声发大财 同时 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忙 航母祖兰锁是个大项目 速度得快 我们不能拖太久 找不到的材料通通列出来 我去找李江 让他帮我们搞到手 刚刚做成了一单生意 他们还欠我们点 趁着这个时间 先把祖兰锁给做出来 听到苏江的指示 张灵点了点头 他现在发现 苏江在处事这方面 是越来越老辣了 能借力的坚决借力 能扯虎皮的坚决扯虎皮 还得是老板 就是不一样 于是 张灵就准备离开 去坐航母阻拦锁了 临走时 苏江叫住了他 对了 老张 我记得尼古拉斯还没有走吧 他好像是一直在等我们的新货 毕竟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件事怠慢不得 你去通知一声 就说 有新货了 可以购买了 闻言 张灵点了点头 要不是苏江说起来 他都快忘了尼古拉斯的存在了 好 老板 我现在就去通知 去吧 望着张灵的背影 苏江掏出了电话 对着李江拨了过去 喂 是李主任吗 是我 苏江 有点事需要您帮帮忙 与此同时 毛熊的处境 可以说是很不妙 为此 毛熊方面特意召开战略会议 会议上 还是亚罗斯拉夫上将 坐在最前方 亚罗斯拉夫上将 看了一圈人 发现人到的差不多后 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各位达瓦里士 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会议吧 我们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 那就是二毛 一说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声音 暗含怒气 听着亚罗斯拉夫上将的话 在场的军官们 也是微微点头 作为毛熊的高级军官 自然是知道 亚罗斯拉夫上将 为什么这么生气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鹰将已经打算亲自下场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说现在二毛已经被他们压制 但那是建立在 鹰将不苟急跳墙的前提下 可是现在 鹰将不仅要帮着二毛对付毛熊 还要抽出身去帮犹太国 毕竟这几天的丹朗 就跟吃了炸药一样 动不动就给犹太国来个大的 搞得犹太国也很难受 这样的情况下 鹰将还能勉强支撑 但是最令鹰将无奈的是 白相竟然对扶桑国下手了 虽然还只是 炸了一个运输机 但以白相的那个脑子 这不明摆着在针对扶桑国吗 看样子 要不了多久 白相也会对扶桑国出手了 到了那时候 鹰将难道还能当看着 谁不知道 扶桑国是用来牵制华国的棋子 要是扶桑国被白相给打了 到时候 华国再出点力 那鹰将引以为傲的包围圈 直接荡然无存 所以 鹰将才会选择 先帮助二毛稳定优势 甚至是打败毛熊 让二毛能够空出来 到时候 也好有个血包可以用 所以 鹰将才会显得如此急切 一想到这 亚罗斯拉夫上将再次开口了 各位 你们说说吧 目前的情况如何 面对将军的问题 立刻就有军官站了起来 报告将军 根据相关情况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 鹰将现在 甚至已经开始 帮二毛建立基地 这次统一的是 鹰将的标准 如果让鹰将成功建立 那我们前线的压力可就大了 再加上 欧洲那些国家的援助 如果 我们再不 做出动作 战局又要延长 现在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妙 听到这话 亚罗斯拉夫上将揉了揉额头 他自然是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想了一会 亚罗斯拉夫上将最终开口了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不能再等了 借用华国的一句话 实则生变 我们要趁着鹰将 把基地建设好之前 给鹰将来一次攻击 这次 我们用突袭 来人 借空军 出动三架战斗机 四架轰炸机 得到命令的士兵 立刻行动起来 同时 会议室内的大屏幕上 还接通了战斗机上的信号 可以实时查看 战斗机传回来的影像 很快 接到命令的空军 启动了战斗机与轰炸机 第100章 一触即发 遥远的雪国 毛熊的战斗机 与轰炸机 正以极快的速度 穿过边境 只是一会时间 他们就来到了 二毛的境内 毛熊他们 刚一进入二毛境内 轰炸机就开始 对着下方的 发电厂等设施 进行轰炸 这些都是建设基地的 重要设施 必须第一时间清除 只见炮弹投下 恐怖的攻击 瞬间让整个发电站 化为火海 同时 战斗机也开始 对着地面的建筑 进行攻击 在空中飞舞的战斗机 犹如恶魔之爪般 将这些建筑撕碎 哄 巨大爆炸声 传遍四周 而在爆炸声 响起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 整个二毛都震动不已 二毛的士兵 此刻都惊慌失措起来 怎么回事 不好 有空袭 毛熊空袭了 快 拉响警报 瞬间 防空警报就被拉响 同时 二毛士兵 也纷纷开始寻找掩体 他们从未想过 自己会遭受这样的袭击 可是 空中毛熊他们的战斗机 没有丝毫停留 继续向着二毛 准备建设基地的地方赶去 沿途轰炸过去 而时时传送回去的影像 使得亚罗斯拉夫上 将他们微微点头 不错 这样的攻击很不错 不过 要快点 不然 等二毛他们反应过来就晚了 一听这话 在场的军官都有些不相信 将军 我认为不用担心 我们的战斗机速度很快 一二毛他们的战斗机 根本追不上 除非鹰匠出手 但这是不可能的 鹰匠怎么出手 结果军官的话音还没落下 战斗机传来的影像里 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变化 不知道从那里传来 一阵阵巨大的响声 震动着整个空间 毛熊战斗机上的人员 抬头看去 只见在天空中 出现了数架战斗机 正朝他们飞快地袭来 并且 还有无数道红色闪光 划破黑暗的苍穹 这是 轰隆隆 啊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无数的火焰冲天而起 将整片天空都染成红色 毛熊的战斗机 就这样毁于一旦 当然 不仅是它 连同其后方跟上的轰炸机 也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些轰炸机 在空中爆炸后 燃烧起了熊熊烈火 犹如天上突然落下了的流星 轰然坠电 而侥幸存活下来的战斗机 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发现自己的周围竟然出现了大量的F-16和F-22 看数量 这完全是把在二毛境内的战斗机全部派出来了 见状 毛熊的战斗机立刻就想要突围 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 地面上还有着来自二毛的防空导弹 这使得毛熊的战斗机根本无处可逃 随着时间推移 毛熊此次派来的战斗机群竟然全军覆没 看着战斗机最后传回来的影像 亚罗斯拉夫上将整个人都愣住了 等等 他没看错的话 刚刚出现的战斗机不是F-16 就是F-22吧 好啊 好的很啊 没想到啊 鹰将竟然亲自出手了 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亚罗斯拉夫上将越想越气 随后一把将坐下的椅子扔了出去 该死的鹰将 他们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出手 这下是彻底撕破脸了吗 好啊 看着亚罗斯拉夫上将愤怒的脸庞 在场的军官心里也是一惊 如果只是对付一个 有着鹰将和欧盟援助的二毛 这对他们而言算不得什么 甚至这么打下去 他们毛熊的经济还有可能复苏 可是现在鹰将下场了 这下结果彻底不同了 鹰将出手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不要脸了 那么 毛熊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 毛熊将没有任何优势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一时间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沉默片刻之后 亚罗斯拉夫上将一拳捶在了桌面上 对着一旁的伊万说道 伊万 去 启动无人机 我们不能把这口气给咽下 得到命令的伊万 立刻就跑了出去 望着伊万的背影 亚罗斯拉夫上将的脸色 阴晴不定 既然鹰将已经撕破脸了 那他们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那么就让他们尝尝无人机的厉害吧 很快 在伊万的指挥下 无人机群迅速升空 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穿过了边境 来到了二毛的境内 看着下方的军事建筑 伊万立刻开始操纵起来 无数的煤气罐被投放出去 小小的煤气罐撞击在地面上 却爆发出恐怖的气浪 将大量的泥土炸飞 紧接着是更多的煤气罐被丢向这个区域 他们就像雨点般密集地砸落 轰 轰 轰 巨响声震耳欲聋 地面剧烈摇晃 不断有碎石和尘埃 从天而降 落在人的身上 很快 这些煤气罐里便燃烧出熊熊火焰 整片天空都变得红彤彤的 操纵室内 伊万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兴奋地对着众人说道 好戏才刚开场 达瓦里士 让我们给他们一份见面礼吧 看着无人机传回来的信息 亚罗斯拉夫上将等人有些震惊 这就是无人机的威力吗 虽然使用的是煤气罐 但这样的杀伤力比一般的炮弹还要厉害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无人机与煤气罐的组合 可比什么轰炸机厉害多了 特别是价格与轰炸机一比 甚至十分之一都不到 购买一架战斗机的钱 都购买十来架了 于是 亚罗斯拉夫上将对着伊万命令道 很好 继续轰炸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返航 现在使用的是无人机 可不是什么战斗机 不仅价格便宜 甚至上面都没人 这完全就是消耗敌人的制胜法宝啊 而得到命令的伊万 也是立刻开始了更恐怖的轰炸 此时的鹰将位于二毛的指挥所内 鹰将的指挥官 看着突然出现的无人机 有些发愣 他们刚刚才把毛熊的战斗机群给炸没了 结果 毛熊反手又给他们掏出了一堆无人机 而且 看着无人机的轰炸力度 可比之前毛熊的轰炸机还要厉害 一时间 二毛的建筑被炸得七零八落 这让刚刚返航的F-16等战斗机 不得不说再次启航 而就在F-16奔赴前线的时候 鹰将的指挥官也是调动鹰将的卫星 开始查看 这群无人机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这么强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指挥官竟然惊奇地发现 这无人机与上次犹太国出现的一模一样 等等 这无人机不会又是华国产出的吧 这华国这么阴魂不散吗 与此同时 得到苏江通知的尼古拉斯 也在半个小时就赶到了苏江的工厂 这次在经过大门时 尼古拉斯惊讶地发现 这群保安竟然没有在阻拦自己 这让他的内心好受了些 毕竟自己一个人还真打不过他们 走进工厂 尼古拉斯很快就来到了苏江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 发现苏江正好在里面时 尼古拉斯顿时大声哭诉道 苏老板 还请您救救丹朗吧 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 听到尼古拉斯的声音 苏江也放下了手机 转身就给尼古拉斯泡了一杯茶 来 坐着说 面对苏江的邀请 尼古拉斯顿时点了点头 他已经知道了 苏江心事无人机的厉害 所以 他更加期待苏江的新产品了 还没等苏江的茶端过来 尼古拉斯就开口了 苏老板 请见谅我的粗鲁 但我实在是想要知道 您的新产品是什么 您也知道 丹朗目前太惨了 只有老板 您能力挽狂澜了 听着尼古拉斯的哭诉 苏江微微点头 丹朗目前的情况 他还是知道的 毕竟 他又不是不看新闻的人 刚刚他就看到了 有关丹朗的新闻 虽然这次 丹朗使用无人机打退了犹太国 但这对丹朗的处境来说 不值一提 于是 苏江顺势提出了一桶油漆 尼古拉斯 我也直说了 这就是我们的新产品 你看如何 满心期待的尼古拉斯 看到苏江提出了一桶油漆时 整个人瞬间沉默了 等等 这就是新产品 这不是油漆吗 不会提错了吧 于是 尼古拉斯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老板 这是油漆没错吧 您没拿错吧 第101章 又有新产品 看着眼前的这桶油漆 尼古拉斯 很是猛逼 总不能是 苏江真提错了吧 又或者 这桶油漆 其实只是 看着像油漆 其实本质上不是油漆 只是为了伪装 一想到这 尼古拉斯为了看看 这油漆是不是真的 他特地用鼻子闻了闻 最后得出结论 嗯 是真的 但苏江不是生产无人机的吗 怎么又开始 生产油漆了 这是准备转行了 也不对 苏江的工厂 好像还挺多的 除了煤气罐 还有拖拉机 钢管这些 大大小小加起来也不少了 都快成百宝箱了 看了看手中的油漆 再看了看一旁淡定的苏江 尼古拉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虽然苏江之前的货 确实不错 但眼前的这个油漆 尼古拉斯实在是没有 get到关键点 而这时 苏江也是看出了尼古拉斯的疑惑 也就没有再等尼古拉斯猜出来 而是直接对着尼古拉斯说的 尼古拉斯 你可别小看这桶油漆 这可是克迪至圣的关键法宝 有了它 你们就再也不用愁了 听到苏江的吹嘘 尼古拉斯更猛逼了 他们克迪至圣 跟这桶油漆有什么关系 总不能打仗的时候 拿油漆泼人家吧 等会 这倒是好办法 有机会试试 看着尼古拉斯茫然的双眼 苏江扶了扶额头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尼古拉斯军事素养 确实不咋地 于是 苏江也就不再卖关子了 直接对着尼古拉斯解释 尼古拉斯 你可曾听闻隐身涂层油漆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眼前一亮 他曾听首领谈过几次 隐身涂层油漆 说是有了这个油漆 他们的战斗机这些也就不用害怕雷达的探测了 之前他听到首领这么讲述 还以为首领是被犹太国逼得太紧 神经错乱了 结果 还真的有这样的宝贝啊 瞬间 尼古拉斯的呼吸开始有些急促 苏老板 你的意思是 你们生产的就是 文言 苏江对着尼古拉斯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工厂生产的 就是隐身涂层油漆 只要用上这个 即便是犹太国的反雷达装置 也检测不出来 再配合上无人机的高机动性 听到这 尼古拉斯也来了兴趣 顺着苏江的话头接着说 高机动性 结果 尼古拉斯又卡壳了 这让苏江有些无奈 只能继续说下去 搭配无人机的高机动性 即可形成闪机战 听着苏江那如同魔鬼一般诱惑的语言 尼古拉斯瞬间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快要停滞了 闪机战 战场上的闪机战可是一把尖刀啊 只要能够成功用出来 一般人根本招架不住 这一刻 尼古拉斯莫名想到一位故人 最后 尼古拉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看着尼古拉斯的模样 苏江有些好奇 他也想到了风狼居须 我去 看不出来啊 这小子对华国的文化还挺了解啊 就在苏江从心里夸奖尼古拉斯的时候 尼古拉斯也理清了思路 虽然他不知道隐身涂层油漆 具体是什么 但他知道 这种东西绝对是战场上的大杀器了 于是 尼古拉斯有些激动地对着苏江说道 苏老板 别说了 我信你 你就直说 这个隐身涂层油漆多少钱吧 老师 尼古拉斯一来就直中把心 听着尼古拉斯的询问 苏江微微点了点头 上道 随后 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尼古拉斯 虽然我很想对你便宜一点 但是这个油漆的造价很贵 所以 你懂的 一听这话 尼古拉斯顿时拍了拍胸脯 他别的不懂 这一点还是懂得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苏江的产品一向物美价廉出名 而现在 苏江主动要高价 说明他的这个油漆 真的很厉害 所以 尼古拉斯对这个油漆更信任 最后就看到尼古拉斯 对着苏江点点头 苏老板 您说多少就是多少 就是杂锅卖铁 我也买 看着如此上道的尼古拉斯 苏江也不再掉他胃口了 而是直接说出了 隐身涂层油漆的价格 好 涂好一架无人机 需要一千万美刀 你要几家 听到苏江的报价 尼古拉斯暗自咬了咬牙 一千万美刀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一想到 苏江的介绍 以及首领的讲述 尼古拉斯 最终还是对着苏江 报出了自己的需求 价格没问题 那么苏老板 我们需要五架无人机的涂装 同时 我们还需要一些装甲车 苏老板 你有货吗 这次的丹朗 完全说得上是大手笔啊 一口气 花了好几千万 这也让苏江明白 丹朗是真被打击眼了 因此 苏江的语气也柔和起来 看你说的 你既然都来了 就是没货 我也得给你加班加点稿出来啊 听着苏江暖心的话 尼古拉斯点点头 但他还有一件事 需要苏江帮忙 那个 苏老板 我还有一件事 需要您帮忙 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们送到丹朗 我们目前的情况 您也是知道的 鹰匠不让别人送货进来 我来这里 都是从别的国家那里来的 面对尼古拉斯的请求 苏江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点头 放心 这次依旧是包邮 会准时到达的 既然是鹰匠封锁了丹朗 那我更应该送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恶心鹰匠 听着苏江的保证 尼古拉斯内心一暖 刚准备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尼古拉斯的手机顿时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发现竟然是首领打来的 这可马虎不得 于是 在对苏江比了个抱歉的手势后 尼古拉斯立刻接通了电话 首领 而听到尼古拉斯声音的首领语气 则是有些焦急 毕竟尼古拉斯已经来了华国好几天了 还没见返航 这让首领也有些担心 因此 首领的声音也有些大 尼古拉斯 你怎么还没有返航 你买的货呢 前线正式节 你快点把货给我送回来 犹太国马上就要多线返工了 我们很需要这批货 听着首领焦急的声音 尼古拉斯倒是不忙 而是有些兴奋地对着首领说道 首领 华国工厂有新货 还是得稀罕物 您要不要听听 面对说 谜语的尼古拉斯 首领微微一正 啥玩意 华国工厂又出新产品了 第102章 财大气粗 单朗境内 首领正捏着手机 听着尼古拉斯的声音 首领 有新货 听到这话的首领 第一时间是不幸的 毕竟 这才多久 你当这家华国工厂市主啊 天天出新产品 之前的几个产品 他们都还没用够呢 但这家华国的产品一向不错 所以 首领也来了一些兴趣 随后 首领的眉头微微一皱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有新产品 是什么样的 听到首领这么问 首领周围的几人瞬间围了过来 其中 艾哈迈德 更是与首领死死贴在一起 毕竟听他们这对话 好像是华国工厂有新货了 我去 又有新产品 这个华国工厂 是什么神仙 这么厉害 产品一个接一个 牛批 这时 电话那头尼古拉斯的声音再次响起 首领 这次的新产品 是一桶油漆 绝对是稀罕物 一听这话 首领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同时 把挂在自己身上的艾哈迈德扔了出去 随后语气有些急躁的 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你说什么 油漆 一桶油漆 就把你惊讶成这样 你是没见过油漆吗 正说着 首领就不打一处来 这尼古拉斯的脑子 是被降呼呼住了吗 竟然说什么油漆是稀罕物 你他妈逗老子呢 这年头 谁没见过油漆呢 除非这油漆能爆炸 这倒是个稀罕物 等等 爆炸 一想到这 首领微微一愣 以华国工厂的作风 这还真有可能做出来 于是 首领有些好奇地问道 难道 这油漆能爆炸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是个稀罕物 听到首领的疑问 尼古拉斯瞬间感觉头大 不是 首领 就算是你乱想嘛 你也想得正经一点好吗 谁家油漆会爆炸吗 会爆炸的 那还是油漆吗 那是炸弹 因此 尼古拉斯对着首领说道 首领 这个油漆不会爆炸 也没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一款油漆 一听这话 首领尝出了一口气 哦 这样啊 踏马的 既然你知道这是一款油漆了 你还给我买 你小子活腻了吗 正准备发火呢 就听到尼古拉斯 摆摆手继续说道 首领 你等我说完啊 这可不是一款普通的油漆 而是你最想要的 隐身涂层油漆啊 只要用得好 绝对是战场大杀器 听着尼古拉斯的讲述 首领直接愣在了原地 甚至连手机掉落都不知道 还是艾哈迈德 手机眼快 一把将手机接住 不过 就在他准备递还给首领的时候 却发现 首领整个人眼神呆滞 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去 首领咋成这样啊 尼古拉斯这小子 到底说了什么 可还没等着艾哈迈德 对着尼古拉斯骂几句 手机就被首领抢了回去 同时急切地 对着尼古拉斯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是隐身涂层油漆 你没有骗我 面对首领的逼问 尼古拉斯也不敢怠慢 直接对着首领回复 具体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是华谷工厂给我的答复是真的 但是按照华谷工厂一贯的作风 这尤其很有可能是真的 他这里还有检测报告 一听这话 首领一下就来劲了 快快快 把检测报告发我看看 很快 尼古拉斯就把检测报告 发给了首领 首领看着尼古拉斯发来的检测报告 微微一愣 啥玩意啊 还真有 仔细看着这些检测报告 这好像真的是隐身涂层油漆 我去 这华谷工厂发达了 竟然把隐身涂层油漆给搞出来了 瞬间 首领就想到了 有关隐身涂层油漆的相关资料 毕竟 他对这个隐身涂层油漆 已经渴求许久了 特别是在无人机出来以后 这个隐身涂层油漆 必须是需要的 不然 你就算打得再厉害 也不敢深入敌人的腹底 那里才是敌人真正的大本营 可也是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单单是那个雷达 无人机就不可能避开 但现在有了这个隐身涂层油漆 那他就可以长驱直入了 可很快 首领就想到了一件事 这项技术 似乎华国目前都没有完全掌握呀 那么 这个隐身涂层油漆是怎么回事 华国工厂竟然比华国还厉害 我乐个去 这是什么玩意 你确定你是一家工厂 再这么下去 你就不是工厂了 你完全是一家科研机构了呀 不过 这些不是首领该考虑的 反正隐身涂层油漆已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他就要大批量的购买 反正检测报告和苏江的信誉 不会骗自己 于是 首领连忙对着尼古拉斯问道 我看了 这个油漆确实可能是隐身涂层油漆 你干得不错 你买了多少 听到首领激动的声音 尼古拉斯就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干对了 所以 急忙对着首领说道 报告首领 自从我知道这个油漆是隐身涂层油漆后 我是很想购买的 但因为国库紧张 所以暂时先收购七架 一听这话 首领顿时冒火了 啥玩意 七架 七架 你他妈真该死啊 才七架 七架够谁用 让华国人看到 还以为自己买不起呢 瞬间 首领就对着尼古拉斯骂了起来 七架 尼古拉斯 你再说一遍 几架 七架 你也好意思开口 就这点 够谁用 我说个数 先买个二十架 给犹太国来个出其不意 面对首领的怒骂 尼古拉斯有些茫然不错 他不是已经买了七架吗 怎么还被首领骂了 搞得好像他做错了一样 而且首领 你一口气就要二十架 你是一点也不考虑价格呀 一架无人机的价格就不便宜 所以 尼古拉斯小声对着首领说道 首领 这个价格不便宜啊 一听这话 首领顿时愣住了 不便宜 难道华国工厂涨价了 但是一想到华国工厂之前的操作 首领还是对着尼古拉斯问道 有多贵 就算再贵 我们也要买 对了 一架的价格是多少 这话倒是真的 毕竟丹朗现在的处境很不妙 被鹰匠全面封锁 想要获得隐身涂层油漆 除非它被犹太国灭国了 才有可能 所以 现在这家华国工厂生产的油漆 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面对首领的要求 尼古拉斯微微点头 随后 说出了隐身涂层油漆的价格 首领 根据华国工厂的报价 一架无人机涂层的价格 都是一千万 更别说新式无人机的价格了 二十架 可能是好几亿 得到隐身涂层油漆确切的价格后 首领微微点头 一架无人机的涂层 才需要一千万 这算个屁 给我买 随后首领 就对着尼古拉斯说道 才这点钱 给我买 二十架 不带少一点的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反正这次回来 你要是不带 二十架无人机的油漆回来 你就别回来了吗 懂吗 听着首领的命令 尼古拉斯有些猛逼 等会 二十架 一口气 首领啥时候这么好了 有点离谱啊 不过 尼古拉斯还是点了点头 是 首领 保证完成任务 得到尼古拉斯的保证 首领微微点头 好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说完 首领就挂断了电话 随着电话挂断 艾哈迈德就凑到了首领的身前 首领 咱们这是买啥了 花这么多钱 咱们的财政扛不住吧 面对艾哈迈德的问题 首领微微一笑 怎么 花点钱买点好东西 不行吗 再说了 钱就是拿来用的 咱们现在不用 那这钱就是流着入土了 华国有句话说得好 钱要用刀把上 现在就是用在刀把上 一听这话 艾哈迈德微微点头 不过他 还是有些疑惑 啥刀把 咱们这是买了啥 面对艾哈迈德的问题 首领没有多说 你等着吧 等着东西到了 你就知道了 第103章 多国会议 而华国这边 尼古拉斯放下了手机 他还在回味 刚刚首领说的话 一口气就要了20架 这么大手笔吗 不像是首领 以前抠缩的作风啊 但既然首领都开口了 那他还怎么拒绝 而且还是公款 那今天他就要当一次 尼古拉公子 于是 尼古拉斯对着一旁的苏江说道 苏老板 等一下 之前的交易先作废 原本还在安心吃瓜的苏江 听到尼古拉斯这话 顿时整个人愣住了 等会 作废了 我去 你小子准备干嘛 来人 叫保安 妈的 今天尼古拉斯能走出这个门 我就不姓苏 而这时 尼古拉斯也是看出了苏江的异样 毕竟这货都把手机掏出了 于是 尼古拉斯连忙说道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除了之前的7架无人机的涂层 我再要13架 一共20架 一听这话 刚刚还准备摇人的苏江瞬间喜笑颜开 你早说啊 你这么一说 谁分的青财主跟尼古拉斯啊 一想到这 苏江一把握住了尼古拉斯的双手 好说好说 20架是吧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 听着苏江这话 尼古拉斯也是微微点头 好 那就等苏老板的好消息了 就在尼古拉斯达成交易以后 千里之外的毛雄国内 一处空军基地 就在刚刚出击的无人机已经返航 现在正在缓缓降落 看着这些完好无损的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上将微微一笑 随后 对着周围的人说道 不错 这次的任务完美完成 听到亚罗斯拉夫上将这话 在场的众人顿时乐开了花 是啊 将军 咱们这次可不亏啊 确实 咱们这次算是打出了威赦 没错 听到这话 亚罗斯拉夫上将微微点头 然后对着一旁的士兵问道 此次行动的战果如何 很快 士兵就给出了战果 报告将军 根据我们在二毛的线人回报 这次的鹰匠损失了三架F-16 一架F-22 以及数不胜数的炮弹 听着士兵的汇报 在场的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什么 这么多 哈哈 好啊 很好 太好了 没错 F-16都没了三架 还有一架F-22 这次鹰匠可是大出血了 这么多的战斗机 就算是鹰匠也扛不住吧 这话说的没错 谁让鹰匠不长眼 竟然选择知识二毛 这叫多行不易必自闭 看不出来啊 你小子现在越来越是华国通了 哈哈 这叫知识的力量 听着众人的议论 亚罗斯拉夫上将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这次的攻击 对于毛熊来说 可以说是全面获胜 不仅让鹰匠损失战斗机 还把鹰匠准备在二毛建设的基地 毁于一旦 这一下 就让原本就贫苦的二毛 更加困难了 再这么下去 胜利的天平 就会倾向他们了 不过 亚罗斯拉夫上将 还是对着一旁的人说道 还有一件事 将这次阵亡的士兵名单统计好 我们不能让他们 流血又流泪 明白吗 听着亚罗斯拉夫上将的命令 在场的军官点了点头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与喜庆的毛熊不同 现在的二毛也是怒火中烧 二毛的首都 一处办公室内 鹰眼看着下方的几人 不由地把手中的文件扔了出去 你们说 我们这么多人 不仅没有把对方的无人机给拿下 还让他们把我们的战斗机 给干掉了几家 啊 你们说 这是真的吗 鹰眼越说越气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 妈的 鹰匠也是一群废物 驾驶着F16和F22都能让对面的无人机给机会 哥 你们用的F16啊 不是吹的天上游 地下无的吗 怎么搞得跟玩具一样 你要是能把对面的无人机给全尖了 也就算了 但是你马 你踏马 竟然毛熊的无人机是全身而退 我去 你要不要听听 你们干的什么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F16干不掉无人机 这话要是说出去 你觉得你这个鹰匠还干不干了 还不如把这F16给卖了 直接给我现金算了 我还能去鹰匠消费一波 到时候也能给鹰匠拉拉经济 可是现在呢 成了烟花 关键自己还没看到 操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鹰眼也只能打碎牙齿 往嘴里咽 随后 鹰眼调整了一下心态 对着在场的几人说道 怎么样了 接下来的会议准备的如何了 听到这话 瞬间就有一人站了出来 会议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文言 鹰眼点了点头 不错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把刚当的事给我封锁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说到这 鹰眼也是捏了捏额头 他今天准备召开一场会议 还想在欧洲那些国家里面炸点油呢 顺便拉拢一些国家 对毛熊展开报复 所以 战败的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 不然 他还真不好在这些国家里面坑钱呢 得到命令的手下点了点头 好 我现在就去安排 很快 鹰眼就来到了会议室 推开大门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 欧洲的国家到场的差不多了 于是 鹰眼清了清嗓子 各位 今天我们的会议正式开始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援助二毛的提议开始 听到鹰眼这话 在场的众人顿时绷不住了 不是大哥 你是不是有点离谱啊 你是来要钱的呀 怎么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搞得就像他们才是来求援的 啥时候 他们的脸皮能有二毛这么厚啊 别人跪着要钱都不够 你呀的 给我站着要钱啊 可是鹰眼就丝毫没有自觉 直接对着下方的高卢基代表说道 那么 接下来就请高卢基代表发言 听着鹰眼这话 高卢基代表瞬间猛逼了 你呀的 咋突然把我提出来了 但高卢基代表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鹰眼旁边还坐着鹰匠的代表呢 打狗也要看主人 于是 高卢基代表直接对着鹰眼说道 我们高卢基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啊 到处都有问题 所以这次二毛的事 我们就不掺和了 但紧接着 高卢基代表继续说道 至于供应 我们可以援助一些战略资源 可以给二毛援助十万个罐头 还有三十顿猪肉 听着高卢基代表这话 鹰眼的脸色瞬间一黑 妈的 这是看不起他们二毛吗 竟然吃给这点 给这点就算了 还他妈给食品 这一下就算想变卖都不行了 不过 高卢基还是五纳杀之一 他还是要给点面子 随后 鹰眼看向了约翰牛的代表 那么 约翰牛代表呢 听到这话 约翰牛代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要钱要到他这来了 嘴角上扬 这也是一个来财的机会 我们约翰牛 出于人道主意 决定对二毛进行援助 我们将会在国际联盟中 对二毛出售F-16 以及风暴之营等巡航导弹 但是 你也知道 价格可不便宜 听着约翰牛代表这话 鹰眼微微一笑 总算听到一个好消息了 虽然鹰眼知道 约翰牛是想要宰他们 但债多不压身 再说了 国家欠债管 他们什么事 他只是个人 这钱又不归他管 大不了 到时候把二毛破产算了 只要能解决当务之急就行了 而看到鹰眼点头 约翰牛代表 则是对着高卢基代表 挑衅地看了一眼 怎么样 这才是做生意 看着约翰牛代表的眼神 高卢基代表微微摇头 蠢猪 你以为这钱会给你吗 到时候 不被鹰将把血吸了 就不错了 等一下 约翰牛是鹰将儿子 反正 咋样都是被吸血 这一下就正常了 这时 鹰眼再次看向了会议人员 瞬间 他就发现少了一人 那位在欧洲 掀起二战风暴的国家 竟然没有到来 这是不给鹰将面子 一下 鹰将代表的脸就黑了 同时 在场的国家也发现了这件事 汉丝猫怎么会不来 这是有什么事吗 一瞬间 其他国家纷纷皱眉 汉丝猫可不是什么好人啊 这次竟然安静这么久 就怕有什么大动作 毕竟上次安静久了 他们可是给整个世界 带来了一点震撼 就在二毛站着逃口的时候 鹰将他们也在进行会议 不过 他们的会议中心 是毛熊的武器 不出意外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依旧是麦克瑟瑟上将 只见麦克瑟瑟上将 对着在场的众人说道 说说吧 毛熊的武器怎么回事 这是第几次了 听到麦克瑟瑟上将的怒骂 立刻就有一人站了起来 对着麦克瑟瑟上将说道 将军 这件事我们也不清楚啊 毛熊的武器 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 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这人的回答 显然不能让麦克瑟瑟上将满意 立马对着军官们骂了起来 措手不及 一句措手不及就行了 你们的失职 让我们失去了三架F16和一架F22 这是你们的无能 你们明白吗 就在这时 一人对着麦克瑟瑟上将说道 报告将军 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发现 最近与我们唱反调的毛熊 白象 丹朗 都研究出了新式的武器 这是很不寻常的 所以 我深入研究了一下 最后让我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 听到这话 众人一论 恐怖的事 会是什么 最后 麦克瑟瑟上将对着那人问道 什么事 得到问题的那人 立刻接着说道 将军 我发现 这些国家背后的供应者 竟然都出奇的一样 都是华国的一家工厂 江泽机械厂 听完这人的讲述 麦克瑟瑟上将 狠狠抽了两口烟斗 江泽机械厂 又是他 这是第几次了 毛熊 丹朗 白象 都有他的身影 莫非他才是背后的操盘手 华国这是想做什么 发战争才吗 第104章 国际局势弹指尖 鹰匠 五角大楼内 一场针对江泽机械厂的会议 还在召开 麦克瑟瑟上将看了一眼下方的众人 微微叹了一口气 随后对着他们说道 这个江泽机械厂 已经不是第一次给我们添乱了 毛熊 丹朗 白象 都有他的身影 你们都说说 每个战场的情况吧 面对麦克瑟瑟上将提出的问题 在场的众人 也是精神一振 立刻就有一位黑人光头军官站了出来 报告将军 目前二毛的情况很不妙 我们预计 让二毛再把毛熊牵制两三年 使我们可以成功将欧洲的国家给榨干 但是现在不行了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听着黑人光头军官的话 麦克瑟瑟上将微微点头 你继续说 得到麦克瑟瑟上将命令的黑人军官再次开口道 首先是二毛 因为毛熊在江泽机械厂收购了一批军火 使得毛熊已经能够喘过气了 他们现在甚至开始全面反攻 已经能够进入二毛境内作战 再这么下去 二毛的领土会越来越少 战略缓冲区也要不够了 听着黑人军官的介绍 立刻就有人坐不住了 等等 为什么毛熊在华国购买了一批军火 他们就能喘过气了 难道华国工厂的军火很便宜 面对这人的问题 黑人军官只是摇了摇头 何止是便宜 简直是便宜到家了 与我们差不多的产品 他们售卖的时候 甚至没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价格 还没等黑人军官说完 手底下就有军官坐不住了 什么 还能比我们便宜 这华国工厂是做慈善的吗 怎么会这么做 他们图什么 这样做真的不会亏本吗 面对这人的问题 黑人军官也很无奈 他怎么知道 为什么这家工厂要这么做 明明他能狠狠赚一笔的 结果现在 他们竟然这么便宜的 就卖给毛熊了 很难怀疑 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做生意 要是他们 不给毛熊他们翻两倍 都算是感情好了 随后 黑人军官继续介绍道 除了二毛 毛熊 我们还需要关心一点 那就是欧洲的国家 因为毛熊得到了 江泽机械厂的军火援助 使得毛熊不再对欧洲有需求 这让原本准备消耗毛熊的国家 开始动摇 纷纷想要对毛熊进行援助 毕竟 他们离毛熊很近 他们也怕毛熊回过境来 把他们给打了 所以 他们现在对毛熊很暧昧 试图两方下注 我们是否需要敲打一下他们 一听这话 迈克瑟瑟上将开口了 不行 现在不能再树立敌人了 欧洲就这样吧 只要有约翰牛在 欧洲就永远是我们的血包 迟早有一日 欧洲的国家会被我们吸干净 对了 汉丝猫怎么样 我记得 他最近都没有参加二毛的会议 听到迈克瑟瑟上将的问题 黑人军官摇了摇头 将军 我正要说汉丝猫 他们现在的态度很模糊 之前还会参加二毛的会议 可是自从毛熊得到了江泽机械厂的援助后 汉丝猫就开始减少对二毛的援助了 到了现在 甚至连二毛的会议都不参加了 我认为 汉丝猫或许与毛熊达成了交易 听闻此言 迈克瑟瑟上将揉了揉脑袋 汉丝猫 这可不是什么好货色 前两次大战都有他的身影 这要是把他给逼急了 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可要是不管汉丝猫 那欧洲内部始终有一道 不符合鹰匠利益的声音 这对于鹰匠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现在汉丝猫正渐渐脱离他们的掌控 这让身为棋手的鹰匠 有了一丝紧迫感 想了一会 迈克瑟瑟上将摇了摇头 他决定不再去考虑二毛的问题 二毛的问题 先跳过 我们说说丹朗吧 面对迈克瑟瑟上将的要求 黑人军官点点头 随后掏出了一份资料 相比于二毛 其实犹太国的问题 才是最严重的 犹太国虽然得到了世界援助 但是问题是 丹朗这群人也得到了江泽机械厂的军火 在江泽机械厂的军火面前 犹太国获得的援助 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还不如 我们已经有好几架战斗机 因为江泽机械厂而被击毁了 再这么下去 我怕犹太国会扛不住 听闻此言 在场的军官顿时坐不住了 等等 你是说犹太国可能会输 这怎么可能 我们在犹太国投资了这么多钱 结果他们连一个小小的丹朗也拿不下 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说到这 军官甚至砸了一下桌面 也怨不得他这么生气 因为犹太国与二毛不同 如果说二毛是捡来的 那犹太国就是他们的亲殿 每年对犹太国的军费投资 都是以异为单位 还他妈是美刀 结果 搞了半天 打一个丹朗都搞不定 这让他怎么不生气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丹朗把犹太国依托住 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出精力 去帮助犹太国 总不能让他们 好不容易在中东扶持起来的势力 被打败吧 一时间 二毛需要他们帮助 犹太国也需要他们帮助 妈的 两个废物 一点用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 麦克瑟瑟上将对着黑人军官再次问道 白相怎么样 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 一说起白相 黑人军官的脸色一黑 将军 我认为 白相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危害最大的 听到这话 麦克瑟瑟上将来了兴趣 怎么 分析分析 随后 黑人军官就对着麦克瑟瑟上将 和其他军官说道 白相之前击毁了一架 来自福桑国的运输机 虽然根据白相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是认为福桑国侵入了他们的领空 所以 才会突然将福桑的运输机给击毁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且 就在白相击毁了福桑国的运输机后 白相莫名其妙地 多出了一堆华国的产品 其中就有这个江泽机械厂的无人机 一听到这 麦克瑟瑟上将 瞬间发现不对劲了 你是说白相跟华国在一起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 面对麦克瑟瑟上将的疑问 黑人军官也很无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的 否则华国为什么会对白相出口无人机这样的装备 还是江泽机械厂生产的 他们的装备 可是军用级别的 一听这话 在场的军官彻底猛逼了 如果二毛和犹太国的问题 算是严重 那么 白相与福桑国的问题 就是非常严重 虽然白相不重要 福桑国也不重要 但是他们旁边的华国很重要 要是白相真跟福桑国打了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 华国彻底空了出来 华国就有机会对外发展了 要知道 他们为了压制华国 可是将周围的国家 都牢牢地捆绑在了自己的战车 可是现在 白相这么一出手 原本平静的地区瞬间风起云涌 鹰匠甚至可以任由毛熊崛起 也不能让华国突破他们的封锁 否则以华国那恐怖的人口 稍不注意就会超越他们 不行 白相必须要重点关注一下 还有这个该死的江泽机械厂 要不是他 他们的处境未必会有这么惨 想到这 麦克瑟瑟上将看着手中的照片 狠狠地说了一句 该死的江泽机械厂 不行 我们必须要封锁他们 他们太危险了 现在毛熊 丹朗已经脱离我们的掌控 白相也有这样的趋势 不能让其他国家也这样 一说到这 麦克瑟瑟上将就恨得牙痒痒 他还是第一次对一家工厂这么讨厌 只是一想到 这工厂正在打乱他们的布局 麦克瑟瑟上将就有一种冲动 一种想把这工厂炸碎的冲动 随后 麦克瑟瑟上将一把将手中的照片揉成团 重重地扔了出去 江泽机械厂 第105章 航母阻拦锁 时间飞逝 又是一天过去 今天的苏江依旧在直播 自从苏江的直播间有了起色后 他就对直播有了十足的热爱 只要不是天上下刀子 苏江都会准时直播 这波 6.1到 伴随着一阵魔性的音乐 苏江的直播正式开始了 还没等他说话 直播间就涌入了一大批的水友 纷纷对着苏江问候 Hello啊 主播 咱们又见面了 一天不见 主播你又帅了 确实 主播已经有我一半帅了 面对众人的调侃 苏江微微一笑 而后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就说道 哎呀 家人们 咱们好久不见啊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的主题 当当当 民用无人机 正说着 苏江就费力 将一个无人机推进了直播间 虽然他们的无人机 已经有民用版本了 不过比玩具无人机 还是要大一些 所以 苏江推起来也有点费劲 本来还准备 让张灵帮帮忙的 结果张灵 现在忙的一批 所以这些事 都是苏江自己亲力亲为了 将无人机推进直播间后 苏江伸了身懒腰 随后 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怎么样 这么大的无人机 你买回去绝对血赚 结果 直播间的水友 很是不给他面子 等会 又是无人机 不是主播 这都第几次了 你以前 天天卖煤气罐就算了 现在怎么突然开始卖无人机了 你这转行有点彻底啊 难道你不爱你的煤气罐了吗 一看到这话 苏江摇了摇头 啥 煤气罐 抱歉 咱们不说好吗 我现在只卖无人机 你看我这无人机 皮实得很 怎么样 来几个 结果苏江的话音刚握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调侃起来 完了完了 咱们煤气罐神胶 没了 主播不卖煤气罐了 我 我好难受 主播 你收回你的话 我就买一万个煤气罐如何 在飞速闪过的弹幕间 苏江敏锐地 发现了这个弹幕 于是 苏江瞬间对着直播间的水友说道 什么 一万个 就一万个 你也想让我弯腰 随后 苏江笑了笑 满脸的不在乎 仿佛这一万个煤气罐 算不得什么 这让直播间的水友摇了摇头 主播 你现在发达了呀 以前别人买一个煤气罐 你都包邮 现在买一万个 你都不愿意接话了 呱 渣男 变心了呀 看着直播间的弹幕 苏江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敲咪咪的凑到了直播间的镜头前 小声嗲嗲道 那什么 大哥 刚刚外面人多 咱们私底下说 你真要一万个吗 确定吗 你要是要的话 我就说了呀 看着苏江这样抽象的操作 直播间的水友们顿时乐开了花 哈哈 我就知道 财米主播 怎么不可能不要 这送上门的买卖 那是 之前给一个煤气罐包邮 都能让他心疼半天 现在一万个煤气罐 就摆在他面前 主播不动心才怪 不过 不得不说一件事 咱们的主播 在抽象这方面 一如既往的抽象 不愧是先天抽象圣铁 看着这条弹幕 直播间的水友 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确实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着直播间的面 跟别人商量的 这种操作 我看直播这么久了 也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我更好奇 刚刚那人说的还算不算数 这倒是个问题 别到时候人跑路了呢 这样的事情 不止直播间的水友在关注 苏江也在时刻跟进 那可是一万个煤气罐啊 这不得好好跟进一波 不过 就在苏江查看后台的时候 发现他的煤气罐 真的被买了一万个 这一刻 苏江明白了什么 才是真的大佬 这就是真正的大佬 一万个煤气罐说买就买 则则则 要不是看不是他的后台 IP是国内 苏江都要以为 这又是哪个国家 看上他的煤气罐了 而随着煤气罐被购买 苏江也不知道 从哪里就掏出了一个煤气罐 家人吧 你们看 这是我的宝贝煤气罐 刚刚的什么无人机啊 我不认识 也不说 还有 我为煤气罐代言 听着苏江这抽象的话 水友们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等会 主播 你刚刚不是 还在吹嘘你的无人机吗 怎么这一下就攀变了 对啊 怎么一下就卖起煤气罐了 看来还得是超能力啊 让主播这样 铁骨 软汉子瞬间屈服 牛批 而伴随着水友们的调侃 也有人在认真询问苏江 主播 你最近有什么新货吗 你的无人机我买了 效果不错 所以 我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货 看着这些弹幕 苏江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不是他不愿意上新货 但是他的新货 是隐身涂层油漆啊 谁家大傻子 把这玩意给掏出来卖啊 这玩意在网上售卖 那就真是玩火了 到时候 就算是李江都保不住自己 毕竟这可是战略物资 都是国家管控的 别看这油漆 是他们生产的 实际上 他们的工人 早就被国家登记在册了 虽然福利待遇也提升了 但相应的责任也很大 一旦这玩意被泄露出去 关小黑屋 都算是最轻的处罚了 所以 苏江是绝对不可能上架 隐身涂层油漆的 你们活够了 我还没活够呢 特别是我还有这么多钱 没花的前提下 苏江更不可能玩火自焚了 而就在苏江沉思的时候 民用无人机的销量 还在增加 这也算是苏江直播间卖的最好的产品了 虽然之前的煤气罐销量也很好 但可惜的是 这样的产品替代 品实在是太多了 煤气罐厂全国范围都有几千家 所有苏江的煤气罐很难形成竞争力 但是它的无人机就不一样了 哪怕把大部分的功能都给删了 苏江的无人机 依旧是国内无人机的扛把子 除了体积有点大腕 其他的可都是优点 要不然其他人也不会购买他的无人机 而就在这时 直播间的几条弹幕引起了苏江的注意 主播主播 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听说国家快递公司打算使用无人机送快递了 据说他们的这个灵感 是因为主播生产出来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厉害了 在运货这方面有着其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下 主播可是影响物流趋势了 看着这条弹幕 苏江微微一愣 啥玩意 影响物流趋势了 我去 我有这么厉害吗 不行 我得好好问问 这要是真的 那自己还愣着干嘛 直接去买地啊 把无人机厂给他狠狠地扩大几倍 到时候 让全国的快递公司都使用他的无人机 哈哈 这可是就是躺着都在赚钱啊 不过 这条弹幕还没有结束 他继续说道 对了 主播 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毛熊那里也出现了一批无人机 而且毛熊那边无人机跟主播买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主播 你这下 还影响了国际趋势 以后你的无人机直接走向世界了 看着这条弹幕 苏江微微点头 不用以后 他现在就走向世界了 现在毛熊 单了 白象都有他的无人机 虽然是用在了战争上 但 也算是另类的走向世界吧 不过 苏江还是对着弹幕回复道 好的 那我们以后一起努力 为了让我们的无人机走向世界 一起加油 听着苏江这话 直播间的水友也是点了点头 经过这么多天的观看 他们已经知道了苏江是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同时 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 就单看他天天研发新产品 便知道苏江不是说着玩的 所以 他们也愿意跟着苏江一起努力 一起走向世界 一起成为抽象怪 很快 时间飞逝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来到了九点 到了苏江下播的时间了 看着即将响起的铃声 苏江急忙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家人们 直播快要结束了 咱们明天 还是六点间啊 听到这话 直播间的水友们也是点了点头 苏江啥都好 就是他从不加班 这让很多人都很无奈 毕竟苏江这么抽象的主播 不多见了 先天抽象圣体这么久了 也只有两位 其中那位还在隔壁齐见呢 不过 直播间水友也知道苏江是说跑就跑 于是 连忙发送着弹幕 主播 这就说再见了吗 主播 我们明天还会准备见吗 是啊 对了 主播 你的秘书呢 他的科目三 我好久没看了 你啥时候把他叫过来吧 对 我也想看 说得好 主播秘书科目三是真好看 看着这些弹幕 苏江眉头一条 好家伙 我辛辛苦苦给你们直播 结果 你们惦记我的秘书 这怎么能行啊 还默等铃声响起 苏江直接跑路 丝毫不留情 空流一群水友看着漆黑的屏幕 啊 主播 我去 又跑了 鼠兔子的吗 随着苏江的下波 他又窝到了沙发上 正准备休息一下时 张灵笑着从门外跑了进来 同时 嘴里还说着 老板 来猜一下 有好消息 面对张灵这样的话 苏江也是立刻坐了起来 什么好消息 难道 你中了五百万 然后 你准备分我一半 听着苏江的猜测 张灵满头黑线 老板 麻烦你猜点正常人能做到的 五百万 是我能中的吗 是航母阻拦锁 我们已经做出了样品 你要看看吗 第106章 前往突击 中东地区 艾哈迈德看着熟悉的飞机 再次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不由得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这次 华国工厂会带给他们怎样的震撼 不知不觉间 艾哈迈德 发现他们似乎越来越离不开 这家华国工厂了 也不知道 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但从目前来看 他们至少不用担心武器弹药的问题了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先把狗娘养的犹太国给干了 正想着 士兵们已经把飞机上的无人机给卸了下来 看着这一架架无人机 艾哈迈德很是好奇 他倒要看看 究竟什么样的油漆能卖这么贵 要知道 一架无人机之前顶多四百万美刀 结果 因为涂了一层油漆 竟然就卖到了一千万美刀一架 这其中的价格实在是太恐怖了 很快 无人机就被装上了车 丹朗的车队也开始启程 不多时 一行人就回到了军营 因为这几天 犹太国的攻势很猛 所以 丹朗加固了军营 一拍拍士兵正在门口来回巡逻 同时 还有不少的士兵在远处警戒 这时 艾哈迈德看到了门口正在等待的首领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首领这么急前 还没等车队停好 首领就走上前来 看着车上的集装箱微微点头 艾哈迈德 怎么样 路上没事吧 听到这话 艾哈迈德点了点头 放心 首领 因为这次是华国的航空 其他国家并没有进行阻拦 很轻松的 就进入了机场 文言 首领点了点头 最近因为犹太国战场的失利 使得鹰匠也开始收缩了 对丹朗的包围圈 这让很多国家 都不允许有物资进入丹朗 但好在还有华国在 他们并不怕鹰匠 现在华国工厂的东西 还能够顺利进入丹朗 这使得丹朗方面对未来 还有一丝希望 而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眼前的涂装无人机 一想到这 首领就眼热起来 对着身后的士兵挥了挥手 将这些无人机给卸下来 听到首领的命令 士兵们立刻开始操纵吊车 将无人机给吊了下来 同时 还有一批人 开始打开集装箱 随着集装箱的打开 涂装无人机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看着这个与之前 没什么区别的无人机 其他人顿时感到一丝失望 他们可是听到首领说了 这样的一架涂装无人机 可是 卖一千多万美刀 如此昂贵的价格 使得本就不富裕的丹朗 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一想到之前的这家 华国工厂的形式风格 众人还是开始上前 准备好好查看 一群人瞬间凑到了无人机前 开始左摸摸又看看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只见这架无人机 在色彩与之前的无人机相比 更深 同时 这无人机的机翼 也是更加的巨大 不过更令人满意的还是 这架无人机的造型 流线型的机身 还有硕大的机翼 一体化的结构 银灰色的涂装 有一种暴力美学的美感在里面 就算跟鹰匠的战斗机相比 也是丝毫不落下风 一时间 所有的军官 纷纷看着无人机点评起来 这个无人机的颜色 怎么这么深啊 是啊 我也看出来了 而且这个造型 我怎么感觉 华国工厂又进行改造了 话说我第一次 看到这个无人机的时候 有一种看到鹰匠战斗机的感觉 你也看到了吗 啊 你也看到了 是啊 这架无人机 无论是做工 还是涂装 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 真不知道华国工厂 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倒是 这家华国工厂 做的很多东西 都很厉害 不过 这个无人机真的是可怕 也不知道实战怎么样 听到这话 首领微微点头 这人说得很对 虽然这个无人机 看着很厉害 但还是要看看实战如何 毕竟 他们的重点 就是看看这无人机的隐身涂层油漆 是否真的像华国工厂说的那样 要是真的话 那么 这个涂装无人机 将会是未来的大杀器 一想到这 首领立刻对着艾哈迈德说道 艾哈迈德 准备试飞 听到首领的命令 艾哈迈德点了点头 随后就进入了操作室 进行试飞准备 随着艾哈迈德的操纵 硕大的无人机机翼 开始飞速旋转 在半空中 拉出道道银色残影 随着无人机的升高 它身后的巨型气浪 也越来越旺盛 仿佛是要把天空 都给烧穿了一般 整个画面 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无人机急速向前 飞向了云层之上 看着无人机的飞离 首领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一旁的士兵说道 现在开始进行雷达检测 时刻注意无人机的去向 一旦进入雷达范围内 就立刻报告 明白吗 得到命令的士兵也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时刻进行检测 他们使用的雷达是从毛熊那里进口的 据说可以监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飞行物 而随着雷达监测的开始 空中的无人机却是开始了高难度操作 不断在云层中腾飞 并且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动作 有时候甚至开始低空飞行 这些动作让下方观看的士兵眼花缭乱 首领对着正在进行雷达侦查的士兵问道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没 听到首领的问题 只见他有些激动地指着显示屏说道 报告首领 无人机还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 请首领放心 我们会时刻注意无人机的位置 面对士兵的报告 首领却是一点也不开心 如果雷达能够发现无人机的话 那说明敌人的雷达 也能够发现他们的无人机 难道这次的隐身涂层油漆是假的 可是不应该啊 华国工厂不可能欺骗自己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就在首领思考的时候 一旁的士兵却是惊呼起来 首领 不好 首领 你快看 无人机好像失踪了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抬起头来 然后惊讶地望向屏幕 此刻画面直上 原本高速飞行的无人机 已经消失在了雷达侦测的范围内 甚至 连雷达扫描图上 都没有丝毫反应 看到这一幕 正在监测的士兵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说明 无人机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监测盲区 但这怎么可能 明明刚刚还在这里的 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的 这让士兵怎么能够接受 于是 他连忙利用雷达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试图找到无人机的位置 可他找了半天 却是连无人机的影子都没发现 而看着这一幕 首领也是点了点头 看来这隐身涂层油漆 是真的 只是他也没想到 这个隐身涂层油漆的效果会这么好 无人机竟然直接消失在了雷达里面 真是神迹啊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首领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哪怕自己的雷达 反复进行探查 他们依旧没有发现 无人机的位置 这无人机 真的消失了 而一旁的军官们也发现了这点 这无人机去哪了 对啊 这个无人机怎么没见了 刚刚我还在雷达上看到呢 这一回的功夫 直接没见了 而且这么久了 雷达依旧没有发现无人机 会不会无人机出事了 很有可能啊 一想到这 众人急忙冲向了艾哈迈德的位置 这无人机可别真出事了 结果 他们刚刚来到无人机的操作室 就看到艾哈迈德正一本正经的操作者无人机 看到首领几人的到来 艾哈迈德还有些疑惑 不是说用维达探查吗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把自己探查出来 等等 首领来了 自己这是暴露了 一想到这 艾哈迈德顿时有些尴尬 这才多久 他就被发现了 看来他的无人机操作技术 不咋地啊 还得向尼古拉斯取取经 可还没等艾哈迈德开口 首领就率先问道 艾哈迈德 你操纵的无人机呢 去哪了 面对首领的问题 艾哈迈德有些猛逼 等会 搞了半天 你们没发现自己吗 不过 艾哈迈德还是对着首领说道 报告首领 无人机正在军营的正上方 五百米处的位置 一听这话 首领顿时坐不住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只见 首领一把就将艾哈迈德推开了 凑到了操作屏幕前 周围的军官同样如此 瞬间 艾哈迈德 就被挤到了外围 看着如此激动的一群人 艾哈迈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 首领他们现在并不关心这些 一心扎到了屏幕上 只见无人机传送回来的图像上 无人机正稳稳地停在云层中 借用云层的遮掩 使人类的肉眼 根本发现不了 同时 还因为隐身涂层油漆 雷达也不能发现它 一时间 无人机就这么停在了云层中 看着这个无人机 众人的内心微微一震 立刻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这就是隐身涂层油漆吗 这么厉害吗 500米的位置 雷达都发现不了 这要是拿去攻击敌人 恐怕我们的无人机到了犹太国的面前 他们也发现不了吧 听着众人的话 首领微微点头 这次的试飞很成功 至少500米的位置内 敌人发现不了他们的无人机 而这么近的距离 也足以他们发动一场攻击了 随后 首领对着一旁的艾哈迈德说道 艾哈迈德 我记得 这次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些隐身涂层油漆 你现在就用这油漆 给一部分的装甲车进行涂装 说到这 首领也对华国工厂的耿直程度 感到震惊 就连涂装以后省的油漆 都给他们送了回来 他们是真的 一分钱也不多赚啊 看看 什么是良心商人 这就是良心商人 而得到命令的艾哈迈德点了点头 是 首领 第107章 指挥技术 就在艾哈迈德离开不久 首领也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给这些装甲车也涂装好 那么他们便能够悄无声息地 进入犹太国的国境 一旦局势发生变化 那么 这些装甲车 就是扎向敌人的一把尖刀 可首领还没有高兴多久 一位形色匆匆的侦察员 就跑了进来 刚刚进入房间 侦察员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说道 首领 刚刚经过探查 我们发现 犹太国正集结力量 在我们的东北方 根据探查 这次他们的行动很大 我认为他们 很有可能会大规模进攻 听着侦察员的回报 首领有些无奈地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这就是小国的困处 哪怕他们刚刚打赢了一场战斗 但紧接着 犹太国又集结了一批军队 试图再次开始战斗 同时 首领也明白了犹太国的想法 犹太国这是想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消耗他们的国力 哪怕有着华国工厂的军火支持 但在国力这方面 丹朗始终比不过犹太国 毕竟 丹朗的身后 没有鹰匠 这样的超级大国 无条件的书写 武器弹药应有尽有 F-16这样的战斗机 说卖就卖 同时 鹰匠还联合其他国家 对丹朗进行制裁 这让丹朗的经济更加不好 再这么下去 他们就连华国工厂的军火 都要买不起了 所以 他们不能够打消耗战 可要是不打消耗战 那他们能做什么 难道利用无人机 等等 无人机 首领似乎想到了什么 瞬间就做出了决策 好 来得好啊 既然他们准备来了 那我们就先下守围墙 来人 准备作战 随着首领的一声令下 军官们纷纷就位 看着眼前整齐的军官 首领微微点了点头 至少 他们的军队 并不比所谓的犹太国差 而后 首领看着重军官 郑重地说道 各位 现在犹太国都打上门了 我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明白吗 听着首领这话 在场的众人点了点头 首领 放心 有我们在 肯定不会让犹太国好过的 对 哪怕我死 我都不会让犹太国的好过 面对众人的坦然 首领微微点头 好 但是我们这一次 不能与之前一样了 既然我们现在 有了涂装无人机 那我们就使用无人机作战 听闻此言 众人有些心惊 虽然之前也有无人机参战 但那都只是为了抢夺制空权 这还是第一次 直接使用无人机作战 所以 众人都是眼含期待地看着首领 随后 首领就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这次要闪击作战 听闻此言 军官们微微一愣 闪击作战 闪电战吗 等等 好像可以啊 我们的无人机速度很快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这无人机打开一个口子 然后再借助这个口子 彻底撕开敌人的防护线 面对众人的讨论 首领点了点头 不错 就是闪击战 而闪击作战的三要素 便是速度 奇袭和集中 这三点 我们缺一不可 而后 首领就开始了作战布置 首先 我们要用之前储备的 十架现代坦克作为幌子 不坦协同 同时针对西南方 西方 以及南方 让敌人不知道 我们的具体作战方向 而我们的主力 则是北方 先利用涂装无人机 和装甲车打开防线 然后 集结国内移动速度 最快的军事力量 在无人机打开防线后 立刻跟上 将敌人的口子彻底撕开 听到首领的布置时 在场的军官微微皱眉 立刻就有人站起身来说道 首领 我们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太大胆了 虽然南方 西方 西南方只是阳攻 但这几个方向 犹太国的布置 肯定不会少 我们未必能拖住敌人啊 同时 还有北方 北方的布置是最多 一手南攻 犹太国的军事基地 就在北方 这 我们很难打开口子啊 听着这人的分析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是啊 首领 北方被犹太国 经营得太好了 我们未必能够 顺利打开口子 要是不能及时 打开口子 恐怕其他几个方向 都会扛不住啊 到时候 我们就可被动了呀 听着众人的反对 首领微微一笑 是啊 这确实很难 但正因为北方 被犹太国经营得很好 所以 他们的重点 绝对不在北方 只要我们在 其他几个方向 给足压力 我们就能打开 北方的口子 可还没等首领说完 立刻就有人站了起来 可是 首领 北方的军事基地里 有很多雷达啊 之前我们的无人机 根本靠近不了 这次能行吗 对此 首领摇了摇头 难道你忘了 我们的图状无人机吗 哪怕五百米 敌人雷达也发现不了它 但五百米的距离 已经足够无人机 发起一场袭击了 只要无人机能够攻击 那么北方必破 随着首领的讲述 众人的眼神越来越亮 有道理啊 我们有图状无人机 我们的雷达发现不了 那么敌人雷达也发现不了 只要无人机 能够悄无声息地 靠近敌人的军事基地 那他们必死无疑 是啊 没错 在场的军官越说越兴奋 最终纷纷同意了首领的布置 由泰国方向 军事基地内 一位秃顶的白胡子指挥官 正安稳地坐在椅子上 手里还端着一杯卡布奇诺 二耳边正传来一声声战报 报告 指挥官 就在刚刚 前方回报 丹朗在南方发动了进攻 根据我们的无人机探查 他们的人数不少 我们是否应该增援南方 听到这话 指挥官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从一旁拿出了一袋糖 加进了咖啡里 白色的糖粉 被加进了农村的咖啡里 被缓缓搅拌 随后 指挥官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说道 记住 以后我的咖啡 多加一点糖 还有 这只是丹朗的阳公罢了 他们不可能在南方进攻的 南方可是仅次于北方的重地 只要丹朗还有脑子 他们就不可能进攻南方 指挥官的话音未落 又有一人走了进来 对着指挥官汇报道 报告 指挥官 就在刚刚 丹朗同时对着西南 西方发动进攻 我们是否需要增援 听着这人的汇报 指挥官微微一笑 丹朗的一切都没有脱离他的掌控 看来这丹朗也不咋地啊 也不知道 之前他这个位置的人得是多蠢 才会被丹朗打败 不过 指挥官还是对着一旁的传令兵说道 不出我所料 南方只是阳公 我们只要防好西南和西方就行 相比其他地方 这两处地方算是薄弱 我们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明白吗 至于南方 拖住他们就行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走出战壕一步 明白吗 得到命令的传令兵点了点头 立刻就跑开了 望着传令兵的背影 一旁的副官凑到了指挥官的身前 指挥官 我们是否需要小心北方 丹朗现在同时对着西南 南方 西方发动进攻 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北方啊 毕竟直到现在 北方都没有动静 这很反常啊 面对副官的疑问 指挥官只是摇了摇头 随后将手中的咖啡一饮而尽 你多虑了 丹朗没有攻打北方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有时候 我也得佩服丹朗指挥官的智慧 那里是我们经营最久的地方 这么多年过去了 北方不说固若金汤 也是一只蚊子 都别想飞进去 所以 他们一开始就不可能选择北方 北方对他们而言 太难了 那里可是军事要地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着打哪里 我们还是关注西南方和西方 这里才是丹朗的攻击重点 听到指挥官的话 副官还是有些迟疑 可是 指挥官 丹朗有一批很厉害的无人机啊 他们的速度很快 火力也很厉害 要是他们 去攻打北方 北方可就危险了 听闻此言 指挥官失笑一声 什么 无人机 别搞笑了好吗 北方那里雷达密布 任何飞行物只要靠近 都会被雷达发现 就算到丹朗想要进攻 也得看我们的雷达同不同意 听完指挥官的解释 副官却是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这不像是丹朗的作风 于是 他还是准备再劝劝指挥官 可是 指挥官 万一呢 我们已经在丹朗手里吃过不少亏 副官的话音还没落下 就看到指挥官双眼微眯 眼神危险地看着副官 所以 你的意思是不相信我的智慧 嗯 听闻此言 副官也是明白指挥官的威胁了 连忙小声说道 对不起 指挥官阁下 是我没有理清思路 对不起 第108章 激烈交锋 就在犹太国的指挥官 准备再来一杯咖啡的时候 前线的战况 却是非常紧急 其中的西南前线 因为是阳工 所以 丹朗的人员配置并不多 只有一两百人 不过好在 与他们一同前来的 还有来自华国工厂的煤气罐 有这些煤气罐在 起码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 获得火力支援 否则 就他们目前的火力 恐怕坚持不了一个小时 而就在丹朗的士兵 正抓紧挖掘战壕时候 远处的犹太国 也发现了他们的异样 看着准备修缮攻势的 丹朗士兵 犹太国的指挥官 微微一愣 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些 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当着我的面干这个 把我当病猫呢 瞬间 犹太国的指挥官 就对着手底下士兵说道 给我开火 把这些该死的家伙炸碎 而听到这话 犹太国的士兵 也是争鸣一笑 随后 就对准远处的丹朗士兵 扣动了扳机 碰 碰碰碰 突如其来的枪声 使得本就警惕的丹朗士兵 迅速反应过来 敌人来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 顿时所有人都警惕起来 纷纷缩回了战壕里 用手中的武器 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射击 哒 哒 就在这时 丹朗阵地的侧翼 传来了炮弹的爆炸声 顿时整个阵地 都被硝烟弥漫起来 恐怖的爆炸 十几名士兵 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弱 周围的战友 想要帮助他们 却一直被远处的 犹太狙击手锁定 一旦露头 迎接他们的 就是一发子弹 同时 丹朗的指挥官 也受到了波及 刚刚的爆炸 建设出的弹片 打穿了他的胳膊 鲜红的液体流出 染湿了衣服 面对这样的情景 指挥官也是咬牙忍痛 所有人听着 跟我冲 阻击敌人 话音刚落 指挥官率先爬出战壕 举起手中的轻击枪 对准前方猛烈扫射 为一旁的受伤的士兵 争取撤退的时间 同时 医疗兵也是迅速 将伤员搬了下来 望着伤员撤离的方向 指挥官微微点头 随后 对着正在还击的士兵们 命令道 退回战壕 很快 士兵们纷纷在战友的掩护下 安全退回了战壕 看着周围还算冷静的士兵们 指挥官继续说道 现在开始撤退 记住 阵型不能乱 不能给敌人可撑之机 临行前 首领特地对着他交代过 撤退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阵型 因为 很多部队都是在撤退的时候 遭受敌人的攻击 从而阵型混乱 直至战争失败 特别在他们只是 阳攻的情况下 就更要保持阵型了 否则 还没等敌人冲击 他们自己就散了 打定主意后 指挥官一马当先 走在了最前面 其余士兵 跟随着指挥官的动作 一边还击 一边迅速后撤 轰动 指挥官刚退回战壕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他心中暗惊 连忙抬头往前看去 只见几辆坦克 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正快速驶过 而此刻 指挥官才发觉不妙 但就在这时 天空闪过无数煤器官 他们的目标 就是前方的坦克 这些煤器官 全部落在坦克周围 煤器官瞬间爆炸 将坦克吞噬 轰隆 接二连三的煤器官袭来 让坦克车顶 冒起滚滚浓烟 指挥官和其他士兵 立马趁势掩护 快速朝着后方撤离 与此同时 一枚重型航弹 砸落在丹朗等人的 必经之路上 强大的爆破力 掀起漫天的尘土和碎石 直接炸翻了指挥官等人 生死未博 而与此相对的西方战线 丹朗士兵们的运气不错 找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作为攻击点 瞬间 无数的子弹倾泻而出 将犹太国的火力阵地 打得千疮百孔 但这并没有 让他们感觉到丝毫欣喜 因为他们发现 敌人太多 对面的枪口 也密集地可怕 碰 碰 两边几乎同时响起了枪声 丹朗的指挥官 看着对面那一排 整齐滑衣的火光 脸色难堪极了 犹太国的火力太猛了 如果继续强行进攻 他的部队会死伤惨重的 但要是撤退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的 他的手紧握成拳头 咬牙坚持道 再冲锋 丹朗的士兵们听令 举起武器 又向前方压上去 在距离敌军 还剩两百米左右的地方 双方交替着向对方射击 扑哧 一个丹朗的士兵 被打中了后心 直接倒地 另外一名士兵健壮 立马捕位上去 想趁机结束掉 那个战友的生命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 对面的火力 突然变得更加凶猛了 子弹像狂风暴雨般呼啸而至 瞬间夺走他身旁战友的生命 啊 伴随着惨叫声 和绝望的哀嚎 尸体的残肢 从空中落下 指挥官的瞳孔咒缩 心脏狠狠颤抖了一下 眼眶都快瞪裂了 而就在这时 犹太国疯狂帝 朝自己这边扫射 这样下去 根本没办法取胜 但是一想到首领 对自己下的命令 牵手一个小时 指挥官再次咬了咬牙 对着一旁的士兵说道 不能撤退 煤气罐呢 装甲车呢 把煤气罐都绑过来 用火箭筒 炸平对方的阵地 这一次 我们不能撤 轰隆 大火很快燃烧起来 照亮了半片天空 碰 一颗子弹 穿透了一个 刚刚抬起步枪的士兵额头 脑浆崩飞四箭 碰 一发煤气罐 落在了阵地前方的一辆坦克上 瞬间引爆了他 火光冲天而起 犹太国的火力 依旧很凶残 虽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他们 终究还是挺住了 指挥官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喘息着站了起来 看到周围死去的士兵 还有满地的伤员 他的脸色沉重极了 这只是犹太国的一次进攻 他们就差点扛不住了 要是再来几次 他们就必死无疑了 也不知道 其他战线怎么样了 此时的南方战线 因为犹太国的指挥官 下令不允许出战壕 所以 这里的战争烈度是最低的 毕竟 不用去真刀真枪的干 不是傻子都乐得如此 只是一个劲地用炮弹 轰炸着丹朗的阵地 虽然没有士兵在里面 但这样无休止的打击 却让人十分难受 而且 更重要的是 不打起来 一会要是北方打起来 他们可拖不住敌人啊 于是 丹朗的指挥官对着一旁的传令兵说道 不行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上煤气罐 给我对准了轰炸 随后 他们这次携带的所有煤气罐都被拉了过来 接着往犹太国的军队倾泻而去 一瞬间 犹太国大乱 他们本想继续轰炸 结果突然发现自己脚边到处都是燃烧的煤油 于是 纷纷四处逃窜 但是 就算他们跑得再快 也比不过煤气罐爆炸的速度 轰 轰 一声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犹太国大部队的前沿防御阵地瞬间被炸毁 犹太国的军人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又立刻遭遇到更加猛烈的火力压制 顿时 他们伤亡惨重 死伤无数 很快 犹太国的指挥官发现了这种情况 当即怒斥着手底下的士兵 你们这群废物 赶紧找掩护点 不然 等下就会成为那些该死丹朗人的活靶子 于是 犹太国军队纷纷寻找掩体 犹太国指挥官看着远方的丹朗士兵 愤恨地骂了句 卑鄙 原本 犹太国指挥官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 所以才没有设置防线 谁知道 这群该死的丹朗人竟然直接打了起来 一时之间 犹太国的士兵伤亡惨重 这种损失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所以 他也不再隐藏 既然他们轰炸 我们也炸 导弹部队呢 给我把他们包围 坦克部队跟着我一起冲锋 其余人马跟在后面 一定要拿回我们失去的荣誉 于是 犹太国的指挥官终于按捺不住 决定和对方硬碰硬 于是 两边的士兵开始了激烈的交锋 一时之间 整个战斗场地硝烟弥漫 犹太国的士兵 疯狂地攻向了丹朗的防守阵地 双方的士兵都红了眼睛 但是 由于双方人数悬殊 丹朗这一方的人数 显然要少上很多 再加上犹太国的装甲车部队 犹太国的火力实在是太强悍了 所以 丹朗这一方的士兵 根本挡不住对方的凶狠的冲击 很多士兵都倒在血泊之中 而这时候 丹朗这一方的军官们 也顾不上伤心了 因为 对方已经越来越近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们根本无法阻挡 这些犹太国军人的步伐 第109章 沦陷 就在这时 丹朗的军营内 首领看着三方战线传回来的消息 眼里闪过一丝悲痛 这次他们的损失很大 即便他们保守地打 每小时都要损失上一枚刀 还有不少的士兵的死在了战场上 这让本就明少国小的丹朗更加难受 但是为了这次的作战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要能够打出去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会有一段喘息的事件 这时首领对着一旁的传令兵说道 传令艾哈迈德 告诉他 开始进攻 与此同时 犹太国的指挥官也收到了战报 看着桌上的几份战报 指挥官微微一笑 对着身旁的副官说道 你现在还认为丹朗会进攻北方吗 在我看来 这只是丹朗的临死反扑吧 我们只要今天把丹朗打败了 那么丹朗也就彻底没了 听着指挥官的畅响 副官的眉头一皱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这种事的真实性 毕竟这么多战线同时出问题 结果只有北方没有问题 怎么想也不可能 可要是进攻北方 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动脚 这一刻 副官还是感到疑惑 不过 他唯一没有疑惑的是 犹太国会胜利 毕竟就目前这个情况 怎么看都不会说 这时 指挥官对着副官说道 加大攻势 将北方的人也调过去 我们今天要让丹朗彻底消失 闻言 副官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安排 就在犹太国的指挥官 准备一鼓作气 击败丹朗的时候 北方战线 还是一片风平浪静 唯一奇怪的 只有天空中的云层 有些不一样 似乎在缓缓旋转 此时的丹朗 操纵室内 埃哈迈德操纵着无人机 看着下方的犹太国基地 微微点头 他们已经飞到了 距离犹太国基地最近的位置 是时候了 随后 埃哈迈德对着身旁的士兵们说道 好 开始攻击 随着一声令下 云层中 瞬间冲出树架 涂装无人机 刹时间 无人机携带的煤气罐 被无情地投放到了 犹太国的基地内 轰的一声巨响 火光四射 整个犹太基地 瞬间陷入了慌乱之中 原本沉闷的气氛 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煤气罐 开始在犹太国基地的 各处爆炸 其重点就是 犹太国的雷达 以及防空设施 这些是接下来进攻的关键 必须第一时间炸了 就在丹朗他们 发动攻击的时候 犹太国的指挥官 正准备刚刚洗个澡 精神精神 结果他的裤子刚刚脱掉 外面就传来了 阵阵爆炸声 听着这恐怖的爆炸声 犹太国的指挥官 瞬间就猛逼了 他甚至连裤子都没穿 就跑到了指挥室内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可还没等他说完 他就看到了屋外的无人机 等等 这是无人机 什么时候出现的无人机 不行 但因为事出突然 指挥官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丹朗的无人机 将基地的防空系统破坏掉 随着无人机再次飞进云层 犹太国的指挥官 彻底懵了 完了完了 防空系统没了 但他也不是什么草包 立刻就命令士兵 阻止反击 快 给我进行反击 给我把空中的无人机炸下来 得到命令的士兵们 迅速反应过来 纷纷举枪对准了空中的无人机进行射击 但可惜 无人机飞得实在是太高了 犹太国的士兵根本打不到 可无人机却是能够射击到地面的犹太士兵 只见安装在无人机上的机枪子弹 呼啸而至 犹太国的士兵们惨叫着 倒下去大片 其余的士兵们见状 也都疯狂起来 纷纷用手雷或者枪榴弹 对无人机发动攻击 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却始终没有办法将那架该死的无人机打落 而就在这时 犹太国的战斗机也开始起飞 他们的目标就是空中的无人机 犹太国的士兵们看到自己的空军部队出现 顿时兴奋万分 哈哈 你们这些蠢货还敢跑 我看你怎么逃出我们犹太国的包围圈 是的 我们已经胜利了 与此同时 埃哈迈德也听到了屏幕里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显然是那些犹太国的空军要开始行动了 他们必须尽快脱离包围圈才行 否则被犹太国的空军追赶上 那就真的危险了 想到这里 埃哈迈德便毫不犹豫地操作着无人机继续升空 而此刻犹太国的空军部队也成功接通辅助系统 并按照预定计划锁定了无人机所在位置 瞄准 射击 随着领航员一声令下 两枚导弹便从天空中急驰而来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直指半空中正在急速上升的无人机 而且他们的速度非常之快 几乎眨眼间就追上了飞行中的无人机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一道耀眼的光芒闪烁 紧接着 无数火球爆裂开来 犹太国的两枚导弹瞬间被引爆 剧烈的爆炸掀起了惊涛骇浪 整个夜空仿佛变成了白昼 璀璨夺目的光芒甚至刺瞎了人们的双眼 啊 犹太国士兵们痛苦地闭上双眼捂住耳朵 以免遭受波及 但烟雾散去后却发现 无人机依旧在空中飞速爬升 这怎么可能 领航员满脸不可思议 他简直难以相信刚才所看到的画面 导弹居然打不下来 这是什么原因 然而就在他震惊疑惑之时 空中的无人机突然朝着下方俯冲而来 紧接着 无数子弹清晰而下 犹太国的战斗机虽然防御强悍 武器精良 但是 在这种密集性的扫射之下 也很吃亏 更糟糕的是 无人机的炮火似乎比他们先进许多 尤其是 其中还夹杂着少量杀伤力极强的穿甲弹和破片 这使得犹太国的战斗机们纷纷坠毁 而这仅仅只是噩梦的开端 当无人机飞临地面的那一瞬间 犹太国的士兵们才意识到 自己犯下了怎样愚蠢又严重的错误 无人机并未降低高度 而是猛然抬高高度 向下投掷了大量的煤气罐 犹太国的士兵们纷纷哀嚎着倒在血泊之中 而无人机则乘着这个绝佳的机会 飞向远方 彻底摆脱了犹太国的追踪 混蛋 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无人机 犹太国的指挥官气得狠狠垂打桌面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会输给几架小小的无人机 可还没等他愤怒 就看到远处竟然出现了一批装甲车 他们的吗 可是他记得 距离他们最近的部队也有十分钟的路程啊 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但还没等指挥官多想 就看到那些装甲车对着基地发动了攻击 快躲遍 快 指挥官大喊起来 希望能凭借坚固的防御堡垒挡下对方的攻势 然而 他的话音未落 对面的火箭弹就砸在了防御阵型前 煞时间 防御阵型的前段被炸出了一块缺口 而趁着这个机会 对方的坦克部队则蜂拥而至 犹太国的阵地瞬间土崩瓦解 士兵们哭爹喊娘地往外逃窜 但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在装甲车和坦克的碾压下 全身燃血的犹太国士兵们很快死于非命 另外一边 飞行中的无人机也收到了下面基地里面的情况 看到犹太国的士兵死得差不多了 再次返航进行轰炸 至此 北方战线沦陷 随着时间推移 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位于基地的指挥官才收到了北方沦陷的战报 看着手中的这份战报 原本儒雅的指挥官 此刻却是姿态全无 一把就将手中的咖啡杯扔了出去 看着一旁的副官 指挥官整个人轻筋抱起 一把将副官死死掐住 整张脸都贴到了副官的脸上 怎么会这样 你说为什么 谢特 北方是废物吗 怎么会沦陷 他们的装备最精良 他们的基地最坚固 可为什么还是沦陷了 为什么 一说到这 指挥官原本平静的脸庞变得癫狂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他只知道自己死定了 死定了 死定了呀 最后 指挥官无力地跌倒在地上 而一旁的副官也很无奈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丹朗能把北方沦陷 但他明白一件事 这次丹朗是拼命了 只是 付出这么多大的代价 就为了一个北方 他们这是疯了吗 很快 犹太国北方基地沦陷的消息 传到了周边国家的耳中 其中一些中东国家 在得知丹朗竟然开始反击后 纷纷决定对丹朗进行援助 毕竟 丹朗现在可是打出名头了 至于鹰将等国家 他们作为犹太国的后盾 当他们得知 犹太国竟然被丹朗沦陷北方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此刻的迈克瑟瑟上 将听着一旁士兵的汇报 直接就将手中的烟斗扔了出去 你说什么 犹太国的北方被沦陷了 谢特 犹太国这群废物 竟然被丹朗给反击了 该死的家伙 不行 给我召开会议 就在鹰将准备针对丹朗召开会议的时候 毛熊的亚罗斯拉夫上将 也收到了丹朗的战报 看着丹朗的战果 亚罗斯拉夫上将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起码 丹朗这次打出了血性 看来我们可以开始 对丹朗进行援助了 我倒要看看 鹰将这次能插手那边 至于华国 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发言 只是苏江的工厂的航线 依旧通往丹朗 第110章 多方反应 随着丹朗反攻犹太国的消息 被传播开 世界各国也纷纷将目光 投放到了这个中东小国 特别是一心想要成为 世界强国的白相 当他们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 吉兰将军也有些震惊 反复对着通讯兵问道 你确定是丹朗 把犹太国的北方文献了 不是犹太国干的 这也怪不得吉兰将军不相信啊 你也不看看丹朗那构造 就那三瓜两枣的模样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他们能够将犹太国打败 毕竟 犹太国可是 鹰将在中东扶持起来的小霸王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大哥威武 但现在 犹太国竟然被丹朗反攻了 这就意味着 鹰将对于中东的掌控 开始下降了 如此一来 丹朗算是打出名头了 一想到这 吉兰将军急忙对着一旁的传令兵说道 现在就召开会议 我有话说 得到命令的士兵 立刻跑了出去 看着士兵远去的背影 吉兰将军也是微微点头 现在的丹朗不容小觑啊 很快 会议室内 看着下方整齐的军官 吉兰将军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 吉兰将军对着军官们说道 各位 刚刚得到情报 丹朗成功反攻 并且已经攻陷犹太国的北方防线 吉兰将军的话音刚落 在场的军官瞬间就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讨论起来 什么 丹朗反攻了 这是真的吗 这怎么可能 丹朗能够坚持住就不错了 怎么会反攻 要知道 犹太国可不是什么好货色 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是啊 这样的情况下 丹朗还能反攻 那究竟是丹朗太厉害 还是犹太国太弱了 如果是犹太国的实力太弱 那我们 说到这 场下的军官也是热切地看着吉兰将军 而听着众人的谈话 吉兰将军也是微微点头 如果确实是犹太国太弱 那么也就意味着鹰将实力下降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过可惜的是 并不是犹太国太弱了 只见吉兰将军从一旁拿出了一叠照片 你们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从丹朗那里获取的照片 你们好好看看这些照片 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听着吉兰将军的道歉 在场的军官虽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还是老老实实地看了起来 但只是一眼 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急忙对着吉兰将军说道 将军 这是 这不是华国工厂的无人机吗 等等 难道说 丹朗之所以会有如今的战绩 其实是因为华国工厂的无人机 这怎么可能 一说到这 在场的众人都是不幸 鹰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而犹太国又作为鹰将的大爹 那他们的装备怎么可能差 甚至很有可能 犹太国使用的全部都是鹰将的装备 也就是说 华国工厂的无人机打败了鹰将的战斗机 这 太不可思议了 可还没等几人反驳 吉兰将军却是直接对着几人点了点头 不止 这次战斗 丹朗之所以能赢 除了华国工厂的无人机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华国工厂提供的煤气罐 听到这话 所有的军官都是一惊 原本以为无人机就已经够逆天了 结果没想到 华国工厂的煤气罐也是一员猛将 很快就有军官发现了问题所在 等一下 也就是说 华国工厂制造的装备 已经足够支撑一场战争了 这也太离谱了啊 这恐怖的东西 就算是他们白相也做不出来啊 而面对军官们的感慨 吉兰将军最后也是说道 是的 这场战斗能赢 丹朗的装备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说起来 这家华国工厂制造的无人机确实不错 哪怕是我们 也要甘拜下风啊 听着吉兰将军的话 厂下的军官也是点了点头 这华国工厂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无人机 也能造出来 只是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 那就是这些无人机 是怎么翘无声息地 进入犹太国的军事基地的 犹太国就算再废物 但是该有的雷达 可一个都不会少 结果他们 还是被丹朗的无人机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基地轰炸 这种事 无论在哪 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除非他们有什么特殊装备 一想到这 立刻就有军官站了出来 对着吉兰将军问道 报告 将军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刚刚看到丹朗的无人机 似乎是进入了 犹太国的基地轰炸 但是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犹太国 他们有所谓的铁穹系统 虽然比起我们的防空 是弱了一点 但也不至于 让无人机长去植入啊 甚至还将基地给轰炸了 所以 丹朗的无人机 是用什么方法 进入犹太国的军事基地的 听闻此言 在场的众人都是疑乐 是啊 丹朗的无人机 是怎么翘无声息 进入犹太国的军事基地的 除非 他们不会被雷达发现 一想到这 众人的脑中 顿时浮现出了一样东西 所有人相互对视一眼 随后 异口同声说出了 隐身涂层油漆 可丹朗 会有这样的东西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啊 就丹朗那个模样 能生产子弹 就不错了 所以 这隐身涂层油漆 也是买的 那会是谁卖的 瞬间 众人想到了一个人 江泽机械厂 我去 不会又是他们吧 与此同时 基兰将军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这件事 还不清楚 我需要问一问 说吧 基兰将军就找来了卡鲁尼亚 准备好好询问一番 就在白象这些大国 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 中东地区的小国家 在得知丹朗 竟然开始反攻犹太国的时候 却是有些瑟瑟发抖 其中就已离犹太国较近的国家 丹约最为不安 他们甚至因为丹朗反攻 连夜召开了一场小型会议 这场会议 只有少数人才会参加 丹约的首领 有着花白的大胡子 他看着下方道场的人群 微微点头 随后对着众人说道 就在刚刚 丹朗反攻了犹太国 目前犹太国的北方防线 已经沦陷了 我们目前该怎么办 听着首领这话 在场的众人也是一惊 虽然他们刚刚确实听到了 远处的爆炸声 但丹朗跟犹太国打了这么久 要么那天没有爆炸声才奇怪 但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丹朗 能够反攻犹太国呀 那可是犹太国啊 有着鹰将扶持的犹太国 不说别的 就是他们的装备 就已经碾压丹朗了 丹朗能够撑这么久 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结果 你现在告诉我 丹朗不仅反攻了 还把犹太国北方给沦陷了 这 你要不要这么离谱 一想到这 立刻就有人站了起来 首领 这是 是真的吗 丹朗真的反攻了 这不应该吧 丹朗怎么会反攻 而且就算反攻 也不可能把犹太国打败呀 是啊 丹朗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打败犹太国吧 而且丹朗这么做 就不怕鹰将吗 如果鹰将亲自下场 那丹朗可就死定了 听着军官们的分析 丹约的首领 有些无奈地揉了揉脑袋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丹朗会突然开始 反攻犹太国 毕竟 之前丹朗不说是 被压着打 那也是没什么还手之力 可是 自从他们获得了一批装备后 丹朗突然就只冷起来了 不仅开始在战场上 取得优势 也开始与犹太国打之久战 这在以前 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现在 更过分 丹朗甚至都开始反攻了 不过 这样的操作下 却是太危险了 他们贸然反攻 这无疑是打了鹰将的脸 要是把鹰将 给招来了就不好了 之前鹰将 在中东就搞了一堆事 这要是再来 鬼知道 鹰将会发什么疯 所以 首领对着场下的军官们问道 所以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丹朗开始反攻 也就是意味着 犹太国出了问题 这 我们该怎么办 不仅是单约 中东的其他小国家 同样如此 当他们知道丹朗反攻后 还取得了战果后 第一时间不是感到高兴 而是不安 他们不是害怕犹太国 而是恐惧 犹太国背后的鹰将 要是这次 鹰将他们再来 谁也不清楚 鹰将会做什么 毕竟鹰将一直都没什么底线 一时间 所有的中东国家 纷纷开始保持中立 在没有确切的消息前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不安地等待丹朗 与犹太国他们的战斗结束 第111章 新产品出现 此刻 犹太国的北方防线 丹朗的攻击还在继续 无人机正在空中飞速盘旋 地面部队则在不停朝着 前方推进 士兵们踩踏着战壕 一个个奋勇向前 将手榴弹扔了出去 哄 大大大 火光四射 硝烟弥漫 无数子弹划破长空 带起一道血花和残枝断壁 丹朗的指挥官 站立在一辆坦克上 双眼紧盯着前方 犹太国的军事基地 他们今天必须拿下这座基地 否则 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不过好在 他们现在已经把基地的防空力量摧毁了 他们可以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了 因此 丹朗的指挥官对着一旁的士兵说道 速战速决 敌人的支援很快就会到的 听到指挥官的命令 士兵也是立刻传令 随着命令传达 丹朗军队也加快了速度 可就在这时 基地内的犹太国总算组织起了反击的力量 随后他们对准了正在赶来的丹朗军队 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哒 基地上架设的各种简易武器也是纷纷发动了攻势 无数火蛇喷涌而至 犹如一条火龙席卷过来 瞬间吞没了几名丹朗士兵 啊 救命 惨叫声接连响起 有些士兵身体被撕裂 有些士兵头颅被打爆 大量鲜红的血水和碎肉溅落到地上 画面极其恐怖 让人忍不住作呕 看着犹太国突然组织起来的攻势 丹朗指挥官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该死 他看向远处犹太国军队的阵地 那里有很多犹太国士兵端枪瞄准了这边 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子弹便会像雨点般袭来 再加上基地内 还有很多重型武器 如果他敢轻举妄动 肯定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但可惜的是 那是犹太国之前的设想 现在犹太国并没有占据优势 只见空中的无人机对着下方的军事基地 就是一阵轰炸 一枚枚小型导弹从天降 杂洛在犹太国的军事基地上 轰轰轰轰轰 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火焰翻腾肆虐 犹太国士兵的阵地上 瞬间升腾起一团团火球 伴随而来的是剧烈无比的震荡 以及各种凄厉的哀嚎 看着这解气的一幕 丹朗指挥官恨恨地 望着犹太国的军事基地 哈哈 现在也让你们常常被压制的感觉 真当劳自叛逆 说完 他掏出腰间的冲锋枪 对准远处的犹太国军事基地疯狂扫射 将那些冒出头的犹太国士兵 又逼回到了躲藏处 同时 他又命令士兵 开始对准犹太国的军事基地 进行轰炸 砰 砰 砰 一颗颗迫击炮弹 朝着犹太国军事基地轰去 炸掉了不少建筑物和房屋 轰隆 犹太国的防御攻势彻底崩塌 原本坚固的防御攻势变成了废墟 更多的子弹呼啸而来 同时 他们的炮台也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一门门迫击炮被打坏 士兵死伤殆尽 甚至有好几名士兵 直接丢掉手里的枪械 抱着脑袋乱窜 犹太国的指挥官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都快炸开了 只是一个劲地问道 援兵呢 我们的援兵呢 他们已经等待了半天 为什么援兵还没到 难道他们的援兵遇到危险了吗 想到这里 他心里顿时咯噔一跳 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 传我命令 撤退吧 现在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了 继续留在这里 绝对撑不过五分钟 他们会死得干净利索 听到他的话 副官有些疑惑 长官 这不是您之前制定的计划吗 怎么突然撤退 犹太国的指挥官怒骂一句 不撤退 难道在这里等死吗 现在情况已经这么明显了 我们的援兵时时未斗 敌人却越打越强 再打下去 我们所有人都要葬送在这里 到那时候 就算援兵赶来 也没什么意义了 文言 副官沉默了下来 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不过 就在这时 一位浑身带血的士兵 跑了进来 长官 援军来了 援军来了 此时 基地外面 丹朗的指挥官 也发现了犹太国的三路援军 来了这么多人 看来 他们确实急了 不过 丹朗的指挥官 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直接对着士兵命令道 好 现在开始阻击敌人的援军 把他们赶走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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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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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两者再次展开厮杀 犹太国士兵们疯狂反扑 而丹朗的士兵 也丝毫不惧 他们早已经做好了 赴死的决心 同时 丹朗的指挥官 也是拿起了武器 犹太国的三路援军 正在迅速靠近基地附近 他们必须要拦住敌人的援军 碰 碰 丹朗指挥官 率先开火 咻 咻 咻 几道火舌闪烁着 犹太国的士兵 硬生倒下 一具具尸体横七竖八 躺倒在地上 犹太国士兵们 吓得脸色苍白 丹朗的攻击 威慑了他们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压力 一些士兵开始往后撤离 追击 丹朗的指挥官冷喝一声 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碰 碰 碰 哒 哒 哒哒 战场的另一侧 一只丹朗的装甲部队出现 为首的 正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 手持重型步枪 表情凶狠而猙獰 仿佛一只责人而适的野兽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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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哒 一排排子弹 从枪口吐出 化作一道道密集的流光 倾泻在前面的士兵身上 犹如割麦子 一般倒下大片大片的士兵 犹太国的士兵们 惊慌失措地逃散 快跑 啊 救命 救命 然而 丹朗的装甲部队 紧随其后 每一次开枪 都能带走一片生命 犹如收割麦子般 同时 空中的无人机 也对着地面的犹太国士兵 发动了攻击 一架无人机 从高处俯冲而下 对准地面 就是一阵扫射 无数弹壳叮咚叮咚 掉落在地面上 一时间尘土飞扬 犹太国的士兵 惨叫连连 有的被击中胸口 直接丧失了性命 有的则被击中腿部 直接跌坐在地上 爬不起来 一场屠杀开始了 犹太国的士兵们 四散溃败 纷纷朝着营地跑去 这让丹朗的装甲部队 抓住了机会 装甲车跟随坦克 朝着犹太国士兵追击 一辆辆坦克碾压而过 碾死犹太国的士兵 一条条生命 消失在大漠之中 鲜血染红了黄沙 残枝断壁遍布大地 宛若修罗炼狱 犹太国最终失败了 他们派出了精锐的援军 但还是输给了丹朗 而且输得一败涂地 损失惨重 犹太国的指挥官 看着眼前凄惨的景象 痛苦不堪 双目充斥着血丝 握紧拳头 该死 怎么会这样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会栽在丹朗人手中 他更没有想到 自己会败得如此狼狈 看着这一幕 丹朗的总部 首领也是微微一笑 这么久了 他们总算是听到一个好消息 哪怕是犹太国的援军 他们也打败了 这下犹太国的北方防线 彻底没了 随着援军被打退 位于后方军事基地的 鹰将军官也是一怒 只见他捏着一人的肩膀问道 你是说 犹太国不仅把北方防线丢了 甚至连援军也被别人打退了 犹太国是什么废物 说到这 鹰将的军官也是恼怒不已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废物的家伙 他们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国家 就这样 竟然被丹朗给打败了 还得他们来收拾烂摊子 哪怕鹰将军官 再不想收拾这个烂摊子 他还是对着一旁的士兵说道 派出我们的战斗机 帮犹太国夺回防线 很快 这道命令也传到了前线 听着鹰将愿意出击后 原本慌张无比的犹太国 总指挥官 总算是松了口气 虽然他这次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了 但至少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 否则 他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只是他在看一旁冷却的咖啡 再没有什么胃口 但一想到 以后自己未必还有机会喝 还是一饮而尽 此时的北方的防线 犹太国的军队正节节败退 丹朗的攻势实在是太猛了 眼看着丹朗就要开始对他们全坚实 鹰将的战斗机也是姗姗来迟 战斗机一进入战场 就找到了无人机 于是 无数枚导弹朝着无人机袭去 秀 搜 无人机瞬间升空躲避 不过它的隐蔽性毕竟比较差 很容易暴露踪迹 导弹很快追上了无人机 然后引爆掀起漫天烟尘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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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将的战斗机不断朝着丹朗的军队开火 而丹朗的军队根本不敢与之印碰印 他们纷纷躲藏在掩体之内 借助着掩护物抵挡着无尽炮弹的侵袭 就在丹朗与犹太国的战斗陷入胶着的时候 苏江却是一副轻松的模样 他看着自己今天的直播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今天的销量还不错 又是好几万入涨 不过这时 张灵又又又跑进了苏江的办公室 看着张灵匆匆的模样 苏江也知道这是有大事发生啊 不过 他还是对着张灵问道 老张咋了 这是有什么好事发生 面对苏江的问题 张灵点了点头 是啊 老板 你肯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猜猜 听到这话 苏江摸了摸下巴 阻拦锁出来了 文言 张灵的表情一僵 老板 你要不要猜得这么转 看着张灵的模样 苏江也有些无奈 你这模样 我又不是没见过 你这都是第几次了 这不一猜 就知道了 听到这话 张灵也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像是 不过 确实是我们的航母 阻拦锁做出来了 老板 你要看看吗 听着张灵的邀请 苏江微微点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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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